元龙第201-316章,懒人听书,只做精品,视频下方详情中可选取章节播放,并有全书播放列表,手机用户点击视频下方标题可展开视频详情。 本视频配有反简字幕,手机用户可轻点视频,再点右上角三个点切换字幕。 第201章京城,上 老君惯在京城,据说,王胜一直想要找的玲珑阁,也在京城之内,这还是王胜不经意从宝庆于堂女东竹口中得到的消息。 说起来,这个王国的皇城也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区域。 在皇城的范围之内,各方世家宗族的力量是最薄弱的,这个区域之内,也不许轻易的寻衅姿势,这一点上,和吴忧城十分的类似。 不同的是,吴忧城里面的居民是一大群的范式的通缉犯杀手什么的,而皇城的居民,就是普通的正常的合法居民。 从简单的角度可以说,皇城是一个独特的世家,皇家的地盘。 在这个地盘内,肯定是皇家的势力最强最大,别的世家的掌控力度小很多。 事实也是如此。 不过皇家的掌控方法又和那些世家不同,并不是把自家的地盘打造得风雨不透,而是允许除了世家之外的各方在皇城自由发展,皇家并不干涉。 各种中小势力结合起来,也是一股世家大族们无法忽视的力量。 因为皇家的管理方法,不自觉的就成了皇家的外部势力,皇家也就成了可以和各大世家抗衡的力量。 不过,这种力量比较分散,并没有严格的同属。 虽然皇帝号称是万民之主,可这个世界上不行,大家只是口头上承认。 各大世家也乐得多一个比吴忧城更安全,更公共,威胁更小的区域,再没有比皇城更合适的选择了。 也正因为如此,皇城就成了那些不想参与世家争端的势力们的最好的落脚之处。 比如老军冠,比如玲珑阁等等。 王胜现在的面目,和他离开吴忧城的本来面目不一样,同样也和王胜购买的那几个面具转化的虚拟形象完全不同。 离开吴忧城的时候,王胜买了十个普通的面具。 行走江湖,怎么可以只有一副面孔? 特别是王胜这种需要潜伏伪装的狙击手,多一个面孔就多一个选择,多一个面孔就多一条生路。 反正王胜有的是金币,这种在吴忧城也算是高价的货色,王胜说拿十个就拿十个,丝毫没有压力。 倒是王胜的这一举动让那些关注王胜的家伙们始料未及,十个不同的面孔,谁知道王胜出去之后会用哪个。 就算是追踪也不那么容易。 城主卖给他的那个号称最好的巷坠,装在那个两箱玲珑印盒中,王胜并没有直接打开那个玲珑印盒,而是带到了京城。 史家的四箱玲珑印盒王胜都可以打开,这个两箱玲珑印盒当然不放在话下。 不过,王胜对于无忧城主的防备远超过史家,甚至可以说远超过其他势力。 这个从未见过的无忧城主,王胜总有一种盲刺在背的感觉。 轻易打开那个玲珑印盒,谁知道会出现什么麻烦。 上面有没有留后手? 这个世界有阵法师这个行业,有阵法这种独特的东西,就不能不防备着。 王胜可从不认为自己一去询问有没有什么好面具马上就会有一个最好面具的消息,而且还能轻易到手。 说不定自己刚一打开玲珑印盒,城主那边就已经能确定自己可以打开印盒了。 所以,王胜还是将这个印盒带到了京城,让玲珑阁的宗师们出手。 至少宗师们出手一次之后,不管成败,总能看出些什么,也总能掩盖些什么。 毕竟只是一个两箱玲珑印盒,而不是四箱的。 在京城的城门口,王胜要进城的时候,遭到了十分严厉的警告。 守门的普通士兵对王胜几乎是视而不见的,可不代表没有人注意到王胜。 刚从城门洞窜过去,算是进了京城了,王胜面前呼的出现了一个灰衣人。 吴忧城的面具,你是打算在京城大开杀戒吗? 灰衣人貌似很不起眼,王胜甚至一开始都没有察觉到他藏在什么地方,就那么突兀的出现,让王胜很是意外。 对方认出了王胜脸上戴着吴忧城的面具,那么王胜的身份自然也被人理所应当的当作了吴忧城的杀手,还是核心杀手。 这年头,需要吴忧城面具的,也就只有那些真正在各方追杀下逃进吴忧城的强悍货色了。 灰衣人明显的很防备,但却没有动手。 有防备没有敌意,王胜明白,这是例行询问。 看起来,皇家对于很多势力其实都很宽容。 当然,也不排除这是皇家的悲哀。 王胜对于灰衣人能认出吴忧城的面具并不觉得奇怪,主要是有点水准的阵法师,基本上都能认出来。 对方也不可能看穿阵法看到自己面具下的真面目,所以王胜也没什么好紧张的。 路过,买些东西。 王胜老实的回答道。 这里是皇城所在,最好不要做一些让人不愉快的事情。 灰衣人果然不出所料是出来询问警告的,冲着王胜丢下这一句之后,就失诗然的转身离开,看都没多看王胜一眼。 一个二重镜的小杀手而已,值得京城里的高手大动刚歌。 这里可是天下之都,皇城所在,别说一个二重镜小杀手,来个红牌杀手,都未必敢在这里撒野。 皇家虽然在大势力上无法和各大势家抗衡,可在京城之内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下马威,王胜很理解这一套。 就是警告王胜,我们从你一进城门就知道你是无忧城杀手,别闹事。 说实话,这个下马威对王胜现在来说有点多余,王胜本来也没打算在京城闹事。 正如他所说,王胜是来办事的,不是来闹事的。 神威欲的。 这里是皇城所在,千万别自己想不开。 王胜还没离开城门的范围,就听到了另一个警告的声音。 转头,王胜就看到了一个勾搂着身子进城被拦下来的和他一样的倒霉蛋。 看来,只要是有点修为带点杀气的,进门都会被警告,不足为奇了。 虽然王胜的目标是玲珑阁和老军冠,可王胜刚到京城却并没有直接找上门去。 身为一个资深狙击手,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不先熟悉一下地形,熟悉一下道路,找好退路,居然直奔目标而去,那该得有多失败。 王胜可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先把京城转一圈,至少知道有几个城门可以离开再说。 第202章 京城 下 皇家势力虽然不是很强势,可是京城的规模确实这着实实的够大。 哪怕各大世家什么的对皇家也是嘴上给个面子心里完全不在乎,可皇城的规模也是王胜见过的所有城市中最辉煌最大的一座城市。 王胜足足花了五天时间,才把整个京城转了个遍。 这个时代又没有汽车什么的逮捕,京城又是皇城重地,寻常人等根本不许策马飞奔,王胜只能用走的方式,将整个京城看了一遍。 老君惯在城郊,不在城里,不着急过去。 王胜安顿好,准备一番之后,直奔京城的天宫房。 据说玲珑阁在京城的据点就在天宫房之内。 可王胜在天宫房转了一大圈,也没看到一个挂着玲珑阁招牌的商店。 倒是天宫房整个房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小店铺,大部分是做手工艺的。 铁匠铺,材负铺,一眼看过去,全都是这种小店。 大大小小上百家店,硬是没有一个店是和玲珑阁的名字有类似的。 消息来源并不是特别的正式,是王胜从宝庆渔堂的女东竹口中不小心听到的。 他当时说的也是无心,可王胜记在了心里。 要不是女东主,王胜想打听玲珑阁,绝对没有人会轻易告诉他。 能和玲珑阁扯上关系的,怎么可能随意的将自己的最精美最高端的供货货员告诉不相干的人。 可到了地头,发现却是这么个情形,让王胜也不由的傻了眼。 自己还是小去了这些奸商,嘴里就没一句真话。 这不,连那个看起来身材那么好声音那么柔的女东主也都知道在不经意间骗人了。 京城里肯定有宝庆渔堂和玉宝斋的分号,但王胜肯定不会送上门去的。 掩藏身份还来不及,这时候在京城亮出名号,还不被一群狼扑上来分食。 这里可不是无忧城,好歹无忧城内城那些家伙们动手还有点顾忌,在京城那些家伙反倒是可以肆无忌惮。 老太监给的玉牌说是在京城管用,王胜也坚信这一点。 可是,只要一亮出来,恐怕王胜就不得不和皇家扯在一起了。 暂时来说,王胜还不想和皇家扯上任何的关系。 目前王胜还看不到和皇家扯上关系的好处,看不到皇家能帮助自己寻找到梦中女孩的可能,所以,这个时候,王胜是绝不会轻易动用老太监的玉牌的。 琢磨了一下,王胜呼得自嘲的笑了笑,来都来了,还是看看吧。 目光开始放到了这些小店上。 不能不说,天工房这个名字真不是白叫的。 这里看起来就是摆工作房的大杂烩,做什么的都有。 王胜甚至还看到了一个饭铺,里面的那个胖厨师正熟练的颠勺,一看就是王胜的手艺。 想不到才这么点时间,做饭的手艺就已经从吴忧城传到了京城。 王胜现在也没什么心情,正好过去顺路看一眼。 刚走几步,旁边的铺子里呼得传出来一阵骂骂咧咧的声音,随后两个人影从铺子里走了出来。 什么狗屁玩意? 打造个兵器而已还这么多说道,活该你没生意。 走在前面的一看就是个富家公子哥,口中嘟囔着,一脸的不爽。 公子哥身后,则是跟着一个轻衣小貌的奴仆,略弯着腰,口中附和着自家的公子,将背后那个铺子的主人骂了个狗屑喷头,就是就是,一个糟老头子,还能不能拿起大锤? 还想让公子帮他抡大锤,想得美。 一主一仆一唱一鹤的不爽的离开了,王胜却对那个门口连个招牌都没有的铁匠铺起了兴趣。 铁匠铺打造兵器,还有很多说道。 什么说道? 王胜信不迈进了这个看起来破破烂烂的铁匠铺,进门就看到了主仆二人口中的糟老头子。 的确是个糟老头子,满头的白发,一身的灰黑衣裳,不算试破,但上面却有不少星星点点的小洞,一看就是被火炉中的火星撩出来的。 老头子双手也是满手的烟火色,布满了老茧。 打铁的老汉,看起来身体还很硬朗,完全不是那两个主仆口中连大锤都拿不起来的模样。 不过,毕竟是老了,客人都已经走了,老头正坐在火炉前的一个板凳上,呆呆的看着炉火。 要打什么武器吗? 听到王胜的脚步声,老头子头也不抬的冲着王胜问了一句,给自己用的话,最好是自己参与,自己用大锤打出来的武器才最适合自己用。 这一句话,王胜就知道刚刚主仆二人在说什么了。 老头要那个公子抡大锤,估计就是他们口中的什么说道,莫非这是老头子的规矩? 只有你一个人,人手不够就说不够,扯这个干什么? 王胜没有接他的话茬回答问题,而是笑着把自己看到的真相说了出来。 铁匠铺子里只有老头一个人,不管要打造什么东西,老头一只手掌钱,一只手小锤子,总是缺个人抡大锤的。 王胜的目光开始扫向了别的地方,最后目光落在了靠着铁针的那个大锤上。 听到王胜的话,老头眼睛猛的一亮,这才抬头看王胜,脸上也多了些笑容,你会不会抡大锤? 整个铁匠铺子看起来破破烂烂的,但有两个地方却十分的整洁,一个是火炉上,一个是铁针那边。 不用问,肯定是主人用心打理过。 不过,这并不是吸引王胜的地方,让王胜笑出来的原因是,那个火炉竟然没有风箱。 铁匠铺的炉子边上没有风箱。 这可能吗? 王胜在无忧城里,在林川城里,在上林城里,可见过不少普通的铁匠铺,里面各个都配着风箱。 没有风箱,怎能让炉火温度升高? 怎能打造出好物件? 可这个铁匠铺里,明显还是有成品的。 尽管那些成品看起来品相只能算是规整,可毕竟也是成品。 那么,只有一个糟老头子,没有人帮忙抡大锤,没有风箱提升火焰温度,那些成品是怎么打造出来的? 会抡? 王胜也笑了起来回答道,但不知道轻重。 第二百零三章用最大的力气,上。 需要你懂个屁的轻重。 铁匠老头异常不屑地鄙视了王胜,抡起来用最大的力气锤打就是,其他的不用你操心。 锤子在那边,过来帮我打几下。 好。 王胜也不拒绝,走过去伸手就扶起了那个靠在铁针上的大锤饼。 铁匠老头往炉火中扔了几块黑乎乎的东西,王胜看到了,不是煤,不知道什么东西,但火焰猛地窜起了老高。 随后,老头直接伸手拿着一块金属疙瘩扔进了火中,连钳子都没用。 没一会功夫,老头就用一个大钳子把烧的火红的金属疙瘩加了出来,放到了铁针上。 另一只手拿着一个小锤开始指挥王胜。 用你最大的力气,冲着这个打。 老头很不客气地指使道,我不说停,你就不要停,一直打。 最大的力气? 你确定? 王胜本来打算出手帮忙的,可听到这个要求之后却停了下来,真的要最大的力气。 废话那么多? 老头子不耐烦了,有这个说话的功夫都可以打两锤了,浪费时间,赶紧的。 好。 既然老头这么说,王胜也就不多废话了,伸手就将那个倚着铁针的大锤拎了起来。 一入手,王胜就意识到这锤子不简单。 光是重量,就比王胜心中估算的要重了至少四倍,也不知道是用什么材料制作的。 不过,这锤子就算是再崇上十倍,对王胜来说也就是毛毛雨。 老头连轻重都不检验一下就让自己用最大的力气,那王胜也不介意让对方开开眼界,并顺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书,大锤已经被王胜高高的举起,然后王胜真的动用了全身的力气,向着铁针上的那块火红色的金属疙瘩,重重的砸了下去。 砰,咔嚓,当当,一连串的声音响起,各种金属的碎片四处乱飞,简陋的铁匠铺如同被无烟火破片高爆手雷袭击了一般,各个方向上都镶嵌着或大或小的金属碎片,有几处已然的地方被火红的金属疙瘩碎片砸进去,嘶嘶几声之后,开始冒出了小小的火花。 王胜全力的一锤,不但砸碎了那块烧红的金属疙瘩,连带的砸碎了下面垫着的铁针,自己手上的大锤也没能保存完好,锤头碎裂,锤柄变成了五截,王胜的两只手中,各自抓着不到五寸的两截,上面被王胜清晰的握出了两个清晰的手抓的痕迹。 因为早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所以王胜身上一点伤都没有。 双手早就戴好了防护的手套,并且挡住了脸面,而最重要的胸腹部有内衣护甲和液体防弹衣,即便有少许的碎片砸上来也没有太大关系。 至于四肢,王胜现在的肌肉力量和强度,足以抵抗这种程度的碎片泵射。 绷紧的肌肉估计连子弹都打不进去,挡住一些碎片实在太简单了。 铁匠老头同样也没有受伤,别看他看起来遭老头子一个,修位却不低,区区金属碎片建设,根本伤不到他分毫。 可是,身上没有伤,但老头的心理却着实的受伤了。 一个寒铁精打造的看着不起眼的铁针,还有一个星辰金炼制的大锤。 居然就在这个家伙的一锤之下变成了碎片。 知道不知道,那其中的随便一块碎片就能买下小半个天工房的地啊。 这还没算为了炼制铁针和大锤耗费的那些精力和人工,如果算起来的话,绝对是能让一个普通富豪家族倾家荡产。 心疼到死啊! 铁匠老头现在简直是欲估无泪,可他还没办法指责王胜什么,因为王胜一开始就说不知道轻重,是他让人用最大的力量砸的。 现在王胜的确是按照他的吩咐,用最大的力量砸了,结果就是这个下场。 老头子欲估无泪的同时,却又不得不赶紧动手,把那些已经着了的地方扑灭,否则引起了火灾可不是好玩的。 这么大的动静,天工房里面当然有很多人听到,不少人都围拢过来要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铁匠老头从没有过如此的尴尬,不得不在把那些小火苗扑灭之后,赶紧出去向围过来的邻里们解释,没什么大事,打铁失误而已。 这个破烂的扑面,又没有什么遮挡,里面什么情形早被人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老头之前什么德性,大家都是邻里,哪有不知道的。 看到王胜一个人在里面装无辜,老头却满脸的狼狈,个个都是捧腹大笑,一点都不给老头面子。 李老头,既然有个这么大力气的帮手,你以前想的那个摆碟锻造不是可以试试了。 人们笑了半天,开始慢慢散去。 倒是有个和老头关系不错的,开口提醒了他一句,让老头顿时间眼前一亮。 冲着提醒他的朋友打了个招呼,老头赶忙返回了铁匠铺中。 王胜既然有这么大的力量,正好借助他的力量试验一下自己的想法。 你帮我打造点东西,算是赔偿我这些损失,如何? 铁匠老头进门也不管其他,直接冲着王胜问道。 赔偿? 王胜瞪大了眼睛,你让我用最大力气的,现在竟然还要我赔偿,你要脸吗? 老头眼睛一瞪,怎么? 你弄坏了我的东西还打算赖账了? 一副泼辣的刁民架势。 帮你忙可以,但你也反过来帮我个忙,我们两清。 王胜才不会被铁匠老头耍赖撒泼给赖上,毫不犹豫的直接提自己的要求。 什么要求? 老头果然只是想要赖上,一看王胜的架势赖不住,马上改口问要求。 帮我打开这个。 王胜也不推脱,也不怕外面有人看到,直接拿出了那个装着像坠的两箱玲珑印盒,亮给了老头。 铁匠老头直接沉默了,外面有几个还没走的人看王胜的目光也十分的不善。 你是怎么知道的? 终于,沉默了好一会的铁匠老头还是开了口,冷冷的冲着王胜问道,小杀手。 一口喝破了王胜的杀手身份,很明显,王胜现在的这个面具,已经被他一眼认出来了。 第204章用最大的力气,下。 能认出吴忧城的面具,这是阵法高手。 王胜几天之内已经见过好几个了。 不过,此刻王胜心中却是充满了欢喜,他找对地方了。 本来也不敢确定。 王胜笑嘻嘻的回答道,听着热闹进来看看的。 不过近来就发现了不一般,所以才遵照您的吩咐做事。 哪里不一般了? 铁匠老头冲着外面招了招手,至少有三个老头慢慢的走进了铁匠铺里,开始帮忙从周围墙上把那些金属碎片弄下来,分门别类的整理好。 至于老头自己,则是一边动手一边问道。 王胜也没闲着,同样开始帮忙网出抠那些碎片。 嘴里也不怠慢,飞快的回答道,您这铁匠铺里,没有风香。 那又如何? 铁匠老头还挺倔,十分不服气被王胜一眼看出来,恼恨恨的反问道。 没风香,却又能打造出不少不错的家伙事。 王胜指了指那些看起来十分规整的精品笑道,要么就是您的修为极高,能用灵气提升火焰温度。 用灵气提升火焰温度不是不可能的。 王胜见过寒冰里出手把人冻成冰陀子,既然能冰冻,也一定能加热。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那就是这炉子里面肯定有别的辅助手段。 王胜把一块铁锤的碎片从房梁上拔下来,递给了一个老头,笑着说道,比如,高明的阵法什么的。 再加上我以前听说过的某种传言,王胜贪了贪手,后面的话已经不用说,大家都能猜到了。 那个传言,肯定就是说天工坊里面有玲珑阁的人,可过来寻找的人很多,却先有能够发现的。 铁匠老头的这个铺子开了多少年了,进出的人不下千万,也没有几个人能察觉其中的秘密。 王胜能从这么点蛛丝马迹就判断出来这么多东西,就连铁匠老头都不得不承认,这个家伙的眼睛真是够毒的。 你就这么肯定我这里和玲珑阁有关? 既然王胜连玲珑印盒都拿出来了,铁匠老头也就不隐瞒,直接反问了一句。 事实上,不只是您这里。 王胜笑着回答道,一开始我也以为只有这里,可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 原来整个天工坊,其实就是玲珑阁。 天工坊是京城的一个工匠聚集的区域,很多皇宫的用品,都是天工坊出品的。 这个地方除了完成皇家贡品的任务之外,也会制造一些给私人使用的东西,但能直接用到的人,莫不是身份尊贵的大人物。 普通平民百姓,先少能在这里买到东西。 就连王胜见到的那个贵公子,也最多只是知道这里是专供皇家用品的,过来也是想找个机会看看有没有可能买到几件精品,没想到还被老头那般的刁难。 因为专供皇家,所以这里的顾客很少,大部分的铺子也都是零零散散的做几个不怎么值得关注的生意。 这种情形的掩护下,没人知道玲珑阁其实就在天工坊,更没人知道,其实王胜看到的所有的铺子,其实都是玲珑阁的。 就算听说过传言的人过来求证,眼力不佳的也没有几个找到。 不是没有过好奇的家伙挨个铺子试探寻找,可他根本没意识到,其实他进的每个铺子,遇上的每个人都是玲珑阁的人。 帮忙出手可以,但不保证能打开,也不保证能完整打开。 铁匠老头终于不再说什么,其他几个老头也是用一种欣赏的目光看着王胜,倒是一点都不怕他暴露出这个秘密。 可以。 王胜要的只是他们出手的借口,打开打不开对王胜来说没什么区别,直接点头答应。 我们换个地方。 铁匠老头也不管这里的东西了,自然会有人收拾,自己却拉着王胜往天工坊的另一个地方赶去。 外面的店铺是做生意的门面,天工坊里面还有一大片区域,其实是不对外的,但是却是很多高手宗师动手的地方。 老头拉着王胜来的,正是这里。 你先用一点点力气,我们试试。 这次铁匠老头学乖了,没有再让王胜用最大的力气,而是一点点的出力,寻找一个最佳的力道,再让王胜保持。 王胜也十分的配合,抡着一个比外面材质更好,重量更大的大锤,一点一点的小心试验着力道。 终于在不厌其烦的抡了上摆锤之后,铁匠老头满意了,就这个力道,不能超过。 对王胜来说,这个力道很轻松,不用他吃力,正常抡就行。 大锤的自重加上他的速度,足以对断剑造成足够的打击力道了。 不过,这样的力量,对普通铁匠来说,绝对是个灾难,普通的铁针根本就承受不了这样的力量打击。 怪不得铁锤铁针什么的都是特制的,甚至里面很可能还有防护阵法,打铁的时候还得动用灵气。 打造的材料十分特殊。 普通的高手根本没有如王胜这般,光靠肉身力量就能挥动大锤的,砸不了几下就得换人。 可换人又不好控制力道,让老头空有想法却没办法做到。 没人过来打扰老头,似乎外面发生的一切对里面没什么影响。 这里只有王胜和铁匠老头两个人。 又是一块金属疙瘩,烧红之后放到了铁针上。 王胜按照之前的力量,按照老头小锤指点的位置,开始一锤一锤的砸。 铁疙瘩变成了铁片,老头折叠了一下,继续断打。 等到打到差不多的时候,又折叠了一下,重复这个过程。 王胜知道老头要干什么了,不久前还在外面听了一耳朵,说是摆叠打造,原来如此。 不过老头很明显想错了,他真的以为折叠的次数越多就越好吗? 其实,也不是非得要折叠百次的。 王胜一边抡着锤,一边漫不经心的说道,折叠到一定的次数,硬度韧性是最合适的,但超过了之后,恐怕就会越来越软了。 如果你只是想当然的话,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这不是王胜信口开河,而是地球上工业时代的科学证明。 这种原始手工断打能把钢铁里面的碳断打出来,含碳量合适是好钢,过多或者过少,都会影响材料性能。 王胜说得轻松,可听在铁匠老头耳中却不适于红中大吕,震耳欲聋。 第205章从来没有捷径,上。 那我怎么知道第几次的时候是最好的。 铁匠老头停下手不再敲打,也不管停手之后会不会损坏材料,思索了好一会,才抬头问道。 这没什么好办法,试验呗。 王胜很正常的随口回答道。 没有大型计算机模拟,没有基础材料成系统的研究,没有精确的化学成分,全靠一代代的经验和黑暗中摸索得到的结果,除了试验,没别的好办法。 那得试验多少次? 试验到什么时候去? 铁匠老头明显没有意识到王胜说的竟然是这么一个笨办法,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玩材料你还不想做实验,活该你一事无成。 王胜都懒得和老头争辩什么了,直接给了他这一句。 地球上那些做材料的,哪个不需要实验室里面通宵达弹无数回才能确定一种材料的特性? 为了找到某种新材料,不知道要做多少次试验,失败多少次才能够幸运得到一种新材料的配方。 可以说,地球上工业化时代玩材料都只能用这种笨办法。 就算是有大型计算机能够模拟推算,可再好的模拟算法推算出来的结果,也需要真实实验来验证。 不想实验,一拍脑袋就想当然的以为可行,完全就是在撞大运。 也就是靠着前人和自己累积的那一点点经验,可以大概的推断,还有很大成分是运气。 不能不说,太落后,太不科学了。 当然,在这个世界里或许这是常态。 这里又没有达到工业化的程度,全靠手工经验传承能做到这些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王胜也只是说了一句,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可就这一句,就让老头更呆了,半张着嘴巴,也不管卢灰被吹起来有些都已经飘进了嘴里,就那么站在原地,如同一个木头人一般的动也不动。 王胜彻底停下了手,老头自己都不砸了,王胜生怕他出神的时候一锤子砸出事来,就这么慢慢的等着。 好半赏老头才缓过静来,转头看着王胜仿佛看着一个从没见过的妖孽一般,瞪着眼问道,你怎么想出来的? 这还用想? 这就是最笨的法子吧? 王胜差点要转身走了,难道玲珑阁的宗师们就这种水平? 铁匠老头又呆住了,好一会之后看着王胜,脸上竟然露出了一种迷惑的神色。 完了,老头肯定不知道钻什么牛角尖了。 王胜是来让他出面找几个大宗师打开两箱玲珑硬盒的,而不是让他在这里钻牛角尖的。 这条路本来就没有什么捷径。 王胜急忙把宽慰的话说了出来,你以为有捷径,实际上你只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让前人带着你走过了这段路而已。 其实,所有的路都是一样的,只有这一条。 王胜宽慰老头的同时,自己其实也在思考。 这话不是感慨,而是真的发自内心。 别看王胜在某些科学方法上能鄙视这个世界的原住民,可王胜知道,他自己也不过是站在地球上那些巨人们的肩膀上。 站得高,看得远,仅此而已,没什么可骄傲的。 就如同这个世界的修行之道,王胜同样是站在两个世界的那些修行前辈们的肩膀上,用他们曾经的经验教训来提高自己,可脚下的路,还得脚踏实地地往前走。 小伙子,冲你这几句话,就值得和你喝几杯。 老头忽然地笑了起来,脸上的疑惑神色一扫而空,仿佛困扰他的那些东西都已经消失不见。 我请。 老头兴致高,王胜也不会扫兴,马上凑去地说道。 不急不急,老头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你。 老头脸上笑得那个开心,好像看到了什么多年的老朋友一般,你说,材料就这么少,只够打造一件兵器的分量,该怎么试验。 那就要取决于你觉得什么比较重要了。 王胜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张口就回答道,是发现一种新材料和制作方法重要,还是打造一把神兵力气重要,看你自己的选择。 哈哈哈哈。 听到王胜的话,铁匠老头呼得开心的哈哈大笑起来,哪个重要? 哈哈哈哈。 原来答案其实就这么简单。 狂笑声中,王胜呼得察觉到一股磅礴的灵力向着这个方向汇聚过来。 这种感觉王胜实在是太熟悉了,分明就是修为突破晋级时的灵气脆体。 老头子竟然在自己一番话之后突破了,可喜可贺。 王胜也不干扰,自己找了个角落坐下来,静静的等着。 这边的动静瞒不过周围,马上有七八个同样老太龙中的人冲了过来,有男有女。 看到铁匠老头站在那边灵气脆体,王胜在旁边坐着看热闹,众人也不声张,也没有大动静,同样在周围各自悄悄的找了个地方或站或坐,静静的等着。 有两个老人家还特意在王胜附近找了个地方,表面上没说什么,甚至还冲着王胜点头笑了笑,可王胜明白,他们两个还是在防备自己。 这个正常,毕竟王胜是个陌生人,在铁匠老头这么重要的晋级时刻,王胜就是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小心点总没错。 从灵气脆体的时间,基本上就能看出修士修为的高低。 时间越长,修士的修为就越高。 王胜上次灵气脆体是四个小时,所以他才不过是三重镜避泻变的修为。 可这个铁匠老头,从开始脆体到现在,已经足足过了八个小时,还没有完成的迹象,依旧站在那边动也不动,这是不是也太夸张了? 之前王胜还猜测他是五重镜的修为,现在看起来,恐怕还不止。 玲珑阁看起来很随意的一个老头子,就有这样的修为,那这个玲珑阁也绝不是一个软柿子。 总算是在第十一个小时的时候,老头子完成了灵气脆体,从修行状态中恢复过来。 可这一下,就是半天的时间,进来的时候还是大白天,等到出去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 我以前一直困惑不已,总算小伙子一番话让我明白了。 铁匠老头没少夸奖王胜,修行完成之后第一句话,就让周围的那些老人家们大吃一惊。 第206章从来没有捷径,下。 这个戴着无忧城面具的小杀手竟然还能帮老伙计想通突破。 几个老人家顿时间对王胜刮目相看了。 王胜的修为,一看就是二重镜不到三重镜的样子,除了铁匠老头灵气脆体的那段时间,他们从来也没有担心过王胜能伤害到谁。 可一个小家伙能帮老头想通,这可是个大新闻,要听听怎么回事。 几个老人家,加上王胜,一起到了另一个院落中。 很快有人准备了酒食,大家开始喝酒庆祝。 要说你们无忧城,最近也是出了不少好东西。 大家是庆祝铁匠老头晋级,开心,聊天内容也是五湖四海,想起来什么就是什么。 一个老头子也不管王胜面具下的身份,知道他是无忧城的杀手,说的也是无忧城的事情。 别的不敢说,光是这炒菜一向,就让我们大开眼界呀。 另一个老头接过话头,活了一辈子,都没活明白,到老了才明白,原来这吃食还能这么做这么吃。 对这个说完,不管是老头老太们全都赞同,他们都是些追求某方面极致公义的人,用王胜在地球上知道的一些说法,都是一批有工匠之心的手艺人,对于做饭这种手艺,他们可从未看清过。 说起来也是津津恶道的。 既然说到了吃食,众人自然就要求王胜这个美食发源地来的家伙指点一番,他们今日这吃食有什么优劣,哪里好,哪里不足。 这方面,王胜还是有发言权的。 且不说这本来就是他弄出来的,光是他现在的天下第一好舌头,闭着眼睛也能说出这些菜肴的优缺点。 王胜也不把自己当小辈,也不怕得罪做菜的老太太,毫不客气地挨个点评起来。 从靠得近的到离得远的,一道菜一道菜地点评过来。 这个闲了,那个淡了,这个老了,那个嫩了,王胜如同指点江山一般地说过来。 被评价的老太太也不觉得王胜失礼,从本质上来说,她还是个手艺人,一个懂行的人对她的手艺挑剔指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特别是王胜说的实在是太准确了。 不光这些调料和火候上的瑕疵,刀工和手法都不算,王胜甚至连她选用的材料都能够指出来问题,新鲜了,老了,有虫眼,没有长熟而是放熟的,等等等等,宛如亲见一般。 越是这些手艺人,越是在乎这种精细道局部的挑剔。 结果一圈挑剔下来,王胜不但没被人摆眼,还收到了好几个老人家的大拇指称赞。 专业,王胜点评的太到位了,就如同他们往常点评一些同行的作品一样。 以前一直觉得吃饭就是吃饭,现在才发现,原来做饭也是一门体现水准的手艺啊。 吃饱喝足了,众人这才问起铁匠老头突破的契机。 说来说去,又说到了王胜说的那几句话上。 都是在某一个行业经营了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主,听到之后,个个都是感慨万分。 从来就没有捷径啊。 几个人咀嚼着这句话中的意思,都是长欲短叹。 不光是打铁,事实上,又有哪个行业是有捷径的。 正如王胜所说,非要说捷径的话,也不过就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在前人的基础上往前一步。 能站到他们这个境界的宗师,谁不是从小打基础,学经验,然后自己在此基础上努力的创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才走到了今天的这个地位。 王胜的话,简直就是说到了他们的心坎里。 怪不得铁匠老头能因为这几句话而开悟晋级,就为这几句,就值得和这个不知道真面目的小伙子喝几杯。 连王胜自己都没想到,突然之间想起来的一点点的东西,能让几个玲珑格的老人家如此的投缘。 这几个老人家的年纪,随便哪一个拿出来,王胜相信都能大过自己几轮。 至于他们的身份,王胜不知道。 职业,除了那个打铁的铁匠老头以外,其他的全都不清楚。 可这并不妨碍王胜能和他们几个谈笑风生,指点菜品,很奇怪的默契。 你帮我想通了很多事情,想要什么奖励? 铁匠老头现在满面红光,修为提升连带的年纪也看起来年轻了几岁,精神十分的振奋,开心的笑着,问着王胜。 您老帮我找几个大宗师,打开那个盒子就行。 王胜没有什么要求,说几句话就要让人给什么奖励,说不过去。 要是什么技术关键点什么的,提醒了几句,王胜还能理直气壮的要报仇,可这就是明摆着的一种烂大街的最普通的道理,要是也敢收别人好处的话,会遭天谴的。 一码归一码。 铁匠老头比较认识理,摇着头说道,打开那个盒子,之前已经答应你了,那个不算。 重新来一个。 王胜还要推脱,没等铁匠老头在争辩什么,其他几个老人家就已经不一了,纷纷要求王胜主动提,大胆提,要求越高越好,越离谱越好,仿佛不把打铁老头狠仔一刀他们几个就不开心一般。 看着他们几个老人家这般的打趣,王胜呼得有一种在地球上的时候和自己的那些损友们聚在一起的轻松,也许这些老人家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如此吧。 这种情形之下,王胜也推脱不过,只能从善如流的答应下来。 稍稍地琢磨了一下之后,王胜很认真地冲铁匠老头要求道,要不,您老帮我找个雕刻大师,我想学石雕。 几个老人家正姓高采烈的等着王胜提出一个雕钻古怪的要求来为难铁匠老头,结果等了半天就等来了王胜的这个要求,几个人看着王胜,如同看着一个傻子一般。 就这。 铁匠老头自己都不敢置信,王胜居然会提这么简单的一个要求。 就这。 王胜点头道,看了看众人脸色都不是很好看,补充了一句,我只要学雕刻石碑就行,其他的可以不学。 看众人还是脸色不善。 王胜不得不又提了一句,得要找个大宗师级别的,否则学不好岂不是很没面子。 看王胜十分认真,铁匠老头终于确定王胜不是在开玩笑。 盯着王胜好一会,见王胜没有动摇,一拍手道,好,就给你找个大宗师。 第207章学雕刻学书法,上。 王胜要学雕刻石碑并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早有预谋的。 原魂空间中,碧蟹背负的称天巨碑上一直是空空荡荡的,一个字都没有。 而在王胜试图让碧蟹分裂来伪装境界的时候,碧蟹愤出了一部分飞到了巨碑的顶部,被白雾遮挡,不知道是什么。 一开始王胜也不知道是什么,后来仔细琢磨了一番之后,意识到那部分应该是龙生九子的另一个,腹蟹。 腹蟹是龙生九子中最像龙的那个,身似龙,雅好斯文,生平好文,盘绕在石碑头顶。 被云气遮住的部分,正处在巨碑顶部,和腹蟹的描述简直一模一样。 好文,可是称天巨碑上却没有一个字。 王胜意识到,恐怕这就是腹蟹变的升级条件。 他必须要在巨碑上雕刻好字,才能完成腹蟹变。 石碑上刻字,绝不是随随便便弄几个字上去就行的。 腹蟹喜好书法,那就得刻出让腹蟹满意的书法才行。 书法对王胜来说,是一个绝大的挑战。 让王胜操作各种战车甚至飞机坦克,王胜没有问题,让王胜操作各种武器,手枪步枪狙击枪击枪火箭弹什么的, 王胜同样也没有问题,甚至于让王胜操作一些冷兵器,匕首军刀各种精巧工具,王胜同样没问题。 可要让王胜写字,呵呵,写出来的评价,能认识就已经不错了。 这还是铅笔钢笔圆珠笔这些硬笔书写出来的效果,这个世界可没有这些东西,写字用的是毛笔。 软笔书法,王胜更可以用一窍不通来形容。 好书法,还得有好雕工,王胜本来也打算找地方学习的,既然这里是玲珑阁,那么这方面的大宗师一定有,王胜何必舍尽求远,正好借机提出要求。 卢老头,怎么样? 铁匠老头甚至都不用去别的地方,直接冲着他对面的另一个白胡子老头问道。 你欠我一次?白胡子鲁老头也是个爽快人,丝毫没有因为王胜是个无忧城的杀手就如何,这是他和铁匠老头的事情,和王胜无关。 转到王胜这边,鲁老头上下看了看王胜,开口问道,有利器吗? 有。 这句不是王胜回答的,而是铁匠老头回答的,他一锤砸碎了我那个含铁精的铁针和星辰金的大锤。 哦!几个老人家有几个不知道外面发生的事情,听到这个,全都瞪大了眼睛惊讶无比的看着王胜。 别人不知道含铁精和星辰金,他们这些人怎么可能不知道? 这两种金属制造的器具,比普通铁制的要皆是数倍,居然被王胜一锤砸碎,这已经完全脱离了许多人的想象。 只割石碑的话,简单。 卢老头也不废话,直接说道,有力气,弄上几百个石碑,上年先描好字, 按照印痕刻就行。 你也说了,没什么捷径,一个一个的刻过来,刻上几百个,差不多也就入门了。 又不是拜师,不用那么麻烦,我有个小徒弟,你跟着他练习基本功就行。 听起来是很简单,道理也说得明白。 练好基本功,然后就是几百个石碑刻下来,总归也就差不多了。 可王胜还是苦笑了起来。 苗字 让谁苗? 那是在圆魂空间里面,谁能给王胜描好? 苗字可能也得学。 王胜摸着鼻子,有点不好意思的说道。 你要自己写。 卢老头倒是没料到王胜还有这个要求,书法怎么样? 很烂。 事到如今,王胜也只能捏着鼻子承认了。 那就自己去学。 卢老头一点都不关心王胜为什么非得要自己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 大手一挥,直接让王胜自己去学,他是雕刻大师,可不是书法大师。 告诉王胜去哪里找那个鲁老头的小徒弟,基本上今天的庆祝就到此结束。 铁匠老头很热心地招待王胜留宿一宿,而他自己,则是拿着王胜的两箱玲珑印盒,连夜找人去帮忙打开。 一夜无事,等到王胜早上醒来的时候,铁匠老头已经回来,正在院子里坐着边喝周边等他醒来。 你的印盒。 铁匠老头轻轻地推过来王胜已经看着很熟悉的印盒,上面明显已经打开了。 王胜的目光盾时间亮了起来。 玲珑阁的高手帮忙打开了更好,也省得自己动手,还要各种遮掩。 这个印盒上一开始就被人布置了阵法。 铁匠老头看王胜并没有特别着急地马上打开印盒,心中也微微赞赏,慢慢吞吞地开口说道,对保密没什么用处,但能保护印盒完整,特别是不怕摔不怕砸。 王胜点了点头,印盒外面再附加一层阵法保护,这个不新鲜。 王胜看到过四箱玲珑印盒打开后的模样,里面只有那么点大的空间,装一个一碎的东西,连点保护层都没有,外面用阵法防护,也是个不错的主意。 里面的那个东西不错。 铁匠老头看王胜一直没有动手打开的意思,继续说道,比你现在用的这个高级多了。 不过,阵法上有点小麻烦,你只要一使用,用某个特别的工具还是能够发现。 我那个老朋友见猎心喜,帮你把那个小东西去掉了,你可以随便使用。 一使用就会被人发现。 王胜心中已经有了数。 这个炼锥面具的确是很高级的货色,但肯定是时刻处于某个高手的监控之下,自己的行踪一定会始终在某人的掌握中。 或许,这才是这个炼锥真正的意义。 这个掌控自己行踪的人,或许是强威姐,或许是城主大人,甚至有可能是管家或者寒冰礼。 当然,最大的可能还是那个制作炼锥的阵法高手。 王胜现在也不知道具体目标是哪个。 还好,铁匠老头的朋友手养,去掉了那个阵法中的小东西。 否则王胜还真不知道是该不该使用,能不能使用。 谁也不知道,那个两箱玲珑硬盒刚刚打开的时候,天空房的外围,隔壁房的一个房间中,某个还在熟睡的人胸口的一个玉佩呼的爆裂开来,直接惊醒了熟睡的这个男子。 第208章学雕刻学书法,下。 玉佩爆裂,男子顿时间醒过来,同时也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 事实上,两箱玲珑硬盒上的那个所谓的稳固阵法,还有另一重的作用,就是当阵法被破坏,玲珑硬盒被打开的时候,会同时激发一个小的毁灭阵法。 毁灭的东西,正是男子胸口佩戴的玉佩。 毁灭阵法必须距离玲珑硬盒很近,在一里之内才能奏效。 也正因为如此,男子才会住在距离天空房并不远的隔壁房,就是为了验证这个。 玲珑硬盒要打开,要么自己乱开毁掉里面的东西,要么是找玲珑阁的大宗师。 不过,便找玲珑阁的人动手,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够打开。 玉佩一岁,男子就知道,那个玲珑硬盒被打开了。 他果然来了玲珑阁。 男子看着碎裂的玉佩,摇了摇头,看来他自己打不开玲珑硬盒,没用了。 王胜打开玲珑硬盒,一眼就看到了里面那个简朴的有点过分的链坠。 拿起来,当着铁匠老头的面,穿到了自己的军牌链子上。 灵气一激发,王胜就换了一副面孔。 恩,一眼看不穿,也感受不到。 铁匠老头点了点头,还是这个样子看着顺眼。 等王胜离开天宫房的时候,已经是全新的形象。 离开天宫房没多远,王胜就察觉到了十几股气息停留在了自己身上,被盯了一会之后,又全部都散去。 王胜很警觉的看了看周围,一个大汉呼的在角落里警告道,小子,没你的事了,赶紧离开,别碍事。 警告完王胜,那个大汉的目光再次看向了天宫房的那边,再也不理会王胜。 王胜心中一动,装作配合的样子往远处离开。 绕了个大圈子,王胜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上。 没用多长时间,王胜就看出来这个方向上也有五六个人正关注着天宫房出来的方向,好像是在赌某个目标一般。 这些人,肯定是找自己的。 王胜很不谦虚的把目标定在了自己的头上。 要说这些人是打玲珑阁的主意,王胜一万个不信。 玲珑阁和别的商家可不同,里面不知道有多少宗师大宗师,随便哪个人身上,都能牵扯出不知道多少高手的人情往来。 除非是五大家族和皇家联手,否则没人敢轻易的动玲珑阁。 既然不是针对玲珑阁的,那么王胜想不出来除了自己之外还有什么人值得出动这么多高手盯房? 也就是自己换了个高级的面具,一般的阵法高手也轻易看不出来,要还是无忧城的那个,估计早就被发现并动手了。 哪里暴露的目标? 王胜直接就把怀疑点放在了那个玲珑印盒上。 一定是那个玲珑印盒暴露了自己,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能。 是谁? 强威姐? 管家? 城主大人? 还是影子老太监? 王胜现在还无法确定。 不过,城主大人和影子老太监的嫌疑最大,能在京城调动这么多高手的,不是简单的势力。 没有管这些,王胜就在一群人的眼皮子底下,湿湿然的离开了天工房。 他甚至没有回自己之前下榻的客栈,停留都没停留,直接出了京城。 卢老头的小徒弟,并不在京城里面,而是在京郊的一个小山村里。 学雕刻的,不能没事就在京城里面叮叮当当的扰民,所以选择了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 王胜是离开京城了,可是京城里却紧张了好几天。 那批人连着搜索了几天都没有找到王胜的下落,不得不幸幸的收队。 什么? 没找到? 怎么可能? 一个搜索的高手回报之后,发号施令的主子大幕,一个戴着无忧城面具的人,闭着眼睛也能找出来吧? 你们四五十人居然没找到? 废物! 主上,属下们在天工房的几个方向上都搜遍了。 出来的人全都检查过,真的没有独狼。 下属急忙分辨道。 想方设法到房内去找。 主子也很不爽,可也只能再下了一道命令,让他们执行。 王胜居然又失踪了。 还是在京城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这小人情何以堪? 虽然没人能弄清楚王胜什么时候来的京城,可他既然在玲珑格动了那个玲珑硬核,那就说明他一定来了。 倒不是没想过王胜动用了那个炼坠,可那个炼坠只要一用,就会被某个人察觉。 直到现在那个人还没动静,那么王胜一定没用。 有很大的可能,玲珑硬核根本就没打开,或者是毁掉了。 虽然只是一个两箱玲珑硬核,可也不是什么普通的宗师能打开的。 按照大家对玲珑硬核的认识,至少也得四个大宗师同时出手才有可能。 四个大宗师出手,王胜一个区区蛮子,有这个面子吗? 别说王胜,宝庆于堂的生意做得够大了吧,可他们也只能接触到玲珑格宗师这一击。 大宗师是哪个阿猫阿狗说见就见的? 况且,京城之内玲珑格坐镇的也不过就是一些宗师而已,哪来的大宗师? 那些在临街门面上摆摊桩样子的老头老太吗? 开什么玩笑? 所有人都坚信自己的判断,在又秘密的搜寻了几天一无所获之后,只能再次无奈的接受王胜又一次失踪的事实。 这个王胜,绝对可以说是逃跑宗师了,这么多人竟然没有赌到。 看来,以后也只能在无忧城接触了。 或许,如果不杀王胜,请他去杀几个不顺眼的家伙也不错。 王胜连期崇敬的戴无忌都能杀掉,杀几个修为不如戴无忌的,是不是也很轻松呢? 王胜浑然不知道自己在京城走了一圈引起了京城内某个势力多大的动作,他现在正窝在那个鲁老头的小徒弟所在的小山村里面。 教授王胜基础的,并不是王胜以为的一个中年大叔,而是一个比王胜现在还年轻了六七岁的十一二的小娃娃。 别看小孩年纪不大,可玩雕刻已经有六七年了,比王胜高明的不是一点半点。 仔细点,把土好好的筛一遍,再用细砂多过两次。 小孩一副监工的模样,以止气使的指挥着王胜,就你现在的基础,别想着雕刻什么石头了,先在泥上慢慢练吧。 第209章 灵须老道士 上 活泥并不是让王胜雕刻,而是让他学习塑形。 如果连最普通的泥巴塑形都做不到的话,那想用刻刀雕刻出想要的形状岂不是天方夜谭? 这算是最基础的部分,王胜也明白,做得十分的起劲。 从最简单的方、圆、三角等规则形状做起,慢慢的过渡到稍显复杂的图形。 地球上也有同样类似的步骤,不过是进行美术根基培训。 不管做什么艺术雕刻也好,刻字也好,没有模具模板的情况下,又没有美术基础,那就是个噩梦。 上午在小老师的要求下和泥塑形,下午王胜则是和小老师一起,跟着村子里的一个老道士学习写字。 没办法,书法的基础几乎为零,得要从头学起。 特别是这个世界现在的书法还处于类似立书行书的阶段,凯体还没有出现,练习起来就越发的困难。 暂时来说,王胜还不到烦恼字体的地步,他现在的大麻烦是握笔。 书写的毛笔除了使用的毛发和地球上略有不同之外,其他的没多大的区别。 可问题是,王胜现在的力量实在是有些太大了。 钢管做的笔管,王胜也只要轻轻的一用力就能捏弯,不用说竹子做的笔管了。 只握住笔管容易,可想要按照自己的心意动起来,那就是另一回事。 王胜的感觉,就好像手里捏着一根又酥又软的线箱,还是用毛笔的握法,用这个来写字。 顾得了笔管,就顾不得笔画,顾得了笔画,就顾不得笔管。 经常是写半个字,笔管就被捏成了粉碎。 连着捏碎两根笔管之后,老道士就不让王胜用笔,更不让他在珍贵的瘦皮上练字,而是让他拿根树枝做个小沙盘,能控制住自己的力量再说吧。 王胜一点都没有觉得老道士小题大做,也一点没有违逆老道士的意思,乖乖的用树枝在小沙盘里慢慢的练习。 只是几个字的功夫,就让王胜意识到自己对力量的控制还差得远,自己一身恐怖的力量还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 猛力爆发力王胜是能控制的,没有问题,可是这种缓力和净力王胜几乎完全不能控制。 好在王胜有足够的耐心,也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丝毫不在意别人一样的目光和脸色,自顾自的慢慢练习,一点一点的熟悉着。 不管做什么,从来就没有捷径。 王胜自己说的话,自己更有体会。 书法既然基本功差很多,王胜就自己努力的练习。 不怕嘲笑,不怕失败,谁不是从不会到会的,王胜连被人称为废物的时候都没颓废过,何况是炼字。 说实话,老道士并不是专门负责教书法的。 据小老师说,老道士其实是有大学问的,但他不屑于和那些老军官的道士们混居在一起,所以找了个小山村隐居而已。 这小村子衣衫棒水,山清水秀,村民又淳朴,老道士当年游走四方走到这边就拔不动脚了,直接在小村子边上修了个小道观,住了下来。 平日里也不见老道士做什么功课,倒是老道士常常帮助村里人看病什么的,一来二聚也熟悉了起来。 这不,村里的小孩子们十字就全靠老道士教授,王胜也跟着张光。 王胜会做人,自己来麻烦别人,肯定不能空手过来。 各种好吃的好喝的好穿的隔三差五的就给小老师和老道士送上门,十几天之后,王胜已经和他们亲密的如同一家人。 老道士荤素不济,也吃肉,也喝酒,有就享受,没有也不强求,活得轻松自在,颇有一种世外高人的风范。 王胜一开始也是埋头学书法,不管其他。 直到等大家都熟忍得几乎无话不谈了,王胜才问起老道士他那个道观里面的神像身份。 小道观可能是很不正规,所以里面的神像只有一尊,根本不是王胜印象中地球上的道教供奉的三清。 那个,当然是我道教始祖,太上老君啊。 老道士和王胜很投缘,特别是喝酒,所以对王胜的这种初级问题一点都没有取笑的意思,很认真的给王胜解释。 王胜现在还跟着他如同小孩一般的练字呢,能指望他知道多少东西。 王胜既然问起来了,老道士也就多说了一些,也让王胜多了解了一些。 这个世界的道教,和地球上的十分类似。 只不过,没有一气化三清的说法,也没有道德经,而是另一篇叫道经的典籍。 忠心思想也类似,同样也是大道至简无为而至等等。 清静无为。 老道士说起来这个,对老军官的那些道士们就是一通唾弃,老军官的那些家伙也配。 早就在花花世界里迷失了,清静各辟,无为各辟。 借着王胜孝敬的酒,老道士大骂了一番那些他眼中道貌岸然的家伙。 然后话题自然而然的就转向了王胜。 你身上的力量倒是足够了。 老道士是这么说的,满京城能比得上你力量的也少有。 你现在能做到举重若轻,很不错的修为,可还差一点。 继续练字吧,等你什么时候能做到举轻若重的时候,就差不多了。 几句话一出口,让王胜顿时间对这个看起来不守戒律的邋遢老道士刮目相看。 这眼力价,王胜自问都没有怎么表现出来多大的力量,可人家硬是能从王胜练字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一丁点就看出来这许多东西,不能不让人佩服。 举重若轻,王胜的确是做到了。 别的不敢说,路上长腿美女阿七刺杀的时候,万斤的巨木王胜能挥舞着当成是小棍子一般。 可举轻若重,真的是有难度了。 拿着毛笔也好,树枝也好,其实就是一个举轻,但王胜做不到若重。 动不动就用力过度,捏碎笔杆树枝常有的事情,离若重还差了十万八千里。 似乎觉得自己光说不练说服力不够,老道士随手拿起一根筷子,左右随便抡了几下。 空气中直接传来一阵呜呜的破空声,仿佛老道士手中捏着的并不是一根筷子,而是一根工程的巨木一般。 往王胜这边随手一次,风声加上刺过来的威势,竟给王胜一种仿佛是火车头要撞过来的感觉。 第210章 灵虚老道士 下 高手 这才是真正的深藏不露的高手。 王胜看着疏得停在自己眼前的筷子头,双眼放光,如同色狼看到了一个真正的美女一般。 王胜同样拿起一根筷子,学着老道士的样子挥动起来。 结果,风声是有了,可是完全没有老道士手中的筷子上携带的那种大事。 王胜不死心的多挥动了击下,然后筷子就碎了。 看着若无其事的收回筷子该吃啥吃啥的老道士,王胜简直要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什么叫高手? 这才是高手啊。 从开始到现在,如果不是老道士主动表现出来,王胜根本就看不出来老道士是一个如此犀利的高手。 这是什么境界? 王胜都没办法猜出来。 怪不得影子老太监说起老军官的时候,一直在说自己进去了要是运气好碰上个真慈悲的能活着出来。 如果都是眼前老道士修为的话,那老军官绝不比龙塘虎穴要差呀。 老军官里面高手是很多,不过都是些迷失了的高手而已。 说起老军官的高手,老道士更是不屑一顾,整天就想着修行,想着提升境界,完全把老军留下来的教会望得一干二净。 一个两个的嘴上说着要广结善缘,说到底最后还不是为的广煞良田,金银珠宝。 这个话题就没办法提,一提老道士就是说不出的牢骚,表面上看是让我叫门推行天下,可却几乎完全背离了老军说的清静无为。 叫人磕头烧香,叫人供奉老军,叫人相信老军保佑,却让人再也不相信自己。 老道士说到不满的地方,大声的问起王胜来,拜老军的人是多了,求保佑的人也是多了,可你说,这还是遵从老军的教会吗? 人们烧香磕头,其实不就是求一个心理安慰吗? 王胜肯定没有老道士这么愤世嫉俗,老军的初衷肯定也是为了教化天下。 要是人人有了烦恼第一个想起来的就是去老军灌烧香磕头,那你不得不承认,人家的确是干得不错。 老道士没想到王胜竟然不同意自己的观点,瞪大了眼睛看着王胜,似乎在等着王胜的解释。 不过,有一句话你说的对。 求老军保佑没错,可最重要的还是相信自己。 王胜也没有完全否定老道士,还是肯定了他的其中一部分的想法。 推行天下,哼。 老道士的脸色总算是好看了一点,冷哼了一声,不再说这个话题。 还好王胜不是全盘否定老道士,没有让老道士直接翻脸。 不过,今天老道士还是不开心,吃喝过之后,就把王胜和小老师赶走了。 广煞良田,金银珠宝不好吗? 为什么灵须爷爷那么不喜欢? 离开没多远,小老师就问起王胜来。 今天王胜和老道士的话,很多小老师都听不懂,直到现在才问出来。 灵须就是老道士的道号,不过这里就他一个道士,大家只要一说道士,就知道是灵须老道士,这个道号反倒是没人叫。 也只有小孩子们,才会叫灵须爷爷。 你不懂。 王胜抚摸了一下小老师的后脑,边走边说道,灵须爷爷是真正的高人。 广煞千尖,夜眠仅需六尺,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 等你什么时候明白这个道理了,什么时候能做到了,你就什么时候和卢老一样,也能成为大宗师了。 哦。 小老师呕了一声,把王胜的这句话牢牢的记住。 现在不理解不怕,以后慢慢琢磨就行,这是他的师父教给他的道理。 那你明白这些道理吗? 小老师又问了一句,你也是高人。 我? 我不是高人。 王胜笑了起来,道理我都明白,可知一行难,知道吗? 我俗人一个,还是喜欢广煞良田金银珠宝娇妻美妾的。 你不要和我学,没前途。 切。 小老师发出一阵鄙视的声音。 王胜和他也离小道观越来越远。 小道观中,灵须老道士本来赶走了王胜和他的小老师正闭着眼琢磨呢,此刻呼的睁开眼微笑了起来。 这个小家伙,倒是有趣。 那句广煞千尖,夜年仅需六尺,家财万贯,日食不过三餐。 真真的是说到了他的心里。 第二天,王胜还是规律的生活。 上午学泥巴塑形,下午学写字。 到老道士那边的时候,老道士也没给王胜脸色看,依旧还是如之前的态度。 道士指点的稍微多了那么几句。 一个月下来,王胜的泥巴塑形已经有模有样。 泥塑的东西虽然不敢说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可已经能入眼了。 至于书法这边,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字还是难看,但是能轻松的握住笔而不用担心不小心捏碎。 写出来的字笔最开始有了长足的进步,最重要的是,老道士允许他用毛笔在兽皮上沾水练习了。 这一个月的精细练习,让王胜对于力量的理解更上层楼。 不是每次都能用最大的力量发出最大威力的攻击就是厉害,能控制自己的力量,能用最合适的力量做最合适的事情,才是真正的掌控。 老道士这边,王胜还是隔三差五的酒肉伺候着。 反正王胜有的是金币,京城的物价就算比其他地方高,可也高不过无忧城,王胜这么大的款,招待老道士吃点好的喝点好的还是很轻松的。 老爷子,老军冠里面的一些记录,您老是不是知道一些? 有次谈话又说起了老军冠,王胜索性把自己一直想问的一个问题也问了出来。 你想知道什么? 灵虚老道士一点没怪罪王胜问起老军冠的记录,喝着酒回答道,老的一些点击我都看过,最近十几年的就没有了。 一听这话,王胜就知道有门了。 他要的可不是最近十几年的记录,而是前朝的事情。 这运气,王胜还以为得到老军冠才能找到记载呢,想不到得来全不费功夫,灵虚老道士这里就知道。 我其实就是想知道一些前朝的事情。 王胜也不隐瞒,直接问了出来,您老知道不知道,千决地是怎么形成的? 里面到底有什么? 第211章老道士的要求,上。 你觉得,千决地是怎么形成的? 听到这个问题,灵虚老道士脸色都没变一下,直接信口反问道。 听说是一个阵法。 王胜老老实实的回答道。 他知道的几个答案里面,全都和阵法有关,不管是防护阵法还是封印阵法,都是阵法。 狗屁。 灵虚老道士直接给了王胜的回答两个字的评价,然后在王胜的不解之中,悠哉悠哉的喝酒吃菜,等自己砸罢的爽了,采反问道,你见过覆盖几千里方圆的一个阵法? 王胜哑然。 他虽然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可是也知道一些阵法的常识。 真的要一个覆盖几千里方圆的阵法,那得是什么样的规模? 什么样的组织才能布置出来? 不管是世家也好,或者是宗门也好,能布置这么强大阵法的组织,怎么可能被灭门? 可王胜之前再怎么怀疑也好,不相信也好,没有什么佐证,他也只能相信那个说法。 现在灵虚老道士直接给了王胜一个狗屁,这倒是让王胜释然了。 敬了老道士一杯,王胜很诚恳的请教道,老道,你知道什么,能不能给我说说? 老道士心安理得的享受着王胜的孝敬,吃好喝爽了,才慢慢吞吞的说道,一个阵法没那么大的威力。 是几百个阵法。 王胜差点一头扑到地上去。 等了半天,否定了一个不符合逻辑的答案,然后就给出来一个这样的结果。 不信。 老道士什么阅历? 王胜哪怕戴着虚拟的面具,也逃不过他的法眼。 很鄙视的吃了一声,你还别不信,就算让你去老军官的藏经楼里面翻,也是这个答案。 老爷子,老军官的那些资料,你都看过。 王胜再次确认了一下,虽然觉得灵虚老道士没必要在这件事情上撒谎骗自己,可还是下意识的问了出来。 老军官的藏经每隔五十年就要重新腾写一遍。 灵虚老道士眼中的笔是一点都没有少,反而越发的多了,上次就是我老人家亲自腾写的,你觉得呢? 王胜顿时间肃然起敬了。 怪不得呢? 这句话透露出的信息很多。 首先,灵虚老道士的书法肯定是一等一的好,否则老军官这种千年传承的教门绝不可能选择他来腾抄经典。 其次,灵虚老道士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简单的道士能有抄写老军官典籍的荣誉。 用屁股想都知道不可能。 第三,就是灵虚老道士知道的,远比王胜期待的可能要多得多。 这才是真正让王胜开心的事情。 千诀地里到底有什么? 王胜急切的问出了口。 好不容易遇上一个可能知道答案的人,王胜怎么也等不及了。 你问我? 我问谁去? 灵虚老道士那腹吊儿郎当的表情十分的招人恨,喝着小酒,敷衍着王胜,认王胜多着急,他也不见着急一下。 老军官里的典籍没有记录的。 王胜没好气的反问了一句。 多少人想知道千诀地里有什么,你觉得要是老军官知道的话,老军官还能留存到现在? 灵虚老道士的话,算是直接打消了王胜的最后一点希望。 不过,说起来,不是最近你们无忧城有个小子,可以自由进出千诀地吗? 灵虚老道士邪逆着王胜问道,你也是无忧城的,怎么不找机会问问? 能自由进出千诀地的人不就是王胜自己吗? 王胜要是知道,还问个什么? 王胜并没有马上撤去自己脸上的伪装,爆出自己的身份。 灵虚老道士的身份实在是太神秘了,而且修为实在是太强,一根筷子都能玩的王胜望尘莫及,暴露了身份,谁知道自己会怎么死。 别看现在两人相交莫逆有吃有喝,那是因为双方关系简单,真要是暴露了进出千诀地的能力,王胜不敢保证灵虚老道士会不会还能和现在一样保持这样的心境。 能把千诀地怎么形成的,仔细和我说说吗? 王胜退而求其次,再次打起了千诀地来源的主意。 可以。 这次灵虚老道士没多说什么,直接点头。 正在王胜开心的时候,灵虚老道士呼的问了一句,你拿什么交换? 呃。 王胜被问住了。 灵虚老道士的确没有什么义务要给王胜说清楚千诀地的事宜。 从刚刚透露出的一些消息看,灵虚老道士很可能和老军官的渊源不浅。 虽然灵虚老道士对于老军官现在的很多做法都看不入眼,甚至因此而自己一个人躲在这个乡下。 可人家毕竟是老军官的人。 让一个有资格腾抄老军官典籍的人泄露老军官的秘密,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不过,既然灵虚老道士这么问了,反倒是有了个口子。 就是王胜不知道,自己该付出什么才能得到。 你想要什么? 想了好一会,王胜不知道该如何答复灵虚老道士,索性直接问老道士。 你不是在学雕刻吗? 老道士显然是已经想好要什么了,作了一口酒,砸吧几下嘴唇后说道,帮我雕一个老军像吧。 这么简单? 王胜并不觉得灵虚老道士是这么好说话的人,这个老军像的背后,一定有其他的要求。 果然,接下来灵虚老道士就说出了自己的要求,老军官的人近期想要在京城外的老军山上雕一万个老军像,像城之后,改名为老军万寿山。 现在老军官的那几个道士,想要见识把老军官的基业再扩大几倍。 你帮我雕一个老军像,要能压得住一万个老军像的声势,要能把他们现在的势头彻底的打压住。 灵虚老道士很认真的看着王胜道,如果你做到了,我就把你想知道的告诉你。 另外,我还可以教你如何做到举青若重。 听到这个要求,王胜的第一反应就是怎么可能。 王胜是在学雕刻,可他不过是个刚刚开始学的小学徒而已。 老军官要雕万寿山上万老军像,肯定是大手笔清楚最强的雕刻师。 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王胜都是拍马都追不上。 第212章老道士的要求,下 一万个老军像,装饰整个老军山,这是要把老军山变成一个圣山的架势。 这里面牵扯到的财力物力人力,能把一个稍微次一点规模的家族都生生拖垮。 不说才是,光是人工,就能把王胜比出去十万八千里。 老军官这次为了出挑,肯定不知道会动用多少的雕刻大师,王胜一个初学者,压下这么多的大师宗师,可能吗? 你觉得我一个刚学雕刻,还没能上手石头,只能掀完泥巴的菜鸟,可以赢过那么多雕刻宗师。 王胜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了。 不能。 灵虚老道士一点都不迟疑的回答道。 那你还提这种要求? 王胜实在是无语了。 老道士这是怎么了? 犯傻了。 你不能做到你就去想办法。 灵虚老道士丝毫不理会王胜的问话,自顾自喝起了酒,反正我的要求是这个,你做不到,那你就自己想办法进老军官去看那些典籍。 老爷子,老军官里的高手,和你相比的话,差多少? 王胜决定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结,还是想想别的路子吧。 差倒是差了不少。 灵虚老道士的话让王胜双目一亮,差了不少,似乎有门了。 可接下来老道士又加了一句,不过他们人多呀。 你这样的,估计十几个你能打他们一个,可他们至少有上百个,你慢慢练吧。 一听这话就没戏了,王胜直接把这个方法从脑海中抹去。 难道就只能按照老道士的要求,压住那些大师宗师们,才能行? 王胜自己知道自己的水平,就现在这个样子,出去雕刻什么都是被人笑话。 受不得也只能请卢老头出马雕刻一个,想来一个大宗师出手,总能压住一些大师宗师什么的吧? 就是不知道卢老头会让自己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要是需要付出的代价更高的话,王胜恐怕就要考虑值当不值当了。 老军官的典籍,未必就只有这一条路,或许捐给老军官几千上万金币,就能买来借月的机会呢。 我如果雕刻一个能压得住老军万寿山的老军像,老军官不还是会声势大涨? 王胜呼的想到了一个关键的问题,追问了一句,说来说去都是老军像,而老军官才是现在的正统道统,不是吗? 呃! 灵虚老道士似乎没想过这个问题,忽然之间就愕然了。 那就不管用什么法子,不能抹黑太上老军,却又能压住老军官那些家伙。 灵虚老道士愕然一会之后,呼的又改了要求。 王胜恨不能给自己一个嘴巴子,要你多嘴。 这下子难度更高了。 雕刻一个老军像最多也就是个手艺问题,自己平辱老头大宗师出手,还是很有可能的。 可这一下子,却让自己抓了瞎。 老道士一辈子都没压制住老军官的那些道士们,王胜一个半吊子凭什么能做到? 况且老军官在那些道士们的引领下,香火日盛,声势大涨,从表面上看,人家那才是真正的做得不错,自己合得合能。 能压住老军官? 你比他们厉害那么多,挨个狠狠教训一顿,让他们低头不就行了。 王胜实在是没别的法子了,只能给老道士出馊主意,何必要为难我这个小辈呢? 打一顿最多是让我老头子出出气,他们可不会低头认错。 灵虚老道士直接摇头。 教训一顿这事老道士又不是没干过,可那些年轻人脖子一梗,光大老军官有错吗?让老军影响历日成有错吗?说得老道士哑口无言。 老道士不是善辩之士,嘴皮子上说服不了对方,可又不能杀了他们,只能是自己离开。 说白了不过是理念之争,又不是什么你死我活的不共戴天之仇,打生打死毫无意义。 况且,以老道士的身份出手的话,总是要落得个以大欺小的骂名。 就这么定了。 灵虚老道士心一横,把要求定了下来,他们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准备,你要是能压住他们,我保证你知道你想要的一切。 另外还告诉你一些老军官的典籍中没有记载的东西。 没有记载的东西。 王胜下意识的反问了一句。 对。 没有记载的东西。 灵虚老道士很肯定的回答道,比如你很想知道的千诀地里面有什么。 你刚刚不是说不知道吗? 王胜瞪大了眼睛看着老道士。 不知道所有的,但知道其中一样。 老道士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回答道,最关键的那个。 王胜紧盯着老道士的双眼,老道士也平静的看着王胜,脸色没有丝毫变化,目光也同样的清澈深邃。 干了。 王胜似乎也确定老道士不像是在撒谎,一咬牙,答应了灵虚老道士的要求。 老军官那边还有一年多时间才会行动,王胜这边还有时间仔细谋划一番想想如何操作。 老道士听到王胜的话,不知道怎地,呼得松了一口气。 好像王胜只要点了头,事情就一定能够办成功一般。 你打算怎么做? 老道士停顿了一下问道。 不知道,先琢磨琢磨。 王胜哪里能马上想出来一个妥铁的办法,很多事情他都得重新捋一遍才能给出答案。 老道士也知道让王胜马上说出一个办法来有点强人所难,不再继续追问,自顾自的再次慢慢的自针自引起来。 王胜则在一旁固步的吃喝,皱着眉头开始琢磨起来。 至于叫王胜雕刻基本功的小老师,好像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话一般,自己一个人也不说话,但嘴里却从没停下来,从开始一直到最后。 回到住处,王胜躺在床上,呼得问不远处同样躺在自己床上的小老师,你会不会雕刻老军像? 会呀。 小老师躺着也没睡着,不假思索的回答道,照着样子雕刻很简单,就是雕不出其中的神韵而已。 说着,小老师一咕噜爬了起来,坐在自己床上,好奇的问道,你真的想要自己雕刻一个老军像压过那些老军冠请的高手? 第213章鲁大师的指点,上。 你觉得行不行? 王胜冲着自己的小老师问道。 虽然我也只是个学徒,对雕刻的理解还不是很深。 小老师像模像样的认真地冲着王胜说道,不过,你连我都不如,我看好老军冠。 看着小家伙那个认真的尽头,王胜差点忍不住冲他竖起终止。 要不是知道他是未成年人不能祸害,王胜一定鄙视他到底。 凭什么? 灵虚老道士说起来非要求王胜一定要胜过老军冠的那些道士,可他也没把希望放在自己身上,而是觉得王胜能请动卢老头这种级数的大宗师出手。 小老师教授王胜基本功很认真,也不敷衍,可他凭什么就觉得自己也不行。 身为一个最精锐的狙击手,王胜以前就对宋烟说过,最期待别人轻视他,忽略他,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可这并不代表王胜就没有火气。 王胜的火气,一开始表现在修行上让宋烟等人频频目瞪口呆刮目相看。 现在连小老师和老道士都不看好自己,王胜就更会让他们两个大吃一惊。 睡梦中,王胜好像又回到了地球,自己在看电影。 魔界中阿贡纳斯,国王之著,的那两个巨大的雕像就出现在王胜的梦中,那般的辉煌,那般的霸气。 然后,王胜就睁开了双眼。 梦中的情景仿佛在指引着王胜,指点王胜解决问题的关键。 王胜躺着琢磨了一会,脸上就露出了笑容。 地球上执行任务的时候,王胜去过乐山大佛。 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 这不就是现成的提示吗? 还有比这更合适的创意。 只要把佛像改成老君像,岂不就是天下第一? 雕刻一尊天下第一大的老君像,比老君冠在整个老君山雕刻一万尊小的老君像更能吸引人的目光,完全能够彻底的压制住老君冠。 就这么办。 王胜想好了对策,甚至于因为灵虚老道士后面改的要求,王胜都想好了对策。 第二天一早,王胜出买九十的时候,就开始打听熟悉京城周围地形的人,询问一些周围山脉的情形。 想要雕刻一座山,那至少要那座山全都是石头,王胜也开始琢磨,该如何快速的提升自己的雕刻手艺。 能不动用大宗师的时候,尽量还是不要欠那么多的人情,还起来绝对是大麻烦。 塑形学的差不多了,该用石头练习了。 小老师没浪费王胜的时间,这边王胜还没完全打停清楚京城周围的山势,小老师就已经给王胜加快了进度。 还是从最简单的方形圆形这些规则图形开始,慢慢的过渡到复杂的图形。 当然,使用的工具变成了锤子和凿子。 到了这一步,才算是真正的开始进行雕刻。 不光是小老师,连灵虚老道士的书法这边也完成了最基本的启蒙,开始进入了学习字体结构和笔画的阶段。 简单的说,就是可以用毛笔在兽皮上写点像模像样的字了,不再是以前那种惨不忍睹的鬼画符。 王胜在城郊找到了一个对京城周围很熟悉的老头,以前是行脚的,问起周围的山势,老头如数家珍。 听到王胜要找一个石头山,最好是一整块的石头山,老头直接给了王胜一个他最惊喜的答案。 京城号称六水环绕,六条河流环绕这京城,其中两条是十分宽阔的大江。 就在两条大江和另外一条相对小一点的河流交汇的地方,有一座巨大的石头山。 水面上的部分,足有一百多丈高,可以说是京城周围最高的几个点之一。 三江交汇,巨大的石头上,这不就是如同地球上厄山大佛所在地几乎一模一样的地形吗? 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反正王胜已经找到了最合适的位置。 光听当然不行,王胜得到石地去看看。 在老头指点下,马不停蹄的赶到地头一看,王胜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 地点实在是太合适了。 王胜本来以为是如同乐山大佛那样的地形,结果这座山根本就是三江交汇的中心点上,成了一个沽悬在三水中间的一根巨柱。 整块的石山,因为被三江交汇水流冲刷,形成了三个巨大的立面,笔直得如同悬崖一般。 因为长期被水冲刷还屹立不到,只能说根基十分的牢固。 这样的地形,王胜只要一开始不作死的从靠近江面的三面笔直悬崖开始雕刻,而是从上往下挖,留着三面屏障,外人根本就无法发现。 不过,这样一来,雕刻的难度就大了数倍。 如果是鲁大师那种大宗师出手,或许还有可能,可王胜还是个菜鸟,想要完成,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王胜出于谨慎起见,特地亲自徒手爬上了那个百丈高的巨大石柱勘查了一番。 结果很不错,这地方真的是合适。 根基牢固,石柱也足够粗大,完全够雕琢一个巨大的老军像。 但有一点让困难倍增。 巨大的石柱经受得住三条江水无情的冲刷,质地十分的坚硬,比王胜现在用来练习的那些石头要硬上好几倍。 别说普通的手法,就是普通的工具,在上面雕琢不了几凿子就得更换了。 这还没算为此要增加的辛苦。 实地勘查结束,王胜带着买来的酒食赶回了小村中,继续跟着小师傅和老道士练习基本功。 你这个做饭的法子倒是新颖。 老道士现在吃惯了王胜亲自下厨做的炒菜,以前的那些劣质饭食已经无法入口,吃着美食,嘴里点平着,很给面子的样子。 这基本上是王胜的日常了,每天除了练习基本功,就是和老道士小老师一起吃饭睡觉修行,日子过得十分的简单。 就在王胜勘查了地形,心中琢磨着该如何动手的时候,鲁大师出人意料的来到了这个小村庄里。 说是出人意料,其实也不意外。 王胜的小老师是鲁大师的关门弟子,鲁大师来这里,也是为了指点自己的小徒弟而来的。 然后,顺便来看看王胜学的怎么样。 毕竟是答应了铁匠老头的,也不能太敷衍不适。 第214章鲁大师的指点,下。 不能不说,小老师虽然年纪小,但给王胜打基础确实一点都没有偷工减料。 当然,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王胜学习雕刻的态度很正,不偷奸耍滑。 另外,王胜的修为提升,各种控制力提升,也是让王胜在基础阶段提升快速的很大原因。 不管是力量还是控制力,王胜都胜出那个小老师许多,只是在某些天赋上不如小老师而已,可拿出同样的基础作品,还是能看出王胜在纯手工上是能胜过小老师的。 基础的手法,塑形,你应该都学得差不多了。 鲁大师看过他指定王胜雕刻一个简单的南瓜石雕之后,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接下来,可以做一些复杂的东西了。 王胜点点头,然后继续等着鲁大师的评价。 说实话,你现在的东西,手法很正,终举终归。 鲁大师开头依旧还是好话,听着让人听欢喜。 能在短短一个多月就做到这一点,也值得王胜骄傲。 东西做出来,正,不偏,能做到雕什么像什么,酱气十足。 鲁大师笑着吃着王胜做的饭菜,喝着王胜孝敬的美酒,很认真的点评着,但这样下去,最多也就做到一个工匠的水平,成不了名家,更成不了大师,明白吗? 这有什么不明白的? 无非就是王胜现在这个趋势,最多也就是个照猫画虎的水平,顶天也就是个靠着模型复制的角色。 没有自己的风格,没有自己的意境,雕刻工人而已,没什么不能理解的。 一个多月从毫无根基能做到这种地步,王胜已经很满足了。 鲁大师这话,可不是在贬低王胜,没听到他语气中的满意吗? 想要成名家,想要成大师,你得雕琢的自然,但还得有自己的风格,你独有的风格。 鲁大师是诚心指点的,也不藏私,虽然这很难,可是你得往这个方向追求。 我怎么做才能做到? 王胜很认真的请教道。 首先,练习。 鲁大师也不废话,非常利索的给出了回答,大量的练习,就如同你修行的那些杀人手段一样,先练熟,熟能生巧,熟到了你随时随地可能随便用一个姿势用一个手法就能一锤子下去达到你想要的效果的时候,就可以继续进行下一步了。 你之前的练习,说白了只是练习雕刻的基本功。 是每一锤每一凿的功力,掌握了每一下能达到的效果之后,你其实就应该先放下这些技巧,然后转向全局了。 鲁大师继续指点道,这时候你可以不关注一锤一凿的效果,甚至可以完全放手,只靠你的想象完成某一个形象。 当你真的能完全靠着想象完成全局的构思之后,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雕刻也没什么难的,无非就是用你之前的基本功,一锤一凿的把你想象中的形象勾勒出来而已。 鲁大师笑呵呵的说道,锤子凿子,不过就是你手中的画笔。 动手之前胸有成竹,明白。 王胜又点了点头。 鲁大师很意外,但不妨碍他对王胜的欣赏。 虽然不知道王胜口中这个胸有成竹的典故出自哪里。 不过意思是没错的。 到了这个时候,其实你就能雕琢出一些由你自己风格的东西了。 鲁大师接着说道,人们不谦虚点,也能勉强称呼你个名家了。 再往后呢。 王胜也不客气,追着问后面的内容。 按照这个步调,继续熟而生巧,不管雕琢什么东西,眼见心生,看到材料就能想出来雕什么。 手法自然,随心所欲。 鲁大师也不责怪王胜不知道走就想好,有问必答。 到了这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个妥妥的名家。 再继续,就是从心所欲之后,把你脑子里想过的,以前学过的全部都忘记。 鲁大师喝得比较兴起,也不等王胜再追问,就开始往下说,潜下心来,再次一锤一凿的用最基本的手法,最正统的方法,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雕琢一大批物件,你就会发现,同样的手法,同样的材料,可出来的东西酱气没有了。 到了这个地步,虽然你是用最正统的手法雕琢出来的东西,可人们怎么看怎么有你的影子。 鲁大师看着王胜的双眼,很认真的说道,这时候,你就是宗师了。 那大宗师呢? 王胜也配合,看着鲁大师兴起,继续往上追问。 大宗师就更简单了。 鲁大师笑了起来,继续认真雕琢,再次从心所欲,想怎么雕怎么雕,怎么随意怎么雕,怎么舒服怎么雕。 等你雕刻出来的东西,别人怎么看怎么舒服,怎么看怎么自然,可偏偏自然之中还带着你的影子,大宗师也就差不多了。 这些话,王胜的小老师,鲁大师的关门弟子也在听,可他年纪毕竟还小,能听清楚,能记牢靠,可是理解不了。 不过鲁大师早就教育过他,不明白不要紧,先记住,慢慢琢磨。 现在小老师就是用的这种方法,先记住再说。 至于王胜,则是陷入了沉思之中。 鲁大师的描述听起来十分的轻松,但王胜明白,其中蕴含的辛苦,远不是几年十几年就能完成的。 而且鲁大师描述的这个过程,似乎也真的蕴含着一些王胜曾经听说过的道理,似乎很有趣的样子。 等王胜仔细的自己琢磨了好一会之后,鲁大师在那边吃好喝好了,才抬起头冲着王胜笑问道,小子,听明白多少,说说。 明白一点点了。 王胜也不谦虚,这时大宗师指点自己,这种机会可难得,怎能随便错过。 就算理解错误,也要请教一番,免得错过后悔。 简单的说,大概是这么几个概念,您给指点指点,看看对不对。 王胜很虚心的请教道。 说说。 鲁大师来了兴趣,正色问道。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 然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 王胜一边结合自己的理解,一边结合自己的记忆,把这几句话说了出来,最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 这几句话一出,对面鲁大师的气息立刻有了变化。 第215章超级高手,上。 在京城天工房的时候,铁匠老头因为王胜的一句话开悟,酒困的瓶颈立刻冲破,马上提升境界。 这已经是他们这个小圈子里的美谈了。 王胜为什么能跟着鲁大师这个雕刻大宗师的弟子学习雕刻的基本功,不就是因为王胜引领铁匠老头开悟的人情吗? 可是现在,王胜清楚的看到,鲁大师貌似也开始这个过程了。 要不要这么夸张? 要不要这么戏剧性啊? 还来? 没完了? 王胜心中吐槽着,手上可没闲着,飞快的把鲁大师身边的这些桌椅韭菜什么的一股脑的端走,然后拉着小老师躲开了一定的距离。 眼看着鲁大师就要引发灵气脆梯了,周围有东西不合适,而且距离特别近也不安全。 王胜可以不在乎,可小老师明显年纪还小,修为不足,不能靠太近。 他还没完成启蒙,没到一重镜,灵气脆体时一散出的庞大灵气,也有可能伤到他。 刚刚安顿好小老师,王胜呼的心有所感,目光往某个方向一转,就看到了灵须老道士的身影。 之前王胜和小老师和鲁大师一起吃饭,鲁大师还顺便指点小老师,顺便指点王胜,说到底,这是鲁大师在教授弟子。 传授记忆。 这个时候,鲁大师和灵须老道士就算是再有关系,关系再好,灵须老道士也不适合出现在现场。 可鲁大师突然之间引发灵气脆体,灵须老道士哪怕远在离许之外,也立刻感觉到了,马上飞快地赶了过来。 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帮鲁大师护法。 能引动这种程度灵气脆体的,也就只有可能是鲁大师了。 村子里其他人修为都不怎么样,王胜都能算是排最厉害的,可王胜也不可能引发这么大的动静。 赶过来一看,果然是鲁大师。 灵须老道士也顾不得其他,身形在周围急转了几圈,没发现什么外人,这才安心地坐到王胜已经搬开的酒桌边上,开始为鲁大师护法。 这边坐好,灵须老道士就冲着王胜勾了勾手指头,王胜二话不说,陪着笑给老道士送美酒过来。 自己也乖乖地和小老师一起坐在酒桌边上,就这么看着鲁大师灵气脆体。 距离这么近,庞大的灵气少不了会荡敌王胜的身体。 不过这都是额外的一点点小好处,真正的大好处,还是王胜几句话带给鲁大师进击契机的大人情。 这可是实打实的人情,跑不掉的。 说句不客气的,王胜就算拿着这个人情,要求鲁大师亲自出手帮他雕刻那一座老军巨像,鲁大师也绝对会毫不犹豫地答应。 不过这个时候想这些还遥远,王胜还是老老实实地陪着老道士一边喝酒一边等着鲁大师进击完成。 还好,王胜经历过上次铁匠老头进击时的场面,所以鲁大师一次灵气脆体就是十几个小时,王胜一点都不觉得奇怪。 这次鲁大师进击,从头天中午开始,一直到了第二天早上才完成,整整十八个小时。 光是从这一点上比较,鲁大师的修为貌似就比铁匠老头高明。 一从进击状态中清醒过来,鲁大师就看到了王胜和灵须老道士的身影。 小老师年纪太小,撑到半夜的时候就已经撑不住,被王胜送回家睡觉了。 现在只有王胜和灵须两个人等着。 嘿! 鲁大师开口第一句话就是自嘲,老头子我这边还在指点你呢,结果话还没说完就被你反过来指点了,惭愧惭愧。 这话明显是对王胜说的,虽然没有明确的表示谢意,但语气里的那种感谢却是十分明显的。 有些话不用明说,到了他们这个地步,自然心里有数。 这是您自己的福源,和我没什么关系。 王胜赶忙谦让,他不过是把地球上那些高人们的话转述了一句而已,真不敢说有自己多大的功劳。 可明显鲁大师和灵须老道士不这么认为,话是从王胜嘴里说出来的,这功劳难道还能算到别人身上? 三个人都有精神,然后继续喝酒,算是给鲁大师庆祝。 喝酒聊天中,自然而然的就说起了让鲁大师开悟的那句话。 听起来有点云山雾罩,不知所云。 灵须老道士开口一点评就是毫不客气的贬低,但话锋一转,又开始赞扬起来,不过仔细琢磨琢磨的话,还真有那么一点点道理。 不是一点点。 鲁大师就是因为这几句话晋级的,心中的感悟自然是最深,这时候反驳道,越琢磨越有味道,等我回去和那几个老伙计说说,说不定他们也有机会突破。 鲁大师可是很看重有些东西的,说完还不忘记转向王胜这边,放心,就算我回去说了,人情也是算在你头上的。 我就是随口那么一说,您可千万别这么说。 王胜还能说什么? 只能再次谦让了。 你这随口一句,让我少绕了十年弯路。 鲁大师笑着英胡了一句,却不再说这个话题,想来是已经有了主意。 王胜还真不看重这个,鲁大师非要把人情算在自己头上,王胜也不会强行推脱。 不过,现在王胜好奇的是另一个问题,鲁大师,你方便不方便透露下你的修为。 不用这么叫,你要是乐意,叫我一声劳鲁。 鲁大师没有直接回答王胜的问题,而是先和王胜扯起了称呼,我呢,以后也不叫你小杀手,如何? 行,随你。 称呼的问题,王胜一向不在乎,这多大点个事情。 王胜想都不想的直接点头。 你问起我修为,我倒是也好久没关注过这个了。 鲁大师笑着和王胜老道士碰了一杯,一饮而尽之后才说道,在老道面前我也不敢拖大,刚刚那个,算是让我迈进八重镜吧。 扑,王胜差点一口把嘴里没喝下去的那一口酒喷出来。 八重镜高手。 也就是说,之前在京城里的时候,鲁大师就已经是七重镜高手了。 是和影子老太监,寒冰里一样的超级高手。 你们这是怎么修行的? 王胜看着鲁大师和老道士,羡慕的都要流口水了。 第216章 超级高手 下!鲁大师自己现在是八重镜的高手,可他面对灵虚老道士的时候刚刚竟然说不敢拖大,灵虚老道士是什么修为? 有些事情就不能往深了琢磨,越琢磨就会发现其中越恐怖的地方。 好在自己来这边一直规规矩矩,跟着小老师学雕刻,跟着老道士学书法,要是有点别的企图,估计坟头早就长草了。 打铁也好,雕刻也好,该用灵气的时候就要用灵气。 动手就等于修行。 灵虚老道士十分鄙视的瞅了王胜一眼,慢慢悠悠的说道,你以为就靠着你那一身笨力气就能成大师了? 雕刻也需要动用灵气。 王胜的眼睛直接瞪得老大,你怎么不早说? 怪不得这些大师们各顶各的修为高深,如果还需要动用灵气的话,那自然是修为低不了。 常年累月几乎一刻不停的雕琢中,自身的灵气也相当于不停的在损耗在修行中。 论强度的话,相当于每天每日都在激烈的战斗之中,这修为能低了才怪。 早知道这样,王胜早就在练习中动用灵气了。 亏得他还怕动了灵气会导致基础打不牢靠,硬是靠着自己的力量在这里硬撑。 当然,他的力量也足够他做很多次这样的练习都不觉得累。 正常,电击的阶段,还是老老实实的正常学才是正道。 鲁大师慢慢悠悠的笑着说道,你不看我那个小徒弟都是从最基础的学起,他连灵气都没法用。 小老师年纪还小,元魂还没有启蒙,自然没有办法动用灵气。 但王胜却明白,鲁大师既然在这个时候教授,肯定是有他的道理。 也罢,成了你这么大的人情,怎么也得好好指点你几天。 鲁大师看到王胜很不甘心的样子,笑着说道,依你现在的水平,本来还不到学习直接动用灵气雕琢的地步。 不过,也差了不是很多,我这几天就专门在这里指点指点你这些。 王胜大喜 鲁大师亲自指点,可比小老师要专业许多了。 休息了一天,准备了好些东西,从第二天开始,鲁大师就亲自指点起王胜来。 从选材,构思,雕琢手法,鲁大师一项一项的给王胜指点着。 在动手的时候,鲁大师还亲自给王胜示范如何使用最正确的手法,如何在雕琢手法中加入灵气的应用,手把手的叫,不厌其烦。 王胜可不想浪费鲁大师亲手教授的机会,学得十分的仔细。 按照鲁大师的指点,一点都没有折扣的完成着。 好在王胜的修为已经有了三重镜闭蟹变的境界,对于灵气从教学出发到用出来的经验十分的丰富,在鲁大师的指点下,一点一点的学到了雕琢的精髓。 说起来,使用方法和战斗有些类似,却又不是完全相同。 战斗的时候要求有爆发力,能持久的输出灵气,雕琢的时候也一样,但爆发力要求的没那么强,持久力却更甚。 不过,从本质上来说,两者倒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说到底就是灵气的使用方法。 鲁大师很尽责,每一种手法,每一种工具都教授的十分具体。 灵气在体内怎么走每个人不一样,但到了手上之后该怎么使,却说得十分详尽。 锤子怎么使,鲁子怎么使,鲁大师教的绝对是基础中的基础,可却让王胜在短短的几天内受益匪浅,连带的手法也提升了许多。 看这边王胜已经学得差不多,那边灵虚老道士也没有闲着,同样教授他如何在书法中运用灵气。 依旧还是同样的基础教学,同样的最工整的手法,却带来了翻天覆地一般的变化。 王胜简直是太惊喜了,这几天他就一直在持续的兴奋中。 两个这种级数的高手教授他如何在日常的手法中锤炼灵气运用,这简直就是求都求不来的好事啊。 教的人教授的认真,学的人学习的刻苦,不到十天的时间,王胜就已经可以初步在雕琢和书法中简单的使用灵气而不至于造成失误,剩下的,也就是熟能生巧的过程了。 鲁大师要离开回京城天工房了。 离开的这一天,王胜亲自下厨,做了满满的一大桌子美食,孝敬鲁大师和灵虚老道士。 鲁大师,灵虚老道士,王胜的小老师,再加上王胜四个,正吃喝的欢食的时候,村子外面有两个人正在轻松的沿着村子外的小路往村子里走进来。 两个人,一老一少。 老的那个看起来已经有六七十岁的模样,鹤发童颜,精神绝朔。 少的那个,不过二十多的年纪,衣着华丽,身上散发着一股年轻锐利的气息,一看就不是拥手。 两个人走得不急不缓。 两人的身后不远处,有几十个黑衣人,身上都带着武器,正各自拿着一块上面布满了各种花纹的金属块,跟着两人往前。 快到村口的时候,年轻人一挥手,几十个黑衣人飞速的散不开来,从各个方向包围了小村。 各自确定好方位之后,将手中那块金属块都放置在地上,同时输入了灵气。 贪狼以为不知道让哪个阵法高手改了一下阵法就能躲开您老的布置,哼。 年轻的这个功为着年老的这位,他根本就不知道大师您当年制作的那个阵法有多神妙。 老头秀着手,闻了一声,没有答话。 年轻人以为自己已经骚到了老者的痒处,更是一连串的马屁,将老头的阵法夸得天上少有地下无双,让老头自己听着都有点脸红。 老头其实心里很清楚,他能找到这里,并不是靠着阵法。 阵法已经被高手修改过了,连他都没有察觉就被改动,帮助完圣修改阵法的高手阵法造诣高得吓人。 也就是那个改阵法的高手没想到激发那个面具阵法之后,会刺激向坠上的一种材料,发出一种几乎无法察觉的只有一种他饲养的小兽才能闻到的味道,否则的话,这个老头自己都未必能够找到王胜的下落。 不过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王胜就在村子里,而且周围没有什么高手。 只有天工房的一个不怎么起眼的老雕工和一个常住村子里的邋遢道士。 大好的机会,绝不能让王胜再次逃掉。 第217章你想多了,上 如果无忧城主在,或者无忧城主的管家在,一定能认出,这个老者正是当年制作那个像坠的阵法师。 十几年前的事情,居然有人能找到这个阵法师并靠他来追踪王胜,不能不说,利益大到了一定的地步,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老镇法师从没想到过,十几年前的一件作品,到现在还能挖出来卖个好价钱。 特别是有人出大价钱上门让他追踪现在炼赘的主人。 看在金币的份上,老镇法师勉为其难的找到了王胜的落脚点。 年轻人就是雇佣他的人,逆行追踪高手整整观察了三天,确定村子里没什么异常之后,这才带着大批人手将村子围上。 一切都是为了王胜掌握的千绝地的秘密。 王胜这家伙真的是狡猾,所有人都以为他已经远走高飞不知道逃到哪里,谁能知道他就在京郊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子里藏着。 不过这样也好,没有人能想到,也就没人能够分享这个秘密。 那些在京城天工房周围守着的家伙们全都是傻瓜,不知道王胜打开那个两箱玲珑银河之后就会改变相貌。 就会探查不到气息。 年轻人就是那个玲珑银河一打开胸口的玉佩碎裂的男子。 发现王胜打开银河,手下们又找不到王胜的行踪之后,马上当机立断,寻找当年制作像坠的镇法师。 结果很让人惊喜,他真的找到了,而且这个镇法师竟然还真有能够找到王胜的手段。 当然,这也得益于王胜还是在京郊附近活动,时不时留下了一些淡淡的味道,否则的话,镇法师的小兽嗅觉再厉害,也不可能追踪半个月前的味道。 一想到王胜这个家伙连同他的秘密将会落在自己的手中,年轻人就是一阵的激动。 镇法师已经被他买通,如果能够帮助秦霍王胜,将会获得他梦寐以求的一套镇图。 也只有绝品的镇图,才能够买动这样的镇法高手。 那些黑衣属下手中拿着的金属块,就是镇法师提供的一个束缚镇法。 一旦镇法启动,整个村子将会被镇法笼罩,哪怕里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外面也感觉不到丝毫动静。 镇法已经启动,王胜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可能从村子里逃离了。 这时候,年轻人竟可以如同猫戏老鼠一般的仔细的享受秦拿王胜的快乐。 不过,王胜并不是一个会束手就秦的人,这一点从他宁可穿过千诀的逃亡无忧城就能看出来。 可那又怎样? 年轻人已经准备了天罗地网,王胜绝对是上天无路入的无门,出不了这个村子,他能逃到哪里去? 另外,年轻人还带了十几个高手,最差的一个也是四重镜的,最强的有六重镜的,这么多人对付王胜一个二重镜巅峰的小辈,足以将他压得死死的了。 现在就希望王胜自己试食物,否则的话,年轻人不介意让王胜吃点大苦头,再和他友善的谈谈。 正在吃饭的四个人停了下来。 确切的说,是三个人停了下来,王胜,老道士,鲁大师都停下了动作,小老师还在不管不顾的吃着,他还没有圆魂启蒙,根本感觉不到周围的异常。 感受着周围突然之间故意暴露出的强大气息,看着慢慢往这边靠过来的黑衣人的身影,王胜呼得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 吃惊吗? 王胜一点都不吃惊。 不知道多少人处心积虑的要寻找自己的下落,想要自己掌握的秘密,现在有人找上门,真的是一点都不奇怪,太正常了。 躲得好好的,被人找上门来,意外吗? 一点都不意外。 尽管铁匠老头说过像坠上的阵法已经被他们某个老伙计改掉了,可王胜依旧还是相信,追踪的方法并不只有一种。 不是王胜对铁匠老头口中的老伙计信心不足,连阿七都能不知道通过什么方法追上自己,这种阵法高手就更是神秘莫测了。 只要自己使用向坠,迟早会有人找上门的,王胜早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但王胜没想到的是,他们找哪里不好,经教王胜买东西的地方,路上,甚至三江教会的地方都行啊,为什么偏偏是这里? 是这个小村里? 王胜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他们这些人的运气。 另外,他们竟然是在今天找上门来。 迟不来,早不来,偏偏要在今天,这是何等的悲催啊。 早来几天的话,鲁大师还没到这里,这里最多也就只有灵须老道士一个人,今天之后来也一样。 虽然结局不会有多大的变化,但至少看着老道士一个人,多少还能心情多愉快一会。 可是现在,这些可怜的人们待会就只剩下哭的份了。 我们是不是打扰了你们吃饭? 年轻人和老阵法师慢慢的走到了距离王胜他们饭桌不远处,年轻人甚至还好整以暇的表现他的优雅和风度,冲着已经停下手来看着他们的四人微笑着说道。 找我的? 王胜好像是假装不懂一般,问了一个大白痴的问题。 年轻人保持着和蔼的微笑,冲着王胜三人点了点头。 因为这个向坠。 王胜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向坠的位置,又问了一个问题。 年轻人还是沉默,微笑着再次点头。 王胜的目光转向了鲁大师这边。 这个向坠铁匠老头可是说过他的朋友解决了阵法的,现在又找上门来,是不是表明那个朋友不靠谱? 这个是王胜故意的。 鲁大师被王胜这一眼看的,有心争辩一下,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也不擅长阵法,只能替那个老朋友抱歉,那个,我回去再问问他怎么回事。 王胜和鲁大师的这一番交流,年轻人似乎并不反感,就站在那边微笑着沉默着看着,一句话也不说,也不动手。 那个,你们慢慢聊,这里应该是没有我什么事情吧? 灵须老道是呼的开了口,冲着年轻人那边陪着笑脸说道,那番表现,分明就是一个发现了有事情发生想要置身事外的胆小鬼,我就先失陪了,你们慢慢聊。 说完,站起身来,转身就走。 第218章你想多了,下。 灵须老道是走了,没人拦着他,说完就走,转眼间就没了影子。 聪明人哪。 年轻人仿佛赞赏一般的说道,聪明人一般都活得长久。 那个,我还有机会走吗? 王胜依旧还是坐着没有起身,冲着年轻人问了一句。 不好意思,你没机会了。 自己觉得已经胜券在握,所以年轻人根本不着急动手,而是享受着王胜这个困兽在自己的网中挣扎的过程。 要不,我坐着不动,让这位老人家和小孩子离开。 王胜征求性的问了一句。 年轻人随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示意自己不在乎。 鲁大师脸上带着一种异样的表情,拉着自己的关门弟子,一溜烟的跑出了众人的视野,仿佛屁股后头跟着一头恶狼一般。 桌子边上就只有王胜一个人,年轻人和老镇法师往前走了几步,走到了王胜的对面。 年轻人湿湿然的帮老镇法师拉开椅子,等老镇法师坐好之后,自己才坐到了另一个空着的椅子上。 实时误者为俊杰 看着王胜从头到尾就没有什么异常的动作,年轻人很满意,微笑着称赞道,看来你对自己现在的状况已经有了很清楚的认识。 王胜没说话,只是看着对面的两人。 不用想着这次能逃脱了。 年轻人看着王胜,微微摇着头,微笑着说道,不算我们,周围有十六个高手,每一个都比你的修为要高许多。 另外,整个村子,都已经被束缚阵法覆盖,别说你一个二重镜的小子,就是四重镜五重镜的高手,也不可能出去。 你们这样大张旗鼓,不怕被别人发现。 王胜终于开口问了一句。 谁会知道? 年轻人一乐,摊手看了看四周,周围全都是我的人,谁能发现? 那些村民吗? 看着王胜认真的脸,年轻人忍不住笑了起来,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放过这些见过我面目的人吧? 你是无忧诚出来的,不会这么天真吧? 王胜直接一只手捂住了脸。 见过作死的,没见过这么作死的。 这么光明正大的说自己要干掉整个村子的村民,鲁大师同意。 还是灵虚老道是乐意? 怎么,觉得他们因为你儿子心里不忍了? 年轻人冷笑了起来,那你从天宫房出来的时候就不该逃。 那个时候你要是不逃,也没有后面这么多事,他们也不会死。 我想你误会了。 王胜放下手,很认真的问道,如果,我是说如果。 如果我有六重镜的实力,你们今天还能困得住我吗? 六重镜 年轻人被王胜的认真目光吓了一跳,仔细琢磨了一番之后这才摇头冷笑道,差点被你唬住了。 六重镜也没用的。 之前一直没有开口的老阵法师终于开了口,我的束缚阵法,六重镜高手也能照样困住。 除非你能到七重镜,或许能在我们的攻击下破开阵法。 哦。 王胜呕了一声,说了一句让两人都觉得莫名其妙的话语,这我就放心了。 不光是对面坐着的年轻人和老阵法师,周围没动静的那些黑衣人也都一阵莫名其妙。 大家脑子里齐刷刷的生起一个念头,这个家伙不会是个疯子吧? 一个明明最多只有二重镜巅峰的小子,这个时候了,不问问对方想要什么,不问问对方会不会放过自己,竟然问了一个如果自己是六重镜的问题,这不是脑子有病吗? 别误会,别误会。 看年轻人和老阵法师看自己的目光都不对了,王胜摆手道,纯粹好奇。 纯粹好奇? 还有什么想问的,你尽管问。 年轻人看了王胜几眼,冷嗖嗖的开了口,等我们开口,可能你就没机会了。 好吧。 王胜认真了起来,毫不迟疑的冲着对方问道,你知道千绝地里面有什么吗? 年轻人一愣,怎么是这个问题? 但想到王胜能够进出千绝地,他也起了兴致,莫非王胜想要透露什么? 这样的话,反倒比逼供效果要好很多了,年轻人斟酌着回答道,一点点,只是外围,里面不清楚。 那你知道千绝地是怎么形成的吗? 王胜又问了一句。 年轻人直接摇头。 很多答案,他还想着要王胜给他回答,他怎么可能有答案? 王胜的目光转到了老阵法师的身上,老阵法师迟疑了一下,叹了口气回答道,不知道。 但能感觉到几个特殊的阵法气息? 几个特殊阵法,这和灵须老道士的说法一致。 估计是在小范围内感觉到的,总体应该就是灵须老道士的几百个阵法的数量。 除了你们,还有什么人能追踪这个象坠吗? 王胜话题一转,转到了这个象坠上。 这个象坠是我的巅峰之作。 老阵法师再次开口,算是解释了王胜被追上的疑惑,虚拟一个面孔的阵法已经是登峰造极,十几年下来我都没有更好的作品。 这个象坠使用了一种稀有的材料,能被我的一个宠物追踪。 如果这次找不到你,下次也没机会了,那个宠物已经老得快不行了。 原来如此。 不光是王胜,连带着年轻人都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看来怪不到那个改了阵法的宗师身上,居然是材料的问题。 其实我想说。 王胜看了看对面的两个觉得已经掌控了局面,稳操胜券的高手,常叹道,你们来的真不是时候,也真不是地方。 两人都是一脸不解的看着王胜,等着王胜的解释。 为什么不是时候,以及为什么不是地方? 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不妥吗? 其实你们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王胜也不管两人如何的疑惑,自顾自的说道,你们最不应该的就是想要对村民们出手,他们没招你们没惹你们,你们不该有灭口的心思的。 那又如何? 年轻人冷笑一声,难道你以为村子里多了一个天工房的老头你就有机会了? 来之前我们已经查过了。 那个姓鲁的老头子,最多也就是个三重镜的修为,你要指望靠他翻盘,你想多了。 好吧。 王胜无奈的回应了一句,但愿是我想多了吧。 第二百一十九章会动的材料,上。 王胜突然的话题让年轻人和老阵法师失笑的同时,也不由得起了一些警惕的心思。 难道他们的情报有误,那个鲁老头是个高手? 不可能。 话说,你们明知道我得到的这个项罪被改了阵法,就不怕有高手藏在天工房。 王胜也不管他们怎么想的,反正想到什么就问什么。 自己时间拖得越久,灵虚老道士和鲁大师就越容易得手。 天工房一直就有阵法高手,有什么稀奇的。 年轻人冷笑一声,真以为只有你找到了玲珑阁的那家店。 一听这家伙就根本不知道天工阁的秘密,还以为自己知道玲珑阁的秘密,爱。 无知者无畏,真的是如此啊。 我倒是很好奇,你用什么代价说动了玲珑阁的宗师,让他帮你打开那个玲珑印盒的。 之前一直是王胜在问,现在换成了年轻人发问。 就在这个时候,远处传来了一声惨叫声。 不过不管是王胜还是年轻人又或是老阵法师,都是端坐在原地,动也不动。 年轻人和老阵法师想当然的以为这是他们的那些手下在解决这里的村民。 而王胜,当然是反过来,他不觉得一个八重镜的高手外加一个比八重镜高手还厉害的倒是会这么容易被解决,所以一定是反过来的。 我身上的东西,随便每一样,都能让一个宗师动心吧。 王胜随口敷衍了一句,然后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一定能打开那个玲珑印盒? 王胜身上的东西的确是神奇,不管是那个杀人鱼数里之外的神兵利器还是瞬间把一个仓库点燃的燃烧弹,都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好东西,王胜这么说,年轻人一点都不怀疑。 当年制作那个印盒的宗师,恰好那几天就在天工坊里面。 年轻人算是投桃报李,王胜回答他一个问题,他也回答王胜一个问题,盒子上本来有个稳固阵法,只要破坏那个阵法,我这里就有一个信物会炸开。 这下就解释了王胜这边刚得到巷坠马上就有人在天工坊外追杀的原因。 也让王胜明白为什么这家伙明知道有人打开了玲珑印盒,还坚信天工坊里面没有大宗师的原因。 原来是制作者在,所以他以为打开的就是制作者本人,勉强说的过去。 可惜,越是说的过去,他就越觉得某些表面上的现象很正常,所以把鲁大师当成一个三重镜的老雕工就可以理解了。 可怜的家伙们,不知道什么叫大隐隐于是吗? 没文化,真可怕。 王胜想明白了这一点,又有了一个问题,这个玲珑印盒是无忧城城主府的珍藏,可你们并不像是城主府的人。 无忧城的城主? 哼,年轻人不屑的冷哼一声,他要是乖乖的待在无忧城里帮我们镇场子,那就让他做城主。 否则的话,换一个城主也不是多困难的事情。 无忧城里隐藏的另一个强悍的势力,王胜心中给这个年轻人下了一个定义。 或许,强威姐应该是这边的,否则不会主动提起这个向坠。 有意思。 无忧城果然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各种势力旁根错节,有意思的紧。 不过,他们真的以为无忧城的城主就那么容易对付。 一个能被他们轻易利用的人能掌控住无忧城。 到底是谁在拖大? 强威姐没给你们传话,让你们小心点吗? 想到了强威姐,王胜马上说了出来。 不过,以王胜对强威姐这几次见面的认识,强威姐并不是那种如此貌貌实施不把天下人看在眼里的样子,那这其中一定还有他们组织内部的轻压。 忽然听到王胜口中说出强威的名字,年轻人脸色一变,随即变得很立起来,强威那个贱婢,居然连这个都和你说了。 也好,等这趟回去,就让他跪在我面前受罚。 别以为你认识强威那个贱婢,他也为你说好话你就能走脱。 年轻人似乎想到了如何折辱强威的情景,嘴角都带了一丝笑意,等他受罚的时候,你可以在旁边看着。 如果你配合,我不介意让你一起玩玩他,如何? 正在得意万分的年轻人,一心琢磨如何欺凌那个不听话的强威,浑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身边那个老阵法师,忽然之间身体变得僵直。 老阵法师的动作依旧还是维持着坐在桌子边的动作,可是,他却不敢有一丝妄动了。 头上的汗水,如同小溪一般的流淌下来,从下板流进脖子,又从脖子流进了衣服之中。 刚刚还镇定自若的双眼,此刻已经充满了害意。 就坐在王胜的对面,王胜当然看得一清二楚。 看着架势就知道,老道士和鲁大师肯定是动手了,而且效果还相当不错。 当然,最大的可能,就是老阵法师一直骄傲的阵法应该是被破掉了。 身为阵法师,能够感受到自己布置下阵法的气息,再正常不过了。 那么突然之间感受不到,也同样很正常。 正因为感受不到,才会明白让自己阵法在如此短时间内无声无息的停止运转的人有多可怕,出现现在的状况也不足为奇。 老阵法师很后悔,真的。 本来他以为就是来对付一个二重镜巅峰的小子,只要找到王胜并且不让王胜逃掉,就能得到一个他朝思暮想的阵途。 可现在才发现,这趟差事真的是要命的差事。 忽然之间他想起了刚刚王胜问的话,就是那句六重镜能不能逃脱的话。 六重镜的高手是破不了他的这个阵势的,就算是七重镜的高手,破阵也勉勉强强,不可能这么无声无息轻而易举。 能达到这般效果的,恐怕至少也是个八重镜的高手。 八重镜的高手,老阵法师忽然想哭。 自己安安稳稳的研究自己的阵法,躺这个浑水干什么。 各大家族派了多少高手都没能把王胜如何,自己怎么就朱油猛了心,做出这么不明智的举动呢? 想想身边年轻人狂傲无比的说王胜想多了的那句话,老阵法师真想现在就站起身来转身离开,如同一开始的那个老道一般。 第二百二十章会动的材料,下。 可惜,现在走不了了。 老阵法师明白,从自己答应找王胜踪迹的那一刻起,自己就注定了会踏入眼前的这个困境。 终于,一滴汗水从老阵法师的下巴磕流到胡子上,又从胡子上滴落到衣服上的时候,年轻人总算是发现了异常。 您老这是怎么了? 年轻人差点吓了一大跳,看着动也不动的老阵法师,年轻人大声问道。 发现自己的阵法被人无声无息的破了,所以吓得。 老阵法师没开口,回答的是王胜。 开什么玩笑? 年轻人正得意呢,怎么可能相信这种无稽之谈? 口中呵斥一声之后,却发现老阵法师非但没有反驳,头上流淌的汗水反而越多了。 这下,年轻人就算是再蠢,也明白王胜说的不是假话了。 意识到这点之后,年轻人自己同样如同被震撼到一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动也不动,瞬间出了一头的冷汗。 论修为,论战斗经验,论阵法造诣,不管每一方面,老阵法师都比年轻人高出许多。 年轻人之所以能处在领队的位置上,主要原因还是他的身份,否则的话,手下的六重镜高手怎么可能会听命于他? 一想到自己手下还有两个六重镜高手,年轻人就顿时间恢复了一丝活力。 两个六重镜高手,就算打不过那个悄然破阵的高手,也能护着自己安然离开吧? 脑海中刚刚闪过这个念头,眼前的一幕就让年轻人仅剩的一点侥幸消失的无影无踪。 哼,一个黑衣人,重重的摔在了不远处的平地上,口鼻流血,在地上挣扎了好一会都爬不起来。 王胜和老阵法师可能并不认识这个黑衣人,可年轻人认识啊。 这个被摔在地上的黑衣人,正是他刚刚想过的两个六重镜高手中的一个。 可是,看他现在的样子,别说护着自己离开,自己能不能走都是两码事。 一阵不急不缓的脚步声传来,一如年轻人和老阵法师进村的时候那种悠闲。 年轻人和老阵法师艰难的把自己的头转向了脚步传来的方向,看到的正是他们口中那个三重镜的老雕工。 鲁大师手里左手拿着一个凿子,右手拿着一个锤子,缓缓的走过来,脸上看不出悲喜。 可就是这样一幅没有喜怒的表情,让两人的心直接坠入了深渊。 其实,等你雕刻到了一定的境界,有些事情就简单了。 鲁大师根本懒得和年轻人和老阵法师多说什么,身为一个大宗师,和两个将死之人有什么可说的。 他现在教育的对象是王胜,而且还是在实地教育。 如果你把他们看成是高手敌人,那他们就是高手敌人。 鲁大师依旧还是在指点王胜,话锋一转,不过,如果你把他们看成是一块汇动的材料,那他们也不过就是一块雕刻的材料而已。 你看。 说完,鲁大师的身体往前一冲,忧呼出现在了那个黑衣六重镜高手的身边,手中的锤子凿子叮叮当当的响了起来,双手的动作如风,好像两只胳膊两只手都已经消失了一般,只听到一阵几乎是连成了异常声的敲击声。 王胜的双眼已经集中到了鲁大师的双手和锤子凿子上,目不转睛,生怕错过一点什么。 至于年轻人和老镇法师,因为被鲁大师的身体挡住,加上鲁大师的手速实在是太快,竟然看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鲁大师并没有耗费多长时间,最多也就是两三口茶的功夫,锤子敲击凿子的声音就停了下来。 其实雕刻可以使用很多工具,不过你专攻石雕的话,也就是锤子凿子了。 鲁大师的声音响起,根本就是在教育王胜,刚刚不可一世的年轻人和老镇法师完全没有被放在眼里。 这时候,年轻人才看到了自己的那个六重镜的下属。 此刻那个黑衣高手正呆呆的站在原地,动也不动,而年轻人竟然完全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 就在他疑惑的时候,黑衣属下的脸上呼的裂开了一道小口子。 这仿佛是个信号,接下来,黑衣人的全身疏的都开始裂开,一堆黑色红色的薄薄的东西雪花般的落下。 等到所有的东西都掉落,黑衣人已经变成了一个站立着的被均匀的包了皮的肉架子。 全身上下,没有一点皮肤,只有裸露的肌肉和脂肪。 掉下来的皮肤,每一块都是同样大小,同样厚薄,其整得如同用锋利的小刀仔细撑凉之后雕琢出来一般。 哦! 年轻人看到这一幕,是觉得冲击加上心中的恐惧,直接一口吐了出来。 一个自己心中的救星,被人当场包皮,那是怎样的令人绝望。 年轻人没有一下子下晕过去,已经算是心理素质不错了。 王胜却根本没有管那个六重镜高手是生是死,他刚刚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鲁大师的手法上了。 年轻人看到的只有恐惧和残忍,王胜看到的却是寂静呼道的巅峰手艺。 对手是个会动的人,如果鲁大师用的是刀子或者剑什么的,王胜会觉得正常。 可鲁大师用的是锤子和鸟子。 每一次锤机都会用凿子凿下来对手皮肤上的一块,对手不但会动,而且是修行高手,身上的皮肤有软有硬,可不管他如何的抵抗如何的躲避,总是躲不开鲁大师的那一凿,不多不少,不厚不薄,这是怎样的记忆。 从鲁大师的动作中,王胜看到控制,看到了灵气运用,看到了对材料的掌控,看到了运动中出手的精准,看到了许多,完全都是记忆上的巅峰展示,唯独没有看到杀人。 鲁大师可不管这黑衣人的死活,他完全是用来给王胜展示的。 看到王胜目光中的那种对于自己雕刻手法的火热,鲁大师二话不说,再次动手,叮叮当当一阵长生之后,这次,黑衣人变成了一个白白净净的上面没有一点肉丝粘连的完整的骨架。 只要你用心,雕工到了极致,也能做到这般的。 从头到尾,鲁大师只是指点王胜雕刻的手艺,心中根本就没有其他。 可那个一开始态度嚣张口气狂妄的年轻人,已经吐成了一滩软泥。 第221章贴话 上 王胜的眼中,只剩下鲁大师那神乎奇迹的手法,再没有其他。 什么残忍不残忍,王胜根本看不到。 就算是看到了,王胜也当作看不到。 当年青人和老镇法师说出他们会杀掉整个村子里的人灭口的时候,结局就已经注定了。 唯一可以说不确定的也就是这些人的死法了,反正要死,还在乎怎么死吗? 死在以天剑下是死,死在轻易服王口中也是死,有什么区别? 老镇法师眉土,他不是因为杀人多看过残忍的场面多所以心理素质好,而是已经有了死亡的准备。 从自己阵法被人无声无息的破掉的时候,老镇法师就已经有了这个觉悟。 这一次是在劫难逃,一辈子小心谨慎,唯一的一次以为捏软狮子,结果却一脚踢到了铁板上。 年轻人总算是不吐了,因为胃里面已经没有东西可吐了。 他虽然狂傲,虽然也杀过人,可何尝见过如此恐怖的场面。 没人是傻子,年轻人能忍五人六的领着这么多高手嚣张,也不是完全没脑子的。 现在他已经彻底明白,这次完了,他们谁都没想到,那个天工房的老雕工居然是如此恐怖的一个高手,早知道就迟几天等老雕工离开再来了。 这时候年轻人和老镇法师终于明白王胜说的那句来的真不是时候是什么意思了。 可明白也晚了。 黑衣下属中,还有一个六重镜的高手没有出现。 也许,也许那个下属聪明,没有现身,等待时机救援自己也说不定呢。 年轻人心中呼的升起了一股希望,虽然可能性非常之小,但是,万一呢? 侥幸的念头刚刚才冒出头,一个黑色的影子就猛的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向着那边正沉思的王胜杂趣。 突然的袭击让王胜猛的回神,然后想都不想的就是一拳。 拳出了一半才看到飞过来的是什么,然后王胜的拳头张开,瞬间变成了掌。 和他打一场,我看看。 耳中传来灵须老道士的声音,这才是王胜游拳变长的根本原因。 带着呼呼风声砸过来的是另一个黑衣人。 黑衣人很清醒,可是却无法抗拒让他飞行的力道,正手舞足蹈的向着王胜砸过来。 王胜如果一拳轰过去,以他现在的力量,全力一拳足以能把一块那么大的铁块轰碎。 看对方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身形,王胜手臂一斩,再接触到对方身体的刹那,呼的变成了柔力。 太极的招式一泄力,王胜轻轻巧巧的泄掉了黑衣人蕴含身上蕴含的恐怖力量,在空中扶着黑衣人的身体转了个圈子,将他稳稳的放在了地上。 可黑衣人刚一站稳,王胜的肩膀已经狠狠的靠在了他的胸口。 砰,黑衣人整个的被王胜一靠顶出去老远,登登登登连退了好几步,这才站定。 正要反击,黑衣人呼的发现,自己的全身修为竟然被封印了一大半,能施展出来的实力,居然只有区区三重镜中期的力量。 不过,眼前的对手王胜,也不过才二重镜巅峰的实力,三重镜中期,足够把王胜断送了。 那个神秘的高手告诉他,只要他能够打败王胜,就放他一条生路,黑衣人哪怕为了活命,也会活命战胜王胜。 看到黑衣人站定,年轻人的心中真的有了一丝窃喜。 再看鲁大师,竟然毫不理会黑衣人,而是慢慢的走到了一边,任由黑衣人冲向王胜。 这是什么意思? 年轻人已经彻底晕了。 老镇法师看出了点什么,可是他却什么都不想说了,只想在自己临死之前,好好地看着绝顶高手是怎样的风采。 面对一个被限制了修为境界的对手,王胜心中完全没有什么害怕。 当他还是不入流境界的时候,就敢暴揍三重境的宋老虞,现在王胜已经经历避泻变,难道会怕一个被封印境界的对手? 黑衣人很有自信,这自信来自于他本身已经是六重境高手对于战斗对于修行对于各方面经验针对王胜的全方位碾压。 哪怕他只用三重境的力量,他也能靠着这些把同等级的对手轻松击败,更别说对手只是二重境巅峰,比他还低那么一丝。 王胜居然摆出了一个松松垮垮的架子,让黑衣人一愣。 刚刚那么快的速度被扔过去黑衣人差点以为自己会砸到王胜了,结果竟然不知道怎么回事空中转了两圈落地了。 现在看到王胜的驾驶,黑衣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王胜是不是傻了。 黑衣人在发愣,可是不远处把黑衣人扔出来的灵须老道士却是眼前一亮。 王胜刚刚的手法和现在的驾驶,给他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仿佛眼前有一片青纱,轻轻一撩就能撩开,可是却一直在自己眼前,怎么也摸不到边缘。 战斗意识小人优化太极拳的战斗方式已经很久,后来专门有一个分身是浸淫在太极拳上的,这时候,战斗意识小人好像比王胜还要兴奋,黑衣人一动,马上就在圆魂空间中做出了应对。 鲁大师也好,灵须老道士也好,甚至于临死之前的年轻人和老阵法师,就在他们的目瞪口袋中,看到了一出无比精彩又无比诡异的战斗。 王胜的力量明明恐怖的令人发指,可在这次战斗中他竟然完全没有发挥他的力量优势,而是用一种让人看不懂的方式和黑衣人缠斗在了一起。 如果是单纯力量上的硬碰硬,黑衣人或许有足够的经验把王胜痛扁一通。 当然,这是他的想法而已。 可现在,王胜根本就不和他玩硬碰硬,而是用这种看起来软绵绵,可一遇上却让自己头疼万分的手法对付自己,黑衣人差点要被打得哭出来。 谁能想到,自己叙事已久的一拳会被王胜顺势一扯,根本不用王胜自己用力,自己的身体就撞到了王胜的胳膊斗上,那个痛楚,真的是痛彻心扉。 可这还不算完,自己忍着痛横扫,可王胜的身形一转,竟然用后背将自己靠出了老远,差点就扑倒在地。 你家用后背打人哪。 第222章贴话 下 王胜全身仿佛变成了一条软绵绵的绳子,怎么软怎么曲折怎么来,可以接触才发现,不是软绵绵的绳子,而是充满了弹性的一张弓。 不管是肩膀,后背,臀部,甚至于连胸腹都变成了武器。 你见过一拳打过去对方肚皮一缩没打中,然后猛的又弹回来把自己拳头反过来崩一下差点让自己手腕脱臼的打法吗? 无论自己如何的攻击,最后要么是被王胜躲开,要么是被王胜用一种黑衣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方式卸掉力量,让他空有万斤之力却无计可施。 反观王胜,却是越来越游刃有余,越打越顺。 说一千到一万,战斗意识小人在圆魂空间中推演一万遍,也比不上和真正的高手打上一场。 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形,不光王胜,连战斗意识小人都受益匪浅。 有力使不上的感觉让黑衣人郁闷的想要哭,可身上时不时被击中的地方更是让他痛得要流泪。 黑衣人完全无法想象,王胜竟然能在这种情形之下把他打成这样,不知道那个神秘的高手是不是早就知道了这一切,故意的。 王胜貌似软绵绵的拍在黑衣人身上的一掌,黑衣人脸上露出的却是极其痛苦的表情。 一直看着这一切的灵虚老道士,已经兴奋的完全不管其他,双眼紧盯着王胜的手法,甚至不管不顾的就在不远的地方模拟其中的几下了。 老道士快要激动的跳起来了。 他从王胜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和他理解的倒几乎完全一致的拳法,可每次都是只差那么一点点,只差那么一点点,让他无法尽兴,这感觉比杀了他还难受,可却又让他被吸引得欲罢不能,哪怕忍着郁闷也要看,生怕错过一点。 刚猛,轻柔,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力方式,竟然如此的统一在了一起。 这发现让老道士几乎要激动的叫出声了。 不光是老道士,连鲁大师和老阵法师也被吸引,目不转睛的盯着战斗中的两人。 这情景,让年轻人发现了一点可乘之机。 所有人,高手低手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那边的战斗上,根本没有人关注自己。 这岂不是大好的良机,可以趁机逃脱。 想到就做,趁着几个人注意力不在自己身上,趁着自己刚刚呕吐的时候就爬在地上,这会年轻人也不管是不是丢脸,就这么用爬的姿势,悄悄的爬出去几丈。 前面有道墙,只要爬过那道墙,就不会有人看到自己。 没人看到,自己的动作就能稍微大点,只要小心,逃出去足够远,自己就能发挥超级的速度,远离这个死亡之地。 眼看着就要到墙角了,只差转过去的功夫了。 年轻人的脸上甚至已经露出了喜色,仿佛光明已经就在前方,可突然之间,一片黑暗笼罩在他的前方。 那不是黑暗的夜色,而是黑衣人的衣服。 黑衣人整个的被王胜刚猛的一拳轰飞,正正的砸在了年轻人的脑袋上。 这一拳,王胜并没有收力,而是动用了自己真正的力量。 六重镜的黑衣人,直接被这一拳轰断了胸骨,轰碎了内脏,飞了出去。 之前一直表现的吃定了王胜,觉得是个高手的年轻人,被自己的下属黑衣人砸中,脖子发出了清晰无比的咔嚓一声,整个人直接爬在了距离墙角仅剩不到几寸的距离上,再也没有了气息。 还以为你是多厉害的高手,原来连我一拳都接不下。 看着那边的情景,王胜站在那边,摇着头丢下了一具笔疑,然后目光转向了灵须老道士。 老道士此刻已经彻底的陷入了疯狂中,闭着眼睛,似乎在回忆刚刚看到的一切,手脚不停,不时的做出一些如同王胜刚刚战斗中的动作,满脸迷醉的表情,比喝了一坛自烈酒还要夸张。 鲁大师也好不到哪里去。 到了八重镜的境界,哪怕不怎么战斗,但眼力还在,那种顶级大宗师的敏感还在,王胜的战斗手法中表现出来的某些东西,未必就不是他不能用的。 甚至有些柔中带刚刚中带柔的技巧,和鲁大师用锤子凿子把人包皮的手法还能呼应起来,这怎能不让鲁大师欣喜若狂。 唯一看不明白的估计也就是老镇法师了。 他看到了王胜的最后一击,看到了黑衣人的死,看到了和他一起来的年轻人的死,现在,估计要轮到他了。 年轻人的其他属下没有一个出现,可老镇法师已经完全不抱希望了。 最强的两个六重镜的高手一个被人用锤子凿子活凿人皮然后凿成了骨头架子,一个被王胜用一种匪夷所思的手法干掉,那些比他们弱的不用想都知道结果如何。 想想不久前听到的惨叫声,他和年轻人还以为是村民的惨叫,现在才明白,原来是年轻人的手下临死的惨叫声。 你挑一个对手吧。 王胜坐回了原来的座位,冲着一直在座位上没有动的老镇法师说道。 王胜是战士,不可能有妇人之人放过一个要杀自己而且还有方法追踪自己下落的高手。 哪怕他是一个已经被吓破胆的老头子也不行,老镇法师必须死。 让他自己选择一个对手,已经是极限了。 老镇法师也知道自己的结局,但他还是站了起来,然后冲着灵须老道士走了过去。 鲁大师出手老镇法师已经看到了。 王胜出手老镇法师也看到了。 唯一没看到的就是灵须老道士怎么出手的,甚至于刚刚那个六重镜的黑衣人怎么飞过来他都不知道,但这并不妨碍他发现老道士可能也是一个高手。 王胜那句来的真不是地方老镇法师也明白了,老道士一直住在这里,他们竟然还想动手,果然来的不是时候不是地方。 老镇法师的修为明显比年轻人要强,但他刚要对着正闭目体悟的老道士出手的时候,老道士只是随意的抬手,手臂穿过了老道士的肋下,看似很轻松的拍在了他的胸口。 然后王胜就看到老镇法师的身体如同离弦之剑一般,嗖的飞出,啪一声,整个的撞在了距离年轻人不远的墙上。 墙面安然无恙,可老镇法师的身体,直接变成了一幅扩大了的薄薄的画,诡异又恐怖的贴在了墙上。 第223章意外惊喜,上。 王胜一直知道灵虚老道士很厉害,可他最多也只是有个概念。 比如,比刚刚进入八重镜的鲁大师厉害,至于是八重镜中后期还是巅峰,是九重镜? 完全不知道。 可是,这一掌却让王胜看到了老道士的恐怖。 同样也是刚中带柔柔中带刚,把人拍在墙上墙没事可人变成了一张画。 光是这一手,就足以让王胜明白自己和老道士有多么巨大的差距了。 那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修为境界绝对不比王胜差得活生生的人,不是气球。 能被一掌连骨头带肉都拍扁,那需要怎样强悍的力量? 需要怎样恐怖的技巧? 王胜都已经不敢想象了。 可让王胜惊讶的是,灵虚老道士自己对王胜的震撼,不比他带给王胜的差。 你刚刚打的那是什么拳法? 什么战斗方式? 灵虚老道士根本不管被自己一掌拍飞的老阵法师是什么后果? 几乎是用冲的速度来到了王胜的面前,急匆匆的问道。 是我自己研究的一种拳法,叫太极拳。 王胜毫不惭愧的将太极拳的发明者据为己有。 反正地球上不管是张三丰祖师爷还是后面的那些大师们,都不可能追过来讨要知识产权。 太极。 灵虚老道士一听这个名字就觉得有他梦寐以求的一种味道。 太极者,无疾而生,动静之鸡,阴阳之母也。 王胜闻皱皱的拽了一句文,然后就看到灵虚老道士好像被定身法定住一样开始发呆。 王胜早就料到了这一切。 这个世界道教的发展很不错,但某些理论上面却差了地球上不知道多少。 太极阴阳什么的还没有完善,这一句太极拳的总纲,足以让灵虚老道士这种心中一直守着清静无为的纯粹道士入迷。 不光是灵虚老道,连鲁大师都是一脸入迷的样子,时不时的翻起手腕抖一下手什么的,似乎已经把某些东西融入了自己的记忆之中。 两人都在沉思中,那剩下的活只能王胜来做了。 哎,没办法,天生就是个劳碌命。 在村子里找了一圈,王胜发现,老道士和鲁大师做事还是很靠谱的。 几十个黑衣人,已经被他们堆到了一处,想来是一个都没有逃掉的。 王胜只要把这里的几个一起拖过去就行。 死去的年轻人,老镇法师都好说,麻烦的是那两个六重镜的黑衣人。 这两个,一个全身血肉皮肤都已经被鲁大师用锤子凿子包了下来,另一个,整个的贴到了墙上。 王胜不得不用波及把两人送到了那些尸体堆中。 然后,开始检查战利品。 各种武器什么的,都搜集起来,可以让鲁大师拿回去。 卖掉后的收入就送给村民们,当作押金的费用。 一堆刻着花纹的金属,特意被灵须老道士集中到了一起,不用问,一定是那个老镇法师口中说的镇盘。 这东西是好东西,完整的一整套拿出来拍卖,绝对是天价的物件。 没说的,收起来先。 年轻人的组织大多数都混迹在无忧城,隐藏在其中,身上自然少不了标志性的杀手牌。 于是,王胜丰收了。 最差的也是白色的杀手牌,足足有52个白色杀手牌,此外,还有三个青色的杀手牌,分别是从两个六重镜黑衣人和领队的年轻人身上拿到的。 别的不说,光是这么多的杀手牌,加起来就足以让王胜的五级白色杀手牌变成六级的青色。 总体下来,收获就这么多。 王胜也不嫌少,飞快的在老到已经选好的堆放尸体的地方挖了个大坑,把所有的尸体都扔了进去。 虽然这些有修行的高手的尸体不会自然的腐烂,可那也只是短时间不会,长年累月下来,还是会腐烂的干干净净。 这还是王胜后来才知道的。 腰瘦肉也是有保鲜期的,差不多半年多,超过这个时间,里面蕴含的灵气散失殆尽,也会慢慢的腐烂变质。 处理了尸体,王胜回到了刚刚大家坐着吃饭的地方。 血腥味很大,饭肯定是吃不成了,不过鲁大师和灵虚老道还在沉思中,王胜知道这样的顿悟机会有多难得,也没有打断他们,就在原来的桌子边上坐好,自己也琢磨起来。 本来一开始王胜的本意,是总结这一次和那个六重镜黑衣人的战斗的。 可当王胜意识进入到圆魂空间之后,却看到了一幕让他瞠目结舌的场景。 战斗意识小人的分身,有两个正在模拟刚刚王胜和黑衣人的战斗,这个看起来正常。 有两个在模拟老道士一掌将老阵法师贴在墙上的用力方式,这个看起来也正常。 可另外有两个,竟然在模拟优化刚刚鲁大师用锤子凿子解决第一个黑衣人时的场景。 这怎么可能? 王胜对于自己原魂空间中的这个战斗意识小人十分清楚,只要和战斗有关的,他就会异常积极的模拟优化。 可只要和战斗无关的,他估计连动都懒得动一下。 王胜之前不是没有学过雕刻的基本功,锤子凿子不知道用了多少次,也没见战斗意识小人在原魂空间里面动一下。 可是? 今天王胜都没有想过战斗意识小人会模拟雕工的手法,他竟然主动的模拟了出来。 是了。 王胜瞬间想明白了一切。 鲁大师给王胜做示范的本意,是告诉王胜大宗师级的雕工使用任何材料都能够完美雕琢,同样也可以弓雕刻的手艺来保护自己,本来说的是手艺,可目标既然是黑衣人,那就不仅仅是手艺,而是杀人的手段了。 只要是杀人,战斗意识小人立刻就把这个当成了战斗方式,自然而然的就开始了模拟优化。 优化没优化王胜暂时还没看出来,但鲁大师之前的两次出手战斗意识小人已经能完整的复制出来。 如果只是这样,还不足以让王胜惊喜。 可战斗意识小人表现出来的那种专业的雕刻手法,却让王胜差点忍不住想要笑出来。 有些记忆,当战斗意识小人掌握的时候,就意味着王胜也同时掌握了。 大宗师级的雕工啊! 第224章意外惊喜,下! 由不得王胜不开心啊! 如果要是王胜自己学习,按照鲁大师的步骤,就算是王胜自己也算是个雕刻天才,没有十年的时间,王胜都无法摆脱工匠这个称呼。 十年后再说明家还是宗师吧,至于大宗师? 年纪过了六十再说。 有鲁大师这个水准的手艺,再加上王胜地球上带过来的认知,雕刻一尊足够吸引所有人目光的老军像,并不会有多少的困难。 王胜的注意力集中在鲁大师的锤子凿子的手法上,很快就如同灵须老道和鲁大师一样沉迷了进去。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王胜才从痴迷的学习状态中清醒。 睁眼就看到了鲁大师和灵须老道士。 再一看,天色居然已经变黑,瞅了一眼手表,后半夜了。 老道士不知道等了多长时间了,一看王胜醒过来,就把自己感悟的东西一股脑地说了出来,仿佛要和王胜印证一般。 其实王胜自己,本身对太极拳也只是了解皮毛,真正的核心同样不是很精通,全靠着自己一知半解的了解以及战斗意识小人的推演优化才做到这个地步的。 这个境界,能给灵须老道士启示,但还不足以让老道士彻底领悟。 不过,灵须老道士有个优点,就是修为超高。 很多的东西在他眼中完全没有障碍,他只是受困于自己思想,被束缚被困扰。 王胜的打法如同醍醐灌顶,让他豁然开悟,短短的半天,就有了无数让他激情兴奋的认识。 老道士迫不及待的想要和王胜交流一番,看看自己领悟的东西到底是对不对。 鲁大师也一样,不过鲁大师没有老道士领悟的这么深,他只是领悟用力发力的守法方式,但和老道士领悟出来的也有一曲同工之妙。 王胜同样也需要老道士这种超级高手来修正自己的太极拳,三个人完全不管现在是什么时候,就在当场兴高采烈的一边交流,一边上手切磋。 等到王胜自己感觉对太极拳的领悟已经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连战斗意识小人都开始更精深的优化太极拳之后,三人才停了下来。 再看时间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两天多,这两天多的时间里,三人就完全没有感觉到疲惫饥饥饿什么的。 最多就是聊得兴起的时候,王胜随手拿出美酒三人喝了不少。 尽头一过,三个人哪怕修为都不错,可在这种集中精神的头脑风暴之后,也不由的觉得疲惫。 老道士也不管以前一定要把王胜赶回小老师那边休息的习惯,主动邀请两人在小道馆里休息。 接接实实的一觉醒来,王胜不用战斗,都知道自己的战斗力已经再次提升了一个台阶。 身体和精神两方面给他的感觉,是一种恨不能马上有一个超强的对手对战一番的期待。 和六重镜高手战斗,参考了鲁大师的手法,和灵须老道一番讨论,太极拳的境界得到了质的飞跃,综合这些,哪怕如戴四爷那种四重镜巅峰的高手,王胜也有信心面对。 鲁大师早早的离开了,他本来只打算在这里待一天,指点完自己的小徒弟就离开的。 因为王胜,多留了十几天,得马上赶回去继续处理玲珑阁的事情。 不光是鲁大师离开,连灵须老道士也有了这样的打算。 托你的福。 灵须老道士红光满面,分明是精神愉悦到了极致的表现,我要离开一段日子。 王胜没有追问灵须老道士要去哪里,估计问了老道士也不会说。 这次多亏了你,我才能领悟到太极拳的精药。 老道士似乎并不打算冲王胜隐瞒自己要办的事情,我打算找一个地方精修一段时日,等到领悟之后,再回来找你。 找地方精修,估计是闭关。 王胜并不觉得稀奇,可王胜更希望的是老道士因为自己的启示而知恩图报,将自己想知道的事情告诉自己。 你想知道的东西,现在还不能告诉你。 老道仿佛一眼看穿了王胜的期待,也不躲躲闪闪,直截了当的告诉了王胜,但我之前答应你要教你练习举青弱重的法子,可以现在就教给你。 修行方法 王胜顿时间眼前一亮。 说实话,王胜到了这个世界,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修行方法,一路都是靠着自己的领悟练上来的。 最开始是太极魂原装,最基本的装法。 后来练习教学发力是最基本的天王拳。 甚至到了更后来就再没有别的,只是靠着王胜强行的分裂原魂来提升。 不是王胜买不到,而是实在没有合适的。 老道士说完之后就打了个招呼说要给王胜找一些工具,因地质疑的指点。 这让王胜很好奇,很期待,超级高手给自己量身定做的修行方式是什么。 半天之后,灵虚老道士回到了小道观,带着一个卷好的包裹。 王胜好奇的看着老道士打开,然后就看到了一个看起来很不错的凿子,以及一堆的锤子。 灵虚老道拿起凿子,递给了王胜。 王胜没觉得会有多奇特,伸手一揭,这凿子却是超乎王胜想象的沉重,差点就一脱手掉在地上。 急忙用力抓住,这才没让凿子掉落。 这凿子看着不起眼,尺寸相当,可光是凿子的重量就差不多有千斤左右。 什么材料这么大的密度? 这是和你说了要雕老军像之后我找人打造的。 老道士指着凿子介绍道,用的是地雀金,硬度超高,韧性超好,用来雕刻星辰金都没问题。 见王胜还在掂量凿子的重量,随口说了一句,里面有个阵法,我刚刚启动了,能让重量百倍增加。 以后你自己用灵力激发。 原来如此,王胜这才明白这重量是怎么回事。 原来不是的雀金的密度高,而是有阵法的缘故。 这个锤子,也是同样的质地。 灵虚老道又递过来一个锤子。 王胜这次有了准备,提前用力接过来,果然重量差不多。 雕刻的时候,先用这套工具。 老道士叮嘱道,等什么时候你用两千斤的重量也能如同普通的不到十斤的锤子凿子一个效果了,再换锤子。 第225章量身定制修行方法,上。 平日里雕工使用的锤子凿子,最多最多也不会超过十斤,别说十斤,能不能有五斤都是另外一回事。 雕刻的时候,不能力量不足,也不能太用力,力量不足可能需要补一锤,可一旦太用力,恐怕就会雕坏一件材料。 所以,锤子凿子就一定要合适。 别说那些宗师大宗师,就是普通的工匠,也有自己衬手的工具。 王胜这个半吊子,刚刚学基本功的家伙,还没到拥有自己专有工具的程度,最多就是学的时候用的什么就习惯了什么。 你本身的力量太大,用普通的锤子凿子是练不出来的,白白耗费了这么多雕刻的辛苦。 老道士看王胜在掂量锤子凿子的重量,这副锤子凿子正好合适,记得使用的时候一定要配合灵气。 王胜点了点头。 这是金玉良言,而且这东西绝不便宜,一看就是真品。 光是这套工具,就值了许多了,况且这还只是工具,还不算修行方法。 等适应那个锤子了,就用这个。 老道士把第二个锤子给了王胜。 这个锤子更重,几乎是钱一个的一倍重,两千斤,拿在手上就是一吨呢。 在地球上的时候,王胜可没想过自己还能拿起一吨重的锤子。 还好,按照他现在的力量,配合灵气,使用一吨重的锤子也不是多大的问题。 不过雕刻就要吃功夫了,锤子加凿子就一吨半重,再加上抡起锤子的速度,多坚硬的食材估计都受不了这一凿。 这就要求王胜在使用的是有要异常的小心,精妙的控制力道,否则就是失败。 老道士递过来了第三个锤子。 王胜以为这个肯定比第二个还要重,可以拿在手里才发现自己弄错了,轻飘飘的,差点因为用力太猛把锤子扔起来。 一百斤,第三个锤子,最多只有一百斤,比起前面的两个锤子来,实在是差得太多。 不过王胜也差不多摸清楚老道给的练习方法了。 重锤重凿,然后更重的锤重凿,习惯了之后却换成了轻锤重凿,这其中的力量转换,着实的需要王胜练习很长时间,也需要更精妙的控制。 用锤的时候,记得我们这两天的手法。 老道士拿着第四个锤子,送到了王胜的手中,太极拳这么好的发力方式,怎么也要练得炉火纯青才行。 王胜点点头,接过了第四个锤子。 这次他有准备,肯定是更轻,到手果然如王胜所料,这个锤子,就是一个普通的锤子,估计最多也就是五斤的一个普通锤子。 用五斤的锤子,千斤的重凿,果然不是一般的难度。 但如果真的能使用自如了,那王胜觉得,举重若轻也好,举轻若重也好,未必是多难的事情。 老道士果然是高手,就借着王胜要练习雕刻的过程,把五技也锤练了一遍。 这是你要用的最后一个锤子。 在王胜的期待眼神中,老道士把最后一个锤子交到了王胜的手上。 轻如红毛,这是王胜拿着这个锤子的唯一感受。 虽然质地还是金属的,看起来合得却金一模一样,可重量却不知道差了多少倍。 这个锤子,最多最多也就有一两重,绝不可能超过。 一两的锤子,砸到鑿子上估计都不能带动鑿子分毫,这种状况下还得要雕刻,那就看王胜对于力道的控制,以及灵气的自如运用了。 即便王胜现在有太极的基础,也绝不是一般的高难度。 老道士果然有几把刷子,竟然能针对王胜现在的修为境界力量什么的想出这么贴切的方法,高手就是高手。 等我能用这个锤子和这个鑿子雕刻出精美雕像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做到举青弱重了? 王胜已经完全理解了灵虚老道士的办法,主动地把能达到的目标提了出来。 只能做到一半。 灵虚老道毫不客气地打消了王胜的期待。 一半。 王胜直接睁大了双眼,这样才能做到一半,那要怎么样才能完美? 你不能每天只练习石雕。 灵虚老道士笑了笑,然后从后腰上又抽出了持许长的一个小包裹,在王胜的眼前打开。 里面是三只中号的毛笔,和王胜平时用来练习的一样。 不过显然是定制的毛笔,王胜一看就是和锤子凿子是一样的材料,地确金。 估计这种金属容易露刻阵法,所以老道才会用。 看到是毛笔,王胜就明白老道士的一半是什么意思了。 除了石雕之外,王胜还得练习书法。 这也正是这些日子以来王胜一直跟着老道士学习的东西,这下,老道士算是把王胜要学习的东西都带上了。 三只笔,这只千斤重,这只百斤,这只和普通的笔一样重。 老道这次没有让王胜按照什么顺序书写,每天,每只笔写一百个字,写成什么样你自己掂量。 字每天都要练习,不能停,等你用最轻的锤子可以雕刻的时候,你就能练到举青若重的境界了。 灵虚老道士如是说道。 王胜拿着三只笔,却陷入了沉思中。 老道说的简单,听起来不过就是让王胜在雕刻的同时每天写三百个字这么轻松的事情,可王胜却很清楚,这一点都不轻松。 要知道,当王胜正在熟悉千斤重锤的时候,还必须能够驾驭千斤百斤和普通毛笔,这就需要王胜每天都要在轻重之间转换,不能习惯在某一个重量中,这才是最难的。 谁用灌了一吨重的大锤,马上要换成不足一两的毛笔,能写好才怪。 可老道士就是这么要求的,王胜也知道这其中的道理,明白这将会带给自己的好处。 可是,这难度未免也太高了一些吧? 随便你。 老道士对王胜想修行却又害怕难度高的表情十分比适,办法我是交给你了,练不练随你。 练? 凭什么不练? 王胜冲着灵虚老道士心中偷偷的竖了个中指,自己这样的战士老道士还想玩激将法这一招,这也太小瞧王胜了吧? 第226章 量身定制修行方法 下 量身打造,因地制宜的为王胜设计的修行方法,正缺修行方法的王胜会不练。 貌似王胜能活到现在,并不是那么傻。 别的不说,光是灵虚老道士拿出的这套工具,的确金外加这么强悍的阵法,还是布置在那么小的工具上,材料加上工艺再加上老道士为此付出的人情和代价,就绝不是小数目,傻子才不练。 灵虚老道士走了,心满意足的走的。 他用这一套工具和方法,算是偿还了王胜教授太极概念的人情。 王胜想要知道千绝地的秘密,还需要完成之前和老道士的约定。 鲁大师走之前已经说过,王胜的基本功自己练习就行,不用再跟着自己的小徒弟学习了。 这也意味着王胜可以不用待在这个小山村,可以离开这里自己练习。 上次年轻人和老阵法师的事情,让这个小山村的人遭受了一场惊吓。 不过后来王胜用那些家伙的武器补偿了他们一些,可王胜相信,自己要是再待下去的话,恐怕还会有其他事情会发生,对这些淳朴的村民们也不是好事。 两天之后,王胜出现在了三江交汇之处。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打算直接就在这块飓风上动手。 上手马上雕琢老军像肯定是不可能的。 王胜在岸上几个方向上将那块巨岩仔仔细细的观察了几天,然后才在他临时的一个落脚点中,闭上双眼意识进入了圆魂空间。 圆魂空间中,战斗意识小人直接将一个分身变成了那块巨岩,不但将那些细节的部分十分完整的表现了出来,当完成的时候,连周围的山势地势也都完整的模拟了出来。 王胜脑子里开始依照那个巨岩模拟出一个完整的老军像,战斗意识小人仿佛接收到了王胜的意念,同样将那个老军像模拟了出来,就镶嵌在巨岩的内部。 也就是说,王胜想象的这个巨大的老军像靠着这个巨岩是完全能够雕琢出来的。 接下来就是战斗意识小人开始优化雕琢的过程,一开始就是按照老道士的要求,用千斤的锤子凿子,雕琢出大样。 因为这本身就是老道士给王胜量申定做的修行方式,所以战斗意识小人一点都不排斥,几乎连每一次锤凿要达到的效果都模拟了出来。 同样的,书法的练习王胜也没有放下。 不过,既然老道士不在身边实时监督,王胜也就不用写老道士精通的那种隶书,而是选择了这个世界还没有的楷书,还是郑凯。 练字不用多,一个就足够了。 郑凯的练习中,一个勇字就囊括了所有的基础练习。 地球上书法中的勇字八法可不是盖的。 勇字八法,使中国书法用笔法则。 以勇字八笔顺序为例,阐述正凯笔式的方法,点为侧,侧风俊落,铺豪行笔,士族收封,横为乐,逆风落指,缓去即回,不可顺风平过,直笔为弩,不移过直,太挺直则目将无力,而须直中剑趋势,勾为月,DI,助风提笔,使力急于笔尖,仰横为侧,其笔同质化,得力再化墨,长篇为略,其笔同质化,出风稍肥,利药送道,短篇为拙,若笔作出,快而俊立。 纳笔为辙,Z,逆风轻落,折风扑好缓形,收封重再含蓄。 王胜这种基础学习,只要这一个字,足以。 精心准备设计了半个月之后,王胜再次爬上了江水中的那块巨岩,开始了老军巨像的雕琢工作。 一开始是打大样,打大样期间,王胜还要把外围那近乎笔直的石壁留下来,以免让人看到里面的东西。 这也意味着,王胜得从那块巨岩顶部开始,一点一点的往下掏。 王胜清楚的记得,他在地球上看乐山大佛的时候,那个七十多米高的大佛像,足足耗费了那个时候的工匠们九十年的时间才完成。 这个巨岩足足有一百多丈三百多米高,那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 不过,那些工匠们没有王胜的力量,没有王胜的修为,更没有王胜圆魂空间中的战斗意识小人无时无刻的在帮助王胜模拟下一锤应该怎么用,单从效率上来说,绝不可能有王胜这么高效。 王胜不是狂妄之人,上来就惊喜雕琢,无法掌控好锤子重量和使用的手法,再怎么努力都是白费。 所以王胜一开始做得很慢,就是为了适应锤子重量的变化。 最开始王胜可以大块大块的凿下石块。 这些凿下的石块王胜也没有浪费,全被王胜用来练习控制力道。 每一块凿下的石块,王胜都是仔仔细细的用锤子一锤一锤的砸成核桃大小的颗粒。 单纯的靠着这种砸石头的动作,一次一次的感悟用力的技巧,不厌其烦。 来往江上的船之上的人们,很快就知道这里有人在砸石头,倒是没什么人觉得有多奇怪。 王胜甚至还雇佣了一艘船,每天将他砸碎的小石块都运到三江其中之一某个偏僻岸边,用这些碎石块,慢慢的建造一个小码头。 王胜的生活开始变得规律起来。 早上起来,一百个泳字,中午,一百个泳字,黄昏时分,一百个泳字。 其他的时间,除了每天少量的睡觉时间,全都在雕刻和砸石头,几乎一刻不停,风雨无阻。 写字,王胜要习惯随便拿出的一支笔的重量,要动用灵气控制,下笔不能偏不能失误。 雕刻,王胜同样不能出错,同样要时刻动用灵气小心控制,最多也就是在砸石头的时候能够多试试轻重不同或者技巧手法不同的效果。 这样一来,就相当于王胜每天每日无时无刻都在持续的输出灵气,要不是八个俏学每个都有阴阳气旋,不停的在吞吐灵气,王胜都不知道能不能撑下来。 哪怕王胜被人追杀尽千绝地的时候,也没有过如此强度的输出灵气。 一开始王胜甚至每天必须要抽出五个小时的时间深度睡眠才能够勉强的缓解自己的疲惫。 但随着王胜越来越适应,王胜的深度睡眠时间也越来越短。 把那个巨岩挖下去二十丈,时间过了一个多月之后,王胜已经可以轻松地挥动着千斤的重锤,豪整以霞地雕出自己想要的效果了。 王胜明白,这个锤子的重量,已经算是勉强适应了。 第227章 老君巨像 上 千斤的重锤,千斤的重凿,王胜在战斗意识小人的帮助下,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勉强适应,可以用来雕刻。 不过,勉强适应可不是王胜的目标,再次花了半个多月的时间,彻底将千斤重锤运用熟练之后,王胜才换成了两千斤的更重的锤子。 除了睡觉几乎不间断的锤子叮叮当当的杂响之中,王胜开始慢慢的适应一吨重锤。 过程中,王胜发现了一个以前几乎从没有发现的现象。 一天不下一万次的锤鸡,每一次都要王胜足够的力量,控制锤子,控制鸟子,还要控制灵气。 同时王胜要承受重锤重凿的反振力量,所有的这些力量,加上锤子鸟子撞击带来的清脆的叮当声,每一次都能让王胜的全身上下都震荡一次,如同在给王胜按摩一般。 每一次震荡,都是传遍了王胜的身体各处,从骨骼到肌肉到内腐,没有一次落下。 而这样的震荡中,王胜身体中蕴含着的那些并没有完全消化掉的造化针的药力,全都被完全的激发了出来,一点一滴的渗入了王胜身体的最深处。 同时,王胜的灵气也在这种规律的震荡中,越发的滋养王胜的身体,刺激各部分的强化。 可以说,规律有序的锤积升如同把王胜所有的潜力全部都调动了起来,充实到了王胜的身体中。 肌肉力量在缓慢的增长,内腐在继续强化,骨骼在继续强化,王胜的灵气也在不停的耗费中经历了千锤百炼,越发的精纯起来。 当一段时间的锤炼之后,王胜会坐下来静静的写字。 勇字八法是好东西,让王胜能够充分了解用笔,行笔,力道,尽道及用墨等心法。 特别是王胜在练习书法的时候,将太极魂圆装弓以及太极运气理念与书法练习相结合,学习体会在身体放松的状态下,如何将身体的力量送到笔端,充分体会执法与笔法的运用。 依靠太极原理,王胜能自如调整书写的疲劳,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令书法学习事半功倍的同时,还能有效的休息,缓解雕刻用锤用锤帚带来的身体上的疲累。 本身书法就能培养静定功夫,提升专注力。 练习书法的过程中,不但能让身心获得宁静的欢喜,同时个人修为,性情,学养亦能得到提升。 雕刻算是洞,而书法算是静。 可在雕刻中,凿子的运动幅度不大,锤子则是大开大合,算是洞中有静,静中有洞。 在书法中,端坐修习是静,可王胜用不同重量的笔笔走龙蛇这是洞,同样也是洞中有静,静中有洞。 练习雕刻时,每一锤虽然是用来雕刻,可对王胜来说也如同打铁锤练一般。 而练习书法的时候,则更想是让王胜修身养性,把过度绷紧的神经身体放松下来。 一松一紧,张弛有度,尽管王胜每天到了最后还是会疲累交加,可是王胜每天都能够感觉到自己修为的进步,能够察觉到身体越发的强悍,就连精神也振奋许多。 这点从越来越短的深度睡眠时间就能看出来。 雕刻的进度也比最开始快了许多。 不说别的,光是王胜雇佣的那条运石子的船,一开始每天只要一趟就足够了,现在每天至少要两趟,两天就得五趟才能赶上王胜造出石子的速度。 船家没有多想,王胜给金币,他们赚这份辛苦钱就是,也不追问王胜在做什么。 这个光秃秃的地方,能干什么? 至于说来往的那些客船商船,更是没人理会,谁会没事停下来看看江新的那座大山顶上在做什么? 别说没有那个功夫和兴致,就算是有,普通的旅人客商什么的也不会想到主动去打探什么,犯不上。 至于修行的高手,更是不可能闲到看一个石匠雕刻玩意。 自己每天修行的时间都不足,哪里有闲工夫看这些? 从王胜离开京城,特别是王胜杀了年轻人和老镇法师离开了小村之后,就再没有人知道王胜的行踪。 各大世家也好,各个组织也罢,追查一段时间后没有王胜的任何消息,大家也就惜了心思。 谁家没有要忙碌的事情,怎么可能没事就死盯着一个人干号? 仅有的几个还关注王胜的人,除了宝庆于堂的女东主和玉宝斋的吕温侯,也就剩下无忧城里的那几个,但他们也不会满世界的寻找王胜,最多是在茶余饭后闲谈间会多聊起王胜的一些话题,仅此而已。 倒是无忧城杀手大厅王胜悬赏造化丹的那个任务一直还挂着。 反正只要王胜没有亲自来取消,就会一直挂在那里。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秋去东来,然后飞快的又进入了春季。 王胜在山上,已经整整的待了八个月。 现在王胜手中的锤子,已经换成了第四个,就是最普通重量的那个。 轻锤重凿,王胜看起来一点都不别扭,拿着那个正常重量的锤子,就如同拿着千斤的重锤一般,一锤子下去,食料该裂开裂开,该穿动穿动,完全不受影响。 看这个样子,王胜已经把第四个锤子都运用自如,马上就可以用第五个轻如红毛的那个锤子了。 八个月的锤炼,现在的王胜和八个月前的王胜一比,最明显的就是多了一种更结实的感觉。 虽然身形体貌没多大变化,但就能表现出一种现在比以前更结实更凶悍的味道。 另外,王胜的气质中多了一丝沉稳和书卷气。 沉稳原先王胜就足够稳,否则也做不了王牌狙击手,可书卷气,那一项是和王胜无缘的。 没想到,练习了八个月书法,竟然有了这么一丝意外的变化。 三支笔,不管王胜拿每一支,都能功功整整的写出永字来。 每个字的运笔,发力,包括灵气流转几乎完全相同。 王胜也在想着,整整练了八个月的永字八法,现在也该写一写别的字了。 打影灵虚老道士的事情,不是一座老军像就能完全做到的,还需要其他的辅助。 是时候练习一下相关的文字,免得到时候出丑。 第228章 老军巨像 下 另外,王胜原魂空间的巨碑上,王胜也要开始琢磨写什么碑文好了。 相信写好雕刻好之后,也就是王胜完成腹泻变的时候。 重一两的锤子和重一吨的锤子完全是两个概念,使用起来完全不是同样的方法,好在可以用灵气控制,加上王胜有三只毛笔使用的经验,勉强的算是开始了适应。 灵气控制的要求高了不是一两倍,此外还要不停的输入灵气激发阵法,可以说,这几个月下来,王胜的灵气比他开始雕刻具象之前精纯了足有一倍有余。 就在王胜准备进行最后挑战的时候,老军官这边的准备活动也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这次老军官花费了高昂的代价,请了二百多位宗师级的雕刻高手,外加数千名雕刻工匠,请他们在老军山上雕琢一万个老军的雕像。 二百多位雕刻宗师已经推掉了手上的其他活计,集中到了老军山。 并在老军官的道士和那些负责打下手的工匠们的陪同下,开始勘探老军山,确定这些老军雕像的确切地点。 确定好的点,就要由这些宗师们开始因地制仪打复稿,设计不同姿态的老军像。 先用泥胎造出模型,然后那些工匠们做出大样,最后再由宗师们精雕细琢,完成老军像的制作。 这一次老军官的大举措,得到了全天下几乎所有道门的支持,捐钱捐物,善男信女烧香祈福,各种法会不断。 只等所有的雕像完工,然后老军官会组织一次全天下高道大德举办一次规模盛大的开光仪式,一次开光整座山的万个老军像。 估计等到仪式做完,老军山就会成为全天下道门以及善信心中的圣地。 老军官的此举,不但得到了各大世家的鼎力支持,连皇家都是大力弘扬,可谓万众一心,共襄胜举。 当然,各大家族也好,皇家也好,看重的是老军官背后的强大力量,以及他们暂时来说对于世俗权利的不屑一顾。 这么一个传承数千年的强大教派,就算是不能拉拢到自己这一边,也不能轻易得罪。 反正近几百年来,道门一直只是对自己宗教的事情感兴趣,从来没有参与过什么争权夺利的事情,各方也就听之认之。 作为统治阶层,他们很乐意看到有一个让治下的人民有一个心灵的慰藉的宗教,这对维持他们的统治是十分有利的。 道门数百年来难得做一次大事,这次既然这么做,自然是甚之又甚,生怕出现一点差池导致美中不足。 老军山上老军像的玄旨以及形态,每一个都需要经过至少五个宗师点头,并且还要至少两位高到同意才行。 另外,还要考虑这些雕像是否能够到达,如何败迹等问题,等到所有的这一切全部都确定下来,才能够正式开工。 即便开工,也至少需要两年半到三年的时间,才能够彻底的完成。 整体下来是一个巨大的工程,绝不比造一座皇宫或者要塞要岔到哪里去。 光是从勘探到确定方案,至少就得半年的时间。 一时之间,老军山上人声鼎沸,热闹得堪比闹事。 王胜不知道这些,也不想知道这些。 他现在心思只有一个,就是彻底的适应最轻的那个只有一两种的锤子。 在练习的同时,把老军像雕琢完美。 功夫不负有心人,哪怕最后一个锤子十分的难适应,可在王胜付出了两倍于其他锤子的时间之后,总算是能够挥法自如,想怎么用怎么用。 而这个时候,老军像的大样也总算是全部完成,从头到脚,都已经完全的成型,只等精雕细琢最后的精细部分。 至此,距离王胜开始第一锤的时候已经是整整一年。 而这一年的时间,已经足够让王胜对雕刻的理解更上层楼。 本身他的基础就是战斗意识小人模拟的鲁大师的大宗师级的手法,现在经过一年的锤炼,不管何时何地,动用锤子凿子已经如同本能一般。 完成了这一步之后,王胜并没有着急的马上开始精细雕琢,而是彻底的停下手来,把自己全身心的放空,然后开始冥想自己在地球上理解的三清的风范。 不光是三清,王胜甚至把佛教基督教等等自己看过见识过的那些威严庄重慈悲清净的形象全部都揉合在一起,最终在圆魂空间中形成了基于现在这个世界的太上老君形象的全新的形象。 等到一切都想得彻底想得明白了,王胜这才从上到下的开始动手精细雕琢。 动手的时候,王胜已经不拘泥于哪一把锤子。 五个锤子一模一样,平日里不用灵气激发阵法的时候,就是五个普通重量的锤子。 王胜通常都是随便的拿一把,拿到哪个就是哪个,然后开始动手雕琢。 如果是鲁大师这种极数的雕刻大宗师在旁边看的话,也只会看到王胜行云流水,信手捏来的动作,也只会看着王胜的这些动作频频点头。 别的材料不敢说,不过,就眼前王胜使用的这座巨岩,使用的这种石料,王胜完全可以称得上达到了大宗师的水准。 因为已经完成了大样,加上王胜在这一年的锤炼中各种基础被夯实的一塌糊涂,动手的效率比起一开始不知道高了多少倍。 只用了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具象的头部就成了形。 又一个月,颈部胸部成形。 接下来是腹部、胯部、大腿、小腿、足部。 等到王胜完成了所有的部分之后,已经又是半年之后。 等到最后一锤一凿完成,王胜清理了所有的碎屑,自己仰头看自己的作品的时候,也不由得涌起一阵骄傲。 三百多米高的巨像,竟然是自己一个人完成的。 这在地球上的时候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可在这个世界,王胜却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从头到尾的完成了这些,站在巨像脚下仰望的时候,王胜心中的成就感简直比自己成功完成碧屑变的时候还要强盛。 外面的三面牙壁还在,将王胜的作品遮挡得严严实实。 没人知道王胜在这里完成了什么,没人知道三江汇流的这个巨岩现在变成了什么模样。 所有的谜底,都等着王胜把灵虚老道士叫过来的时候才揭晓。 第二百二十九章检验修为,上 王胜赶回小山村的时候,灵虚老道果然在他那个小道观里。 不过,身边却多了个小道童伺候。 一年半的时间,不知道老道士闭关了多久,但看起来气质变化挺大。 可能有了个小道童伺候的缘故,也不再是以前的那种拉里邋遢的模样,干干净净的道袍,整齐的发际,利落许多。 老道士同样看到了王胜,看到了王胜身上的变化。 风尘仆仆是真的,但一个虎背熊腰的皆是小伙子现在越发变得凶悍内敛,甚至还多了些书卷气,不用问,肯定是自己教授的书法起了作用。 不用检验,老道士看到王胜气质的变化就已经很满意了。 老道不是王胜的师父,没有监督王胜修行的义务,教给他方法,王胜自己要是不练习,老道士也不会说什么,最多就是觉得明珠暗头。 但看起来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王胜修行的不错。 走,去看看。 王胜见到老道士,只是笑着说了四个字。 灵虚老道士二话不说,跟着王胜就走。 虎的那个正干活的小道童急忙放下手中的活计,飞快的赶了上来。 一边走还一边用白眼瞥王胜。 一路上老道士都没多问王胜一个字的问题,他等着王胜给他看的惊喜。 几十里的路程,三个人走得悠闲,赶到三江交汇的其中一个河滩的时候已经是傍晚。 这片河滩是王胜精心选择的,而且还提前让船家找人平整了一遍,地方足够大。 老道士不知道王胜带着自己来这里干什么,但他也不问,只管结果。 王胜让大家休息吃饭,他就休息吃饭,丝毫不担心王胜会不怀好意。 等到吃过饭喝过酒之后,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刚刚来的时候已经是傍晚,天色就已经不怎么亮,江新的巨柱只能看到个轮廓。 到了晚上,更是黑乎乎什么都看不清楚。 篝火一照,除了他们周围的景致,其他什么地方都是一片黑。 天这么黑,有什么可看的? 小道童对于王胜这个土里土气的家伙一句话把老道士带到这里十分的不满意,借机发作道。 等等你就知道了。 王胜看着小道童的双眼,若有所思。 小道童根本不理会王胜的故弄玄虚,冷哼一声,扭着头不理会王胜。 老道,请你检查一下我这一年多时间的修行。 王胜笑了笑,不和小道童一般见识,转向了灵虚老道这边,很是郑重的躬身说道。 灵虚老道士的脸色也严肃了起来,冲着王胜点头道,好。 稍等。 王胜站起身来,给老道士留下一句之后,自顾自的转身离开,转眼间就消失在黑暗中,不知所踪。 祖师,他这是做什么? 小道童借着篝火的火光看到王胜竟然大大喇喇的离开了,忍不住叫了起来。 等着就是,那么着急做什么? 老道士笑着微微呵斥了小道童一句,然后自己也期待起来。 大概一刻钟之后,就在小道童已经等得不耐烦度日如年的时候,忽然远处叮叮当当起声,然后空中就传来一阵猛烈的破空声。 嗡,破空声越来越大,分明是冲着这个方向飞过来的。 小道童大惊,身子一弹就跳了起来,分明是有些修为的。 可正当他要仔细看看什么东西飞过来的时候,身子呼得一轻,然后整个的飞了出去。 腾空,落地,小道童丝毫没有觉得什么不舒服。 这种感觉也不是第一次了,小道童瞬间就知道,这是灵虚老道士出手了。 可这把他弄到一边,这是什么意思? 下一刻,小道童就看到了飞过来的是什么东西? 一块看起来十分规整的巨石,足有六尺长,尺半宽,尺半厚,如同工程的巨弩一般,向着老道士飞了过来。 小道童的眼睛都直了。 这么大的巨石,就算是他不怎么对石料有研究,可这个尺寸,和他练弓时的工具一对比,怎么也有五六千斤重,怎么飞起来的? 还飞得这么猛,这么急促,以及这么准。 难道是王胜早就在这里布置好了埋伏,等他和祖师到了这里才发动?果然好卑鄙。 就在小道童这么想的时候,老道士却是哈哈一笑,大叫一声,来得好。 然后手臂一伸,迎面搭上了巨石的一脚,见识往后一扬,将巨石飞过来的力道卸掉一大半,再往后退一步,完全卸掉了来势,轻轻巧巧的将巨石放到了眼前的地面上。 小道童刚刚长出一口气,呼得破空声再次传来。 等到他能借着篝火的光芒看清楚的时候,才发现又是一块几乎同样的巨石飞过来。 灵须老道童样失位,再次把石头放下,和刚刚那块并列。 这时候小道童才意识到,叮叮当当的声音几乎一直在响,难道是哪边正荡场把石头凿下来然后再扔过这边? 仿佛在印证小道童的猜想,接下来,同样的巨石简直没有停歇一般,从黑暗中飞撞向老道士。 老道士也厉害,每一块巨石,都轻轻巧巧的接下来,然后整整齐齐的落到了一起。 小道童已经看晕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么大的巨石,难道是王圣王过扔,自己的祖师接住? 偷偷走到祖师已经放好的一排巨石面前,小道童试着扶起其中的一块。 它是有自知之明的,以它的修为和力量,是绝不可能拎起或者抱起一整块的,能扶起一头就不错了。 事实也一如小道童所料,这一块巨石足足有三吨,小道童这才刚刚元魂启蒙,加上年纪也小,身体力量激发的还不是很足,哪怕是用尽全身的力量,也无法扶起一脚。 忍不住小道童有些气馁。 自己这个年纪就成功元魂启蒙,本已经是个小天才了,而且元魂星级很高,平日里听到的都是羡慕赞扬的声音,自己也觉得自己了不起了。 可现在才发现,王圣比他年纪大不了多少,可拥有的力量竟然是如此的恐怖。 你不用和他比。 灵虚老道士在不停的接住飞过来的巨岩的同时不忘记宽慰自己的徒孙,那个家伙力量经过特殊的强化,现在就是个妖孽。 人不要和妖孽比利起。 第二百三十章检验修为,下。 小道童在震惊,老道士何尝不是。 刚刚飞过来的巨石,每一块巨石中都蕴含着一种独特的力道,让他接得十分的辛苦,但又十分的过瘾。 这一年半中,老道士自己先找地方闭关一年,潜心感悟了一年新学道的太极拳。 出关之后,就直接到老军官挑了一个资质上城的小道士带到自己身边来亲自指点。 王胜扔过来的巨石中,每一块都蕴含着柔中带刚刚中带柔的太极力道,每一块阴阳力道还不平衡,这一块可能刚猛力量多一点,那一块马上就变得阴柔万分,可外表和风声上完全看不出来,只有等到接触的一刹那,才能够判断出怎样的力道。 老道士还必须在瞬间判断出怎样的态势,然后决定用什么样的手法接下来。 否则的话,哪怕这巨石再硬,在他们两个联手的力量之下,也只有粉身碎骨意图。 还好,直到目前为止,老道士的判断还没有出过错,所有的石块都安安稳稳的接了下来。 不过在闲暇之余感受到了小道童在那边的小动作,老道士也是玩儿。 和王胜这个家伙比力量,那不是自己找不痛快吗? 别的不说,这么重的巨石,让老道士自己接下来泄力放到地上老道士能做到,甚至让老道士在灵气帮助下扔出去几块几十块也能做到。 可这么一连串不停的扔过来,就算是老道士自己修行已经强悍到了匪夷所思的境界,在力量上也只有甘拜下风意图。 老道士都不知道王胜到底是怎么强化力量的。 甚至怀疑王胜的元魂是不是本就力量十分强悍的大力元王什么的,否则为什么会如此的力大无穷? 王胜自己一直在持续的雕刻书法和修行之中,自己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现在的力量强横到了什么地步。 也是从心里泛起让老道士检验自己的雕刻成果的一刹那才突然兴起,顺便让老道士检查一下自己的修行。 和老道士对打,那时尚赶着找虐,王胜肯定不会自找不痛快。 就算是老道士绑住一只手,王胜估计也不是对手。 可检验不一定非要用战斗的方式。 比如现在,王胜本来是打算等到天亮的时候直接推倒那三面崖壁,露出自己雕刻的具象让老道士观看。 可现在呼的改变了主意,这崖壁起步就是现成的方法。 随便挤锤子挤凿子王胜就能切开一个规则的石条,王胜索性就用自己领悟到的用力方法,将石条冲着老道士扔了过去。 石头的密度比木头大得多了,六尺长尺半宽尺半厚的石条,足有半个立方米,差不多有三吨重。 王胜扔了几下之后才发现,自己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对这样的重量不当回事了。 记得一年多之前,王胜遭遇阿七刺杀的时候,一根五吨重的巨木王胜也能挥舞,但挥舞过后,王胜还是稍显有些虚弱的。 可现在三吨重的石条,王胜接连不断的从江心扔到岸上,直线距离超过数十米,连扔了上百块,竟然根本不觉得疲倦。 很显然王胜忘记了自己曾经挥舞着一吨重的重锤,每天挥舞超过一万次的大凹,不知不觉中,王胜的力量增强并没有增强太多,但耐力却是成百倍千倍甚至万倍的提升。 不能不说,老道士给王胜量身打造的修行方式,效果好的超乎了王胜和老道士的意料。 灵虚老道现在不用和王胜战斗,不用切磋,不用搭手,只从这一根根飞过来的石条中,老道就能感觉到王胜修行的成果。 不厌其烦的一直不停的接着飞过来的石条,老道士到后来都已经麻木了。 王胜这家伙到底凿了多少石条? 这要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百丈高的石柱,三将交会冲刷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三角形,三角形每个边长差不多一百米,王胜留下的三边崖壁虽然只有尺半厚,刨掉边角的损耗,光是裁成六尺长尺半宽的石条也足足能裁成十万条。 老道士大半个晚上,接了整整三千条,总算是快到天亮的时候,王胜那边停了下来。 天亮就有传经过,这样扔十条,尾时是有点太过于惊世骇俗了一些。 天亮之后,那个江心三角形的巨柱上面少了整整十米高的一层,里面似乎已经露出来了一点点雕像的端倪。 看到这个,灵虚老道士瞬间便知道王胜这一年多来做成了什么。 再想到自己给王胜定制的那个修行方法,也忍不住赞许的点头。 那个修行计划,老道士给王胜定下的是五年的计划。 王胜只要在五年之内能做到,老道士就觉得很欣慰了,没想到王胜一年半就来找自己。 更让老道士无法想象的,王胜竟然真的就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做到了,比他的预估整整提前了三年半。 不但如此,王胜甚至还在练功的同时,雕刻了一尊三百多米高的老君巨像,而且就在人来人往的江心中,可以想象王胜这一年半的时间是怎样度过的。 小道童已经彻底的傻了,昨天傍晚来的时候,他都没有想过来这里和江心的那个巨著有什么关系,可现在才发现,原来王胜真的是弄出来一个大手笔。 百丈高也就是三百多米高的老君巨像,那可比老君冠在老君山上雕琢一万个老君像都让人震撼。 想着老君冠的师叔师伯们耗费了那么长时间制定的大计划,小道童呼得有一种想为他们哭的感觉。 无尘,你不用看了,回一趟老君冠,把你师父和那些师伯师叔们都叫过来,让他们看看。 灵虚老道士自己也被震撼到了,虽然现在看不到崖壁后面是怎样恢弘的巨像,可光是这个尺寸,就足以把天下第一牢牢踩在脚下了。 无尘小道童二话不说,转身就跑,他现在都有点迫不及待的想要告诉自己师父他们了。 真不知道他们耗费了那么多的人力物力,准备了那么长时间,做了那么多的准备工作,在面对这个具象的时候,还能不能说出话来。 第231章都满意,上 王胜一直知道,灵虚老道士肯定和老君冠的渊源匪浅,甚至有极大的可能就是老君冠的人。 可是,当属十个穿着华丽法衣的老得年轻的道士们在一个一看就是老君冠官主的气宇轩昂微一万千的道士带领下冲着老道士行大礼,口称拜见祖师的时候,王胜还是被吓了一大跳。 老道士竟然是当代老君冠官主的祖师。 等等,官主叫祖师,那个无尘小道童也叫祖师,而那个小道童叫官主师傅,这是个什么辈分? 差一倍的人都叫祖师,说明祖师和他们之间的辈分差的绝不是三倍五倍,至少中间省过了高祖增祖师组的这几倍。 老道士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辈分? 他现在真实的年纪有多大了? 别的不敢说,反正按照这些修行高手的寿命,灵虚老道士要没有个一百七八十二百岁的年纪,都担不起人家的祖师。 这么一个辈分尊崇身份高贵的老道士,怎么就能一个人拉里拉他的住在小村子里的那个小道观里? 浑得再差也能靠着辈分在全天下各个老君冠里面享受供奉吧? 他从老君冠出来到底是为的什么? 难道就是如他所言,看不惯这些不够清静无为的道士? 老君冠的人来了,自然也就不用王胜再辛苦。 灵虚老道士指着江心的巨柱,一句话,拆掉外面那层皮。 然后,老君冠的道士们就组织了数千工匠开始干活,一句废话都没有。 老道,我还想着在这里给你盖个道观,就用外面的那层石料。 见老君冠的人似乎要快速暴力的把那尺半厚的崖壁破开,王胜急忙提醒了一句,省得他们浪费石料。 尽管王胜自己在雕刻的时候已经不知道浪费了多少里面掏出来的石料。 王胜的一句毫无尊敬概念的老道直接惹恼了老君冠的那群道士们。 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石匠,竟然敢当着他们的面这么随便的叫他们老君冠的祖师老道,真当我们老君冠不存在吗? 正要发火,灵虚老道士又是一句话下来,关你们屁事。 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别妨碍我和朋友喝酒。 老道士这话直接就让王胜无语了。 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给王胜拉仇恨。 还好,王胜这个人心大,反正自己是教老道士这个朋友,和他的身份有个屁关系。 该喝酒喝酒,该吃肉吃肉,该打屁打屁。 当着老君冠的关主,老道士就直言要喝酒,也算是独一份了。 不过关主却是什么话都没有说,直冲着老道士躬身失礼,然后冲着王胜那边点头微笑了一下,就开始布置人手。 不过,要拆掉这层外皮,关主他们也得先知道里面是什么。 所以,一群道士集体登上了那个江心巨柱,沿着王胜早就雕出来的石头小路,一路走到了顶上。 等看到里面的巨像的时候,任凭他们个个都是见多识广了,可还是全都傻在了当场。 三百多米高的巨像,不是一尊,而是三尊,分别面向三个方向,将三角形的巨岩几乎完全的利用了起来。 王胜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三尊,而不是一尊老军像。 而且王胜动了点巧心思,将地球上的三清造像融合到了这个世界的老军形象上,虽然看起来是老军像的三种仪态,可王胜自己心里清楚,自己雕刻的根本就是三清巨像。 现在只能从上往下看,或者从下往上看,因为外面的崖壁挡住了方向,看不到全貌。 可即便如此,站在巨柱顶端看着那几乎顶天立地的老军像,老军官的大小道士们都是震撼之余越发的期待,期待去掉崖壁之后看到的完整造像将会是如何的宏伟。 马上动手。 当代官主强行压抑住自己激荡的心思,陈生命令道,叫他们小心仔细,千万莫要损伤里面分毫。 是。 马上有道士接口答应,然后飞快的安排工匠。 官主,那老军山那边,从痴迷中清醒过来,马上有一个官主的师兄冲着官主轻声的商量道,继续还是停下来。 那边继续。 官主果然是果决的人物,想都不想的直接做了决定,这两边,不矛盾,都是让我老军冠发扬光大的局面。 只不过这边是祖师出手而已,有什么区别? 担忧的师兄一想,自己也哑然失笑。 的确是这么个道理。 这边做得再好,不也同样是为老军冠扬名吗? 自己也犯不上和祖师强功劳,祖师估计也没把这个放在眼中,有什么可担忧的。 老道,你不厚道。 等老军冠的道士们都离开去去住上实地查看,王胜才冲着对面坐着一起喝酒的灵须老道士说道,这下我可是把老军冠上上下下都得罪狠了。 你给他们弄出这么大手笔的老军像,他们感谢你还来不及,怎么会恨你? 灵须老道士吃了一声说道,道士你,我和你说的时候,后来要求可不是这样的吧? 先前老道士是让王胜做一尊老军像,压住老军冠在老军山上的动作。 现在看起来,这个目的是达到了。 可是,后来老道士分明是不满意老军冠的那些道士们的所作所为,让王胜从里面上驳斥的,这么大的老军像,分明是给他们助攻,而不是驳斥了。 老道,我送了你三尊巨像。 王胜这个时候才揭开了谜底,等那些崖壁破开,你就知道了。 哦! 竟是三尊! 灵须老道士完全没有想到,王胜在这个巨柱上打造的并不是一个巨像,而是三个,这时候也忍不住吃惊了起来。 不过,老道士能沉得住气,也不像关主他们非要现在就上去看,他在等,等着能够一眼完整的看到的时刻。 三尊巨像,另外奉送三副对联。 王胜把自己的安排全部都说了出来,三角形的三个脚被王胜打造成了三根直立的三角形棱柱,每个巨像的两旁都有一副完整的对联刻在上面,到时候你看看,希望你不会失望。 第232章都满意,下。 一听还有三副对联,灵须老道士就知道,王胜并没有落下他要求的书法任务。 从这点上来说,老道士十分的满意。 不过,王胜竟然说三副对联会合乎老道士的心意,这下老道士就坐不住了,抓耳挠腮,马上就想要一睹为快。 有心问王胜,可王胜死活不说。 老道士没辙,只能要跟在身边伺候的无尘小道童去通知他的关主师傅,先把面向这个河滩的那一面崖壁拆掉,然后再动其他两面的。 祖师这么一个小小的要求,老君灌上下肯定是没二卦,高手敌手一起上阵,飞快的动起手来。 大家都是高手,这么多人一起,肯定比王胜一个人干活要快上好多倍,连夜干活,不到一天半的时间,这一面的崖壁就被整个的拆掉,露出了面向这边的那个巨像。 站在河滩上,众人静静的看着那个三百多米高的巨像,不管是道士还是工匠们,脸上都是一副震撼的神色。 宝箱庄严,威夷万千的老君像,坐在江心中,隔着几里外就能看到,让人不由自主的就有一种想要跪拜的冲动。 江面上本来就有来往的船只,从这面的两个方向上过来的船上的人,已经有人远远的开始在甲板上跪拜。 老军官的道士们更是不必多说,早早的就准备了相案,在关主的带领之下,大礼参拜。 只等三面崖壁全都拆开之后,再找个黄道吉日,进行隆重的开光大典。 灵须老道士十分不满意这些,沉着脸拜了击拜,然后问王胜道,你说的对脸呢? 王胜往两边角柱那边指了指,直接看有点不是很清楚,等到里面图上惊奇,就能看得分明了。 老道士抬眼就往两边看去,老军官的其他人听到王胜的话,也都往两边看去。 之前大家都只注意恢红的老军像了,没意识到两边的立柱上还有文章。 这一看过去,一干人等顿时间全都呆在了原地。 高三百米,宽至少有十米的角柱上,真的有一副大字对联。 上联,存心斜屁,任耳烧香五点益。 下联,时身正大,剑无不败有何妨。 每个字都是十米方圆,从上到下,整齐的雕刻在立柱之上。 相对具象来说,这些字倒是很容易被忽略。 正如王胜所言,恐怕日后得图上金漆才能明显。 灵须老道士根本都来不及关注这对联用的是什么字体,看到这一副上下联,顿时间哈哈大笑出来。 哈哈哈哈。 这次老道士是真的开心,彻底的狂笑了出来,声震临悦,哈哈哈哈的笑声传出去足有十里之谣,剑无不败有何妨。 好。 不败又何妨。 哈哈哈哈。 刚刚才搭了香岸大理参拜过的道士们,个个面面相聚,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 这到底是该败,还是该不败。 还是老军官的关主有见地,看着对联不住的点头,好。 好境界。 剑无不败有何妨。 好。 就在一众道士们满头黑线以为自家的关主已经袖斗得了失心疯的时候,关主又来了一句,不过,我等道门弟子,前心向道,参拜祖师爷天经地义。 不败有何妨。 只要不是存心邪癖,败了又有何妨。 众道士闻言,顿时间笑竹言开。 是啊。 自己参拜祖师爷天经地义,败了又有何妨。 这时候再欣赏这副对联,顿时觉得气象万千,利益高深,实在是祖师爷做钱难得的嘉莲呢。 满意。 灵须老道士最开心。 他一辈子最痛恨的就是道门的道士丢掉了清静无为的理念,投入万丈红尘,引诱那些凡夫俗子善男信女不分黑白的烧香磕头祈福还愿,却忘掉了要引导人心,让人自己努力。 烧香磕头无所谓,老道士自己都烧香磕头拜祖师爷,可老道士反对把任何的事情都推给祖师爷保佑,却忘掉了自己应该怎么做的人。 王胜的这副对联一出,简直就是说到了灵须老道的心坎里。 那些做监犯磕之人,投机取巧之人,好吃懒做之人,心不正,磕头烧香一万遍都没用,祖师爷不会保佑你。 真正心怀坦荡天地无私的人,都不需要跪拜祖师爷也一样多福多寿,这才是祖师爷真正想要的呀。 老道士的狂笑声足足持续了一盏茶的功夫。 每一个听到老道士笑声的人,都被老道士那绵长鼓荡滔滔不绝的气息震住了。 这得要怎样的修为才能有这般的笑声? 不运功抵抗的话,大家只是感觉到一股中正平和的笑声,让人说不出的舒服。 可只要稍微一用灵气抵抗,马上体内就如同翻江倒海,一股气走叉的绝不止十个八个。 到了这个时候,那些抵抗的家伙还能不明白老道士的修为有多恐怖。 人家只是隔着那么远笑了几声而已,自己就无法对抗,真要和老道士面对面搏杀的时候,那是什么光景? 甚至能不能冲到人家对面都是两说。 王胜知道老道士不喜欢烧香磕头不努力,所以才特意挑选了这幅地球上道门的一幅迎联,现在看起来,果然是甚合老道士的心意。 这一下,老道士应该算他过关了吧。 一想到千绝地形成的秘密,王胜就有一种预感,似乎应该和自己要找的梦中女孩有关。 可王胜也不敢肯定,所以只能通过各方的记载来探寻。 有必要的话,王胜恐怕要深入千绝地的深处才能够解开真正的秘密了。 老道士还在狂笑,终于等到他的笑停了,众人这才如梦方形一般,重新以另一种角度另一种目光去看待这尊具象,看待这一副对联。 嘶! 有人发出惊讶的嘶嘶声,怎么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呢? 左看右看,有些怪异的地方就是看不出来,让人说不出的难受。 连老道士都是这样的感觉,整体看过去,老军像,对联仿佛是株联闭合,浑然一体,可怎么就有点不对呢? 小子,你这字,终于还是老道士看了出来,一个箭步窜到了王胜的身边,揪着王胜的肩头问道,你这是什么书法? 什么字体? 第233章 道之大门 上 王胜用字八法,练的是楷书。 慈海中解释他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做楷模。 顾名楷书 对联的大字,王胜是用圆魂空间放大的自己写的楷书,有很浓的掩体味道。 在这个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老道士也是问了一句而已,没等王胜仔细回答,老道士自己就已经陷入了一种痴迷中,手指在空中画来画去,看走势却是在学习对联上的字体。 听到灵须老道的提问,众人才明白为什么觉得怪异,原来竟是这对联的书法,他们从未见到过,所以觉得奇怪。 没见过归没见过,可是这种方块横平竖直的字体放在这巨大的力柱上却是如此的契合,完全没有一点让人脱出意境的不是。 而且他们看历书看得久了,认出这方块楷书竟然没有一点问题,这果然是一种神奇的书法。 老道士自己本来就是个书法大家,不然也不会教授王胜书法,还特意针对王胜的力量量身打造了三支笔的书法练习。 本意是修行,可老道士的书法造诣绝对是高手无疑。 这会问出了问题,却连答案都不听就沉浸在笔画字形笔试上,这已经充分的说明了他对于书法的喜爱。 老军官的道士们也个个都是文武全才的,一种字体的好坏,他们还是看得出来的。 哪怕没有像老道士那般的沉迷,却也不妨碍他们对着字体频频点头的欣赏态度。 总算是老道士从那种沉迷中清醒,却又拉着王胜问了一个重复的问题,这是什么字体? 是你自创的? 怎么练的? 我叫他凯书。 王胜刚说出了凯体两个字,老道士就接过了话头,凯书。 嗯,方正平直,凯摩之书,当得起,当得起。 连夸两句当得起之后,老道士也不管其他道士们什么想法,直接拉着王胜就走,快走快走,去给我写几笔,让我看看。 却是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着,只想跟着王胜学这种新的书法了。 临走还不忘记冲着关主喊了一句,那一面破开之后再叫我,不要提前告诉我写的什么。 语气之坚决,颇有王胜在地球上见过的痛恨剧透党的名士风范。 官主苦笑着答应了一声,然后转身叮嘱其他人一番,自己却整了整衣冠,然后慢慢地跟上了老道士和王胜的方向,很快找到了两人。 王胜已经被老道士拉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铺开了纸张,正要给老道掩饰永字八法。 看到官主也跟着过来,灵须老道很不耐烦地皱眉问道,你过来干什么? 弟子也来学一学这楷书。 不知道是面对自家的祖师,还是平日里一直如此,反正老军官的官主给人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不急不躁,说话半是如春风拂面,说不出的自在。 对老军官的官主,王胜没有偏见。 灵须老道觉得官主不务正业,丢掉了祖师爷的教会,可王胜并没有觉得人家做错什么。 能把道门的摊子铺得这么大这就是人家的本事,不能非得以某种思想认识来评判一个人的好坏。 在地球上学习过多少思想碰撞和宗教战争的历史,王胜从不会因为人家想要发扬光大道门同时也在身体力行的这么做而觉得人做得不对,对官主的态度还是很和蔼的。 一个大官主能放下那些大事情过来学书法,也是给足了自己面子,王胜才不会像老道士那样不耐烦,当然,他也没有这个资格。 刚好之前王胜拿出了三支笔,就是老道士给他准备的地阙金的毛笔。 结果老道士很不耐烦的甩给官主一支,自己拿了一支,也不管别的,只是催促王胜动笔。 王胜也不推辞,湛水就写了一个泳字。 他练字的时候可没有用墨,全都是用水,这会也是同样。 从开始练习到现在,王胜每天三百个泳字,风雨无阻,从不间断。 前前后后也写了一万多个泳字了。 现在这一个字写出来,端的是笔画平直,康为楷模。 好字。 这个字好。 灵虚老道尽银书法多年,一眼就看出来王胜这个字的功底。 第二个称赞的却是王胜选的永自自豪,一个字囊括了这么多的笔画,把楷书的精药都体现了出来,果然是好字。 赞完之后,老道士也不问关键,跟着就写。 旁边的官主也是同样,但当他提笔自然而然的动用灵气的时候,手中的笔突然一沉,要不是官主反应快,这一下就能把笔给扔了。 顿了一下之后,官主就开始正常的书写,如同临摹一般。 见状王胜也不由得心中暗饼。 这支笔肯定是那支千金的重笔,王胜的力量也足足练了好几个月才使用字如。 可官主拿过来就写,除了第一下没预料到顿了一下之外,后面竟然连点停顿都没有,而且第一次写出的楷书就有了王胜五六分的模样,不能不说,官主也是一个修行极高之人。 能震得住老军官这么大产业的官主,果然就不是普通人。 这边王胜和灵虚老道是外加老军官的官主在豪整以侠的炼字,那边的工匠们却是在一刻不停的拆着另一面的崖壁。 人多口杂之下,这边出现了巨型的老军像,同时有一个新营连,有一种全新字体的消息,也随着那些行传的人传到了京城和各处。 这里距离京城也就几十里的距离,顺水而下不到一天的路程,第二天,就有京城的一位文宗听说了消息,连夜赶过来想要看全新书法字体。 第三天一早,第二面崖壁也被破开。 那些工匠们早得到了提点,提前就在破开崖壁的同时,也给第二复营连的字上涂好了金漆,直接就能显眼的看到。 灵虚老道是和官主再次出现,站在另一面的河滩上,看着第二个巨型老军像。 同样是宝箱庄严,一太万千,远远的看着就有一种让人顶礼膜拜的冲动。 不过,第二个老军像远不如第一个出现的时候带给人的震撼。 大家的目光在巨像上只停留了一会,就移到了旁边金漆苗过的第二复营连上。 第二百三十四章道之大门,下。 上连,大象无形,约夷,约西,约微,复音抱扬,换而不换。 下连,上扇若水,守瓷,守黑,守辱,归针反扑,玄之又玄。 这是王胜了解的地球上老军殿前的一副营连,用在老军巨像前,更是合适的不能再合适了。 这一次,老道士并没有如看到第一副营连那般哈哈狂笑,而是站在河滩上站了两久。 不光是老道士一个人久利,包括关主在内,几位老军官的高道都是同样的看着这副营连漠然不语。 王胜穿越过来的这个世界,目前来说仅有道门这一个宗教。 不过道门并没有如地球上那般理论发展的十分完善,哪怕经过了代代研究补充,也还只是一个大框架,没有深入到道的地步。 可王胜从地球上照搬过来的这副营连,其中隐含了道门至高经典道德经的内容,同时也完全契合这个世界道门的一些理念,却又比现有的理念更耐人寻味。 都是高道,又怎么可能面对这种如同大吕红中一般发人深省的道门理论的时候无动于衷。 久久的站着不说话,只是大家都沉浸在自己的某种理解之中无法自拔而已。 都在追求道的真谛,可一直以来,大家就都如同隔着面纱看美人一般,隐隐约约能看到轮廓,但看不清真正的面孔。 哪怕是再修为精神的高道大德都是如此。 突然之间有一根杆子挑开了一部分的面纱,让大家看到了一个小小的角落,这其中的欣喜,又怎是那些看着这些高道以为他们集体犯傻的工匠们能够理解的。 一些老军官的低辈弟子不理解,都把目光投到了王胜的身上。 他们虽然还不至于怀疑王胜是不是给自家的师父师祖祖师们施了邪术,可王胜的一副营连把这些长辈们全都变成这幅德性,肯定是王胜的不对。 莫非这个营连之中其实隐藏了某些迷惑的阵法,让这么多的长辈都中了招。 等了好长时间老道士和其他的道士们都没有什么动静,几个低辈弟子已经有些蠢蠢欲动了。 正在这个时候,江面上突然传来了一声赞叹,好字,好字。 声音很大,是从江上的一艘船上传出来的。 这一声把陷入了沉思的老道士和关主他们全都惊醒了。 好不容易进入了一个玄之右玄的状态中,只要能够冲破眼前的迷障就能让自己的修行更进一步,突然之间竟被一声叫好声给打断了,老道士简直郁闷的想要杀人。 狗屁好字,乱叫个什么。 老道士一不爽,也不管对方是什么人什么身份,马上破口大骂了起来。 关主和几个高道也是背影生生打断了领悟的过程,心中直较可惜。 不过,他们的表现不像老道士那般的想什么说什么,虽然看起来安静,可看向那艘船的时候,也是隐隐的不喜。 这般好字你都看不出来,有眼无珠,有辱斯文。 船上马上传来了反驳的声音,然后一个白头发白胡子的老头就出现在甲板上,冲着这边喊了起来。 一看到一军道士,再看到了老军官的关主,老头子似乎愣了一下,随即释然。 然后低声的让船夫把船停到这边河滩。 老军官这边也有几个道士看到了老头子的面孔,赶忙迎了上去。 双方却都认识,这下也吵不起来了。 对方也冲他们赔礼,老道们也不好追究人家打断了他们领悟的事情,气氛融下了起来。 白胡子老头却是京城的一位文宗,官拜大学士,太子太父,平日极好文。 听说出现了新书法新字体,特意连夜赶过来的。 之前眼中只有迎联上的大字,刚刚才意识到这么大的老军具象,肯定是和老军官有关的。 这边互相打招呼不提,老道士却是直接拉着王胜和关主走到了一边。 给我准备一个安静的所在。 老道士毫不客气的支持着当代的关主,等看完第三连之后我要用。 我有所领悟,可能还能更近一级。 恭喜恭喜。 王胜一听老道士可能要晋级,马上拱手道喜。 只是,让王胜奇怪的是,老道士说自己要晋级,这是好事,但老军官的关主却好像见了鬼一般的看着灵须老道,满脸不可思议的神色,只差叫出来了。 什么情况? 王胜不明白。 可老军官的关主真的是已经要惊骇得快叫出声了。 要不是他城府够深,真的会忍不住。 王胜不明白,关主却是十分清楚。 老军官的这位祖师,已经不知道多少岁了。 据传说很早以前,他就已经冲破了九重境的限制,已经是传说中的十重境大圆满境界了。 这传说都已经传得离谱到让人想相信都不可能的地步了。 那真的是传说呀。 十重境大圆满,只要有常识的人就知道,全天下的人就没有听说过有冲破九重境限制的,十重境。 脑子有水了才会相信。 可刚刚老祖说了什么? 他又要晋级了。 关主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这么无稽的事情要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他一定大嘴巴子抽死那个胡说八道的家伙。 偏偏说话的是自己的祖师,就算是想,他也不敢动手啊。 就算传说当不得真,老祖只是九重境。 可马上要晋级,那是什么概念? 关主已经觉得自己的脑子有点不够用,是不是算数算错了,酒上面其实应该是八才对。 老道士却不理会关主的纠结,又拉着王胜去炼自喝酒去了。 他就喜欢王胜这一点,从来不会轻易的说不可能,这才投缘。 又待了两天,在最后一片河滩上,众人集体看到了第三尊巨像。 一如第一尊第二尊一般的威严气派,同样也看到了第三副让人说不出一句话来的迎联。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人法帝,帝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轰,一直忍着没有中途偷看,直到所有牙壁都破开之后才看得老道士和关主以及其他高道们,脑子里轰然巨响。 忽然之间就觉得自己看到了另一个精彩的世界,那是道门仙祖祖祖辈辈都在追求的世界,那个世界,终于对他们敞开了大门。 第二百三十五章 你的身份,上 我要一个清静所在,现在就要。 灵虚老道士在陈吟伴赏之后,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和老军官的关主说出了这句话。 弟子这就安排。 第二个迎联面试的时候,老道士就和关主说过这事。 本以为还得要几天,没想到老道士要得这么急,关主也没二话,马上答应下来。 另外,我要和他说一说我老军官典籍记载的一些事情,这是我答应他的。 灵虚老道士在闭关之前,也不忘记履行自己的承诺,通知你一生,别因为这个找他麻烦。 老军官的关主是何等的人物,眼见王胜得到了自家老祖的这般青睐,哪里还会有什么意见。 况且,王胜镖着的三尊老军像以及三副迎联又不是只有灵虚老道受益,连带天下道门都会有迅猛的发展,一些记录的点击故事,有什么不能说的。 别说是点击记录的一些事情,就算是现在让老军官官主拿出老军官的修行秘诀,官主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那个迎联说得多好。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这里就有三尊老军像,正合了三生万物的寓意,简直是贴切的不能再贴切了。 从今之后,道门就会进入另一个时代。 既如此,祖师也不必再找什么清静之地了。 关中藏经阁超书楼都可以,祖师尽可带着这位小兄弟过去。 关主做事就是大气,既然知道王胜有用,那就一次把人情做足,祖师要有什么记得不是很清楚的地方,直接查阅便是。 老军官的藏经阁,那是王胜曾经想过要打主意的地方。 也是影子老太监警告王胜,他本人遇上慈悲老道才能出来,遇上不慈悲的或者不够慈悲的就出不来的龙堂虎穴,现在就这么冲着王胜敞开了大门。 灵虎老道士很开心,这个关主有些事情虽然他做的不是很合自己的心意,但这一次的做法却是结结实实给足了老道士面子。 当然,灵虎老道活了这么久的岁月,自然也知道关主的心思。 王胜只用三个盈联就点出了道门更深一层的理论,这样的人,不上赶着八戒难道往外推吗? 这还只是三副盈联,真要把王胜肚子里的货都掏出来了,那岂不是要让道门兴盛天下? 这心思,灵虎老道士清楚,王胜也清楚,连关主都明白他们两个都清楚,但是做起来没有一点犹豫,这本身就是表明自己的态度。 不管怎样,王胜这个人还是要交好的。 至此,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灵虎老道士带着王胜直奔老军官。 藏经阁也好,超书楼也好,都是清静自在的地方,正适合老道士修行。 老军官卖足了人情,而王胜也能得到更准确的记载。 王胜和老道士离开了,老军官的人开始在这里主持大局。 这可是三尊天下第一的老军像,外加三副全新书法的迎联,足够让老军官的名声气势再拔高许多了。 之前王胜不是说过要在老道士堆放十条的河滩上给老道士建造一座道观吗? 在老军观的高道们看来,那怎么可以? 这么好的地界,怎么可以只造一间道观? 要造就造三个道观,三个河滩全站上,正好每个道观面对一尊老军像。 当然,说是三个道观,其实还是一个,不过是分成了三部分而已,名字嘛,到时候请叫一下老祖或者让王胜帮忙想一个,这个地方又将是一个道门重地。 如果问到王胜,王胜肯定是想都不想的叫三清观。 三尊雕像名义上是三尊老军像,其实王胜是按照地球上三清的形态雕琢的。 而且等到王胜每天给老道士道德经,给老道士一气化三清的时候,名字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现在这些问题还早,老军观的人在规划一个庞大道观的同时,也在应付另一波的访客。 这批访客,是京城的那些文人名士,特意过来拜老军像的同时参研全新书法的。 上次那个姓柳的文宗在这里看到了凯书之后,惊为天人,惊呼声甚至打断了一群大德高道们的顿悟。 要不是柳太傅闻名传天下,而且和老军观的不少人都是熟识旧识,就凭他当时的那一嗓子,绝对会被打到回家家人都不认识的地步。 后来有专门的道士伺候柳太傅欣赏书法。 总之掌握的原则就是当邻居老道和观主他们看这边的时候,道士就会带着柳太傅到另一边看,不能打扰到老道士和观主他们。 在柳太傅的赞许认可和宣传下,京城不少文人世子都前来观摩学习,一时间,老军向前的迎联名声大震。 凯书的出现,简直是一次文字革命。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年书法界没有过新的字体新的书法家出现了,凯书横空出世,文人世子的圈子里几乎都要爆掉了。 兴奋的参观者乘坐的船只几乎把这处三江汇流的江面堵死。 皇家也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这全新的书法字体竟然还是出自京城,无论如何,这个巨大的荣誉皇家都要利用。 不管别的如何,但京城文风甲天下还是要吹嘘出去的。 基于各种考虑,任凭老军冠的道士说破了嘴皮子,那些京城的文人老爷们也不愿意承认这凯书是一个根本不知道名字的实将所创。 一群老头子们研究了半天,一致认定这是老军冠的高到灵虚到长的手笔,然后不管不顾的宣传了出去,老军冠的名声更盛。 老军山那边的万寿山计划才刚刚开始,还没有一点阶段性成果,老军冠的名声就已经先一步随着三尊巨大的老军向外加凯书的面世而名震天下。 无数善信文讯纷纷前来观瞻拜计,老军冠名声之龙,前所未有。 这些变化自然有道士禀告了灵虚老祖,老道也只能苦笑着和王胜解释。 凯书的发明者被关上他的名号,这不是老军冠的意思。 对此王胜毫不在意,这个名号又不能增加自己的修为,也不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质性的好处,还不如往老军冠以及老道士欠下自己一个天大的人情来得实惠。 第236章你的身份,下。 王胜是第一次来到老军冠。 以王胜在地球上的见识,也没想过老军冠的规模竟然有这么大。 老军冠是在京郊,直接占了据说有上万亩的地盘。 怪不得只能在京郊,这样的规模,都和皇城差不多了,京城之内都放不下,不到京郊还呆粉底。 光是老军冠里修行的道士,就有差不多上万人的规模。 看着这些,王胜已经完全不怀疑老军冠是如何在朝代更迭中留存下来的,这种级别的力量,就算是自己谋朝篡位都不在话下,更遑论只是自保了。 幸亏自己后来没打老军冠的主意,否则的话,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一路跟着灵须老道士来到了藏经阁。 经过的地方,只要是道士,不管年轻的还是老的,全都是规规矩矩的行李让到一边。 老道士则是大大啦啦的挥手,那种威势简直无法想象。 王胜都已经不想深究这么一个位高权重的老道士为什么会想不开非要一个人隐居在那个小山村里。 老军冠规模越大,历史越悠久,对王胜来说越有用处,越有可能得到他想要的答案。 一直到了藏经阁,才算是勉强的清静下来。 老道士请王胜坐好,早有小道士过来奉上香茶。 等到没有旁人了,老道士才起身,从那个几乎堪比王胜在地球上见过的某间大学的图书馆一般的藏经阁中,一阵穿花蝴蝶一般的翻找,翻找出来几十个卷轴,放到了王胜的面前。 这些都是当时的记录。 老道士把一堆卷轴往旁边一推,然后拍了拍桌子说道,我知道你有酒,赶紧拿出来。 在老军冠这个戒律森严的地方,还是在藏经阁里,老道士就赶明目张胆的要酒喝。 就冲这个,王胜也得给老道士竖个大拇指。 王胜身上有纳戒,去找老道士的时候就买好了酒,这会也不矫情,直接拿了出来。 一边给老道针酒,王胜一边奇怪的问道,老道,你在老军冠这么威风,怎么也不弄个好点的纳戒玩玩? 没事装点酒哇菜什么的,随时需要随时拿,不好吗? 好纳戒都装着老军冠的修行秘籍,哪里能分出来? 老道气哼哼的说道,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我道门祖师爷那些传遍天下的道经才是真正的道门之宝,那些修行秘籍算什么? 舍本竹墨。 那些东西我老头子也不需要,有酒就喝,没酒就不喝,何必非要强求? 了解。 王胜点了点头,冲着老道士再次竖起了大拇指,为他的豁达赞一个。 陪着老道士喝了一杯之后才说道,不过,这么安排,倒也不是没有道理。 有什么道理? 老道士瞥了王胜一眼,气呼呼的反问道。 道经既然已经传遍了天下,那自然不用担心断了传承。 王胜和老道士相处早就言笑不羁了,更没把他当什么老祖供奉起来,说话也自在,想到什么说什么,可老军冠要不留着那些修行典籍,说不定哪天就被人灭了。 真要是道经传天下,道士却都没了,你乐意看到。 哼。 老道士没什么话说,冷哼了一声。 嘟囊道,和那些小家伙说的一模一样,真是的。 王胜算是彻底看出来了,老道士修为高,道经理解的也通透,可就是为人还有点小小的理想化。 而且他自己其实也明白这些,否则的话他就不会放任官主做那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宁可自己不爽躲到小山村里清静。 说说吧。 看到老道士不爽,王胜也笑了起来,笑完才正色道。 说什么? 老道瞅了王胜一眼问道。 就说你这堆卷轴里没记录的东西。 王胜很认真地看着老道士,认真地说道。 我表现得这么明显。 老道士一愣,有点不可思议地看着王胜问道。 就差摆在脸上写在纸上了。 王胜点了点头。 灵须老道从进来之后就有点不正常,给王胜找卷轴,可又要喝酒发牢骚,这不像是王胜在小山村里面认识的那个清静无为的老道士,显然是什么事情让他这样失态。 因为在道门理论上有所突破而失态。 因为领悟了太极拳失态。 因为天下一的老君向失态。 因为凯书失态。 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么,唯一能够导致老道士失态的,估计就只有要给王胜的秘密了。 本来答应你的条件,就是告诉你这些记录里的东西。 灵须老道士被王胜看穿,也不恼怒,反倒是心定了下来,慢慢的说道,不过你这次帮助我到门,帮助我老头子太多,人情太大,只给你看这些有些过意不去。 王胜心里都快乐开花了。 为什么会那么勤勉的完成老道士的任务,为什么要超额完成,不就是为了得到老道士更多的人情吗? 这不,回报马上就来了。 不过,有些事情关系重大,哪怕是当代的官主,也有很多事情不知道。 老道士正色看着王胜问道,在告诉你这些之前,你得把你的真正的身份告诉我。 我不可能把这些东西告诉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王胜从天宫房出来之后,就一直戴着那个面具,没人知道他的真面目。 包括鲁大师老道士在内都是如此。 老道士知道王胜戴了面具,可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直到这个时候才问起来。 这要求很正常。 以老道士的辈分,年纪,修为,他很有可能掌握了许多一般人都不知道的秘密。 这些秘密也绝不可能告诉一个完全不知道来历身份的人。 王胜直接撤掉了激发面具阵法的灵气,面具的效果顿时间消失,王胜的真面目也显现了出来。 我就是无忧城那个能自由进出千绝地的人。 王胜看着老道士,静静地说出了自己真实的身份,然后等着老道士的反应。 王胜很期待老道士会做怎样的选择。 是把王胜制服然后逼问进出千绝地的秘密。 还是根本不理会王胜的身份继续告诉王胜他想知道的事情。 毕竟千绝地的秘密实在是太重要了,重要到说不定老军官的人都会动心。 第237章梦中女孩的消息 上 怪不得 灵虚老道士一阵,然后就是一阵恍然大悟的表情。 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表现,没有要突然抱起制服王胜,也没有摔杯为号外面埋伏的一大堆人冲进来把王胜砍成肉片。 王胜看着老道士,呼得笑了起来。 老道士果然是老道士,气量非同反响。 修为高不假,可这份气度才是真正让王胜喜欢的。 我还琢磨呢,什么人这么想要知道千绝地形成的原因,还是出自无忧城。 老道士终于微笑了起来,原来你能自由进出千绝地。 那就难怪了。 换成是我,我也想知道千绝地是怎么回事。 那你可以告诉我了吗? 王胜有些心虚的问了一句。 边喝酒边说吧。 灵虚老道指了指自己已经空了的酒杯。 王胜赶忙伸手针满,和老道士边喝酒边聊起来。 当然,老道士说得多,王胜听得多。 按照老军官的记载,千绝地形成是在本朝崛起之前,差不多改朝换代的前几年。 玉宝斋给王胜的那三个可能,并不是凭空就有传言的,而是每一种都对。 三种传言,一种是有一个修行宗门被灭门,宗门阵法影响。 一种是一个大家族被灭门,家族阵法影响。 还有一种说千绝地是一个封印之地,是一个封印阵法。 以前王胜一直觉得第二种是最有可能的,因为王胜在千绝地里面见过有普通人生活的痕迹,有村落有生活设施。 现在听到老道士讲解三种都对,也不由得苦笑起来。 千绝地一千多里方圆,里面曾经有过不止一个修行宗门。 当年在那个时间段被灭门的有两个,一个叫神英玉,一个叫赤熊堂。 都是当时有赫赫凶名的修行宗门。 另外,千绝地千里范围之内,还有一个当时也算是首屈一指的大家族,林家。 林家是在神英玉和赤熊堂之后被灭门的。 动手的人,你应该能猜到吧? 老道士讲述的这些,都是在老军官的卷轴中有记载的,所以老道士和王胜小小的互动一下, 也算是给聊天中增加一点乐趣。 五大家族。 王胜毫不迟疑地说出了答案,然后等着老道士评判。 还有。 老道士笑着提示道。 陈寅思索了一会,王胜又加了一个,本朝的皇室。 看王胜这么聪明,老道士笑着点了头,有他们。 不过,还有。 还有。 王胜皱起了眉头,呼得想起来,吴忧城是皇室和五大家族同时同意建立的,难道吴忧城也有份? 带着半信半疑的心态,王胜不确定地问道,难道是吴忧城? 屁,那会还没有吴忧城呢? 老道士一听王胜答错,马上就是一句粗口,吴忧城是本朝皇室做了江山之后,皇帝和五大家族同意建起来的,一开始就建在千绝地边缘。 王胜正要接着琢磨,老道士已经给出了答案,不用猜了,猜你也猜不到。 是几个隐世宗门? 既然是隐世宗门,那么不相干的人估计连名字都不知道,王胜就更不可能猜到了。 为什么? 王胜如同一个求知欲十分王胜的小学生一般,问出来经典的问题。 因为林家那个时候出了一个爵士高手。 老道士喝了一口酒,面色有点放苦地回答道。 一听到爵士高手,王胜脑海中本能地闪过了两个字,想都不想地脱口而出,凤凰。 说出这两个字,王胜眼中也冒出了一阵期待的光芒。 梦中女孩美丽的双眼仿佛再次出现在自己眼前,耳中仿佛又听到了她欺碗的那一句,杀了我。 灵须老道的目光陡然地锐利了起来,王胜只感觉自己仿佛被两把锋利的匕首贴着肌肤划过一般,全身发寒。 这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老道士就放松了下来,独自喝了一杯酒,低声慢慢地说道,你也知道凤凰。 没错,就是凤凰。 那个爵士高手,拥有一种叫做凤凰的元魂。 没人知道凤凰是什么。 是什么种类,什么品级,升级能增加几个俏学,这些没有人知道。 老道士似乎想起了什么不愉快的记忆,说一句,喝一口,后来嫌王胜真酒不够爽快,自己把酒壶抢过去自己倒起来。 你知道吗? 老道士呼地问了王胜一句,当然,也只是陈述性的一句,连凤凰这两个字,其实在那个爵士高手出现之前, 这世上都没有过。 这两个字,是那个爵士高手自创的,后来人们就约定俗成的记载了下来。 王胜是强压着自己的激动作者听老道士说出这些的,仅仅只是这个动作,就仿佛耗费了王胜所有的精力,才能彻底压制住自己差点要跳起来的激动。 来到这个世界一年多快要两年了,终于在从送烟口中听过凤凰之后,再次听到了凤凰的名字。 这次更加的详细,很明确的说是凤凰元魂,而且连凤凰两个字都是那个爵士高手自创的。 只是,王胜始终无法弄明白,自己和梦中女孩明明就在梦中交流过,那应该是现在的事情,可为什么现在变成了几百年前? 王胜不相信还有别人能拥有凤凰元魂,老道士也说,从没人知道凤凰是什么,那就不可能有别人,只能是梦中女孩。 林家拥有一个爵士高手,爵士高手有凤凰元魂,而林家却整个的被灭了门,难道说,梦中女孩已经遭到了不测。 那个林家的爵士高手,死了吗? 王胜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只感觉口唇说不出的干燥,差点就连这几个字都将不出来了。 如果你是指老军官的记录的话,灵须老道士点点头,指着其中的一卷卷轴说道,没错,他已经死了,死在那场灭门之战中。 听着这个答案,王胜差点崩溃。 总算是及时的醒悟过来,老道士说的是老军官的记录。 如果不是老军官的记录,或者老军官没有记录的地方,那是什么结果? 那不是老军官的记录呢? 王胜带着一丝侥幸的心情,忐忑的问道。 第238章梦中女孩的消息,下。 四五百年前的人和事,你那么在意干什么? 老道士对王胜居然关心四五百年前的一个人的生死很是不解,死也好,活也好,难道还能有什么区别吗? 你觉得真有人能活几百年? 被老道士一说,王胜也是一阵茫然。 是啊,四五百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死还是活,有意义吗? 对结果会有什么帮助吗? 我就是想知道一下真相而已。 不得已,王胜给自己说了一个理由。 知道了又能怎样? 老道士哼了一声说道,难道你还能替他报仇不成? 那也说不定啊。 王胜接着老道士的话头开玩笑的回答了一句,心中却是一阵的翻腾。 如果梦中女孩真的在那个时候就被杀了的话,或许王胜真的会替他报仇的。 只是这话王胜问在自己心里,不会真的对任何人表露,哪怕对面的老道士也一样。 那他要是当时没死呢? 老道士也带着一股玩味的目光看着王胜问道。 那他肯定会自己报仇,用不着我多事。 王胜一本正经的回答道。 好吧,他当时并没有死。 灵须老道不再卖关子,把王胜想知道的答案说了出来。 那后来呢? 王胜不死心的问道。 既然梦中女孩没死,那怎么后来就再没有了她的记载? 你不是知道那个封印的传说吗? 老道士看着王胜说道,他被封印了。 然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就这样。 王胜听到居然是这样的结果,心中更加的不是滋味,着急的问道。 就这样。 老道士重重的点了点头,不然你还想怎样? 王胜无语了。 被封印了,然后再没有出现,结果几乎都已经注定了。 几百年不知不喝,难道还能活到现在? 为什么? 王胜低头琢磨了一会之后问道,为什么五大家族和皇家他们会对林家出手? 就因为林家出了个绝世高手。 还能因为什么? 老道士也苦笑了起来,如果你是五大家族的组长,忽然出现了一个五大家族的高手联手可能都打不过的绝顶高手,随时能把自家轻松的灭掉,你要是不杀了他,你能睡得着觉。 这,这也未免太不讲道理了吧。 王胜忽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心中对于五大家族的印象又降低了许多。 刚说完这句,王胜忽得想起来什么一般反问道,不对呀。 老道,你也算是绝世高手,怎么就没见五大家族找你们老军冠麻烦? 当年的林家能占据千里方圆的地盘,显然高手不在少数,至少也得是老军冠这么一个级数的大势力吧。 同样是有绝世高手,为什么老军冠没事? 我也配绝世高手。 灵虚老道很是自嘲的笑了一下,算是勉强回答了王胜的问题,首先,五大家族未必知道我有多厉害。 其次,林家当年也未必就没有取死之道。 总之,肯定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结果。 换成你,如果你是五大家族的组长,你会无缘无故的因为忌惮一个高手而下狠心把他们灭门吗? 你知道要付出什么代价吗? 老道士的回答让王胜肯定了几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老道士并没有否认自己是绝世高手的说法。 虽然自嘲的反问了一句,可毕竟没有否认。 第二,林家当年的灭门恐怕真的是事出有因。 正如老道士所说,没有非出手不可的理由,谁愿意压上家族和自己的命运去和一个绝世高手为敌。 能让五大家族和皇族联手,还有几个隐世宗门出手,那肯定是林家当时的作为已经逼迫的这么多势力不得不联手了。 林家的那个绝顶高手一心修行,不管家族的俗事。 看王胜在琢磨,老道士也没让王胜想多久,慢慢的开始解释起来,只有在非常需要的时候才会出手帮助家族渡过难关。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大家相安无事倒也不是不可能。 老道士长叹一声之后说道,可惜,人就是那么的不满足。 林家当时的家族内部,因为有他的撑腰,有些人产生了一些不该有的心思,也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好吧,说到这里,王胜已经完全能够想象发生了什么。 林家家族内部膨胀了,有些人狐假虎威,借助梦中女孩的威风,开始做一些七男霸女抢地盘的事情,终于引发了众怒。 把王胜带入到五大家族这边,估计忍到了一定地步之后,也一定不会再忍。 都是修行之人,大不了玉石俱焚,舍得一身寡,敢把皇帝拉下马,别说一个林家了。 梦中女孩也真是可怜。 或许她并不想这样,内心本意也不是如此,可被家族牵累,弱得各被围攻封印的下场。 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知道了大概的因果,王胜的心也静了下来。 原先不是五大家族,而是十大家族。 不算皇家,被灭掉了两家,还有三家元气大伤,一蹶不振。 这个老道士并不觉得需要隐瞒,飞快地回答道,就是现在的下家,冯家和甘家。 他们这三家一直到现在还耿耿于怀,当时都出了大力,却只成就了五大家族,他们三个家族却被做了踏脚石。 十三个宗门,被灭掉了七个。 剩下六个,彻底变成了隐世宗门。 说起当年那个爵士高手的战绩,老道士这般的人也是一脸的敬仰,各方加起来,六重镜以上的高手死了两千多。 一战之后,各方数百名顶级高手面对已经历劫的林家高手,硬是没有一个人敢上前。 最后各方没办法,只能做了个封印阵法,将林家的那个高手封印起来。 老道士闭着眼睛,仿佛在回味那一场风云之战的精彩,大大小小几十个阵法封印。 周围又布置了数百个阵法,彻底将整个千绝地都封了起来。 说完了这些,老道士慢慢地从回味中恢复平静。 看着王胜,慢悠悠地问道,这下,你知道千绝地是怎么来的了吧? 第二百三十九章带路,上。 王胜琢磨着其中的过程,正要点头,呼的反应过来,不对呀。 如果这些封印阵法什么的都是五大家族和皇家以及那几个宗门布置的,那他们怎么会进不了千绝地? 带着自己的怀疑,王胜把这个问题问了出来,然后等着老道士给自己答案。 你问我,我问谁去? 老道士把白眼一翻,直接给了王胜一个无赖一般的答案。 看王胜一脸懵懂的样子。 忍不住又多加了一句,别说我,连五大家族自己都不懂,怎么他们的先祖亲自布置下的封印阵法就变成了这样? 知道当时布置好了封印阵法之后发生了什么吗? 老道士问了一句。 王胜直接摇头。 开玩笑,五百年前的事情,自己一个一年多前才来到这个世界的人怎么可能知道? 布阵的人当场死了十几个。 剩下的高手也是手忙脚乱才算是启动了阵法,否则的话,连阵法都无法启动。 老道士恍如亲贱一般的把当时的情景说了出来,阵法一启动,差点就当场炸碎。 吓得那些家伙拼命的维持阵法,连着布置了几十层,然后就好像见了鬼一样急匆匆的逃离邻家。 千决弟就是在那个时候变得怪异的。 老道士也知道王胜不可能知道的比他更多,所以不再问什么,只是叙述,之后没两年,千决弟就再也进不去人了。 近距的马上出来还行,多待几天,必死无疑。 下家甘家和冯家,其实是前朝的几个最大的世家,结果一蹶不振。 老道士既然要讲,索性把来龙去脉都给讲了个清楚,五大家族宋家唐家代家丘家使家借势而起,推翻了前朝。 自己又分赃布军,然后把皇位给了当时幸存的已经没什么力量的苏家。 各方划定地盘,成了现在的这个局面。 王胜这一下算是知道了这些世家的来历和阵营以及恩怨。 也算是勉强知道了千决弟形成的由来。 当然,更重要的是知道了梦中女孩的消息,知道了凤凰元魂。 也知道了为什么宋燕说凤凰元魂是禁忌不能提的理由。 老道士知道的远远超乎王胜的意料,可王胜并没有追问老道士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的。 就算是问了,老道士也未必就会回答。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道门当时肯定是如同现在这般,秉持着入室又出室的原则,不和各方争什么,才能够留存至今。 基本上说完这些,老道士答应王胜的事情就已经办得差不多。 王胜自己坐在那边,把老道士找出来的卷轴又仔细的翻阅了一遍。 这不是王胜不信任老道士的话,而是老道士讲的是大概的过程,可能有细节上的遗漏。 而这些卷轴中记载的肯定是比较全面,多了解一点,就多知道一些缘由。 总算是看完了这一切,王胜也到了要告别的时候。 自己想知道的已经知道,老道士马上要闭关,让王胜一个外人待在老军馆,王胜放心老道士,可未必放心其他的道士。 我要走了,老道。 王胜冲着灵须老道告别。 老道摆了摆手,没多说什么。 记住,我叫王胜。 王胜冲着老道士报了自己的名号,等你出关,我再来找你喝酒。 当王胜踏出藏经阁之后,身后的大门马上闭上。 王胜知道,老道士已经迫切想要闭关领悟了,硬撑着给自己讲完这些,也算是了结恩怨,用一种最轻松的心态面对。 一路上从藏经阁走出老军馆,没有一个人过来管王胜。 就算是看到,也当作没看到。 不能不说,老军馆在某些方面,至少是在组织能力上,还是十分出色的。 出去之后王胜自然又戴上了面具,然后急匆匆的往无忧城赶去。 虽然灵须老道士的判断也是经过了这许多年梦中女孩肯定已经死了,但王胜还是心存一丝侥幸。 不为别的,只为了梦中女孩在梦中对她说的那一句杀了我。 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才会让人说出杀了自己的话? 自杀可能的情形很多,失恋,痛苦,厌世等等都有可能。 但什么情况下会让别人杀了自己? 被俘了不想泄露机密,深染重疾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等等都有可能。 前提就是,自己已经没办法杀死自己,却要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才会有这样求解脱的心思。 梦中女孩被封印了,所以无法动手杀死自己。 堂堂无敌于天下的高手,被困在斗士之中,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这恐怕才是让梦中女孩要王胜杀了自己的根本原因吧。 也许这句话是在五百年前说的,王胜穿越到了这个世界,却已经和女孩不是在一个时间点上。 女孩已经是五百年前的古人。 或许正如老道士所言,也如王胜的预料,女孩已经在五百年前就已经死了。 被封印之后,没有吃没有喝,铁打的人也不可能撑下几个月,更不用说五百年了。 可不管如何,王胜都要亲眼看到才相信。 梦中女孩的那双美丽的眼睛,已经不知道在王胜眼前闪过多少次,不亲眼看到,王胜绝不甘心。 还有,战斗意识小人和梦中女孩到底是什么关系? 和千绝帝到底有什么关联? 为什么进了千绝帝就能施井,而出了千绝帝哪怕是一步,就完全失去了这种神奇的能力? 难道是冥冥之中梦中女孩在保佑着自己? 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王胜总算是知道,原来梦中女孩姓林。 只是不知道她叫什么,王胜相信,一定是一个很美丽的名字。 王胜的这个新面孔,全天下也没几个人知道。 一路上王胜又表现得低调,几乎没有任何的阻碍,就赶到了无忧城的附近。 在一个没人的地方,王胜把面具换成了自己在无忧城买的其中一个普通面具。 这一下,只要有新人,都能认出自己是无忧城的杀手。 在无忧城外,这简直就不是个事,王胜就戴着这个面具,大摇大摆的从正常的方向进了无忧城。 一进城,王胜就把面具摘了下来。 也不管有没有人看到,直奔杀手大厅。 第240章带路,下。 王胜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回过无忧城,可无忧城里似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除了街上多了几个饭馆之外,看起来和以前差不多。 倒是大路上不时的会有大车小车拉着大袋小袋的东西出城,一看就是大小行商。 不过,当王胜闻到经过的时候那种熟悉的香料味道的时候,王胜就知道,这肯定是城主大人的十三箱买卖。 这些现在都和王胜无关。 王胜拿出点子拿出创意,当时已经拿到了自己满意的报酬,后面人家经营成什么样,王胜不关心。 一年半多的时间,王胜都是杳无音讯的。 再怎么好奇再怎么关注他的人们,此时的耐心已经消耗殆尽,没有人会时时刻刻的关注一个失踪之人。 事已,王胜在以自己的真面目招摇过时的时候,竟然没有引起半点的惊讶。 直到王胜进了杀手大厅,直奔角落里强威姐那边的时候,才有人不经意的看了一眼。 然后猛然的认出了王胜,直接瞪大了眼睛待在了原地。 独狼 一声惊叫惊动了整个杀手大厅,所有的目光全都齐聚在那个走向角落的人身上,所有人的脸上都是一脸的不可思议。 王胜才不管那些人看自己是什么脸色,笑嘻嘻地坐到了同样满脸不可思议的强威姐的面前,笑着打起了招呼,好久不见,强威姐。 好久不见。 强威姐很明显的十分的意外,连说话的强调都有些不同,惊喜交加的样子,回来了。 此刻的强威姐,脸上的笑容是真的开心。 王胜能看得出来,以她的眼力,还能分辨一个人是真的欣喜若狂还是假笑。 这一点上,强威姐似乎是真的为她回来而开心。 强威姐是王胜到了无忧城之后结识的第一个算是朋友的人,不过,王胜现在已经知道了,强威姐和那个要算计自己的年轻人其实是一个组织的,而那个年轻人对强威姐还有不少龌龊的心思。 对了,我在外面遇上一个家伙。 王胜和强威姐也不绕圈子,直接把话说了出来,那家伙十分嚣张不说,还说要对付你,很阴险。 你要小心他。 强威姐一听,脸上顿时间变了色,急忙的提醒王胜道,那个小王八蛋仗着身份,属下有不少高手,千万别和他硬拼。 他要是找上你,你就往前绝地一钻,他拿你没办法。 说到这里,强威姐的脸红了一下,对王胜解释道,上次就是他非要用上面的命令让我和你提那个面具的事情,我没办法拒绝。 不过你放心,我已经和上年说过了,以后绝不会再找你麻烦。 你最近还是先待在无忧城吧。 强威姐看王胜并没有翻脸,心中略安,然后急匆匆地告诫王胜道,只要你待在无忧城,那家伙就不敢动你。 前几个月城主改了规矩,现在已经没人能在无忧城里动你了。 改了规矩。 王胜一愣,问道,改成什么样了? 在无忧城里动手杀人,得要接受目标在无忧城里自己挂出的悬赏金额两倍的罚款。 强威姐松了口气,王胜并不像是要和他算账的样子,赶忙给王胜解释了起来,你在无忧城挂着一百万金币的悬赏任务,而且金币就在杀手大厅保管,想动你的人每个人都要在事后付出两百万金币罚款才会安然无事。 这个数,没几个人能拿出来。 听到改了这个规矩,王胜心中暗赞一声,好敛财手段。 以前在无忧城动手,最差也要一千金币罚款。 现在更是丧心病狂的让城里人自己挂悬赏任务,反正挂的金额越高,交到杀手大厅的金币越多,自己的命就越安全,而杀手大厅则收到的金币更多。 无忧城越来越有钱,也越来越安全,但这个安全是建立在越多金币的基础上的,无忧城里的杀手们就只能越发辛苦的赚钱,多好的一个良性循环。 还不用别人逼迫,为了你自己的性命就得拼命辛苦,无忧城的这个规矩简直就是天才一般的条款呢。 王胜当然不介意自己在无忧城里更安全一些。 这规矩改得对自己有利,那么王胜肯定是一万个支持。 好吧。 王胜冲着强威姐笑了起来,看在好消息的份上,我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强威姐心中一喜,追问了起来。 你说的那个嚣张的家伙,以后再没机会来烦你了。 王胜一边说着,一边把从山村里那些黑衣人身上得到的杀手牌倒了出来。 52个白色的杀手牌,三个青色的杀手牌,王胜就这么哗啦一下全部都倒到了强威姐的面前。 其中有一块,就是那个家伙的。 王胜指着三块青色的杀手牌冲着强威姐笑道。 强威姐已经整个的呆了。 哆嗦了一下,然后伸手把那三块杀手牌摸了过来,仔细的看了看,就认出了三块杀手牌是属于谁的。 王胜说的没错,如果那个家伙的杀手牌都到了王胜的手里,王胜和强威姐的确是不用再担心那个家伙了。 可这边王胜的轻描淡写,强威姐心中却几乎要叫起来,怎么可能? 除了那个年轻人之外,另外的两块青色杀手牌都是六重镜的高手啊。 而且自从五大家族的人追杀王胜进了千绝地全军覆没之后,就再没有人会逞强跟着王胜进千绝地。 也就是说,这是王胜在千绝地外面干的,他竟然杀了两个六重镜高手以及五十多个三重镜,而且这些家伙一向是集体行动的,天哪! 王胜现在到底是什么修为? 帮我把这些牌子算到我头上。 王胜也不管强威姐心中有多震撼,平静的说道,应该能让我换一个青色的牌子了。 另外,帮我往外转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 强威姐把牌子都收拢到一起,然后问道。 最近手头紧,想赚点活命钱。 王胜也不管别的,自顾自的说道,一个月之后,我可以带十个人进出一趟千绝地。 你把消息传开,看看有没有人感兴趣。 哄,强威姐这边还没回复,杀手大厅已经直接炸开了锅。 第241章合作就别追究,上。 王胜一消失就是一年半,谁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 从刚刚的情形看,大家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有同行去杀王胜。 却被王胜连锅端了。 三个青色杀手牌,加上52个白色杀手牌,这力量拿出去,只针对一个人的话,全无忧城里面能够不在乎的人能有几个。 可王胜一个最多也就是二重镜巅峰的小子,怎么敢,怎么能,怎么就把这些杀手牌全都拿回来了呢? 这怎么可能。 如果说王胜杀人大家都已经算是司空见惯,最多小小惊讶一下杀了几个就不会多关注的话,那王胜后面说的那个要带人进千绝地那就直接是轩然大波了。 王胜为什么能在五大家族的联合追杀下成功的逃到无忧城? 王胜为什么能让五大家族暂时放弃追杀,不就是因为他掌握了进出千绝地的方法吗? 现在王胜居然说要带人进出千绝地。 这,这,这该怎么形容众人心中的震撼? 这边王胜是湿湿然的离开杀手大厅,大摇大摆的往自己的小院走了。 那边杀手大厅的人直接轰然散去,再没人关注什么任务,王胜放出的消息可比什么任务都值钱多了,只要消息送的快,少不了会有大量的赏钱。 如果你背后的人想要进去一趟,可以。 王胜直接对强威姐点名了条件,不许因为死了的人找后仗。 另外,别人什么条件,你们也什么条件? 王胜还说要强威姐帮忙把消息传开,事实上根本就不用强威姐做什么,只要她和强威姐两个人在说话的时候稍微的大声一点,一切就都办妥了。 当然,强威姐背后的宗门肯定是由强威姐负责。 这算是给她的一点小好处,也算是让她因为年轻人的死而对宗门有个交代。 年轻人要算计王胜,而强威姐显然是年轻人的对头。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扶持强威姐,以后就多一个朋友,少一个敌人。 至于说带人进出千绝地的打算,王胜已经有了全盘的考虑。 梦中女孩现在不知道生死,只知道是被封印了。 可封印在什么地方,怎么封印的,除了五大家族的核心人物,没人知道。 皇家也清楚,几个隐士宗门也清楚,可不会告诉王胜。 王胜想要知道梦中女孩的消息,就得和五大家族以及其他势力合作。 千绝地那么大,光靠王胜一个人在里面搜寻,那得找到什么时候去。 正好借机拉上那些世家宗门的人,让他们去打前站,去冒险,去探路,王胜只要跟着坐享其成就行。 而且,这里面还少不了王胜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 为什么要安排到一个月之后,是因为王胜打算在这一个月当中,冲击一下腹瀉变。 自己这么长时间的练习书法,雕刻,修行,掌控太极,掌控不同等级和性质的力量,也该到了要升级的时候。 一路走回家,王胜都没有遇到什么阻碍。 路上就算是有人看到王胜,也只是点头示意,最多认识的人多一个微笑,也没有其他话。 王胜没用多长时间就赶回了自己的小院。 出乎意料的是,王胜离开一年多的时间,小院里竟然是一呼寻常的干净。 一进门,王胜除了看到干干净净的小院之外,下一眼就看到了两个眼熟的小丫鬟。 却是王胜在无忧城当监狱伺候宝庆于堂那段时间派过来伺候他的那两个。 见到王胜,两个小丫头顿时间满脸的笑容,小跑着跑到王胜面前失礼,甜甜的一句,少爷回来了。 凭空让王胜有一种游子归家的感觉。 也好。 宝庆于堂既然一直帮自己养着这两个小丫头,那王胜也不矫情,日后再有什么生意还是可以和宝庆于堂合作。 正在王胜奇怪宝庆于堂的人都在,玉宝斋的人哪去了的时候,王胜下一刻就看到了那个玉宝斋的厨子。 同样也是住在自己外院里,冲着王胜失礼打招呼。 得。 这些做生意的奸商,就没一个异于之辈。 看来以后不管王胜做什么,只要是生意上的事情,恐怕都得和这两家绑在一起了。 不过也好,全天下最大的两家连锁大商号,和他们合作不亏。 下一个该是谁? 城主府。 还是影子老太监。 能来这里的,估计除了这两家不做他想。 果然,王胜在两个小丫鬟欢天喜地的带领下回到内院的时候,那边影子老太监就已经十分不客气的跳墙投过来,坐到了王胜家院子里的石桌边上。 茶,快点。 老太监敲打着桌子,比回到自己家还心宽。 王胜示意两个小丫鬟去准备,自己也一屁股坐到了石桌边。 去京城了。 老太监也不怕两个小丫鬟听到,很随意的直接问道。 当然,他有特殊的办法能让声波不传开,倒是真不怕别人听到。 去了一趟。 王胜自己也知道,戴着无忧城的面具进京城的经过瞒不住人,也不隐瞒,直接说了出来。 以后再去,有什么麻烦的话直接晾那块牌子,省得你麻烦。 老太监也不埋怨王胜为什么到了进城部和皇室的人联系,只是给他留下这一句。 反正王胜这个人总要拉拢,让他多一条退路也不错。 王胜点了点头,没说什么,算是答应了老太监。 这时候两个小丫鬟送上来茶水,两人就在石桌边上慢慢的边喝边聊起天来。 对王胜在杀手大厅宣布的消息,老太监问都没问一句。 王胜也没说,他们都在等着,等城主府的人过来。 相信消息肯定已经传到了城主府,用不了多久那边就会派人过来。 果然,一杯茶都还没喝完呢,管家老哥的声音就已经从门外响起。 王胜出去迎接,寒暄两三句,直接迎进了内院,同样也是坐到了石桌边上。 回来就好。 管家老哥同样是一副很关心王胜的模样,也不问他这些年去了哪里,只是说回来就好。 真的是把吴忧城当成了王胜的家。 怎么转了一圈想通了。 闲谈了几句,管家老哥终于把自己最关心的问题问了出来,要带人进去转转。 第242章合作就别追究,吓。 没什么想通想不通的。 王胜笑了笑回答道,本来也没打算怎么隐瞒。 但我这个人就有个坏脾气,你越是逼迫,我还越不乐意。 这两年既然安生下来了,那带大家进去玩玩,也不是不行。 有性格。 旁边老太监竖起大拇指夸了一句。 然后和管家一起在心中暗暗鄙鄙视那些目光短浅之辈,明明可以好好说好好合作的,非得要动手追杀人家,死了那么多人,现在倒好,人家要合作了,五大家族该怎么应对? 打算怎么个合作法? 管家老哥淡淡的笑了笑,五大家族怎么弄他们不用管,反正王胜肯定是不会绕开吴忧城的,有什么章程吗? 有啊。 王胜冲着管家老哥笑道,肯定少不了要老哥你再辛苦辛苦。 我只负责待人进出,至于进出的人是谁,我不管,由城主大人定夺吧。 反正一开始只有十个人,给了这家就给不了那家,总会得罪人的。 这个事情还是吴忧城的城主大人背锅比较合适,估计他们已经习惯了,而且还可以趁机捞一道好处,和乐而不为。 我就知道。 管家大人一脸鄙夷的说道。 不过,虽然脸上是鄙夷的表情,可眼睛里却满是笑意。 首先,谁家要送人过来,那他们家族也好,宗门也好,关于我本人的追杀应该撤了吧。 王胜开始一条一条的提自己的要求,放不下仇恨的就算了,大不了大家不合作。 你看我被追杀了这么多年我说什么了吗? 对不对。 管家老哥和影子老太监把头点得和磕头虫一般。 心中却都在暗笑。 王胜是被追杀不假,可死的人都是别人,而不是王胜,上哪说理去。 可话说回来,难道被五大家族追杀就很爽了? 王胜也受了不少罪,所以,这一条肯定是必须要答应的,不答应就眼看着别家人进出千绝地呗,不强迫。 第二个条件 王胜在管家老哥和老太监面前也不矫情,伸出两根手指说道,一次带十个人进出千绝地,十个人,换一颗造化丹或者药效类似的丹药不过分吧。 不过分? 不过分? 管家把头摇得和波浪鼓一般。 如果一个人算一股势力的话,十个家族宗门集体出一颗造化丹,一点都不过分。 王胜要造化丹做什么,管家老哥不管。 可造化丹的药效也就是那几种,怎么说都行,估计是上次王胜吃了两颗造化丹升了一级,所以觉得还想要来一次。 一般人不知道上次王胜患了造化丹之后发生的事情,可管家能不知道吗? 现在造化丹已经不是多神秘的丹药,只要有水瓶的炼丹师,能找到材料就能炼制,王胜这时候说要一颗,其实是有点小觑了天下人。 不过管家大人也不说破,反正到时候传话的时候帮王胜改成两颗就是。 王胜肯定会成情,这就是大好的人情啊,以后好处肯定不会少。 第三,想进去的,最好修位不要太低。 王胜把人选的要求说了出来,最好不要低于四重镜,四重镜和四重镜以上的都可以考虑。 里面凶险异常,修位太低我可照顾不过来。 这个几乎就不是条件。 进出千绝地的人选,你让各大家族选择,他们也不可能只选几个一重镜二重镜的,王胜提不提都不会有问题。 其他的没想到,暂时就先这些吧。 王胜想了想,准备收尾。 但收尾的时候突然想到了一点,对了,我带人进出不假,可没承诺过一定会教会什么东西,这个谁来也一样,可别怪我没有说在前面。 了解。 管家大人点了点头。 王胜这么说才合理。 只带人出入,可没保证教会谁。 这样以后谁想要进千绝地,总少不了王胜。 好处是细水长流的,聪明人的做法。 管家当然不会反对了。 每次都要经过无忧城主府,这样城主府也是一个细水长流的镜像,城主会拒绝。 王胜的条件简单明了,也没有什么商榷的余地。 管家大人很快离开了,消息要尽快送出去才行,城主府加上附加条件,也需要城主大人定夺。 老太监也要离开。 听到了王胜的条件,他就想着皇家怎么安插人手进去。 不过,他刚起身,王胜却叫住了他。 你要是想安插什么人手,大可不必这一次。 王胜冲着老太监说道,先看看第一次的效果岂不是更好。 见老太监有点皱眉头,王胜索性把话说开了,看你这个人不错,所以才提醒你的。 第一次,谁也不知道会派出什么人,会怎么配合。 其中说不定就会有什么闪失,成与不成都是两说。 如果我是你。 后面的话不用王胜多说,老太监自己也明白。 王胜的话是真话,不但是真话,而且还是金玉良言。 老太监很清楚这一点。 到了他这个年纪,还有什么吃魅王俩的手段没见过。 第一次是什么? 不管做什么,第一次几乎都是拿命去找办法的。 如果王胜不是因为他,才不会对他说这些。 又数了。 老太监冲王胜感激的拱了拱手,跳过墙头回自家去了。 转眼间院子里就再没别人,小院又恢复了安静。 王胜已经一年多时间没回来,小院里仿佛因为主人的回来也多了许多的生气。 晚上王胜特意让那个厨子整制了几个好菜,和两个小丫鬟以及厨子一起,美美的在家里吃了一顿。 第二天一早,王胜早早的起来,开始在院子里练字。 现在王胜已经习惯了用这种方法代替陈恋,效果很好。 刚过早饭,管家大人就上门了。 跟在管家身后的,还有一个王胜意想不到的人,强威姐。 杀手大厅那边计算过了,那些杀手牌的积分足够你成为青色六级杀手了。 管家老哥看王胜很意外的样子,笑着解释道,青牌杀手就不用每次到杀手大厅了,每一个青牌杀手只要在无忧城里有房产的,杀手大厅都会派一个专人一对一的服务。 你和强威熟悉,以后他就负责给你一个人服务了。 另外,你要的造化丹给你带来了。 没等王胜针对强威姐说什么,管家又说了一件让王胜错愕不已的事情。 第243章碑文写什么,上。 什么时候造化丹成了昨天说起今天就能拿过来的平凡物件了? 王胜直接瞪大了双眼,一脸的不可思议。 管家总算是看到了王胜惊讶的表情,脸上也开心起来。 自从认识王胜以来,就没见过王胜有过这种表情,今天总算是魄力了。 我就知道你会惊讶。 管家老哥哈哈的笑了起来,然后把两个玉盒塞到了王胜的手里。 不用打开玉盒,战斗意识小人已经再次表现出了上次碰到造化丹的那种渴望。 不用说,这里面肯定是真的造化丹。 意外吧? 管家老哥哈哈笑着,如同主人一般的在王胜的客厅里坐好,自己招呼丫鬟要来茶水。 自己针上,喝了几口才说道。 王胜的确是足够意外的,真没想到吴忧成现在竟然拿造化丹都这么随意了。 而且还是一拿两颗。 一念至此,王胜才发现了不对,老哥,不是说好一颗吗? 一颗有点亏了,我自作主张帮你提了一倍。 管家老哥半妖宫半亲密的说道,你不知道,上次你拿到造化丹之后出了一些事情,现在造化丹已经不像是以前那么难搞。 接下来,管家老哥就把王胜上次交易了造化丹之后的事情说了出来。 那个王老和风少被人追杀找到了老巢,然后被人合力灭门,而且造化丹的丹方也算是公诸于世,等等等等,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遍。 管家没隐瞒吴忧成在其中的作用。 那个风少出言不逊,而且现场变卦惹恼了城主大人,城主把他们逐出了吴忧成并把消息送了出去,这些全都原原本本的告诉了王胜。 果然是一如既往的手法和态度啊。 王胜带着微笑听着,心中却泛起了波澜。 发现一个有威胁的宗门,马上一拥而上将之灭门,这和当年江林家以及赤雄堂神鹰与灭门合集的相像。 五百年前是这样,五百年后还是没什么变化。 王胜都不用猜,那几个神秘高手的势力绝对和五大家族以及那几个隐世宗门脱不了干系,连皇家都逃不掉。 五百年之后,这手法越发的娴熟了。 五百年前还有故技,不是被逼迫的忍不下去不会出手,现在是只要发现有威胁,马上毫不迟疑的动手。 你的要求已经送出去了。 管家老哥见王胜弹性不是很浓,还以为他拿到了两颗造化丹欣喜若狂了,也不应待着讨人宴,长话短说,你只要等消息就成。 一个月之后,十个人就会站在你面前。 说的干脆利落,走的也干脆。 这么熟了,也不用王胜送,自己笑呵呵的走了,留下了强威姐在一旁静静的站着。 从跟着管家大人进门,强威姐就没说过一句话,王胜也没有和强威姐说过什么,一直到管家大人离开,王胜才苦笑着请强威姐坐下,强威姐,这算什么? 无忧城的规矩,的确是这样的。 强威姐倒是大方,一点也不扭捏,笑着解释道,青牌杀手有什么需要,在无忧城里都是专人上门的。 这样也好,以后我就不用在杀手大厅里坐着,你对什么任务感兴趣,或者想要挂什么任务,只管和我说就行。 王胜懂了,这不就是地球上银行的超级VIP服务吗? 专门的理财专员,一对一的客服吗,懂。 暂时你不用帮我看什么感兴趣的任务。 王胜想了想,和强威姐交底道。 明白,你又不缺金币。 强威姐笑嘻嘻的很快进入了状况。 看看有没有什么类似造化丹这样的丹药,或者更高级的,悬赏买。 王胜是不缺金币,他想要金币,有的是人给。 既然体会到了造化丹这种级别丹药的好处,王胜不介意这些东西多一点。 反正已经完成了饕铁变,再强大再多的灵气,王胜也能吞下。 强威姐直接点头,这事情就是他分内的。 你那边宗门要是有什么想法,你也可以直接和我提。 王胜不介意给强威姐一个足够的无法被人取代的地位,以换取他对自己更多的支持,虽然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强威姐背后的宗门是什么,反正我只和你一个人谈,明白吗? 多谢。 强威姐多聪明的人,马上就明白王胜这是给他什么,诚心诚意的道了一句谢。 王胜的要求很具体,强威姐多留了一会,也马上去杀手大厅处理。 送走了强威姐,王胜的小院再次恢复了宁静。 有一个隐世宗门弟子,多少也能够接触到一些其中的消息,不是坏事。 不过,王胜的宁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客人仿佛是算准了时间一样,强威姐刚走不到半炷香的时间,玉宝斋和宝庆余堂的掌柜就连妹上门。 那个蒙面的女冬主也好,还是吕温侯灵儿小姐也罢,这段时间都不在无忧城里。 他们都有要事,不可能没事在无忧城里等王胜一年多时间的。 但他们也没忘记叮嘱自家的掌柜,只要王胜回来,一定要亲自上门拜访。 两家好像是约好的一样,两个掌柜上门来,绝口不提别的,只是请示王胜两个小丫鬟是不是满意,厨子是不是满意,别的一概不提。 聪明的奸商做法就是高明,看人家,上门只是请王胜评价服务,只要不满意马上就能更换,这可比杀手大厅送个人过来高明许多。 得了,不用多说这些了。 王胜知道两家掌柜的想要什么,也不推脱,都是合作伙伴,该指点的时候就得指点,趁着这段时间,赶紧找一批类似上次玲珑阁的宗师,一个月之后会有一大批东西要定做,高级材料也备上一批,总会有人要的。 两个奸商掌柜多聪明的人,马上就从王胜透露出的口风中知道了他的用意,满口答应,然后又笑呵呵的一起离去。 应付了这两位之后,王胜的家宅总算是彻底安静下来。 王胜也终于可以考虑一下自己升级的事情了。 一年半的时间,王胜的力量控制等都已经提升许多,雕刻至少也是大宗师级的手法,书法也有了颇深的造诣,可以在巨碑上雕刻些什么了。 第244章碑文写什么,下。 雕刻什么呢? 王胜其实在路上就已经想过了。 要说王胜现在写的最熟练的字练的最多的字,肯定是永字。 永字八法王胜是当作基础的,从未间断过练习。 可偌大的称天巨碑上只雕刻一个永字肯定是不合适的,尽管王胜相信,自己功底最深的永字说不定最能够得到腹泻的认可。 用其他的盗门凝联? 倒不是不行。 不过,如果是两个巨碑的话,雕刻一副对联也没什么。 只有一座碑,却要雕刻一副对联,怎么看怎么觉得怪怪的。 王胜一路上都在思索,自己到底应该在巨碑上刻什么字才合适。 直到快到无忧城的时候,王胜呼得灵光一闪。 在练习雕刻控制力道的时候,王胜用了五把不同重量的锤子。 最开始的两把是重锤,一千斤和两千斤的重量。 在锤机的时候,每一次锤机都会带动身体的震荡,然后让自己身体内残存的药力以及灵气更加彻底的和身体融合。 这种震荡,除了力量带来的震荡之外,还有就是声音的影响。 不过相对于重锤撞击重凿的力量震荡,声音震荡效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但王胜因此而受到了启发。 在地球上的佛教道教之中,都有真言咒。 而修行的时候使用真言咒,据说也有让人脱胎换骨的效果。 根据传说和一些小说记载,那家的修行高手能够修行出虎豹雷因。 虎豹雷因,正是洗髓换血的非常规方法,震荡全身骨骼,肌肉,会合成一片,好像虎啸,暴鸣,雷因。 这方法看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非常的困难,它不比站桩以震动脊椎来牵动全身骨骼肌肉来得容易,虎豹雷因最注重的是一个共振,震动每一块骨头,每一块肌肉,每一个器官,达到最为佳的平衡共振,一定要有整个人在共振中好像分崩离析的那种意境上感觉。 共振运用在内加之中,可谓是将科学也融入其中,全身的共振,自然也让骨髓这等很难锤炼到的部位也能够修炼,这就是所谓的炼入骨髓的功夫,骨髓是造血的,炼水也就是换血,而人体的一切积聚的毒素有很大一部分就会被融入血液中,运转全身,破坏身体机能。 炼水换血,那就是好比将身体洗刷一新。 王胜也占装,占太极魂元装,但还没有达到什么身体发出虎豹雷因的地步。 但王胜还知道,传说有些高僧高道,口颂真炎咒,就能够带动全身气血循环,引发身体骨骼的共振,提升身体素质。 这对王胜来说,又是一个极好的修行方式。 虽然王胜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该如何引发声音在全身的共振,但至少有了一个方向。 既然下一个阶段要修行真炎咒,那么在称天巨碑上雕刻真炎咒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佛教的六字大明咒王胜以前地球上经常听到,也算是熟悉,温玛那北密欧,耳熟能详。 可惜这世界没有佛门存在,PASS。 这世上有道门,而且现在道门和王胜关系匪浅,再加上王胜修行的太极拳什么的全部都出自道门,可以说,不用纠结什么佛道之争,肯定是用道门真炎咒了。 中华道藏,入山移之六甲密柱。 柱曰,临兵斗者,接阵列前行凡九次,常当密柱之,无所不辟。 要道不凡,此之未也。 敌本出处,明正统道藏太清步。 参校版本,王明,报仆子那篇教室。 临兵斗者接阵列前行,跟红苗正的道门九字真炎,这时候不用什么时候用。 在自家院子里,王胜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开始琢磨如何在称天巨杯上雕刻九字真炎咒。 战斗意识小人已经在圆魂空间中模拟过几次,但都只是自己雕琢,不会干扰王胜,更不会亲自在王胜的称天巨杯上动手。 王胜也跟着自己开始模拟,很快感觉熟练了起来。 其实雕刻的功夫他都已经扎扎实实的锤练了一年多的时间,不敢说是大宗师,但称个名家是绝对妥妥的。 所有的障碍,其实还是王胜想要精一求精的心态阻挠而已。 很多东西为什么能出精品? 无他,手熟而已。 所以,想要精,就只需要一种办法,那就是练,不厌其烦的练习。 在外面王胜手写九字真言上万遍,在圆魂空间模拟了也不下一千次,等到王胜觉得身体和心情都已经调整到了最佳状态的时候,通知了小丫鬟和厨师一声,又和隔壁老太监以及寒冰里打了招呼,自己的意识进入到了圆魂空间。 王胜心面移动,无数的云气飞快地形成了一把锤子和一把凿子,和王胜在外面使用的一模一样。 也没有人拿着,但两件工具就静止地飞到了称天巨碑前,锤子往后一拉,如同有一个无形的巨人正抡着一样,然后重重地一锤砸在了凿子上。 称天巨碑上,猛地出现了一道清晰的刻痕。 王胜没有停留,直接就是第二锤,第三锤。 叮叮叮叮,带着节奏感的声音在王胜的圆魂空间中响起,完全是按照王胜在雕刻老君具象时的节奏,手法,只不过是把这些都搬到了圆魂空间中而已。 一切都没有变化,而巨碑上也开始显现出王胜想要雕刻的文字。 除了王胜的身影并没有在圆魂空间中出现,锤子和鸟子只是凭空雕刻,但一切的一切,都恍如那边站着一个如王胜形体一般的巨人,正在肆意挥舞着锤子鸟子,将自己心中的激情留在这称天巨碑之上。 林 兵 斗 者 阶 阵 烈 钱 行 一个字一个字的依次出现,所有的过程都已经模拟过上千次,没有一点的瑕疵。 九个字公公整整完完全全的出现的那一刻,锤子和鸟子也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再次化为一团团的云气,凭空消失。 盘旋在称天巨碑顶上的那些白雾,就在这一刻开始飞速的消散,慢慢的露出里面遮掩着的情景。 一条盘旋环绕的巨龙,就静静的趴在称天巨碑的顶上,满脸的享受,仿佛石碑上的文字就是他的美食一般。 腹瀉,形似龙,姓郝文。 此刻终于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王胜的小院中灵气一阵扰动,然后无数的灵气如同遇到了黑洞一般,疯狂的向着王胜的身体聚集过来。 第245章 腹瀉辩 上 晋级时的灵气脆体,这种情形王胜已经经历过好几次了,一点都不觉得稀奇。 别说王胜,影子老太监和寒冰里都是一副理所应当的样子。 王胜之前还特意过来打了招呼,大家心照不宣,两人实际上还充当着保镖的角色,免得有人打扰到了这个时候的王胜。 两个小丫鬟和厨师更是清楚,上次王胜就在院子里玩过这么一出,而且还是一次晋升两级,现在又来一次,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 王胜一回来无忧城就弄出了大动静,关注他的人自然是不少。 一发现王胜的小院中又有了这样的动静,很多人都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不用问,王胜失踪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肯定是找了个合适的地方在修行,快晋级了,所以回到无忧城来提升。 这一下子就解释了王胜为什么会一消失就一年多,答案就已经很明显的摆在了众人面前,问都不必问,根本就不用开这个口。 至于说王胜去了哪里修行,这种白痴问题谁会问? 随便一个修行高手,自己的秘密修行之地也是能轻易告诉别人的。 况且王胜是谁? 那可是几乎被全天下人追杀的无忧城的杀手,他会透露自己的真正老巢让别人知道。 王胜的修行貌似并不是很顺利,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元魂是一只不入流的残魂鲤鱼。 可王胜却又连续的几次升级,这让许多人大惑不解。 上次王胜卖掉了他的不入流元魂能升级的秘密,有人知道,但知道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不清楚的。 各方知道了秘密的高层,可没有把这秘密宣扬的到处都是得雅兴。 眼看着王胜竟然又升级了,不少人后悔的肠子都怪清了。 早知道当年就应该咬咬牙几千金币买这个秘密听一听了。 知道秘密的人,更是关注。 他们越发的想要知道,这个能升级的元魂到底能够升多少级,极限是哪里。 如果王胜能够给他们更多的惊喜,他们巴布的王胜能一路窜到九级呢? 王胜不知道的是,几个家族已经开始按照他们找到的先祖的笔记,再次培养起这种可升级的元魂了。 只是谁也不知道这要培养多长时间,说不定如宋家这般,需要数百年,但都是传承千年的大家族,等得起。 这边王胜又一次晋级,知情人都有一些乐见其成的心态。 远远的感受着王胜正在萃体的灵气狂潮,有两三个熟识的甚至摆了韭菜一起边吃边等。 灵气萃体太常见了,常见到连王胜都不觉得稀奇,只是按部就般的吸收着灵气,没有丝毫其他作怪的打算。 腹泻虽然现身,但只是淡淡的虚影。 王胜很清楚,必须要吸收够足够的灵气才能够彻底的完成腹泻变。 过程很简单,也很寻常,无非就是灵气吸收过来的量显得大了不少,仅此而已。 王胜眼看着虚影的腹泻慢慢的变成实体一般的模样,心中不喜不悲,只是淡淡的看着,颇有一种到家随性自然的风范。 也可能是经历的多了不觉得稀奇,也可能是因为这一年多来王胜接触道门的理论熏陶心境提升了,但不管怎样,这种心态的确是让王胜多了一种笑看天下兴衰的高层次,从本质上来说,已经和以前的王胜有了很大的区别。 心神镇静,看到的东西似乎就和以前不一样了许多。 王胜仿佛看到了灵气在体内迪荡清洗自己的肉身,仿佛看到了灵气钻入了骨骼再次强化自己的身体,看到了灵气汇聚到了圆魂空间中然后钻到了腹泻的虚影中,一切都仿佛在自己眼前一般。 意识忽然的清醒了许多,很多以前琢磨不明白的道理,这个时候不用怎么废脑子,就好像那些道理就在自己眼前摆着一眼能看透一般。 一切的一切就这么自然而然的发生,王胜甚至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只是看到腹泻的身体越发的紧实,可心中还是那般的瓶颈。 然后下一刻,王胜就灵光一闪明白过来。 这是自己在每天的书法练习中得到的心中的瓶颈,这也是腹泻便带给自己的另一种特质。 竟能升定,定能升会,这本是道家的说法,现在是如实的体现在了王胜的身上。 只能说,王胜的确是和道门有着不浅的缘分。 腹泻便带给王胜的不仅仅是气质上的改变,更是心态心静的超强提升。 如果说以前王胜只是以一个外来人的视野观看这个世界,那么现在,哪怕王胜依旧还没有彻底融入这个世界,可他却能以一种超然的目光来看到这个世界了。 那是一种平静的,自然的,略带一些俯瞰的视角,十分客观的观察评价这个世界。 被王胜的意识影响,连带的战斗意识小人都开始静静的站在那边看着元魂世界了。 要知道,以前灵气脆体完毕之后,战斗意识小人会帮助新开发的俏学形成阴阳气旋的,这回居然没有帮忙。 然后王胜发现了一个尴尬的事情,灵气脆体已经完成,俏学阴阳气旋还没有开始,可是,灵气居然不足了。 别说趁机分裂元魂,连俏学气旋都无法完成了。 这个很正常,以前王胜不过三重镜修为,吸收周围的灵气脆体并不算过分,可后面想要俏学形成阴阳气旋,也需要周围有足够浓度的灵气才行。 可现在,王胜完成腹瀉便算是四重镜,有了质的提升。 四重镜的灵气脆体已经将周围的灵气吸收得差不多,剩下的灵气浓度已经不足以帮助王胜的俏学形成阴阳气旋了。 稍微的检查了一下,王胜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不出王胜的意料,完成了腹瀉便第四重镜的变化之后,王胜的新俏学增加了八个,总数已经达到了十六个之多。 既然灵气不足,王胜也不着急。 腹瀉便之后王胜的性格更加沉稳了许多,绝不会轻易的着急发怒什么的。 反正只是增加俏学阴阳气旋,等到以后可以慢慢一个一个进行,不急于一时。 另外,手里不是正好收到了两颗造化丹吗? 这简直就是瞌睡之前就准备好的枕头,随时使用便是。 第246章腹瀉便,下。 睁开眼看时间,稍稍计算了一下,从自己开始灵气脆体到现在,已经过了四个多小时接近五个小时的时间。 上次不过才三个小时不到,这次居然用了接近五小时的时间,果然是修为越高,灵气脆体的时间越长啊。 还没等王胜体会修为提升带来的变化,墙头上老太监已经十分不客气的跳了过来,手里还抱着一个大酒坛。 得,一看就是过来要喝酒庆祝的,想看变化还是等以后吧。 老太监过来了,寒冰里肯定也不会落下。 果然,这头老太监刚落地,那边寒冰里就已经出现在墙头上。 吩咐了丫鬟厨子试弄韭菜,王胜和老太监寒冰里坐到了石桌边上,开始喝酒。 这次看起来不错呀,没有出上次的漏子。 老太监看着王胜的气色,看王胜平静的气度,看王胜正常的动作,点了点头夸道。 当然不错了。 寒冰里吃了一声,算是在附和老太监的话,却又有点不同意见的意思,上次进击前后加起来才两三个月的时间,还是一次升两级,根基未稳,不出问题才怪。 这回你稳扎稳打,整整一年多快两年的时间,打好根基再进击,这才正常。 根基不稳是大计,现在好了,不用担心了。 老太监也同意寒冰里的看法。 不光是他们两人,其实很多高手都一致认为,王胜之前连升两级看起来是修为突飞猛进,可对修行并不是多好。 要不是王胜当时是靠着造化丹打底连升两级,估计很多人都以为王胜会废掉。 把苗助长的修行方式,可不是谁都推崇的。 也只有那些什么都不懂得愣头青,才会觉得一开始修为突飞猛进是好事。 其实连王胜一开始都是这样认为的,后来总算是被人提醒之后知道了基础的重要性,才用重宝换取了两颗造化丹,彻底的弥补了自己根基不稳的隐患。 嗯,修为提升,连气质也沉稳了许多,不错。 王胜的变化还是很明显的,两个高手一眼就看了出来。 倒是王胜比较奇怪,难道自己表现得很正常? 腹泻便已经是四重镜了吧,自己这次又没有时间分裂元魂,怎么也应该看出来自己不是二重镜提升到三重镜吧? 怎么两人表现得这么平静? 两位前辈,你们现在看看我是什么境界的修为。 王胜见两人不提,自己主动提了出来。 不管他们是真的看不出来还是装糊涂,这事情总要面对。 两个熟人好说,要是那些陌生的高手,被人一眼看透,岂不是麻烦? 还能是什么境界? 老太监瞅了王胜的面孔一眼,然后不耐烦地回答道,还能是什么修为? 三重镜呗。 别以为你这次晋级多了点掩饰修为的能力就能在我们面前炫耀,你又没有连升两极。 就是。 寒冰里也附和着说道,真要从皮相上论呢,应该只能算是二重镜。 不过,知根知底的你还想骗过我们的眼睛,想多了吧? 掩饰修为的能力。 王胜一愣,随即心中窃喜起来。 看来这气质的变化可不仅仅只是让自己内在沉稳,最重要的是,外人已经无法通过王胜的外在表现猜出王胜的修为。 不同的人,不同的元魂,不同的品级升级的时候都会有不同的强化。 王胜之前强化过味觉,强化过势力,强化过力量,这次给寒冰里和老太监的印象,确实多了一种掩饰修为的能力。 王胜呼得想起来,自己因为在灵气脆体的时候太过于冷静,以至于忘记了自己这次强化了身体的什么部分。 现在看起来,确实让自己内心定而生静,静而生会的同时,外在表现也多了更多的迷惑性。 好事!天大的好事! 王胜还以为这次灵气不足让自己无法隐瞒自己的修为了,结果还有这样的好事情,简直就是天助我也! 嘿嘿! 王胜脸上也露出了一种得意万分的笑容。 被老太监扫道,直接问了一句,你笑得这么鬼鬼祟祟,难道猜错了? 三重镜中期 王胜心中没有半点惊慌,脸上也没有一点的害怕,直接带着得意的回答了一句,没看出来吧? 歇! 迎接王胜的是两人一口同声的比一声。 小小三重镜中期的修为也赶在两个七重镜巅峰的高手面前嘚瑟。 这边三人喝酒庆祝,周围那些关注的人们也开始各自忙碌。 王胜不出意外的晋级了,这个结果已经很说明问题。 不管王胜后来说的能隐藏修为多厉害,可灵气脆体那么大的动静是瞒不了人的。 大家只要知道王胜的的确确又升级了,这就足够了。 至于升级之后直接提升到了中期还是后期甚至巅峰,这能有多大的区别? 无非就是每个人的天赋根骨不一样表现的差异而已。 以王胜后积勃发,一年多两年才升级的速度,直接提升到三重镜中期并不算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要知道,代加那个得到了九星元魂的代孝,废掉了原先的元魂重新来过,这会已经是五重镜以上的修为。 晋升五重镜还是半年之前的事情,谁知道现在有没有进入六重镜。 那个可升级的元魂,端得是相当可怕。 王胜这边不过是一条小残魂就能提升到这种地步,也算是了不起。 而王胜的持续晋级也给了代加人无穷的希望,恐怕代加不远的将来很快就会出现一名了不起的大人物。 看来王胜也并不是一时兴起才会答应代人进出千绝地,这不,约定了是一个月之后,这才十几天的时间,王胜就再次晋级。 熟悉巩固上半个月的时间,正好是一个月。 进千绝地的时候,修为更高,也会越发的保险。 各方在明争暗斗的争取那十个进出千绝地名额的时候,王胜在修整一天之后,再次在自己的院子里拿出装着两颗造化丹的盒子。 进击的时候居然抽空了周围的灵气,导致修学不能形成阴阳气旋。 这次王胜做足了准备,一次性的两颗造化丹吞下去,先把新修学的阴阳气旋完成再说。 第247章 第一条规矩 上 一次拿出两颗造化丹,王胜想都不想的直接吞入了腹中。 动作之快,造化丹连引起意想都没来得及就被吃下。 有几个人隐约察觉到了那么一丝造化丹的气息,但又不敢确认,只能隔着老远摇了摇头,一定是弄错了。 两颗造化丹的药力,要是放在饕餐变之前,王胜肯定分分钟被撑爆。 可现在,对王胜来说,这就不是个事。 元魂空间中,腹泻元魂瞬间变身成了饕餐的模样,大嘴一张,无数的灵气被饕餐元魂疯狂的吞噬。 王胜根本就不用多关注灵气会如何,他只是按部就班的从第一个新教学开始,借助这股灵气,缓缓的转动形成太极阴阳气旋。 这个时候,一直袖手旁观的战斗意识小人也过来帮忙。 之前已经做过八次同样的活,这次也完全不例外。 之所以没有在晋级的同时做完是因为灵气不足,现在有造化丹的灵气补充,外界灵气浓度也恢复了正常,根本不用担心这些。 用轻车熟路来形容王胜现在的状况一点都不过分,从第一个开始到第八个完成,王胜不过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比前面八个教学形成气旋的速度快了一倍。 两颗造化丹的药力在把王胜的身体细节部位和暗伤修复一番之后就全部被饶餐元魂吞噬。 最后更是一大口把两颗小半颗造化丹的药力一口吞下,意犹未尽的打个宝格之后,身体飞速的变成了避泻拖着巨杯上面盘旋着腹泻的形态。 这是王胜第一次发现,元魂还可以回到以前变过的形态。 就是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形。 还没等王胜找个合适的人问问,强威姐就再次上门了。 这次强威姐上门不是说悬赏的丹药有了结果,而是给王胜来送杀手牌的。 王胜的杀手牌增加了那么多杀手牌积分之后,直接提升到了青色六级。 重新制作之后,强威姐主动送上门来。 上次忘记了,新做了杀手牌之后,我帮你把杀戴无忌的任务交了,现在你已经是七级的杀手。 强威姐满脸的欢喜,把手中那个比白色杀手牌更精致了几分的青色杀手牌递给了王胜。 不是强威姐提醒,王胜都忘记了自己还杀了戴无忌。 这可是个肥缺,戴无忌得罪人太多,光是在无忧之城挂悬赏任务的就有不下十个,积分加起来足够让王胜已经濒临突破的杀手等级再次提升。 这些是悬赏的奖励。 强威姐不是一个人来的,还有一个人专门推着一个小车把一车的东西带过来。 这些东西包括还寄存在杀手大厅的几十万金币,全都是用来悬赏杀戴无忌的。 金币实在太多,根本带不过来,只能先把东西送过来了。 王胜大致看了看,有四本功法,有几样珍稀的材料,有一把刀锋有一尺半长的刀,据说是神兵利器,三块人头大小的镇石,以及六个玉瓶装着的丹药,还有一个药顶。 东西都还不错的样子,特别是那把尺半短刀,正是王胜在丛林里最喜欢的开山刀的样式。 丹药都是治疗内伤外伤的,没有造化丹这么神奇,可也比王胜从玉宝斋和宝庆鱼塘买到的精品货色要好上几筹了。 镇石王胜几乎从来没有用过,虽然身上就有一整套的束缚阵法,不过这个需要几十个人同时启动,一个人使用不了。 三块镇石是一个防护阵法,麻烦的是一个人不能启动,只有三个人同时用灵气刺激才行。 至于药顶以及那几样珍稀的材料,王胜暂时是用不上。 不过这些东西放在这里收藏也不错,都是价值许多金币的极品货色。 倒是功法让王胜很高兴。 从头到尾,王胜真正习练过地功法只有魂元弓一种。 连天王拳都是王胜参考了一下灵气运转路线之后就再没有碰过。 现在一下子有了四种据说都是不错地功法,王胜简直就是九汉冯甘林啊。 腹泻变之前,王胜全身上下不过才八个俏学,虽然说每一个俏学的灵气吸收和输出功效都等同于普通人十个俏学,可毕竟总数少。 这么少的俏学,根本不需要什么灵气行攻的路线,每一个俏学直通双手双脚最简单的线路就可以。 可现在不一样了,十六个俏学,如果还是用这种低效的灵气运行路线的话,王胜的战斗力绝对会因此而下降至少三成。 俏学一多,灵气走什么线路通过什么俏学来循环,这就需要精巧的设计了。 功法就是干这个的。 高明帝功法会提供高效的线路,低劣帝功法则反之。 但不管怎么说,王胜现在的确是到了需要好功法的时候了。 帮我买几本十五六个俏学适用帝功法。 王胜对强威姐也不客气,直接又给了她一个任务,最好是十六个俏学的,我要用。 强威姐顿时间眼睛一亮。 王胜说的这么明白,其实已经算是透露给她很多有用的内容,让她可以和背后的宗门交代了。 别的不敢说,话说到这个份上,要是强威姐还不明白王胜现在只有十六个俏学,那就真的是傻子了。 传说王胜元魂刚刚启蒙的时候只有一个俏学,现在三重镜,十六个俏学,那就说明王胜平均每升级一次是五个俏学。 可以说,这已经是有品级的元魂中扎的不能再扎的元魂了。 从这里,似乎也可以推断代加代孝的那个九星元魂能有几个俏学。 在无忧城,只要有王胜这样的身家,别的不敢说,可十六个俏学使用地功法,简直是随随便便的能找出几十种。 强威姐也是识货的,精挑细选一番之后,选了五种功法送到了王胜手中。 全都是只需要十六个俏学就能修行的,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个是偏重速度的,一个是偏重力量的,还有两种是整体提升的,剩下的一种则是增加恢复力的。 以王胜现在的状况,应该是可以修行全部地功法而不至于互相干扰,就看王胜是怎么选择了。 第248章 第一条规矩 下 你们宗门弟子都是这么均衡发展的吗? 王胜拿着功法,看了看强威姐附带的介绍,然后好奇的问道,不方便回答就算了。 这属于打听人家宗门的机密,王胜也不会逼迫人太狠,能说就说,不能说就不用说。 基础阶段的时候,尽量均衡一些。 强威姐丝毫不隐瞒,事实上她这个级别知道的也不是很多,也就是比基础多知道一点点而已,每个人总有自己最擅长的,均衡修行的时候别忘记尽量让自己优势的更优势就行。 王胜点了点头,这个宗门修行的路子不错。 优势要保持,整体要均衡,看起来是一个相对稳重的宗门。 据王胜所知,有几个宗门的修行方法就走极端,优势的极其优势,其他的一塌糊涂。 不能说哪家对哪家错,只能说是各自修行的路线不同而已。 想了想自己的情形,龙生九子,恐怕会涉及到强化身体的方方面面,所以,相对均衡一些的发展还是比较适合王胜的情况的。 拿定了主意,王胜谢过了强威姐,安静下来一个人的时候,王胜打开了这几本功法。 从唐奥身上得到的奥天诀是很厉害,但其中涉及到了四十五个教学,唐奥五重镜才开始修行,王胜想要修行这门奥天诀的话,恐怕得到六重镜才行,教学数量才能达到。 强威姐带过来地功法虽然已经经过了她的挑选,可毕竟都是能从市场上买到的大陆货,就算是精品也精品不到哪里去。 不过,王胜不用担心这个,有关战斗修行的部分,只要有战斗意识小人,就能全部解决。 以前有一个战斗意识小人分身是专门研究奥天诀的,王胜从战斗意识小人偶尔和自己交流的只言片语中,能猜到战斗意识小人之所以在优化奥天诀,就是想要王胜在当时两个教学后来四个八个的时候能修行奥天诀。 很明显,这是一种相对费时费力的行为,而且没有必要。 王胜需要的不是把高级功法的修行条件降下来,而是把能用的低级功法更加优化。 五门功法,王胜全都仔细的阅读了一遍,然后不出王胜所料,战斗意识小人的五个分身,开始按照王胜现在的教学数量,将五种功法重新演绎重新规划灵气路线。 光是这一点,就省下王胜好大的辛苦。 从现在开始到带人进千绝地,王胜只要适应新境界就行。 十几天的时间一晃而过,就在王胜说好的一个月头上,管家派人来请王胜,将王胜带到了成主府的前院。 这里,已经有十个人等着王胜。 他们是成主府这边精心挑选出来的第一批跟着王胜进出千绝地的人选。 十个人当中,有男有女,但有几个相同点,一个是年纪都不是特别大,最大的那个看起来也就三十,最小的和王胜差不多。 其次,大家的修为也都相仿,几乎是清一色的四重镜。 王胜提了条件说是要四重镜或者四重镜以上,他们就真的挑选了四重镜的人。 可能是觉得这个年纪这个境界的人和王胜相仿,不至于让王胜觉得有威胁的一种举动吧。 当然,也不排除故意用四重镜的人做试探,看看此行的过程是否顺利,王胜是不是真的要带大家进出。 就算是有闪失,这些世家大族也不会损失太厉害的高手。 独狼,全天下已经在没有悬赏追杀你的任务,所有当初和你有过节的家族宗门全都放弃了仇恨。 管家老哥当着这十个人的面和王胜说了这番话,包括代家在内,既往不救。 这些是这次挑选好的你要带进千绝地的人,有什么交代,可以提前提出来。 说完管家大人就让开了位子,王胜走到了众人面前。 我是谁大家都知道,就不再介绍了。 王胜此刻面对着十个跃跃欲试的高手,又有了一种在地球上的训练营地中跃菜鸟的感觉了,拿出了教官的架势,冲着十个人训起话来。 我不知道你们是谁,叫什么,来自哪个家族宗门。 说实话,我也不想知道。 王胜从头到尾的看了一遍自己对面或站或坐的十个人,口中训着话,心里嘀咕着。 这些家伙要是在地球上的军营里,第一天就能把他们操练得欲仙欲死,这么站没站想做没坐想,新兵班长就能让他们喝一壶。 也就是在这里,那些规矩不管用,才能让他们这么随意。 但是,作为接下来要带领你们穿过千绝地的人。 王胜说到这里稍稍地停顿了一下,从头看到尾,众人的表情果然因为这句话有些改变,多了一些期待。 王胜接着说道,我需要知道你们的修为境界,以及擅长的武器,以方便我做出针对性的安排。 话说得这么清楚,谁都能听明白,所以当王胜再次看向左手第一个的时候,那个高手配合地举了下手,四重镜后期,剑。 简单明了,王胜点了点头,然后看向了第二个。 四重镜后期,剑。 四重镜巅峰,长枪。 四重镜中期,弓箭,长刀。 四重镜中期,阵法,匕首。 四重镜后期,炼丹,拳脚。 四重镜巅峰,锤。 十个人,不出王胜所料,全都是四重镜的。 最强的是四重镜巅峰,最弱的也是四重镜中期。 相对来说,修为境界算是均衡的。 不过,武器却是五花八门,刀枪弓箭匕首什么的一英俱全。 既然大家都要跟着我进出千绝地,这么多人一起,不能没个规矩。 王胜听完之后也只是点了点头,不与置评,开始说自己的规矩,否则乱糟糟一团,我无法保证大家都能活着出来。 这话直接就是赤裸裸的威胁,丝毫不带掩饰的。 但众人似乎早有心理准备,只是静静的听着,谁也没有说话。 先说第一个规矩。 王胜不管众人的心思,自顾自的说出了自己的要求,我知道你们其实不服我,不要紧,我不在乎。 但有一条铁律,你们必须要牢牢记住。 进了千绝地之后,我让你们做的事情,你们要是不愿意,可以不做。 王胜一开口就让所有人都愣了一下。 可以不做。 什么意思? 这是铁律。 第249章你们没准备好,上。 但是,我不让你们做的事情,你们绝,对,不,能,做。 绝对不能做几个字,王胜几乎是一字一顿的每个字重读之后说出来的。 生怕他们不够重视,王胜又强调了一遍, 这是铁律,违反了,后果自负。 十个人听着,谁都没有说话,可王胜已经从几个人的眼中看到了浓浓的毫不掩饰的不服气。 对这些目光,王胜根本不在意,也不想在意。 不服气的人,自然有他吃苦头的时候,要知道,进了千绝地吃苦头,那基本上就意味着一只脚踏进棺材里了。 王胜有必要和几个一只脚踏进棺材里的人计较。 管家大人。 王胜转过头冲着在一边旁听着的管家老哥叫了一声,这句话,麻烦下次带给所有想跟着进千绝地的势力。 管家老哥在那边点了点头,招呼了一声,交给我。 然后再也不多说什么。 第二,我尽量保证配合的人能安全的活着回来。 王胜第二个规矩相对来说就没那么杀气腾腾,语气柔和离开许多,但我并不保证你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你们可以看,可以听,可以自己琢磨,不过,有问题不用来问我,我是绝不会回答的。 另外,进千绝地之后,任何事情任何命令我都不解释,爱听不听。 虽然相对第一条的铁律来说这条听起来似乎并不是很严格,可是,聪明的人能从中听出来许多东西。 首先就是配合的人,其次就是爱听不听。 这两个词其实很值得玩味,不配合的人会怎样? 不听的人会怎样? 王胜都没有说结果,可大家不是傻子,难道还猜不到是什么结局? 暂时来说,规矩只有这两条。 王胜也不喜欢多废话,说完两条规矩,马上给众人下了一个命令,现在,给你们五天的时间做好准备,五天之后的早上,在这里集合,我们到内城的城门外十里方圆的地方适应五天,十天之后,正式出发进千绝地。 说完,王胜就要转身离去。 呼的,一个声音从王胜的背后响起,我们已经做好准备了。 现在就可以出发。 王胜要迈出的脚步停了下来,转身回来,看到的并不是一个人不服气的眼神,而是面前十个人全都不服气的眼神。 王胜都不用问是哪个人说的,随便问那个,估计他们都会承认。 准备好了。 王胜脸上露出了一丝嘲讽的笑容,从左到右的扫了一遍众人的脸色,冷哼了一声,然后换成一副和颜月色的口吻,相信我,你们根本就没做准备。 现在,回家也好,到杀手大厅也好,找一找那些经验丰富的老猎人,问问他们进迁绝地要准备什么,准备好东西,学艺学用法,学好了再来。 我们准备好了。 十个人中三个女子当中的一个,也是穿得最鲜艳的看起来最年轻的那一个重复了一边刚刚不知道哪个人说的话语,冲着王胜有些挑衅又带着一丝娇媚挑逗的说道。 王胜的目光刷的落在了这个女子的身上,上上下下的看了好一会。 女子似乎对自己的容貌身材十分的自信,不但不羞涩躲避,反而挺直了胸膛,显现出自己的本钱,骄傲的和王胜对看起来。 好吧。 王胜总算是收起了那种让另外两个女子觉得讨厌的如同色狼一般的审视目光开了口,看在长腿大胸的美女份上,今天教你们一点乖。 走到了左手第一个高手面前,王胜冲着这个男高手问道,请问,你带了什么武器? 我最衬手的五尺长剑。 男高手一伸手亮出了自己的长剑,的确是五尺长剑,看不到剑锋,但看见饿什么的,就知道是一柄绝佳的武器。 还有呢? 王胜问道。 没有了。 男高手挺着胸骄傲的说道,只要一柄剑在手,天下哪里都可以去的。 王胜一拍自己的脑门,做出一副痛心疾首的被你打败了的表情,好一会才抬起头来问道,如果你身处一个连路都没有,周围全是丛林藤蔓的地方,而正好这时候有一只妖兽在攻击你,你的五尺长剑怎么耍起来? 五尺是特意强调了的。 在狭窄的地方用五尺长的兵器,如果不是他脑残,就是他没长脑子。 男高手也被王胜的话问得有点猛,一时之间还没想好怎么回答,是该说自己用剑削断所有藤蔓,还是说用灵气震断,总之不会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了,有一群追杀我的号称五重镜高手的家伙,被几只大力猿王堵在河边的时候,一群人拿着他们的神兵利器砍树做木筏。 没等他回答这个问题,王胜就已经开了口,那个精彩呀。 嘖嘖赞叹了两声笑着问道,你见过大力猿王把人抓起来一口啃吊半喇的情形吗? 五重镜高手都被啃吊半喇,男高手不过才四重镜巅峰,就算是有心反驳,也一时找不到什么好理由,只能沉默。 不想开路的时候用你的五尺长剑砍树,就赶紧准备一把不超过两尺的开山刀。 王胜冲着男高手呵斥一句,另外,如果不想用五尺长剑削个果皮削点肉吃的话,就再带个小一点的刀子。 你的长剑爱带不带,不要妨碍行动就行。 王胜说完这个男子,又冲着另一个之前介绍兵器是长枪的那个凶了一句,带着长家伙的那个,知道该怎么做吗? 用长枪的那个不等王胜走到他面前,远远的呕了一声,算是表明听到了王胜的话。 刚刚说话的长腿大兄美女是第二个,王胜走到了他面前,低头看了看他一身鲜艳的衣裙,以及裙下露出的那么一丝丝白皙肌肤,抬头冲他笑了笑,和颜悦色的问道:"美女,知道戴无忌怎么死的吗?想知道吗?" 听到王胜的问题,十个人全都变了脸色,连不远处城主府的人也都竖起了耳朵。 戴无忌的死音一直被戴家封锁,外人根本不知道原因,但大家都知道是王胜做的。难道现在王胜会公布答案? 第250章你们没准备好,下 西崇敬高手啊!可惜,喜欢光着腿钓鱼。 王胜这是第一次在不相干的人面前说出来当时刺杀带无忌的细节,每个人都竖着耳朵,生怕漏过一个字,包括眼前被王胜喝斥的美女。 一只千绝地的小蜘蛛,这么点大。 王胜用小手指比着告诉众人那个蜘蛛的大小,就在他的腿上轻轻的盯了一下,然后他就不能动了。 掉进水里,活生生淹死。 你是不是觉得你是美女,细皮嫩肉的,千绝地的小虫子不喜欢,所以还要特意露出来。 王胜直勾勾地看着美女的面孔,沈氏一般地问道。 我,我,我这件裙子可以收拢起来不露出肌肤的。 美女在王胜沈氏的目光下,再也无法保持刚刚的骄傲,微微地低下头,有点躲避一般地解释道。 哈! 王胜抬起头,打了个响亮的哈哈儿,笑咪咪的肆无忌惮地看着美女身体的上上下下,不露出肌肤,很好。 你又没有见过几个高手,穿着防护衣甲,也没有露出肌肤,可是却被某些不知名的十分细小的虫子沿着衣甲的缝隙钻进去咬了几口的样子。 王胜又笑咪咪的问了出来。 那几个家伙很爽啊。 被钉咬之后,爽得自己用手把自己的所有衣裳都扒了下来,后来还觉得不够爽,然后又把自己的皮一点一点的挠开,抓得全身鲜血淋漓,引来一大群蚂蚁爬在身上当衣裳。 不等那个美女回答,王胜已经再次抢先说出了答案。 非常美妙的景象啊。 王胜露出一种意犹未尽的表情,目光却在扫视着美女的全身,美女你身材这么好,皮肤这么漂亮,恩,指甲也留得比较锋利,到时候脱皮的时候肯定比那几个臭男人脱得漂亮。 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啊! 一想到王胜描述的那些人凄惨的死状,在心理素质强大的美女都无法忍受,直接惊叫了起来,目光中也露出了恐惧的神色。 不光是王胜正对面的美女,整个队伍中三个美女都发出了惊叫,其他男子虽然没叫出来,可脸上也是一脸的不自然。 对修行的高手来说,死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那种让人无法想象的死法。 特别是自己把自己扒皮凌迟,还要为各种恶心恐怖的小虫子的想象,直接能把人想土。 好漂亮的衣裙,这么鲜艳,那些采花的采蜜的虫子们肯定喜欢。 王胜往前走了一步,十分放肆的直接揪起美女衣裳的一脚,观看着上面漂亮的花色,很是满意的点着头说道。 鼻子在空中闻了闻,一股淡淡的清香飘在空中,王胜再次称赞起来,还喷了香粉,好香啊。 连我都这么喜欢闻,那些恶极的妖兽肯定没有我这么好的审美情趣,一定不会循着味道找上来的。 喜欢香味的毒虫们也肯定会避而远之。 一连串的反话,说得漂亮美女差点头低到地上再也不敢抬起来。 连王胜如此不礼貌的举动也都完全忘记了躲避,甚至忘记了其实她的修为应该是比王胜要高的。 呼,你的裙子也很漂亮。 王胜走到了第二个美女面前称赞了起来。 这个美女不像刚刚那个身材那么夸张,但酒精锻炼的身材也十分的养眼。 就是不知道那么多荆棘刺从什么的,挂到裙子上会不会影响行动。 第二个美女没有多刺激王胜,所以王胜的言语回击就温和了一些,不像刚刚那么辛辣。 还有一个麻烦,美女。 同样没有等美女回应,王胜抢在面,冲着美女笑咪咪的说道,进了千绝地,可能十天半个月的不能洗澡,所以千万计的出发前要洗好,别进去之后几天又出汗又被风吹日晒雨淋什么的变得臭哄哄的。 说完,王胜的脚步没停,走到了第三个同样穿着裙子的美女面前。 这次不等王胜再说什么,美女直接承认,我还没有准备好,这就回去准备。 恩? 王胜点了点头,算是认可了第三个美女的态度。 然后直接往前走了一步,面对美女后面的那个屎枪的男高手。 你,吃的喝的准备了多少? 王胜算是温和的问了一句。 带的吃的足够十天,喝的不多,应该可以就地取水吧。 屎枪的高手没敢多顶嘴,如实的说道。 你有种。 王胜冲着他竖起了大拇指,我记得当年追我的人中也有人这么有种,好像是个五重镜高手吧? 你猜他后来怎么死的。 屎枪的高手不知道王胜的答案,更不知道自己错在了什么地方,只能摇头。 拉肚子,整整拉了三天,一个壮汉变成一滩软泥的样子你们见过没? 王胜毫不客气地讥讽起来,连拿出自己身上带着的一颗毒药的力气都没有,耗费了大半天时间才成功地自杀。 你绝不会想知道就在他服下毒药死的前一刻,还在不停地拉肚子,这情景你是不是很期待? 拍了拍屎枪高手的肩膀,王胜的大拇指冲着他晃了晃,千决地的谁你都敢乱喝,我个人由衷地佩服你,你真不是一般的有种。 一想到一个五重镜的高手不停地拉肚子拉到死,使枪的高手直接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哪怕自己还没进迁绝地,可对里面已经有了极深的恐惧。 你身上带着预防瘴气的东西吗? 王胜走到了使锤的那个壮汉身边问道。 有,屁毒丹带了二十颗。 壮汉现在已经沉稳下来,知道王胜在提醒他们准备的不足,所以也不抵触,老老实实地回答道,另外内伤外伤的丹药都有。 你觉得够就行?王胜冲撞汉笑了笑,不知可否,不过,唐家有个叫唐傲的,跟着我在瘴气林中走了三天三夜,耗光了所有的屁毒丹,最后连自杀的力量都没有。 当感受到有虫子爬到身上的时候,五重镜的硬汉哭着求我的杀了他的情景,你一定没见过,也从来没有想象过吧? 第251章 不让做的千万别做,上。 王胜并没有告诉他们要怎么准备,只是描述了一下前面跟着王胜冲进千绝地的那些高手们有限的死状,就让十个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一切要进千绝地的家伙们认识到,自己真的完全没有准备好。 当王胜离开了很久之后,现场的人们才开始慢慢的算是有了动作。 包括管家大人在内,真的是被王胜描述的千绝地里面的可怕情形吓住了。 谁都没有深入进入过千绝地,都不知道里面的情形。 从王胜的支言片语中,众人算是知道了一点点的端倪。 可这还是远远的不够,只能说是冰山露出了一个小角。 王胜说的这些,最多就是让人们明白,之前所做的准备工作十分的不完备,从食水到衣物防护到兵器到丹药甚至到心理准备,都不合格。 明白这些之后,各方马上从各个渠道寻找资深的老猎人,咨询野外生活的经验,重新做准备。 在宝庆渔堂买一些必备品的时候,人们就偶尔的听掌柜的说起来,王胜曾经通过宝庆渔堂的渠道,邀请玲珑阁的宗师做过一整套的衣服靴子。 这个消息一传出去,马上就让所有人都重视了起来。 各方都找上了宝庆渔堂,想要知道王胜当时定制了什么东西。 宝庆渔堂这边也不隐瞒,在收到了一点点小小的咨询费用之后,王胜的全套防护衣甲设计就暴露在所有人面前。 六重静腰兽皮制作的结实的外衣裤子,五重静腰兽皮和骨板制作的靴子,可以完全的将身体密封起来的设计。 头部颈部虽然王胜没有定做,但他的头盔护目镜和硬质口罩却有人见过,也描述了出来。 事实上,宝庆渔堂的这边完全是得到了王胜的授权,才敢把这些东西公开。 其中收益的一部分,是要分给王胜的。各方却是如获之宝,都在分析王胜这些装备的优点缺点。 马上几天之内赶至肯定来不及,只能高价从宝庆渔堂购买。 让人奇怪的是,宝庆渔堂这边生意做了一大堆,玉宝斋这边竟然没什么动静。 包括王胜都有点意外,他可是之前和玉宝斋的掌柜打过了招呼,而且貌似当时玉宝斋的掌柜是和宝庆渔堂的掌柜一起上门的呀。 王胜已经点了头,玉宝斋什么都没做,那就不是王胜的问题了。王胜也不会关注这些。 他只要等到时间到,就带着人走就行,其他的不理会。 不能不说,王胜之前给那十个人讲解的东西实在是有点令人惊悚了。 这五天的时间内,各方除了在准备符合王胜要求的装备之外,全都邀请了一些山林经验丰富的老猎人请教,务必教授给大家丛林生活的经验。 真是不学不知道,一学吓一跳。 直到从那些老猎人的口中知道了许多的禁忌,各方从上到下才意识到,以前觉得只要修为高就能进出千绝地的想法有多么的错误,错的有多离谱。 要早知道这些,早重视这些,也许祖祖辈辈那些进千绝地探险的高手们就不会死那么多,也许其中的一两个就能侥幸的进出,等等,也许很多,可谁都明白,这世上没有当初如果。 小子,你不怕他们找那些老猎人学了东西之后甩开你。 老太监等着看结果,所以一开始皇家并没有安插人手,这会知道了不少消息,和王胜一边喝酒一边说了起来。 跟着老猎人学几招就想在千绝地进出。 王胜和老太监碰了一杯,鄙视的笑道:"那他们有多少人进去有多少人出不来,你赌不赌。 真以为有点老猎人的技巧就能不把千绝地放在眼里了。 别人不敢说,就拿王胜自己来说,科学的接受过野外生存训练,并且修为也不错,可如果没有战斗意识小人在千绝地里面预警的话,早就不知道死多少次了。 王胜巴布的那些人再把千绝地想象的简单一点,这样也能日后凸显出自己的重要性。 可惜,这世上就没有傻子。 有王胜已经答应而且已经收取了报酬的带路,各方何必要盲目的摸索,跟着王胜先进出一圈再说不好吗? 反正已经等了五百年,不在乎早几个月晚几个月的时间。 五天的时间很快,一晃而过。 当第六天早上王胜赶到城主府的时候,看到的是十个穿着和王胜的装备几乎差不多的十个人。 没有拉链,用的是几重的钮扣,靴子也都用了鞋带,都是高帮,防护力极佳的。 很好。 王胜终于满意了,至少衣着防护上是满意了。 每个人都带了一把两尺以下的开山刀,这是王胜要求的,小刀子也都带了。 长兵器自己衬手的兵器都没有放在外面,要么是存放在各自的纳戒中,要么就放弃不用换成了衬手的短兵器。 食水什么的肯定带足,商药辟毒丹能带多少带多少。 吃喝用具,盐,绳子,火刀火石火折子每个人都不落下。 不敢说装备精良,但至少看起来已经有了些样子。 接下来,我们要在城外十里方圆的范围内简单的适应一番。 王胜这些早说过,这次重说一遍,倒是再没有什么人反驳了。 能提前适应一下也是好事,各方还不至于分不清好歹。 队伍中的个人都是来自不同的势力,几天的时间简单的磨合一下,不敢说要求达到王胜在地球上作战小队的默契程度,但至少也要懂得分工和做什么的。 再次重申,我要你们做的,你们不愿意可以不做。 王胜在城门外又把这句话当着城墙上很多人的面说了一遍,但我不要你们做的,你们绝对不能做,听到没有。 听到了。 几声参差不齐的答应声响起,王胜能听得出来,有人心里其实还是不服气的。 队伍出发,一个人在前面开路,后面的人跟从,先适应这种行进方式再说。 千决地里面可没有路,所有的路都要这么开出来。 注意前面人的脚步,最好踩在前面同伴的脚印上面。 王胜叮嘱着大家,目光往后一扫,冲着后面的六七个人提醒了一句,正常走路,千万不要摸那根黄色的藤条。 第252章 不让做的千万别做,下。 一行十一人,前面三四个,王胜在中间,后面有六七个。 基本上王胜靠前简单指点一些开路的手段。 队伍成一字排开,加上每个人身上的装备,看起来像是一个很标准的探险小队。 王胜口中的那根黄色的藤条,是刚刚经过的时候一棵树上垂下来的。 周围还有几条同样的藤条,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异常。 甚至前面的几个人走过去,都没觉得这边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可王胜竟然回头特意说不要碰这根藤条,什么意思。 有人想起了王胜几天前以及不久出发前说过的那条铁律,不让做的事情绝对不能做,或许这就是王胜通过这种手段来在队伍中建立起自己的权威。 队伍中有人遵守了,不就是不要乱碰东西吗?在千绝地理念危机重重,不知道的东西不要乱碰这是常识。 王胜既然不让碰,那就不碰,没什么大不了的。 能修行到四重镜的,绝大多数都能够压抑住自己的好奇心。 问题是,偏偏就有那么一小部分是相反的。不但好奇心十分的严重,而且从内心深处来说,对王胜根本就不服。 特别是王胜在几天前把他们的尊严直接踩在了脚下,更是让人记忆犹新,十分的不爽。 王胜不让碰那根藤条,那么就有人偏偏要碰一下。 王胜背后的第四个用剑的年轻人,一脸的冷笑跟着前面同伴的脚印踩过,走到那根藤条边的时候,特意停了下来,就在所有人都注意到他动作的时候,他慢慢的伸出手,然后一把抓住了那根黄色的藤条。 伸手的时候,用剑年轻人的目光一直在看着王胜的脸色。 可惜,他并没有看到王胜有什么被激怒的表情,也没有权威被挑衅而恼羞成怒的迹象。 王胜的目光中,只有一种怜悯,仿佛是看着死人一般。 有那么一刹那,用剑年轻人很想停下自己的动作。 可他毕竟年轻,修为长得快,心境未必有多稳固,这么多人看着自己,退缩了岂不是显得自己很没面子。 所以后面的动作非但没有停下,反而加速抓了上去。 手刚一抓住藤条,那条本是下垂的藤条,忽然之间从下面翻卷了上来,最下方的一头如同迅雷一般点到了年轻人的手指上,然后又飞快的垂了下去。 藤条的动作很快,但是在场众人都是四重镜的高手,看得清清楚楚。 那根本就不是一根藤条,而是一根伪装成了藤条的蛇。 枯黄色的身体,垂下来的样子和周围的藤条别无二致,可张开的蛇口和闪亮的毒牙瞒不过众人的眼睛。 用剑年轻人已经直接呆立在原地了。 不是他不想动,而是突然之间动不了。 手指上一痛,他看得最清楚,五重镜腰瘦皮子做的手套,竟然挡不住这条毒蛇的毒牙,直接被咬穿。 手套上出现了两个细细的针孔一样的孔洞,然后就感觉半只手已经麻木没有存在感了,接着他刚想运弓抵抗,全身就是一阵麻痹。 别动!众人大惊,正要攻击,王胜的沉河声猛的传到了众人的耳中。 如果是出发时候的状态,王胜这句话恐怕没几个人会听。可王胜才刚刚说了不让动藤条,动了藤条的后果就是如此的恐怖,王胜紧接着说别动,谁还敢再动。 大家现在牢牢的记住了王胜的那条铁律,让你干的你可以不干,可不让你干的,绝不要干。 所有人都站在了原地,动也不敢动一下。 十一个人,忽然之间就变成了十一个木偶,一动不动。 嘶嘶嘶嘶的声音慢慢的传来,然后众人就看到了一副惊恐的情景。 原先树上垂下来的所有的黄色藤条,全都慢慢的从下往上翻了起来。 每一条藤条,都是一条和刚刚咬用剑年惊人一模一样的毒蛇,吐着血红的信子,警惕的看着周围。 没有发现有什么动静,全都翻到了树上,不再下垂,慢慢的沿着树干游走,很快离开。 这时候王胜才招呼了一声,如果你们学过救治蛇咬,马上急救,然后抬上它赶紧回转,也许还有救。 不过王胜也只是说说,自己却没有动手的意思。 一个违抗自己的命令,和自己叫板的家伙,凭什么让王胜去救? 年轻人身边前后最近的两个同伴马上一前一后的扶住了他,切开伤口放血,喂一些解毒药,忙乱的一塌糊涂。 都是几大家族的人,可能还互相认识,这时候谁也不好意思不救。 着急慌忙的简单急救了一下,众人就抬着那个年轻人急匆匆的飞速沿着原路返回,速度之快,前所未有,片刻间就看到了千绝地的城门。 城墙上的人还没有散去,王胜他们就回转了,很多人都不走了,就在城墙上看热闹。 有人被蛇咬了。 有人远远的就喊出了原因,城门口一阵骚动。 我们玉宝斋有蛇药。 一个声音如同定海神针一般的响起,盖过了所有的骚乱。 王胜听到这个声音,瞬间就明白了玉宝斋为什么之前没有出手,原来是在这里等着呢。 看来是根据王胜的法则研究出了一些东西,也好,王胜正需要一些麻药和纸藤药,找他们药就行。 有人冲出来飞快的帮忙救治,有人则开始追问发生了什么。 当听到事情的原委之后,所有人无不目瞪口呆的看着王胜。 他说不能做的事情,果然不能随便做呀。 你怎么知道那些是蛇的? 为什么你们经过的时候他们不咬你们,非非是他动手抓了以后才咬。 一个女生翘生生的传出来,传到了王胜的耳朵里,正是玉宝斋扫东产吕温侯最宠爱的小丫鬟灵儿。 王胜看着月中而出的灵儿,笑着摇了摇头,却不说话。 有人立刻明白过来,这应该就是王胜说的第二个规矩了,不解释。 灵儿估计也是听过王胜的这两个规矩,也不着脑,冲着王胜说道:"如果你告诉我原因,玉宝斋会免费帮你准备所有的新药。 你上次提过的都有。 我知道是因为我见过。 王胜终于开了口,应该是同意了灵儿的这个提议,简单的回答道:"不咬人是因为他们在睡觉,睡得死只要不碰,靠近走过也没事,但有人愚蠢的惊醒了他们。 第253章最后的训练,上。 玉宝斋的蛇药一经推出,就在一个万众瞩目的情形之下打了一个巨大的广告。 那个虽然已经经过了简单的急救放血,但是已经三魂丢了两魂,七魄丢了六魄的等死的年轻人,居然就在使用了玉宝斋新蛇药之后活下来了。 不过,活下来是活下来了,可是短时间内却别想站起来了。 那种根据灵儿回忆了半天,根据众人描述说出来形状的枯藤蛇,咬人之后最多只有一刻钟的施救时间,哪怕当场放血也一样,超过这个时间,别说只是四重镜的小年轻,来个八重镜的高手也得死。 索性队伍刚出发没几分钟,回来的也飞快,总算赶在了一刻钟之内。 用上玉宝斋的蛇药,眼看着年轻人脸上的黑气慢慢的消散,命总算是保住了。 不过,毕竟不是专门针对枯藤蛇的,只是一种广普的抗蛇毒药,非专业,所以这个邱家的年轻人虽然性命无忧,但至少要休养半年的时间才能恢复。 就这已经是幸运到了极点,当时被蛇咬的时候身边有同伴,而且那几个同伴还伸了把援手。 如果只是他一个人,被咬之后当场全身麻痹,早就死透了。 玉宝斋的蛇药当场被订购了数百份。 不过当众人看到玉宝斋给王胜提供的还有几种其他的药粉药剂的时候,好奇的一问,这才知道原来玉宝斋居然是接受了王胜委托从两年前就开始研究抗蛇毒的丹药,同时还研制了止疼药,止血药等等。 连王胜都是指定专门定制的各种丹药,这还问什么。 王胜拿什么,众人就赶紧拿什么吧。 抢得迟了连扎都没有。 要知道玉宝斋这次可是只准备了有限的货物,给十一个人用绰绰有余,可驾不住各大家族后续还会派人进入千绝地啊。 无忧成十倍价格此刻也不算什么了,只要能保住性命,金币算个什么东西。 转眼间玉宝斋这次准备的药品就被收购一空,没买到的只能先下订单,等一段时间拿货。 尽管这只算是这次进千绝地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可除了王胜之外的所有人还是被千绝地里面的残酷吓到了。 这里是千绝地不假,但这里只是千绝地的外围啊。 而且众人走了几分钟的路程,刚进了山林就如此的凶险,那里面是怎样的恐怖啊? 另外,所有人都以为无忧城外并没有多少凶险啊,谁知道居然潜伏着如此恐怖的剧毒枯藤蛇。 当然,还有一个最让人无法忽视的现象,那就是之所以年轻人会被蛇咬,完全是因为违背了王胜的禁令。 明明王胜很清楚地说了不许碰那根黄色的藤条,年轻人却故意伸手碰触,分明是就由自取。 这事情当时在场的十一个人全都看得清楚听得明白,包括邱家那个被蛇咬的年轻人醒过来也一样承认。 从这件事情上来看,只能说王胜的那条铁律绝不是王胜信口胡舟的,也不是他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故意捣乱,而是真的在千绝地有极大的凶险。 经过这一次,那些大家族都明白,跟着一些经验丰富的老猎人学习一些山地丛林的生存经验固然重要,但是,那些经验只能是放在外面最基础的活命经验,真正要进千绝地,还给王胜这样的宗师级的人物。 没错,王胜现在的野外生存技能,在各大家族眼中,就是宗师级的。 如果这个行业也能给出这种评级的话,王胜绝对是站在金字塔间的第一个,凭各大宗师都不过分。 这一下,固然各大家族信心满满的热情遭到了当头一棒,连带这次要进去的九个人也如林大敌一般,再也不敢轻视王胜的任何一句话。 要不是王胜的那一句别动,估计他们九个全都得被那些醒过来的哭藤蛇干掉。 命悬一线呢? 能修行到四重镜的,哪个不是在战斗中提升的? 可真正让他们命悬一线的时刻也没几次。 所有人事后都是一身的冷汗,眼看着今天再进去已经不合适了。 几家的主事人商量了一下,和王胜交涉了一下,今天休息一下,明天继续。 另外,今天邱家算是损失了一个人,少了一个名额,看能不能用其他人补上。 王胜对此无所谓,反正也就半天的时间,有这半天其实足够达到王胜的某些效果了。 至于说家一个人,更是无所谓,一只羊是感,一群羊也释放,只是换个人而已,随便。 但有一条,王胜之前说的两条规矩。 绝不能挑战。 不过人群中有的是聪明人,玉宝斋吕温侯的丫鬟灵儿和王胜的那番话大家都听在了耳中,很多人都有了别的心思。 王胜出发之前说过的第二个规矩,就是不负责教会什么,不解释。 可大家却意识到,如果能付出能让王胜动心的代价,这一条似乎并不是无法克服的。 灵儿付出了一堆药品,就得到了他想知道的答案,那其他人是不是也可以呢? 所以,关键还是大家能不能拿出王胜想要的东西来。 从之前的几次合作来看,王胜知道的秘密,不管是元魂如何升级的秘密,还是进出千绝地的秘密,只要有足够的代价,不是不能谈,不是不能合作。 以前大家集体猪油蒙了心,不知道发了什么神经才会想着没事先抓起来拷问,抓不到就追杀。 大家族横行霸道惯了,忘记了其实事情本来可以很简单解决的。 把人追杀到了无忧城才发现,原来以前只要简单的付出点金币就行,不知道有多少当时负责的各家族高层被训斥,甚至唐家族长自己都在内部会议上检讨了自己的错误。 至于说第一条规矩,无非就是王胜说的客气,不让做的事情别做。可经历了这么多,又有哪个傻子会觉得非得要做王胜不让做的事情? 另外,王胜让做的事情比如重新准备装备,准备给养什么的,每一条是没道理的。 这次各家族已经给了各家子弟严令,跟着王胜进千绝地的,完全无条件的遵守他的命令,否则就要按照家族规矩以为逆族长命令处置。 第254章 最后的训练 第二天一早,王胜带着队伍再次出发。 还是十个人,不过邱家那个换成了邱家的另一个,还是个美女,可能是觉得之前王胜和前面三个美女说话还比较客气的缘故吧。 不排除邱家享用美人计,因为新加入的这个美女完全就是按照王胜之前表现出来的喜好挑选出来的,长腿大胸,身材非常不错,连根据自己身材量身打造的外衣都能凸显出他的优势。 大眼睛还时不时的给王胜放电,让其他几个家族的人大呼失策。 这次依旧还是适应性训练,但所有人都已经改变了态度,直接把王胜当成了他们的顶头上司,另行禁止,毫不拖沓,没有任何一个人违背。 违背的人已经躺在那里差点死了,是个人就知道该怎么办。 每个人都要轮流开路,要小心脚下,小心周围,动静不能太大,用力要轻巧,不能带动大批的藤蔓灌木等等。 各种的注意事项在使用中,王胜都会提一句,但也只会提一句,会不会听王胜不管,学不学的会王胜也不管。 看起来所有人都很用心,光是开路一项,一个上午的时间,十个高手都学的差不多。 都是四重镜高手,学习这种不怎么复杂的技巧,根本不用多长时间。 同时学到的还有为了稳妥踩着前面同伴的脚印往前,小心关注两边,负责照看前面同伴的后背,等等一系列的合作内容。 在密林中,特别是在千诀地里面,不能轻易的大声说话,那就需要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 于是,王胜简单的一些手语,表达示警,撤退等等的也被王胜拿出来教授。 遇上一些不是那么强悍的妖兽,众人要合作攻击。 不敌的话还要有序的撤退,等等。 吃饭,喝水,连这些在外面最简单的事情都要训练。 带着的食物哪里合适哪里不合适,缺什么,王胜都简单的给出了评价,然后推荐几款不容易坏还能维持体力的简单组合。 这些各家族精挑细选的子弟们都不是等闲之辈,彻底静下心学习的时候才发现,王胜简直就是一个大宝库。 他教授的这些东西,他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不说武学上的修行,光是这些东西,放在别的地方,让他们那头变败都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有人都仿佛海绵一般饥渴的吸收着丛林生存和团队合作的技能。 可惜,王胜只会交给他们一些最基本的,绝不会把自己安身立命的东西轻易交出去。 这一点,王胜明白在,这些年轻人也明白。 每天晚上他们回到无忧城,都会把一天的训练详细的记录下来发回家族。 相信家族的高层看到这些,一定会异常的后悔他们以前的所作所为。 凭空把这么一个大宝藏推给了无忧城,各方高层的长子都已经毁得清了又清子了又子,都快要断掉了。 时间太短,在天才的人几天的时间也无法完全学到王胜在地球上战斗小队的合作精髓,但这么几天下来,这个小队伍已经像模像样了。 尽管我知道不可能,但我还是要想要表达一下我的期许。 王胜看着暂时来说已经勉强可以成为一个合作小队的成员,慢慢的说道:"进了千决地,你们最好把身边的同伴当作是那种可以放心把后背托付给他的战友。 合作才能活下去,勾心斗角只有死路一条。 严禁于此,你们自己掂量。 今天到此为止,明天将不再适应练习,我们直接进千决地。 王胜丢下这一句,自己回了家。 这就是各自为战的恶果,十个家族十个年轻人,绝不可能轻易地信任别的家族的人的。 所以,最多也就是能够勉强维持团队,却绝不可能做到替战友挡刀那种地步。 说破大天,称死也就是个大难来时各自飞的临时团队了。 如果我们能让他把我们家族的子弟训练一番,不用时间太长,只要半年,我们家族的大军就能横扫其他四大家族。 唐家的一位长老看着训鸟传书连夜送过来的那个家族子弟的记载,很是认真分析道。 唐家从组长到核心长老,这几天全都推掉了其他的事情,就在家族的意识堂中每天连夜等着训鸟传书。 后半夜的训鸟传书一到,马上就会传越一番,然后仔细地分析。 刚刚那位长老就是第一个发言的人。 高手我们不缺,但高手如果配合好,五六个七重镜就能杀掉一个八重镜的敌人。 还是刚刚发言的长老,满脸的赞叹,这个王胜只拿出了最简单的东西,如果真的把他的东西掏出来,我们唐家成为第一大家族指日可待。 我很好奇。 唐家老组长并没有反驳长老的话,只是叹息着说道,到底是什么宗门才能培养出来这么一个妖孽。 他们那几家恐怕没有这样的本事。 组长指的那几家,虽然没有明说,但在场的众人都知道说的是哪几家。 可除了他们几家,任凭大家想破头,也想不通王胜到底是出自哪里。 听说王胜最开始是出现在宋家的禁地,而且宋家现在一直对外宣称王胜是宋家大小姐的未婚夫婿,可能王胜的来历只有宋家清楚。 以后约束家族子弟,绝不要和王胜在任何地方任何场合起争执。 众人商量一番之后,组长最后做了总结,唐傲和那些进了千绝地没回来的子弟家人都安抚好,不要让他们有和王胜见面的机会。 我们不能把王胜推到我们的对面成为敌人。 不光是唐家一家,这一次第一批十个人分别属于不同的家族和势力,每一个势力都在做同样的分析,没有人是傻子,结果也只是大同小异而已。 再次重申一遍。 王胜在无忧城外,对着跃跃玉士的十个人说道:"进了千绝地,就不要想着能一两天回转。 我也不能保证你们任何一个人的生命安全,现在退出还来得及。 有不想去的,转身回城就可以。 没有人转身,大家只是期待的看着王胜。 走。 王胜不再说什么,一挥手,带着队伍出发。 第255章 总有人有想法,上。 茂密的丛林中,一只脚从灌木中伸出来,往前就走,却没有意识到脚下那团看似结实的草团下方其实只是虚的,呼的没有了着力之处,一脚踏空,身体不由自主的往前就是一扑。 千军一发之际,身后一个人猛的一伸手,揪着前方同伴的衣领往后一拽,也不管这个动作是不是哑观,先把人拽了回来。 搜,一只短刀从斜叉里飞出来,准确地刺中了那团草团下飞铺出来的一个拳头大小的绿球,吃,将那团绿球钉在了旁边的一个树根上。 前面的两个人看着那个即便被短刀刺穿依旧还张牙舞爪没有死透的拳头大小的蜘蛛,两只成人指甲斑长的大熬牙尖利的模样,头上的冷汗刷的流了出来。 更后面的人也看到了这一幕,虽然没有他们两个距离蜘蛛这么近,距离死亡这么近,可也着实的吓出了一身冷汗。 千绝地里面,真的是步步杀鸡,一个不留神就是死。就拿刚刚这场面来说,这才进了千绝地一天多的时间,类似的场面就已经经历了至少四次,至少有四个人只差那么一点就挂了。 飞出短刀的,自然是王胜。他远比任何人丛林经验丰富,加上战斗意识小人的预警,基本上只要是能够威胁到他性命的危机,都能被王胜提前一步发现。 看着那只拳头大小的绿蜘蛛已经慢慢的停止了挣扎,后面第三个人正要上前将那只蜘蛛的尸体收起来,王胜呼的伸手拦住了他,别过去,再射一箭。 这时候王胜的话就是金颗玉绿,擅长弓箭的那个想都不想的从那戒中拿出了弓箭,张弓搭箭冲着已死的蜘蛛就是一箭。 吃! 箭矢带着巨大的动能穿透了绿蜘蛛的尸体,带出一团绿色的液体深深的扎进了后面的树根中。 诡异的是,本来大家已经死了的绿蜘蛛,竟然这个时候居然又开始动弹了起来。 只是因为被短刀和箭矢刺穿钉死,只能徒劳的动一动八只细长的绿腿。 众人眼睛看得清楚,箭矢因为靠近蜘蛛的头部穿过,那两只锋利的大熬牙竟然直接咬进了那只剑杆之中,而肥大的肚皮位置,也猛的喷出来一团白花花的丝团,将下方的几根灌木牢牢的粘在了一起。 所有人都是倒吸一口冷气,这只是一只蜘蛛而已,竟然还会装死,要不要这么夸张。 有些昆虫习惯性装死,但那时受到了惊吓的时候,而不是身体被一把一寸宽的刀子刺穿的时候啊。 这次王胜再没有阻止有人过去搜集蜘蛛的尸体,蜘蛛已经死透了。 轮到的那个小心翼翼的把蜘蛛的尸体装进了一个玉盒中,收到了那戒中,然后才把王胜的短刀擦洗了一遍,送到了王胜的手上。 这把短刀,就是王胜杀死在无忌后从无忧城杀手大厅这边得到的奖励,是强威姐亲自给他送过来的,名字很奇特,就叫齿半。 但在很多修士的耳中,这可是如雷贯耳的一把鸣刀,可现在,这把齿半鸣刀也只不过是王胜手上的开山刀而已。 队伍继续前行,王胜总是会在某个很奇怪的时刻或者很奇怪的地点变换前进的方向。 明明前面一片空地,看不出来什么凶险,可王胜偏偏不走这种容易过去的地方,非要绕着走一片密林。 有时候看起来,简直就像是故意在领着大家绕圈子一般。 这个很容易理解,队伍中也没有人有什么意义。 换成随便哪个,如果知道一条进出千绝地的秘密通道的话,也不会轻易的告诉任何人,一定会在路上固步一阵,胡乱的转几个圈子,把大家都转得晕头转向之后再走正确的道路。 王胜不会和他们解释什么,在出发之前王胜就告诉过他们,不解释。 大家知道规矩,也不主动问,知道问了王胜也不会回答。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做些什么。 有几个算是有心人,一路上都在不停的用心记录王胜走过的路线,不时的会配合各种条件判断方向,记下深入的里程,在心里已经算是绘制出了一条前进的路线图。 各大家族什么样的人才都有,这样的并不稀奇。 您知道王胜带着大家进出千绝地肯定会暴露一条线路,要是各大家族不派几个有本事能记住的人才是怪事。 这个王胜不在乎,爱记不记,他此行本来就没有太多的目的性,最多也就是依照老军官的记载,走到距离无忧城最近的原来的赤熊堂的地盘就会返回,不会有太多的秘密泄露。 让他们记录,其实也是王胜给各大势力挖的一个大坑。 王胜想要一探千绝地,靠他一个人一辈子都探不完,各方势力要钱有钱要人有人,顶在王胜前面岂不是正合适。 有两个自以为手段高明,在他们负责断后的时候偷偷的留下暗计。 不过,他们虽然修行很高,可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实在是业余的够呛,王胜都懒得吐槽他们那种自以为得意的拙劣手法。 留暗计做什么?不外乎几个目的,要么想要下次跟着暗计进来,要么就是给后面跟着的人指路。 既然有人能用新记录行走路线,那么留暗计的,显然没那么笨要等到下次进来,一定是给后面人留下的。 王胜都觉得好笑。有些家伙总是有些奇怪的想法,仿佛觉得不派人跟着进来一趟就会损失什么一样。 殊不知王胜选择的路线,根本就是随时避开那些凶猛妖兽的路线。 可妖兽是活的,这会在这里,下一会可就未必。现在这里安全,可再过一段时间就未必安全。 不知道这其中的秘密,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一路前进,几次有惊无险,众人总算是走到了一条河边。 所有人都牢牢的记着王胜的话,绝不要轻易的喝千绝地的水,更不要轻易的跳进千绝地的水中,连靠近水边都尽量避免。 可就在这个时候,王胜呼的冲着众人一声低喝,别待在地面上。快,然后主动带头,一头跳进了旁边看起来平静的河水之中。 第256章总有人有想法,下。 跟着王胜进入千绝地的第一条铁律,绝不允许挑战的规矩就是,王胜不让做的事情,绝不能做。 这规矩已经不止一次的救了好几个人的性命,不听的已经躺在家里的床上静养,虽然没死,那也只是幸运。 所以当王胜说别待在地面上的时候,所有人毫不迟疑地跟着王胜跳进了旁边的河水中,学着王胜的样子,钻到了水下。 别人没有王胜那种精巧的护目镜,但也有用上品水晶模制的替代品。 即便在水下,众人也可以争着看看到很多东西。 比如,一跳进水中就看到了几条马黄扭着身躯贴到了自己的身上,或许还有其他的水生动物,但此刻已经完全顾不得这些了。 所有人都看到了王胜的手语,呆在水下别动。 马黄暂时也只能贴到个人的衣服外面,这时候众人才发现王胜之前做的这种能护住全身的衣服裤子靴子有多精巧,连头上都有专门的护具护住了。 王胜原先自己做的那种麻布斗笠,经过了宝庆鱼堂的好手修改,改成了用几层某种妖兽吐出的丝边之城的薄纱,能护住头脸颈部,防护力大增却又不是很影响视线和听力。 专业的人出手就是不一样。 众人乖乖的待在水下,不管水里的东西如何的在自己身边钻来钻去不得其门而入,水也不动,口中含着一根小管只管看着水上。 因为水中的东西相比岸上突然出现的东西,简直不值一提。 就在他们跳进水中每两分钟,水波这才刚刚平缓,看不出来有人跳进水中的痕迹的时候,树上呼的传来了一阵此起彼伏的妖兽叫声。 一群人猛的从王胜他们队伍刚刚经过的方向冲了出来,十几个人的样子,每一个都是全副武装,穿着和王胜他们相同的装备。 不用问,这肯定是从宝庆余堂和玉宝斋买的。可此刻他们没有一点探险队的样子,却好像背后有什么东西在追赶一般,疯狂的向前跑着,也不管脚下,只管不停的跑。 然后水下的众人就看到,密林中树棺部分,呼的有上百个影子在上面跳跃着,发出一阵阵听起来好像很热闹但却足以让下面的人心感剧烈的声音。 鬼脸猴。 水下一个人看得清楚,差点惊叫起来,总算意识到自己在水下,没有张嘴灌一大口水。 这种一种五星妖兽,也就是大部分成年的鬼脸猴都是五重镜的。 偶尔有些厉害的会冲到六重镜甚至七重镜,自然有些弱小的小猴可能会低一些,但绝不会太低。 群居,易怒,一旦有人激怒他们,他们会整个族群一拥而上。 现在的情形就是如此。 拼命逃跑的那十几个人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冲进了鬼脸猴的猴群中,明明是跟着暗记一路走的呀。 怎么会这样? 可现在已经没有人给他们解释,就算有解释他们也顾不上厅了。 一个人跑得慢了点,就被一只熊壮的公猴从树上冲下来,直接揪住发气就拖上了树。 就在王胜他们上方不远处,众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个被拖上树的家伙片刻间就被撕成了十几块。 十几只鬼脸猴各自抓着一块,也不管多鲜血淋淋,就那么硬生生地啃了下去,吃得津津有味。 剩下的鬼脸猴,则还在疯狂地追杀着下方其他人。 他们不但会时不时从树上冲下来,还会在树上扔一些东西下来。 有几个就是被一颗颗椰子大小的东西砸晕,然后被几只鬼脸猴分尸的。 水下众人这种情形之下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毫无办法。 一百多只五重镜的鬼脸猴,他们就算是冲出来也只是送死,何况除了其中的某一两个人,其他人可未必会有这么好的心肠跳出来舍己救人。 十几只鬼脸猴大吃一番之后,还在原地停留了一会。 让水下的众人一阵心惊肉跳,一旦被鬼脸猴发现,岂不是要和那些被追杀的人一样的下场。 好在那些鬼脸猴并没有多停留,看了一会没什么动静,就大呼小叫的跳到了树上,追着大队伍继续追杀去了。 王胜等人没有马上跳出来,而是又在水下待了差不多十分钟,靠着嘴里含着的管子呼吸,总之不能让身体的各部分露出水面。 总算王胜带头从水里钻了出来,众人也赶忙跳出来。 无他,在水下的压力太大了,那么多马皇不停的在身边钻来钻去,那情景能吓死人。 上岸后的第一件事,包括王胜在内,就是互相帮助同伴们检查身上有没有马皇,贴在身上的全都用火折子烫下来,甚至王胜还果断的脱掉衣裳看身上有没有。 特指军服虽然能防护,但谁知道会不会有那么一两条漏网之鱼。 王胜可记得清楚,跟着自己进迁绝地的某个七重镜的高手,就是死在被杀人风追杀时躲进水里的马皇口中的,自己可不能犯那种错误。 几个美女有些尴尬,但还是忍着不是,我到一边互相脱衣服检查。王胜表现得太谨慎,加上他们也亲眼看到了那些马皇,不得不防。 十个人当中其中一个却是脸色一直不好。 那些亡命逃窜的家伙,他几乎认识一大半,分明就是跟着他留下的暗计进了千绝地的自己宗门的人,结果却是被一群鬼脸猴追杀的全军覆没。 可自己明明是在行军路上留下的暗计,一路走过来也没有碰到鬼脸猴啊,怎么就突然被追杀了。 刚刚那些是什么人,所有人都心知肚明,只是没有牵扯到自家,所以心情不像这人这么沉重而已。 不过其他人虽然不至于那么难受,但也心中忌惮起来。 明明自己一行人什么强大妖兽都没有碰到,后面跟着的怎么就能碰上大群的鬼脸猴? 难道王胜带着大家转向并不是为了绕圈子,而是为了避开一些凶猛的妖兽?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王胜这个人就更加可怕了。 谁也不知道哪里会出现妖兽,可王胜就能提前避开,这说明了什么? 那些追杀他的人死得真不冤。 幸亏自家的高层没有派人在后面追踪,否则结果肯定和那些家伙一样。 第257章不是只有你会隐瞒修为,上。 人群中,各自琢磨的人当中,另有一个人呼的想到了什么,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王胜不用看都知道,那肯定是两个刘暗记的家伙中另外的那个。 前面这个追踪的队伍已经被鬼脸猴解决,后面那个还不知道会遇上什么。 另外的几家对此一点都不同情。 这算什么? 王胜都已经带着大家的人进千绝地了,成功进出一次之后,就有了有经验的人带队,何必非要多此一举带人追踪。 虽说随时追踪有助于提前发现千绝地里面的一些秘密,可这吃香也太难看了吧。 这下好了,鸡飞蛋打,不但整个追踪的队伍全军覆没,还会被其他势力暗中孤立,得不偿失。 沿途要是捡到那些人掉的装备什么的,我要五成。 王胜才不管这些,爱来不来,反正都是帮王胜探路的炮灰,来多少王胜都不心疼。 继续上路,众人的心情越发的沉重。 往前走了不到十里的样子,就差不多凑齐了刚刚他们在水下数过的那些追踪者同样数量的兵器,基本上可以说,全军覆没已经是定局,不会再有什么侥幸了。 在赶路的时候,王胜发现,第二个留案记的高手只留了一次记号,就再没有动过手脚,只是用心记录,却是再也不留案记了。 想来也是明白,让后面的人跟着大家只能是一脚踏进死亡陷阱,还不如让他们回转。 经历了这一次,队伍中个人心中又多了不少计较,反正行走观察越发的用心了,一路上也越发的小心。 说也奇怪,众人就这么一路走过来,除了见识到了不少恐怖的重置之外,那些强大的妖兽几乎一个都没有碰上过。 现在已经没人在怀疑王胜是要带着大家都圈子了,能在千绝地这样行动,简直就是奇迹。 如果王胜愿意拿出这个秘密和各方交换,估计各方能打破头。 可惜,谁都明白,王胜也不是傻子,不可能做出这种傻事的。 走了几天,一直在密林中穿行。 这里的植被实在是太茂密了,数百年无人干扰的生长,几乎到处是各种植物。 你们看这里像什么? 王胜呼的停了下来,指着一处被藤蔓包裹的密密麻麻的地方问道。 这还是王胜第一次在千绝地里面问他们问题,众人都停下来,仔细观察起来。 门楼。 众人看了半天,有一个终于有点不敢确定的说出了自己的猜测。 他这一提醒,其他人顿时间脑子里仿佛一块迷雾被拨开。 那个地方真的很像是啊。 大家之前没想过千绝地里面会有人类的建筑,这时候才意识,恐怕还真是。 把那些藤蔓弄开,小心脚下和那些藤蔓后面。 王胜发了话,马上有人上前开始小心地除开周围的植物。 虽然王胜说过他让做的事情可以不做,但这时候显然没有人会计较。 只清理了一个脚,众人就已经完全确定,这就是一个人造的石头砌成的门楼。 建造得很坚固,即便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这个门楼也没有倒塌。 因为材料的缘故,也没有完全风化消失,只是被各种青苔藤蔓包裹才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 如果不是王胜,谁也不会发现一个远看根本就看不清楚的高大东西是门楼,他们会以为这是几棵大树,因为上面的部分已经被各种茂密的树棺遮蔽得严严实实。 所有人都兴奋了起来。 在千诀地里面发现了一个门楼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说不定这门楼附近就有一处尚未发掘的宝藏等着大家探险。 看看牌匾的位置。 王胜招呼了一句,门楼上方马上有人挪到了中间。 门楼的中间一般都会提字,要么挂扁。 上面的高手仔细地清理了一番之后,发现了上面还残留的字迹。 应该是有几个字的样子,可是几百年风雨侵袭下来,有些已经脱落无法考证了。 唯有一个笔画相对简单的还存留着,但也只剩下一点痕迹。 几个人轮流上去仔细地辨认了一番,大家的出来的结论,应该是一个赤字。 赤什么? 在场众人中,除了王胜,没人知道。 王胜看过老军官的记录,而且本身也是有意识地往这个方向带,所以他可以肯定,这里一定是赤熊堂的地盘。 但各家跟进来的子弟,他们背后的家族宗门未必就会把这些隐秘的资料给他们看,所以不知道也是正常的。 你们谁听过千绝地的传说? 王胜看着兴奋中的众人,呼的问了一句。 大家都默默的点了点头。 传说大家都听过,可谁知道传说靠谱不靠谱。 既然是有传说,肯定也是有源头的。 王胜对此不意外,慢慢地组织着语言说道,这里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一个宗门或者大家族的地盘。 这个分析也不过分,大家都在思考,并没有人站出来否定。 不管哪个传言,都牵扯到一个或者几个阵法。 王胜把自己的想法也说了出来,虽然经过了几百年,不知道阵法还存在不存在,但有一点可以肯定。 众人都看着王胜,等着他说肯定的部分。 再往里走,肯定异常的凶险。 王胜看了看大家的兴奋目光,冷静地问道,这点大家不否认吧。 就算没有阵法,越往里肯定也是越凶险,这是常识。 众人都点头。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王胜问道,是继续往里深入,还是退出去回报。 说完,也不给大家马上插口的机会,王胜补充了一句,到目前为止,我还有信心带着大家安全回去。 但再往里,我就不敢肯定了。 或者我们可以试试往里深入,等到损失了两三个人之后再退出来。 说实话,都已经走到了这里,不进去看看,谁也不甘心。 可是,谁都明白王胜肯定不会说虚言,他说没信心,那里面肯定是凶险极大。 虽然谁都想看里面的秘密,可谁也不想当被损失掉的那几个。 大家开始执逐起来。 如果我非要进去呢? 干家的高手呼的站出来问道。 那你就在前面负责开路。 王胜毫不迟疑的回答道。 第258章不是只有你会隐瞒修为,下。 王胜表达得很清楚,谁要进去,谁就负责在前面开路。 多个人想进去,那就他们几个轮流。 未知的神秘地狱,很可能是几百年前某个神秘的宗门或者大家族的驻地,里面蕴含了不知道多少的宝藏。 可是,机会存在的同时也有着无数的凶险,想要进去,就要冒着生命危险。 前面开路的死了,后面王胜肯定二话不说转身就离开。 所有人都明白是这个结果,现在就看个人愿意不愿意用自己的性命帮助后来人探出一条路了。 如果这里在场的都是同一个宗门同一个家族的人,或许还好说,可除了王胜之外的十个人,却是属于十个不同的势力。 自己的牺牲只能是给别人家做驾衣裳,这样的牺牲是不是值得? 问题的答案很简单。 带着自己宗门或者家族的人,探路就是大功一箭,不死的话就是家族大功臣,就算死了,也有家族和宗门的丰厚犒赏。 可带着别家势力的人,死了也就死了,甚至可能自己的牺牲都得不到应有的报答,自家势力的人能不能知道自己付出性命代价得到的东西都未可知。 这种情形之下,怎么可能有人选择继续深入?哪怕十个人再不甘心,也只能掉头了。 谁都不甘心,可也只能如此。 就在大家兴兴的掉头的时候,一件让人无比惊讶的事情发生了。 某个隐士宗门,就是没有说自己是哪个宗门出身的队员,呼的站在了王胜的身边,初见止住了王胜。 王胜,你去开路。 这家伙平常一直表现得很配合,一开始也没有什么出挑的表现,大家都以为他是个老实人,谁知道竟然在这个时候翻脸。 王胜似乎早已料到了这情形一般,动都不动,只是看着这个隐藏极深的家伙平静地问道:"阿大,你觉得,他们会同意?" 互相之间没有通过明信,认识的人互相认识,但不会说给别人听。 所以大家互相之间的称呼,就是一二三四一直排道时。 这家伙年纪最大,排在第一个,大家都叫他阿大。 他们不同意又怎样? 阿大冷笑了一声,仿佛带着鄙夷的目光看着众人。 现在要进去,所有的好处就都是他们的,可等以后带着家族宗门的人进来,那恐怕就未必了。 阿大的心思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抢一个先机。 都走到这里了,再退出去岂不是可惜。 一群人惊呆了,看到这情形忽然之间内心里挣扎了起来。 谁开路进去都是冒险,谁也不愿意。 可王胜不一样啊,王胜对千诀帝如此的熟悉,他进去肯定没问题。 能发现在千诀帝里被灭门的宗门的秘密,这诱惑简直让人无法自持。 天大的好处啊! 只要自己现在支持一下阿大,有很大可能就能得到。 问题是,大家是不是要同意阿大的做法,在这个地方挟持王胜。 以之前在千诀帝里追杀王胜的那些人的结局看,貌似这并不是个好主意。 况且,他们返回的路上也一定会凶险重重,离不开王胜,这时候激怒王胜,值得吗? 终于有人做出了决定,拿出自己的兵器,指向了阿大。 有人带头,马上就有人效仿,其他人也毫不犹豫地拿出兵器指向了阿大。 一群废物。 阿大冷笑了一声,对指向自己的九剑兵器毫不在意,比是出声,被一个后生晚辈几句话就吓住了。 众人齐齐色变,这家伙也太不给所有人面子了吧。 本来大家安全出去然后慢慢带人进来个凭本时就是,你非要抢先进去,凭什么把大家拉上一起死。 你是不是以为只有你的宗门是聪明人,只有你一个人知道隐瞒修为? 王胜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同样冷笑着说出了这番话。阿大的脸色顿时间变了。 他之所以赶在这个时候发难,依仗的就是自己隐瞒的五重镜的实力。 本以为能够完全盖过这些四重镜的家伙,现在忽然发现,自己似乎可能真的干了一件蠢事。 能回头吗? 不可能了。 当自己当时动心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不能回头了。 王胜能容忍一个用剑指着他的人继续在队伍中。 少废话。 阿大的剑往前一送,几乎已经碰到了王胜的身体,但却被王胜的外衣挡住了。 似乎只要他再一用力,就会刺进王胜的身体一般。 钉,突如其来的一声响,却是使用弓箭的阿六一剑射在了阿大的剑上。 箭矢上携带的反阵力之大,直接将阿大的长剑荡开。 只这一剑,就已经让阿大意识到,恐怕阿六的修为也不是一开始自己说的四重镜,而是和他差不多的五重镜。 长剑被荡开,王胜轻巧的往后退了两步,就已经完全的拖出了阿大的攻击范围。 一对时,阿大就算是再强也知道自己没胜算了。 阿六一个人的弓箭就能让他捉襟箭肘,其他人只要稍微一围攻,他能当场留下命来就已经算是天大的侥幸,留在这里只能是横死当场。 想都不想的,阿大转身就逃。 可惜,王胜他们都在来时的方向上,都准备回去了,阿大要逃只能往门口的更深处逃去。 临死之前,你有什么遗言交代吗?王胜看着阿大远去的背影,呼得开口冲着阿大大喝一声。 说来也怪,阿大正在飞扑的身影忽然之间就矩震了一下,然后脚下好像被什么一半,身不由己的一个猎且,往前栽了下去,摔了一个正宗的狗吃屎。 头上戴着的防护斗笠也被摔了出去,露出了整个头脸。 趴在地上一抬头,阿大就看到了一条色彩斑斓的小蛇,距离他的鼻尖不过半尺的距离。 他的动作已经惊动了那条小蛇,不过一尺多长的小蛇一弹,动作快于闪电,一口准确的咬在了阿大的鼻尖上。 阿大本能的一把抓住了小蛇,然后手腕一疼,却是小蛇直接在他手腕上钉了一口,毒牙咬穿了手套,刺进了肌肤。 所有人都在看着阿大的下场,没人注意到王胜刚刚的最后一句话语中,临死之前四个字里,临合前两个字,分明就是九字真言的其中两个字。 第259章先开序幕,上。 林兵斗者接阵列前行,九字真言,从王胜完成了腹泻变之后就在琢磨。 一开始王胜想的是靠着九字真言在修行的时候震荡身体,让灵气和身体高度融合,更能提升修行效率。 这个方向是没错的,至少用在修行上没错。 但有点可惜的是,这个只能是内撞,却用不到攻击上,未免显得有些美中不足。 还是影子老太监给了王胜极大的提示。 他的修行独特,说话的时候甚至能够控制助声波向哪个方向传输。 王胜也是在一次简单的修行中呼的想到了老太监的绝活,试着用在自己的九字真言修行中,也算是给接下来的元魂提升奠定基础。 龙生九子,其中球牛喜好音律,普劳喜欢大吼。 九字真言说起来,应该是和普劳更相配一些。 不过音律和吼叫也算是一脉相承,王胜完全可以如同避泻附泻一样,同时修行。 临合前两个字,就包含了王胜这段时间的领悟,特别是对老太监那种方式的领悟,又增加了一些攻击的特性。 以王胜现在对于九字真言的掌握,还没有达到动辄伤人的地步。 但是能震的逃跑中慌不择路的阿大动作一致,这就足够了。 突然奔跑中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摔个狗吃是简直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于是,后面的事情就顺理成章。 好死不死的,阿大摔下去的地方还有一条剧毒的花瓣蛇,连着咬了两口,鼻子上一下,手腕上一下,悲剧了。 蛇要有,玉宝斋在众人出发之前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蛇要有效,每个人都准备了不少。 可是,千诀地里的蛇和普通的蛇不一样,毒性猛烈,特别是被攻击后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迅速全身麻痹,一个人没有帮手的话,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眼睁睁的等死。 这个时候会有人去帮忙吗?很显然其他人并没有阿大这么蠢。都不明白他是怎么想的,就算是在着急,大不了回去一趟马上带着人进来抢占仙击呗,何必非要威胁王胜。 他的装备我要一半。王胜让大家在这里静静地等着,一直等到阿大那边独发身亡,那条花瓣蛇也慢慢地离开,王胜这才过去,拉着阿大的腿把他拖了回来。 大家又不是一个势力的,彼此之间也谈不上什么交情,刚刚已经算是拔刀相向,是敌人了,谁还会对一个敌人客气。 阿大身上的装备,马上被瓜分一空。 王胜分到了一个纳戒和几瓶看起来有些不一样的丹药。 其他的东西都被众人你一件我一件的分了,连身上的军服靴子都没给留下,全都扒了下来。 至于阿大的尸体,直接就放在门楼这边。 反正王胜他们不可能在这里把他掩埋,凶险之地,谁知道挖坑会挖出来什么。 没了阿大,其他人就算心里有什么小心思,也不会说出来,乖乖地跟着王胜一起返回。 但返回的路上,大家全都是用新的记忆走过的路线。 王胜带大家来回并不是同一条路线,两条路线都记下来,基本上这个地方的位置就确定了,回去以后再和所属势力的高层商量。 进来的时候用了半个月,回去却只用了十天。 当远远地看到了无忧城的城墙和巨大的城门的时候,除了王胜之外的所有人都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 总算是安全的出来了。 至于王胜自己,已经进出过好多次,没感觉了。 总共十个人,身上有伤的就有六个,安然无恙的只有王胜和其他三个。 本来应该状况会更好一点的,可是在就快要出来的前两天,四个美女因为方便的时候不好意思,躲避的远了点,而且觉得马上要出来了,放松了警惕,被一只妖兽袭击,四女全部受伤。 要不是王胜等人来得快,原就得及时,四女怕不当场就要香香玉允。 一下子受伤的人就变成了六个,让王胜好一顿不给面子的痛骂。 无忧城的城墙上,每天都有不少人在盯着,就是为了等着他们回来。 现在总算是看到了他们出来的人影,只是,王胜带着人回来是回来了,但翻过来掉过去的竖来竖去,总数还是少了一个。 违反了第一条规矩,死了。 王胜对此没什么交代,面对那个宗门接应的人快要喷火的目光,简单的放下一句,就算是解释了。 对方敢怒却不敢言,这里是无忧城的内城,也不是动手的地方。 只能强忍着怒气,然后向别的一起出来的队员们询问究竟。 对此,其他人也没有隐瞒,一五一十的把当时发生的情形说了一遍。 所有人都异口同声的表示,互相之间并没有动手,最严重的也就是一剑把长剑荡开,仅此而已。 阿大是死在蛇口下的,这是不争的事实。 听到队伍找到了一个门楼,门楼上还有一个字没有被封化,各方全都知机的没有在城门这里人多口杂的地方多透露,自己把人带回去,关起门来研究了。 阿大所属的那个宗门差点心里将阿大骂死,明明已经到了地头,只要把位置记下来回来带人去就行了,居然傻到要当场威胁王胜进去,这不是猪油蒙了心这是什么。 想立功想疯了,还是想要先吃一波毒食。 各方的心思和暗地里的举语王胜不管,在城门口丢下了一句,天大的事情也等我睡一觉明天再说。 然后静字的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一头扑在床上,呼呼大睡。 每次进迁绝地,就算是王胜,也是一件极其耗费心力的事情。 时时刻刻的警戒,还要应对各种突发状况,这次能把剩下的九个人都活着带出来,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正如王胜自己所说,天大的事情也等他睡一觉再说。 不过,王胜睡得爽了,和他一起出来的九个人却完全没有机会休息。 直接被带到了宗门家族在无忧城的据点,然后他们自己就把不相干不重要的人赶走,先在主事人这边把进出计下的路线先画出来再说,否则多等上一两天,忘记一两点关键的地方,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第260章先开序幕,下。 事关重大,各方的主事也都知道轻重缓急,故步的询问更详细的内容,亲自掌灯,陪着自家的子弟先把路线图画出来。 驯鸟传书已经送出去,发现的地方门楼上有一个赤字,想必宗门能够根据这个推断出来不少的消息。 光是今天各方的驯鸟传书,从王胜回来的那一刻起到晚上,就至少有上百次。 而活着回来的九个人的势力,到了晚间时分,更是送出了第二份驯鸟传书,可见消息的紧迫。 对当年曾经参与过覆灭林家的几大家族和那几个宗门来说,从一个赤字,基本上就能判断,王胜他们这次是找到了赤熊堂当年的驻地。 事实上,当年赤熊堂在什么地方,各家族内部最机密的藏经阁里面,还是有记录的。 现在和家族子弟送回来的消息一对照,基本上就能确定。 特别是当这些子弟把进出的路线画出来之后,抛去绘制的误差以及当时走路过程中的不准确估计,各方已经可以判定,他们到达的的确是赤熊堂的最外围的山门。 家族马上把详细的问题送到了无忧城。 最让各大家族关心的是,他们在赤熊堂门楼这边有没有感觉到阵法的存在。 这次跟着王胜进去的十个人,每个人都是精挑细选的,记忆力超群不说,各方面全都涉猎,阵法方面也都有不低的造诣。 不敢说是阵法大家,但是近距离内感受有没有阵法存在还是能胜任的。 等到王胜从头天下午开始一头睡倒,到第二天下午才醒来的时候,各家族这边已经确定了他们去的地方就是赤熊堂,而且那个地方并没有阵法的存在。 至少就算是有阵法也没有激活,大家都感受不到。 管家老哥接到消息,从城主府匆匆赶到王胜这里的时候,正看到影子老太监和寒冰里在一边聊天喝酒,王胜则像是个饿了不知道多少年的饿死鬼一般,正在风卷残云一般的消灭着桌上的饭菜。 两个小丫鬟几乎是小跑着给王胜上菜,这都赶不上王胜吃的速度。 王胜的确是饿坏了。 在千诀地里面,王胜每天只吃定量的携带的食物,这些食物的热量足够他一天的消耗,但味道实在一般。 而且王胜并不希望其他人完全掌握在千诀地里面的生存技巧,所以关于食水这方面,全都是自己携带足够分量。 好在每个人都有纳戒,都可以带上足够吃的食水。 可在千诀地中消耗实在大,一出来睡了一天,肚子不饿才怪。 还进去吗? 管家也没把自己当外人。 在一边和王胜招呼了一声就去和影子寒冰里喝酒聊天去了,等王胜吃饱喝足,东西撤下去,这才做到了一起问道。 有的转就去。 王胜很随意地回答道,不过再去也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了,要休养一段时间。 另外,如果有想去的,先让他们自己在无忧城外简单地练习练习,别指望我再一个一个指点了。 管家听到这个答案大喜。 二话不说,拿起一大杯就冲着王胜示意了一下,自己干了。 王胜要继续进去,那就意味着还是交给无忧城组织。 这可是一笔大财源,绝对能让城主大人笑得合不拢嘴的。 这还不算,王胜还让他们自己在无忧城外先适应训练。 怎么训练? 还不是无忧城出人带队。 再加上这些训练的人在无忧城里的消费,岂不是又一大笔金币。 下次你想要什么? 只要你提,老哥我绝对帮你把那些家伙的家底都给你掏空。 管家大人兴奋了起来,就差当场拍着胸脯帮王胜保证了。 王胜的回答,影子老太监并不觉得意外。 因为在第一次出发之前王胜就提醒过他。 既然王胜成功的带着一对人回来,少了一个也是因为对方违反规矩。 这表明王胜并没有诚心坑害大家的心思,很多事情就可以顺利展开,皇家也可以慢慢的参与进来了。 千绝地这块人人觊觎的大肥肉,总算是从无忧城这边,慢慢的切开了一个小口子,露出了里面鲜美的气味,就等着贪婪的人上钩了。 消息当天就传开了。 王胜还会带人进千绝地,消息让很多第一次没有轮到的势力十分开心。 这次大家不再观望,纷纷派人开始进驻无忧城。 短时间之内,无忧城的人口几乎提升了一倍。 宝庆于堂和玉宝斋抓住机会,这一次赚的是盆满钵满。 光是成套的装备和补给,就卖出去数千套,市面上的纳戒,几乎被收购一空。 无忧城的城门外的那片区域中,每天都有上千人来回进出。 每天都有不下上百人受伤,或者被妖兽所伤,或者是自己不慎,甚至还有互相动手的。 也不是没有倒霉蛋,前后十几天的时间,就至少有六个人被里面的毒物所伤,没来得及救治,一命呜呼。 因为这个刺激了玉宝斋的成套的药品买卖,加上无忧城里面物价的加成,玉宝斋之前从王胜这里花八千金币买下的千换独然的蛇卵,外加这两年研究的投入,前后两个月已经赚回了上百倍不止。 这一点上吕温侯身边的灵儿是彻底的服了。 他对王胜有意见,完全是因为王胜知道一些他不知道的东西。 可在赚钱产业上,他是心服口服的。 王胜总共也就是给宝庆于堂和玉宝斋出过四个主意,宝庆于堂的糖霜和精盐,玉宝斋的蛇毒相关项目以及辣椒,自家的产业就不说了。 宝庆于堂糖霜和精盐这两年赚的金币,足以让全天下任何一个千年世家流口水淹死人。 吴忧城的喧闹并没有影响到王胜多少。 王胜这些日子基本上都是宅在自己的家里,身居简出,每天简单的修行,更多的时候,众人看到的王胜却是在练习书法,很让人不解的举动。 没人会轻易的来打扰王胜,更别说上门杀他。 且不说吴忧城内城的安全性,城主大人一声令下,周围的住户没有外出的这些日子就是在保护王胜,将王胜的小院保护的铁桶一般。 这还不算各方的防护,这时候大家都等着王胜带大家进出千决地呢,谁敢动王胜,简直就是和全天下为敌。 按说这般重视,一般人已经不会动歪脑筋了。可偏偏就有人要在太岁头上动土。 第261章 上 因为王胜,从来没人能生还的千决地打开了一个能被开发的契机,这里面蕴含的财富和机遇,哪怕是皇家都跃跃欲试,更不用说那些铤而走险的家伙们了。 所有人都明白,王胜是关键。如果现在隋家能够得到王胜的权力支持,那么隋家就能在这场饕餐盛宴中抢占先机。 据说宋家已经在准备唤醒闭关的宋大小姐,打算让宋大小姐亲自来无忧城,用美人计也好,用往日的交情也好,说服王胜全力帮助宋家。 其他家族恨得牙痒痒的,但是对此却无计可施。王胜是从宋家禁地出来的这一点谁也改变不了,和宋家大小姐关系匪浅这也同样是事实。 要怪只能怪他们家族里没有出现一个能和王胜有交情的美女。 如果王胜点头,各家估计随随便便都能给王胜身边塞上三五十个美女。 可惜,从开始到现在,也就是宝庆于堂塞了两个丫鬟侍女,玉宝斋塞了个厨子,其他势力的人轻易都无法接近王胜身边。 还好,宝庆于堂也好,玉宝斋也罢,都是两个比较纯粹的商业家族,基本上他们只对赚钱的事情感兴趣,至于什么争霸天下之类的,从来没有染指过。 所以各方尽管羡慕,但还没到极度的份上,毕竟他们塞了人,也未必就能得到王胜的支持。 这种状况之下,无忧城里王胜家周围那些人更是小心,越发的看得紧了。 这时候已经不仅要防备有人刺杀王胜,更要防备有些势力接触王胜。 现在能光明正大接触王胜的势力,也就是无忧城主,加上玉宝斋和宝庆于堂了。 王胜的生活很规律,每天的修行已经变成了炼字。 这让管家,鼎子老太监以及寒冰里大惑不解,两个小丫鬟和厨子更是不明白。 明明是一个杀人无算的杀手,怎么突然就变成个文化人了? 这可是老军官的一位高道叫我的。 王胜不怕别人知道他曾经在老军官那边出现过,毕竟当时那么多人,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住的,还不如自己说出来,我杀生比较多,练习这几个字,能让我心平气和外邪不生,保持冷静的头脑。 好吧,影子老太监和寒冰里对王胜说想要心平气和外邪不生其实都是不以为然的, 但后面一个保持冷静的头脑确实不错。一个杀手,头脑冷静有时候远比热血上头燃烧小宇宙要更高效,更活得长久。 王胜现在除了一开始练习一百个泳字之外,其他时间就是不厌其烦的书写九字真言。九个字从头到尾的写一遍,不知道王胜是不是习惯问题,每次写字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念出来。 虽然声音不高,可影子老太监和寒冰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对王胜的这种坚持,两人不置可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修行之道,别人也不会关注,特别是王胜这样前所未有的元魂,就算是别人想指点都不知道该怎么指点,还不如让王胜自己摸索。写字养生,貌似也不错。 王胜现在说的是要休养一个月,这种方式休养正好。没人知道王胜每一次低声念出每个字的时候,都是在进行一次彻底的修行。 王胜知道九字真言,但并不彻底明白九字真言每一个字的厉害,所以他也是在摸索。首先就是在带动自身灵气和身体共振方面下功夫,这里面少不了战斗意识小人的帮忙。 有一点王胜之前没有发现,在练字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经历了腹泻变之后,写字的功力竟然有了极大的提升。 就如同当年饕餐变之后王胜味觉极大提升带动厨艺也制的飞跃一样,现在写字,特别是凯书,在这个世界里绝对的独一份,没人敢反驳。 可惜,影子老太监和寒冰里都属于那种最多只能算认字,还认不全的武夫,完全不能欣赏王胜的这笔矿骨绝金的凯书书法。 一连半个月,就是这种规律的生活,王胜自己都觉得惬意。 半个月的时间,让王胜已经琢磨出了一点点九字真言的用法,不敢说用来攻击别人,但自己做着修行的时候,真的是每一生都能让自己有独特的享受。 林冰斗者接阵列前行,每一个字都有不同的读音,每一个字都有一种不同的共振方式,不敢说别的,这半个月下来,十六个教学的阴阳气旋的旋转速度,都提升了差不多百分之一。 这还只是半个月的时间,如果长年累月的下来,王胜都不敢想象是什么效果。 城外热闹,城里安静。 本来是很平静的生活,忽然之间被一阵突发的事件打乱了。 有人在无忧城的内城动手杀人,结果刚刚出手,就被周围一群人集体出手给秒杀了。 事情本来不大,只是个不长眼的家伙自己找死而已,可好死不死的,这家伙出手的地方距离王胜的小院不过一个接口的距离。 在各方都在紧张王胜的情形之下,这就是了不得的大事了。 动手的人瞬间被秒杀,然后一堆人追查他出手的理由和出身,是不是针对王胜来的,表现得如临大敌。 可王胜自己并没有被干扰到,一直在自己的院子里,周围高手如云,动静都没传到他这里就没了。 王胜的生活规律都没有一点的变化。 依旧还是平常的晚上,厨子使出浑身解数做好了饭菜,丫鬟端了上去,王胜闻了闻,夹起一筷子就吃。 正常的动作,正常的生活,看起来毫无变化。 可当王胜夹到第五盘菜,那盘最辣的剁椒鱼头的时候,一块鱼肉刚入口,王胜就停下了筷子,更没有咀嚼,呸一口把鱼肉吐了出来。 有毒。 下毒的人很用心,特意在味道最重的这盘菜里面下毒,腊味会掩盖住那一丝极极细微的毒药的味道。 换成是其他人,恐怕会毫无防备的将这些鱼肉吃下去。 因为这鱼肉本就是极致美味,那一丝几乎没有的意味也不会影响到整体的味道。 可惜,吃鱼的人是王胜。 王胜的舌头,是经历了饕餐便之后强化的,哪怕稍有一点不足都能品尝出来的千古好舌头。 下毒的人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第262章 下 说句不夸口的话,号称无色无味的水,在王胜这里也是能品尝出不同的。 各地的自然条件不同,水中含有的矿物质不同,王胜可都是能够清楚的尝出来的。 不是说王胜吃过毒药所以知道毒药的味道,而是王胜的味蕾实在太敏感,以至于那些毒物在味蕾上轻微的一碰带来的那种对王胜来说清晰无比的麻木感实在是太明显了,那不是正常的食物或者辣椒什么的带来的刺激。 以王胜究竟训练的警惕性,第一时间判断就是毒。 量不大,可能是怕王胜发现,所以只轻微的下毒。 但这种毒性是可以累积的,王胜要是没有察觉的话,常年累月的吃下去,恐怕最终会中毒。 而且王胜也发现了,这种毒是那种累积到了一定地步,就会让人痛苦万分,为了解除痛苦,只能求肯解药的那种,还不至于突然致命。 也就是说,下毒的人并不是想要杀他,而是想要借着这种毒药来控制他。 至于现在这个剂量,还不足以让王胜如何,况且一条鱼王胜只吃了一口,还不到中毒的剂量。 可这已经引起王胜的警惕了。 是谁要对付他? 如果最直接的下毒人的话,王胜肯定是怀疑玉宝斋的那个厨子。 第二直接怀疑的就是宝庆于堂那两个端菜的小丫鬟。 不过,玉宝斋也好,宝庆于堂也好,两个东家都经得比鬼还经,奸商中的奸商,以他们的聪明劲,不会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想要什么,他们竟可以大大方方的和王胜面谈,相信王胜前后给他们的主意已经让他们十倍百倍的赚回来了。 有这种合作基础,在想着要傻傻的控制王胜,那才是真的已经傻到没智了。 如果女东主和吕温侯只是这种水平,那他们直接就可以找根绳子上吊了,宝庆于堂和玉宝斋能做到这个规模,那才是天大的玩笑。 可要不是他们,那有是谁呢?王胜这时候一点都没有拐弯,直接想到的就是吴忧城主。 对王胜来说,之前的吴忧城算是一个安身之处,在这里他不用担心被人追杀,不用担心自己的脑袋在外面值多少金币有多少人觊觎。 可现在,各家已经放弃了对王胜的追杀,甚至集体放话出来以前的事情既往不就。 那此刻,吴忧城对王胜来说就已经不是必然。想让王胜长久的站在吴忧城主的这边,那就得要有一些必要的手段。 对这种长期出在上位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能够控制王胜的生死更能让他放心的了。之前不就是这样吗?王胜之所以站在王胜这边,就是因为吴忧城能决定王胜的生死,不是吗? 也只有吴忧城主,才能做到悄无声期间在王胜的厨子买的食材当中下毒,才能知道王胜喜好吃什么,特意选择在这种最不易发掘的菜品口味中下毒。 不是说别的家族办不到,只是,在吴忧城里面,最方便最可能的,还是吴忧城主。 他们这些大人物,就喜欢用这种手段,说白了其实和各大家族的家主没什么区别。 当年各大家族知道王胜不入流元魂能升级的时候,不是第一反应就是派人控制,控制不成就追杀吗?一秋之和。 猜测是这种猜测,但王胜也并没有确定是吴忧城主。 正如王胜所说,能悄无声息的在这个时间段做到这点,小家族小势力绝不可能,各大家族都有嫌疑,王胜不着急,慢慢等着他们露出争容便是。 王胜是什么人? 滋身狙击手,泰山崩于眼前而不变色,能在雪山之巅待三天三夜只等一个开枪的机会,同样也能在粪坑里面藏一天一夜只为了开一枪,哪怕发现了有毒,也不会露出端倪。 今天这鱼,做法和口味上有点不搭。 看着因为王胜一口吐出鱼肉而有些不解的小丫鬟,王胜笑着冲他解释了一句,吩咐了一声,把老刘叫来。 老刘就是那个厨子,王胜把他叫过来之后,轻描淡写的问了一句今天的鱼是从哪里买的,然后就开始指点他手法上的不足。 剁交鱼头的做法,本就是从王胜这里学的,而且各种炒菜的法子都是如此。 单从厨艺上来说,王胜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老刘的师傅。 师傅指点徒弟,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一连指出了老刘手法上调味上的十几处小书漏,王胜甚至还让老刘亲自品尝了几口,让他自己确认。 老刘自己也没鱼丝毫的犹豫,上去吃了几口。 他的领悟力超高,马上就明白王胜说的这些问题所在,不但没有因为被王胜教训而沮丧,反而是开心不已。 如果让其他从王胜这里走出去的厨子知道这件事,估计那些家伙们也都只有羡慕不会有别的情绪。 能被王胜手把手指点的机会能有几次。 老刘可是赶上了,一次后就是好几个月。 清楚的感受到老刘心中一开始忐忑到后面被指点的狂喜,其中就是没有一丝心虚,王胜点了点头,然后指了指鱼头,再去做一份,其实味道还是不错的。 味道再不错,也是被老刘品尝过了,所以老刘二话不说,端着半盘鱼头就走,回去重做了。 冰。 这,没人伺候的身后,王胜独自念起了九字真言中的其中两字。 九字真言中,冰,表示能量,表示严寿和返老还童的生命力。 这,表示复原,表示自由支配自己躯体和别人躯体的力量。 这两字的真言共振,可能对于疗伤和躯毒都有特效。 王胜之前一直感受到身体在变强,可没有受伤和躯毒的机会,现在只藏了一口毒物,却正好能够试验一下。 两个字一出口,王胜的体内就一阵的激荡。 身体中一股比灵气更高级的能量,疯狂的涌动中,已经将王胜舌尖的那一点点几乎已经无法感受到的麻痹带走,在王胜的感知中,带到了肝肾部位转了一圈,王胜就再也感受不到什么异样了。 果然,成功驱除毒性,最后就只剩下上个厕所这么简单的事情了。 第263章进迁绝地的目的,上。 九字真言果然神妙。 王胜现在自己都没有完全理解掌握,可偶然发现一点点,都让王胜获益匪浅,兴奋的差点要跳起来。 冰,这两个字,就能有这样的效果,这还只是王胜小小的试验了一下。 如果真的完全掌握,那岂不意味着以后再也不用担心什么小剂量的毒性。 有些小伤估计半个小时就能恢复的差不多。 对一个战士来说,这简直就是天大的惊喜。 这还只是两个字,要是王胜能把九字真言全部掌控的话,哦哦,王胜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形容自己此刻的心情了。 说不定到时候完成葡萄变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刚刚才想通这些,王胜的元魂空间中,称天俱悲上,兵,者,两个字开始发出了一丝淡淡的光芒,连带的元魂空间也是一阵小小的震荡。 王胜瞬间就感觉到了元魂空间的变化,几乎是看到兵者两字发光的时候,王胜就已经肯定,自己这是又激活了葡萄变的升级条件。 不过麻烦的是,这次需要九个字完全掌握才行,而兵者两字,自己也不过才掌握了一点点苗头,离真正掌控还远。 早知道选字少的了,九字真言九个字,太多了。 淡淡的光芒显然是不足以让葡萄变满意的,所以,王胜就只剩下一图,加强修行。 乘胜追击是王胜的信条,修行上也一样。 好不容易误打误撞的感受到了兵者两字的威力,不趁机练习掌握还呆准地。 可是,如果为了练习九字真言就要不停让自己受伤的话,这恐怕王胜不会选择。 尽管看起来这时候练习排打也是不错的选择,可自从上次和老太监寒冰里说过一次之后被他们两个鄙视的目光看了很久,王胜就打消了这种地球上落后的方法。 这里可是元魂世界,修行的世界,想要练习抗击打能力有的是相应地功法,何必非要用排打这种落后还被人看不起的法子。 既然不能随便受伤,那王胜想要练习恢复力,似乎就有些困难了。 但好巧不巧的,自己不是被人下毒了吗?兵者两字既可以恢复,也可以驱毒,这种现成的练习方法不用,更呆何时。 新做的鱼头在端上来的时候,口味果然又有了精进。不过王胜一口下去,还是感受到了那股熟悉的麻痹感。 所有的鱼都被下毒了,或许这种鱼本身就有毒,王胜并不清楚,不过这不妨碍他享受美味的同时,继续自己的修行。 九字真言修行,并不是要大声的喊出来,而是在发声的时候气息带动全身灵气和身体的共振。 王胜练习了这么长的时间,加上在地球上的科学知识,很清楚共振并不在于声音的大小,而在于频率。 所以,有时候修行并不需要把九字真言念出来,只要有发声的震动然后带动起共振就可以。 每吃一口,王胜都要以特别低的声音念冰者两个字。 然后,那种被黑暗中的阴谋家寄予厚望的毒性,就在王胜的每一口之后,飞快的被带到干肾转一圈,就在没有了以后。 等到吃饱喝足的时候,王胜才发现,因为要每一口都要驱毒,所以带动了身体快速净化的能力,以至于短短的一顿饭的时间,聚杯上的冰者两字就比之前更加的亮了一些,发出的光芒也稍稍的显眼了一些。 果然是修行的好法门,要不是发现有毒,王胜都不知道这点小小的毒性还能刺激自己的修为增长。 要是每顿饭每克菜里面都添加这么一点点小小的毒性,那该多好。 王胜这边发着这种无稽的感慨,要是被此时的策划者知道,不知道会吐出多少生的鲜血。 他呕心沥血才想出来的这种极具隐蔽性不易被无忧成的人发现不易被王胜发现的奇谋妙计,竟然在王胜眼里只是修行的法门,居然还嫌做得不够。 感慨归感慨,王胜也不是那种不知足的人,更不是拿自己性命开玩笑的人。 这种程度的毒性正好,王胜可以短时间内清除,如果剂量再大的话,王胜现在的能力,未必就能够解决,到时候也是麻烦。 抗毒能力其实有时候表现在人体内也是一种或者几种抗体,就看是什么毒性了。 但不管怎样,王胜都清楚,想要增强自己的抗毒能力,长期低剂量甚至微剂量的服食或者注射是必须的,等到自己的抵抗能力增强之后再加大剂量,而不是一开始盲目的上量,这可是毒,不是巧克力。 偶然发现的危机既然变成了修行,这让王胜自己都始料未及。 好事。 王胜很开心,所以一整天都满脸笑容,以至于当寒冰里找王胜喝酒的时候都不由的问起来。 今天老刘的手艺不错,一道鱼头做得让我很满意,这理由够不够。 王胜兴高采烈的冲着韩冰里说出了这番话。 也是有心试探,看看是不是城主大人的意思。 韩冰里显然不清楚这些内容,但他还是闲谈间把王胜的话给传了出去,没多久,王胜指点厨师老刘做出了让他满意的剁交鱼头消息就传遍了全城。 听到这消息,有人无动于衷,一道菜而已,多大的事情。 有些人却是欣喜若狂,不知道喝了多少酒庆祝。 任你王胜兼似鬼,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 王胜不管外面发生什么,只管自己规律的修养。 这些日子,每天练习九字真言,就算是不理解其中的奥妙,可身体也是一天感觉比一天强,光是身体内上次感受到的那种比灵气还要高级的能量,就增加了许多。 暂时王胜还不知道那是一种什么能量,但既然是在自己的身体内,而且还帮着自己驱毒,那就是好能量,越壮大越好。 几天之后,王胜等了很久的影子老太监总算是找王胜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皇家这次有三个人请你带一下,可以吗?老太监面对王胜,也不躲躲闪闪,直接说出了自己的要求。 我没问题,暂时只要城主那边点头,我这里就没问题。 王胜给了一个肯定的回答,你懂的,这里绕不过城主。另外,该付的报酬估计你们也省不下。 第264章 进迁绝地的目的,下。 当然。老太监当然明白在无忧城里绕不过城主,只要王胜给他这个答复,他就可以交差了。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老太监还是有些不好意思的提了一句,能不能多照顾一些,确保安全。 只要不做傻事,这个我可以保证。 老太监对王胜不错,皇家暂时来说也没有对付王胜的意思,所以王胜对老太监态度还很不错。 只是,老太监不提这个还好,一提这个,王胜忽然意识到,老太监既然能在无忧城主的眼皮子底下浑得这么有声有色,那么想来在食物中悄无声息的下毒他也是能做到的。 于是,王胜的怀疑名单上,又多了一个皇家。 放心,你的规矩他们都懂。 老太监满意了,王胜并没有特别的要求,这已经很说明问题了,他们绝对会遵守你的命令,你进去尽管可以把他们当作下属发号施令。 王胜点了点头,反正老太监话说到这里,王胜也就明白该怎么做了。 说实话,有几个听话的下属和带一群离心被得的家伙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王胜从千决地出来为什么会觉得比自己进出两趟还要累,就是因为耗费心神太多。 你这趟想要什么? 老太监是在王胜完全没有提报酬的情形之下同意的,他表现的让王胜舒心就是因为这一点,因为这表明了只要王胜提出来的,皇家就会千方百计的帮王胜满足。 不知道。王胜是实话实说,然后反过来问老太监道:"你觉得,我修行到了这个地步,需要什么?如果实在没别的建议,那我就只好再要造化单了。 浪费。 老太监一听,二话不说就先给王胜一个评价,造化单只是能帮助你改善潜能,夯实基础,你已经吃了四颗,再吃根本就没什么用处了。 王胜知道这是实话,但他的确是不知道自己该要什么了。 想了想,问了一句,有什么皇家秘传帝功法可以修行吗?能修行到你这么厉害的有没有?" 说话的时候,王胜脑子里想的是影子老太监那如同鬼魅一般的身法,来去无踪神出鬼没,如果他有这样的身法和速度,说句不客气的,天下大可取得。 我这样的? 有,老太监看了王胜一眼,慢慢吞吞的回答道,只要你愿意和我一样切了,这种功法有一大把。 奎华宝典还是辟邪剑谱。 王胜大惊,一听到要让自己切了,不由自主的双腿一夹,然后叫出了两个在地球上华人武侠界让人闻风丧胆地功法名称。 那种诡异的身法,还真的很像。 什么东西? 没听说过。 老太监一听到这莫名其妙的名字,直接把头摇得波浪鼓一扳。 有没有皇上和皇子们修行地功法? 王胜又问了一句。 这世界虽然皇室的威风不是很大,可毕竟烂船也有几分钉,和新人员修行的绝不会是差功法吧。 皇上和几位殿下修行的只是严寿养生地功法。 老太监笑了起来,你确定你需要? 倒是皇家有几卷蜜堂的玉女心法,你要是感兴趣,我可以帮你问问。 一听这话,王胜就知道没戏了。 皇上和皇子们的确没必要如同那些家族族长长老们一般修行强悍地功法,真要到了他们都需要战斗的地步,这江山也就差不多到了要拱手让人的时候了。 至于说玉女帝功法,王胜想了想,还是算了。 自己还没有亏到需要修行这种功法来保持龙惊虎猛的地步。 况且,自己貌似到现在还没个女朋友什么的,也用不上。 至于皇家的核心高级功法,王胜肯定不用惦记,惦记了老太监也肯定直接拒绝的。 保护皇室安全的高手修行地功法,除非王胜加入皇家,否则不可能有机会的。 你的元魂与众不同,谁都不知道该如何指点你修行。 老太监想了想,终于想出来一个王胜可能会感兴趣的东西,不过,不管怎么修行,无非就是战斗,增加经验之类的。 皇家有一个培养大内侍卫的山庄,里面有几个老怪物,修为深不可测,我可以做主答应,送你进去修行上一个月,有没有兴趣。 高手。 王胜当然感兴趣。 但王胜没有贸然答应,而是小心地询问道:"老怪物!比您老如何?" 我。 老太监脸一红,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回答这个问题,但终究还是说了出来,随便哪一个,杀我都不需要三个照面。 王胜直接被吓了一大跳,杀老太监不需要三个照面,这是何等恐怖的修为。 王胜想想老太监那种瞬间来去的身法,自己都是一头的冷汉。 你们皇家有这种级数的高手,尽谦觉得还需要我吗?王胜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感受了。 皇家这个被打压的政令都出不了京城的势力居然都有这样恐怖的高手,那把皇家压迫到这种地步的其他家族呢? 一想到这个,王胜就觉得自己脖子发麻,仿佛自己已经在奈何桥上走了个来回。 各个势力有这种恐怖的高手,居然任由王胜这样耍弄他们,这正常吗? 为什么? 你不用怀疑。 老太监似乎这次是要和王胜说实话,态度很诚恳,坚决地,最多也就是能是七重镜的人进去。 再高的修为,进去也会被压制,反而死得更快。 阵法 王胜的恐惧也只是一瞬间,很快就恢复了镇静。 老太监这么一说,王胜除了阵法之外,再想不到别的可能。 不是阵法。 老太监摇摇头,看了王胜一眼回答道,你现在修为尚浅,还感受不到。 那是一种气息,一种威压,比阵法可厉害多了。 气息和威压? 王胜心中一阵,莫非梦中女孩还活着,还没有死。 这气息和威压就是他释放出来的。 那是一种无敌的印记,谁也不知道是什么。 但只要没有恶意,这种气息还能刺激修行。 老太监这次算是彻底给王胜解惑了,你以为各家都想要进千决地是想要什么? 第265章可以谈,上。 能够刺激修行? 还是刺激七重镜以上高手的修行? 怪不得各大家族各大势力拼了命也想要进入千决地。 如果真的能够找到这个所谓的什么印记,哪个宗门哪个家族找到,哪个势力就会一家独大。 皇家想要参与其中,这也就不难理解了。 但是,去皇家训练大内侍卫的山庄被几个老怪物训练一个月。 王胜想了想,还是谨慎地摇了头。 这和自投罗网有什么区别? 他们只要不想让自己出来,自己怎么死都不知道。 对外公布消息靠着外部压力压制皇家。 别闹了。 一个月的时间,如果换成王胜的话,他有把握拿到任何一个人的口供。 到时候一个不小心被训死,王胜到哪说里去? 先给我在京城准备一所宅子,我可以随时过去住。 王胜想了想,开始不慌不忙地提要求。 可以,还有呢? 一个宅子而已,老太监当场点头。 心里已经琢磨好了,不但要给王胜准备一处豪华的大宅院,还要给他里面塞满他喜欢的长腿大兄美女。 有的是时间让王胜堕落。 年轻人,没有切掉,就没有人能挡得住这种诱惑,王胜也一样。 一种五重镜才能修行的需要翘学术最多地功法。 王胜接着开了口,偏向力量型的。 你这样的力量还需要修行力量型功法。 老太监没有直接答应,反问了一句。 王胜的力量别人不清楚,可他和寒冰里都是在王胜完成辟屑变的时候第一时间就看到的,十分清楚那是何等恐怖的力量。 不是给我用的。 王胜脸不红心不跳地撒谎道,翘学不够修行也没用。 老太监对王胜翘学数量少还是了解得很清楚的,这点上倒是没有怀疑。 本来还想追问是给谁用的,但终极还是没有开口,琢磨了一会,点了点头,只限一种,可以。 皇家有没有什么比造化当更厉害的好丹药? 王胜觉得差不多了,但还是开口问了一句,有的话来一颗,大不了我单独带你们皇家的人进去一趟。 当真。 老太监一听到王胜这话,直接站起身来,满脸惊喜的问道。 几个人混在队伍中进去一趟,和王胜带着皇家的人专门走一趟,那完全是两码事,由不得老太监不动心。 真有。 王胜目光亮了起来。 他也只是随口一问,没想着有什么肯定回答。 可看老太监的表现,似乎真有这种东西。 我去问问。 老太监二话不说,转身就走,直接跳上了墙头消失。 连王胜想再问点事情的机会都不给了。 居然还是个急性子。 王胜摇了摇头,没再多说什么。 自顾自的又开始了练习。 还是练字,练习九字真言,不过想到各家势力都有这么多强悍的老怪物,王胜练习了一番之后忽然觉得自己还是有些人丹利孤,停下了练习,自己琢磨了起来。 自己的优势在哪里? 除了地球上带来的各种科学知识,各种专业技能之外,再有就是身上带着的那些装备了。 可现在格洛克十七手枪弹已经打光,算是没用了。 M200虽然还有十几颗子弹,但王胜明白,也就是能对付一些佣手,高手根本没什么用处。 狙击枪最多也就是对付四重镜巅峰,也就是当年带四爷那种程度的高手。 五重镜高手有了防范,王胜都未必能一击得手。 不过,以王胜现在的实力,对付当年的带四爷的话,哪里需要用狙击枪? 好歹王胜也是相继完成了吃稳变,饕贴变,避泻变和复泻变的高手,同样也是四重镜。 可王胜的四重镜可是龙子变化,带四当年再厉害,能有这些变化厉害。 想起个传言,据说当时带四听到带欢私讯的时候,一指头将王胜射死带欢的子弹头弹出,达到了子弹一般的效果。 王胜呼的得到了启发,自己现在的力量可比带四大的多了,连带四都能做到,王胜岂不是同样可以。 随便找了颗石子,王胜用小时候玩玻璃球的姿势扣在手中,对准院子里不远处的石墙,王胜用力的弹了出去。 咻,石子发出令人牙酸的尖叫声,砰,重重的撞击在那面石墙上。 就在王胜的注视下,以一种比手枪发射威力还要大的动静,钻进了石墙之中。 石墙被石子撞出来一个拳头大小的坑。 王胜走过去仔细的观察了起来。 刚刚的那一下,王胜算是随意的测试了一下,没想到竟然有这种的威力。 石墙是很牢固的石头,就是用城墙的那种石头砌起来的,硬度绝对没得说。 可居然就被王胜院子里随便捡的一块石头打出拳头大小的坑,这威力,已经可以和某些步枪相媲美了。 伸手摸了一下镶嵌在石墙里的石子,还没怎么用力,石子就变成了粉碎。 却是刚刚携带着王胜的力量和附在上面的灵气,打出这么大威力的结果之后,自身也被撞成了碎片。 随手一谈就是这样的后果,那王胜还等什么? 二话不说,马上出门直奔大柱子的铁匠铺,让大柱子帮自己打造了一批差不多十克重的铁珠子,不求多圆多精致,只要打磨光滑就行。 普通步枪子弹的弹头也就七克多八克的样子,王胜定制的十克的铁珠,以王胜的力量弹射出去,再加上王胜附加的灵气加成,威力绝对超过了王胜使用过的任何一款突击步枪。 除了精准度超过五十米之后肯定不如枪械精良,在五十米之内,王胜这些铁珠绝对是低级修饰的索命弹。 就算是碰上一些高级妖兽,也能抵挡一阵。 绝对是适合王胜使用的一款远程攻击力气。 王胜的三个纳戒,最大的那个装着狙击枪和其他从地球带来的装备。 剩下的空间则装着自己的防护军服和一些生存必须补给,同时还有灵须老道给自己打造的工具。 这个纳戒是王胜和军牌以及那个面具向坠一起挂在自己的军牌项链上的。 另外有两个纳戒,相对空间比较小,都是在千诀地里得到的,分别戴在两只手上。 第266章可以谈,下 两个纳戒一个是王胜被追杀的时候拿到的,另一个是上次从阿大身上拿到的,空间都差不多大小,两尺长宽高,比王胜那个长六尺的低档很多。 不过,这个尺寸,已经算是纳戒中的上品了。 王胜现在也不用遮遮掩掩的怕别人知道自己身上有纳戒,两个纳戒就戴在戒指上,每个纳戒中,都有两百颗铁珠,随时方便王胜远程攻击。 如果再遇上长腿阿七刺杀王胜,王胜随时可以用铁珠当作子弹来攻击了。 以前习惯了使用枪械,现在才想起来自己光是肉身力量都已经比枪械要强大了。 学到了九字真言两个字的功用,又想到并做到了远程攻击武器,和老太监达成了协议,一切似乎都比较顺利。 不过,王胜显然估计错了他现在的热门程度,这才在家里没安静多久,强威姐就找上门来。 强威姐现在无忧城里正当的身份,是杀手大厅的服务人员,专门为王胜一个人服务的专员。 但她还有一个秘密的身份,是某个隐世宗门的弟子。 原来悬赏造化单的单子我帮你撤了,改成悬赏更高级的回天伞。 强威姐先和王胜汇报了一下杀手大厅的变化。 看王胜一脸疑惑的样子,知道他不明白回天伞是什么,笑着解释道,回天伞是救命的,只要还有一口气在,服下回天伞,就能死里逃生。 可以。 王胜对这种能保命的东西从不觉得浪费。 何况,挂在杀手大厅的任务只是一个给自己增加在无忧城活命几率的筹码。 也没想过真的能用金币买到这种逆天的货色。 连造化单都买不到,更不用说回天伞了。 王胜,我们凯旋宫,想和你合作,可以吗? 说完了杀手大厅的事情,强威姐开始说起自己宗门的安排,也是第一次在王胜面前透露他们宗门的名字,下次带我们凯旋宫的弟子进一趟千决地,如何? 我现在缺的是如何快速提升修为保命的法子。 王胜也不怕和强威姐说出这些,不管是丹药还是弓法还是其他,如果凯旋宫能帮我弄到这些,让我提升修为,单独带你们凯旋宫弟子进一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反正已经和老太监说过了,和强威姐这里再提一遍也无所谓。 总之,王胜要在各方合力挖出千决地秘密的时候,至少修为要能够自保才行。 现在四重镜,修为还是低,还不够保险。 当真。 强威姐同样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确认了一遍。 当然。 王胜点了点头肯定的回答道:"不过,进千决地,你们的人的听话,否则……。 我这就回报公主。 强威姐大喜,站起身来转身就要走,呼得想起来什么,又转了回来,急速地冲到了王胜的面前,还没等王胜反应过来,已经迅雷不及掩耳一般在王胜的脸上轻轻地吻了一口。 谢谢你。 强威姐亲了一口之后,自己也脸红了,低着头冲着王胜嘀嘀地说道:"只要你不嫌弃大姐,大姐什么时候都可以来伺候你。 说完,再也不敢看王胜一眼,如同中间的兔子一般,飞速地离开了王胜的小院,好像这里藏着什么洪荒异兽一般。 王胜伸手摸了摸被强威姐亲过的地方,一脸的苦笑。 他现在可对强威姐没什么感觉,而且这种利益交换,其实是王胜最不想要的。 不过,看待事物不能只看表面,至少王胜现在就对强威姐的实力有了一番更深的认识。 之前王胜只以为强威姐是三重镜实力,可看他刚刚幽呼来去的身形,比老太监是慢了许多,可速度上比王胜快的不是一点两点。 这境界,至少也得是四重镜,甚至是五重镜。 这无忧城里就没一个简单的。 才在老太监那里知道各方都有超级高手,王胜就又从看强威姐几次走眼的经历中越发地认清了这个事实。 快到一个月的时候,管家大人再次送过来两颗造化丹。 这是之前说好的报酬,后来王胜没有和管家老哥提过,所以依旧还是两颗造化丹送过来。 王胜也不嫌弃。 造化丹道现在别看出现了这么多,却依旧还是有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 就算王胜现在不吃,留着以后也是能换到好东西的真品。 各方势力都已经派人在无忧城城门外那片千绝地的边缘适应了,不用王胜再教他们什么,有不少老猎人这段时间收入暴涨,就是教授这些人生存的技巧。 一个月头上的时候,王胜再次来到了城主府,再次见到了要进入千绝地的十个人。 这次的十个人,依旧还是分别属于各个势力。 但王胜明白,皇家和那个凯旋公肯定没有派人在里面。 规矩都知道吗? 王胜站在十个已经整装待发的人面前,问了一句。 知道。 十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了一句。 王胜点了点头,正准备大手一挥带着人行动,呼得有个声音问了起来,独狼,如果我们愿意额外付出报酬,可否在合适的时候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吗? 话不是十个人中的任何一个说的,而是旁边送行的人。 一个老人,看不透深浅,但肯定是个高手,不知道哪个家族的。 你们愿意付出什么? 王胜没有拒绝,而是反问了一个问题。 这个反问,让听到的人都是一阵惊喜。 看来大家猜对了。 从上次预保斋的灵儿给了王胜报酬然后问了两个问题之后他们就一直想知道王胜是不是可以沟通,现在总算是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无非就是报酬问题,这个好说,太简单了。 一颗狄心丹,比普通的屁毒丹好百倍。 说话的那个老人飞快的说道,再遇上你上次进了仗气临余毒未消的情形,比那些再厉害的毒性也没问题,一颗狄心丹足以清除你身上所有的余毒。 十个问题。 王胜两手的手指比出了交叉的十字,等回来以后,带着丹药到我家里问,我告诉你答案。 类似的丹药都可以,但等我回来再说。 第267章拼了,上。 这一下,所有人都不淡定了。 可以问,可以得到解释,简直让各方都喜出望外。 也就是说,其实王胜的两个规矩,真正要执行的只有一个。 怪不得王胜一直在强调第一条是铁律,可从没说过第二条也是,原来真的是可以谈的。 至于说要不要破坏第一条铁律,没人是傻子。 第一条铁律是保命的,破坏。 不要命了。 队伍中的十个人都得到了各自势力传过来的眼色,大家都心中默契的点了点头。 十个问题,一路上要想好,哪些要问,哪些不用问。 当然,有条件的,可以问的多一些,王胜似乎已经暗示了,他满意的狄心丹,或者同类同等级数的丹药,一颗丹药十个问题。 有过第一次的经验教训,各家都约束各家子弟在千决地内千万不要冒犯王胜,更不要和他唱反调。 否则,自己可能身死是小,家族宗门任务没有完成才是大。 所以,这次的行动一路上都是王胜在发号施令,没人违抗,更没人反对,走得顺利无比。 之前这些人已经经过了两个多月的训练,再从林中也不是两眼一抹黑,只要王胜给出正确的建议和方向,基本上大家都能够执行的有模有样。 这次的路线和上次的不同,方向也不同。 王胜不可能带着人往一个地方溜达,那也太不真实了。 这次是换了各方向,直奔正中。 这个方向既不算是往赤熊堂,也不是往神英域,更不是往林家,只是往密林河高山深处走,见识一番而已。 谁也不知道会碰上什么,更不知道会有什么特殊的状况。 比如现在,众人就每个人背靠着一棵三四人核爆的大树,静静的站着,谁也不动弹,等着突发状况消失。 事发很突然,王胜正带着大家行进,呼的打手势让大家安静。 所有人都停了下来,莫名其妙的看着王胜,但谁也没有质疑,之前已经有多次证明了王胜直觉的正确。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王胜的直觉厉害,因为没办法解释他是如何比周围这些修为更高探查距离更远的高手们更先发现险情的,只能归在直觉下。 然后王胜的动作让所有人都看不懂。 他让大家小心的每个人躲在一棵大树后面,必须要背对某个方向,尽量小心的不要发出声音,甚至不要大声的呼吸。 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敌人,大家都小心的按照王胜的吩咐行动起来。 反正就是安静一会不要动,就算王胜是故弄玄虚,也不过就是一两克的功夫而已,无所谓。 就在大家都静静的等着不知道什么危险过去的时候,其中的一个高手身体虽然没有动作,可眼珠子却在周围转了起来。 从左看到右,怎么也要记住一些东西,然后,他的目光在一处地方停了下来。 比他脑袋略高上几分的对面,不过一只胳膊的距离上,有一棚被各种细小的藤蔓包裹着的东西。 那些藤蔓从上面垂下来,如果不仔细看的话,根本无法发现藤蔓下面有东西。 恰好站在这里的高手,看到了这个,双目陡然亮了起来。 那个挂着藤蔓的凸起,分明就是一把刀。 一把斜着砍进对面大树里面的刀子。 也不知道砍进去多长时间了,连刀刃都长到了树皮里面,留在外面的只剩下一小节袖技斑斑的刀尖,以及那个看起来还不错的刀饼了。 千诀地里面有过人烟,这不稀奇。 有人死在这里留下了兵器,更不稀奇。 可这个刀饼怎么就如此的眼熟呢? 高手是冯家人。 之所以看着这个刀饼熟悉,是因为这分明就是他们平家独有的一种刀子的样式。 如果把那些藤蔓清除干净的话,上面就会露出一个转体的缝字。 这个刀子,是以前进入千诀地的平家仙被留下的。 众人已经在这里站了半刻钟的时间,几乎什么都没有发生。 个人虽然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已经有人在暗骂王胜一定是在耍弄大家。 这种情形之下,冯家人看到了一柄自家先被用过的刀子就在自己眼前的这棵树的树干上会做什么反应? 冯家人其实还是有耐心的,至少这个冯家的子弟耐心还不错。 当他意识到周围可能会有危险的时候,他绝对是一动不动的,哪怕被王胜耍弄也认了,只要过了这个时间点,他随时伸手就能握住刀饼。 可是,就在冯家这个高手觉得没问题的时候,两边的两个同伴好像也在四处打量着周围。 目光也转向了他这边。 两人的目光仿佛都在那把被藤蔓完全遮蔽的刀柄上看了一眼。 冯家高手顿时间紧张起来。 被别人发现,可就不是自己的独家发现了,说不定还要互相争抢。 这时候已经顾不得更多了,还是先下手为强。 在周围众人愕然的目光中,冯家的高手慢慢的伸出手,将那片缠绕刀柄的藤蔓慢慢的解开来,引发了一阵稀稀苏苏的声音。 所有人的目光都被这边的声音吸引了过去,众人就看到冯家的高手解开那片藤蔓之后,下面露出了一把刀的刀柄。 然后冯家高手坚定的握住了刀柄,开始用力。 王胜当然也看到了这一幕,但他的表现和其他那些高手们满眼贪心完全不同,而是突然之间变成了一副痛心疾首扶了你的表情。 呼呼,就在冯家高手刚一用力,将那把刀子晃动了少许的时候,呼的背后传来了两声沉重的呼吸声。 听到这呼吸声,冯家高手心中一凉,坏了,惊动了不知道什么妖兽了。 可这时候说什么也晚了,只能是一不做二不休,一用力,将整个刀子从树干中抽了出来。 还不错,刀子不知道经历了多长时间,竟然没有断没有裂,还能抽得出来,不能不说,质量不错。 可是众人却已经无法把注意力放在刀子上了,所有人都被那两声沉重的呼吸声吸引了目光。 冯家高手从树干便慢慢地探出头来,就看到了一个可爱的小猴子的面孔。 第268章拼了,吓。 小猴子看到他,嘶嘶了两声,冯家的这个高手一松气,原来只是一只小猴子。 吓了一大跳,把脑袋缩回到了树后。 正要仔细地观察拿下来的刀子,呼的意识到不对,再往后一探头,就看到小猴子的背后,有一张一人多高的大脸,同样是一只猴子,可看起来是如此的凶悍。 光是脸就有一人多高,加上脑门什么的,几乎快要两人高了。 这么巨大的尺寸,在千绝地里面只有一种可能,丛林巨猿,七星级的妖兽。 七星级,意味着正常的成年丛林巨猿,就有七重镜的实力。 个别优秀的,甚至能脱颖而出达到八重镜。 很显然,这只丛林巨猿是成年的。 这也意味着,至少也是七重镜的实力。 冯家高手和那只巨大的还看不到身体的巨猿面面相去,彻底地对上了眼。 包括王胜在内,其他队员们看着平家的这个高手全都是一副日了狗的表情。 所有人都是默默地咽了一口口水,这下麻烦大了。 王胜早就用他无比敏锐的直觉给过众人好多次和危险擦肩而过的经历了,怎么这一次偏偏就有人不信了呢? 冯家的这个高手这次排第二,众人都叫他阿二。 此刻自己面对面的和一只巨大的丛林巨猿对视着,彼此的距离不过隔着一棵树干,不用丛林巨猿如何的动作,阿二的头上脸上已经满都是汗水。 自己是吃饱了撑的非要挑战王胜的规矩吗? 不对,不是这样的,自己从没想过要挑战他的规矩。 明明已经想到哪怕配合也要配合到底了。 这不是突然间看到了自家仙祖用的刀了吗? 这个念头在脑子里转了一圈,然后阿二就果断的为自己找到了理由。 可再怎么心安理得,自己现在也得面对这只恐怖的丛林巨猿了。 不,不对,不是一只,而是两只。 刚刚看到的那个小猴子,分明是一只刚出生没多久的丛林巨猿。 这么说来,那这一只巨大个的,其实是一头刚刚分娩没多久,极其互独自的母猿。 生物的母性本能,能让他们在互独自的时候发挥出远超过自身实力的强悍。 也就是说,这只巨大个的母猿,很有可能会爆发出八重镜的凶悍实力。 更不妙的是,丛林巨猿发现了自己,而且还是他正带孩子的时候。 好。 和丛林巨猿在丛林里比速度。 这个主意一点都不好笑,相当的不好笑。 丛林巨猿之所以用丛林做前缀,就是因为从小到大一直到死都是生活在丛林里的,习惯就不说了,光是那个体型,他卖一步就顶普通人卖十步的。 要不,和丛林巨猿比力量。 这念头一出就会被人直接打到妈妈都不认识。 一只巨猿随随便便的拔起一颗他现在藏身的大树抡起来当小棍子砸的,十个R加起来都比不过一只丛林巨猿的力量啊。 战斗吧。 R的脑子里狂想着这个声音,斗志也在一股一股的往上冒,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双腿总有一股想要打战的冲动。 八重镜的丛林巨猿啊。 自己就算隐瞒了修为,也不过才是个五重镜,满打满算最多最多也就是个五重镜巅峰,和一头互独自的八重镜丛林巨猿战斗。 同伴们日了狗的表情真的是对的不能再对了。 换成是别人惊动了这只丛林巨猿,R肯定也会给他一个日了狗的表情。 电光火石之间,R脑海里不知道闪过了多少的内容,可身体一直是呆呆的站在原地,流淌着汗水,动也不敢动一下。 丛林巨猿看起来并没有发怒,只是呼呼的呼着气,表达着自己互独自的态度。 眼看着巨猿巨大的双眼已经没有了敌意,正要离开,R的心里已经开始长出气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那只可爱的刚刚才出生没几天的小猴子,还对这个世界保持着足够好奇心的小猴子,伸手抓向了R手里的刀子。 小猴子不过是正常人的一半大小,这相对于巨猿的体型来说,真的是很小了。 体型小,刚出生没多久,皮肤也嫩,还没有他的父母那种在丛林里称王称霸的威风。 好奇心中重,对什么都想摸一下长一口,这次看中了R手里的刀子。 冯家的前辈,有资格进千决地的,那都是数得出的好手,随身携带的兵器自然是极佳的。 砍在树上被封住不知道多少年,可刀刃还是足够锋利的。 当那只可爱的小号的丛林巨猿稚嫩的小爪子一把抓在了锋利的刀锋上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带出了鲜血。 而这个时候,R恨不得自己从来没看到过这把刀,从来没有打心眼里痛恨自家打造兵器的那些个宗师们为什么要把兵器打造得这么好。 血腥味和那只可爱的让人害怕的小猴子的惊叫声几乎不分先后的同时被那只母猴接收到的时候,那双本已经不理会几只小虫子的双眼顿时间也染上了一层血色。 熬! 震天的巨吼声伴随着咚咚咚的暴怒拍打胸脯的震动声,传到了队伍中的时候,王胜就知道,失算了。 这次惹上了大麻烦。 还好,丛林巨猿在生育的时候会独自离开队伍几天,等到小猴子生下来才会带着孩子回归到种群之中。 也就是说,现在大家要面对的,其实就是一只丛林巨猿以及那只小猴子,十一对二,或者是十一对一,如果肯拼命而且配合默契的话,还是有很大可能生还的。 逃肯定是逃不掉了,现在只能看大家是不是同仇敌忆尽往一处使。 希望那些隐藏修位的家伙们,最好其中有那么一两个七重镜的,那就赚大了。 拼了。 王胜这时候也顾不得什么安静不惊动妖兽之类的警告,直接冲着众人喊了起来,他现在只有一只,如果等他的吼声叫来一群的话,可就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说着,王胜已经当先冲着那只母猿攻击了起来。 攻击的手法,正是他不久之前才打造的钢珠。 动面间,两颗钢珠就出现在王胜的双手中,两个大拇指用力的一弹,两个钢珠就带着羞羞的破空声,向着丛林巨猿的双眼击射了过去。 速度之快,比出堂的子弹还要强劲。 第269章逃脱,上。 没有人是傻子,更没有人能修行到这个境界还是缺心眼。 眼前的形势,正如王胜所言,大家齐心协力拼一把可能还有机会生还,要是想着逃跑或者躲藏,那恐怕真的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特别是王胜都主动的开始攻击母猿,要说这么多人当中,也只有王胜逃跑可能是最有机会生还的,连他都这样,其他人不用再多说什么,马上拿出了自己衬手的兵器,发动了攻击。 咻,扑,王胜弹出的两颗钢珠,一颗准确地击中了丛林巨猿的眼睛,另一颗却被他及时眨眼,打在了眼皮上。 不能不说,这个境界的丛林巨猿真的异常的可怕。 威力比突击步枪子弹还大的钢珠,居然没能打破丛林巨猿脆弱的眼球,而是镶嵌在其中,连角膜估计都没穿透。 至于打在眼皮上的那颗,更是连皮肤都没穿透就掉落了下来。 可镶嵌在角膜中的这一刻却带给了母猿一阵极度的痛苦,本来就已经因为自己的孩子被伤害而激怒,现在更是变成了疯狂。 阿二手中的刀子还没等往前刺中母猿,就被从上往下砸下来的一拳轰然间砸进了地里,如同些钉子一般,轻而易举。 噗,一把长剑携带着超凡的力量,直接刺进了丛林巨猿的毛发之中,丁一声,被丛林巨猿的皮肤挡住,竟然发出了金铁交鸣的声响。 五重镜的高手拿着长剑动用了自己全身凌厉的一击,居然连丛林巨猿的皮肤都刺不穿,拿着长剑的高手甚至被巨猿皮肤的反阵力阵的倒退了数步,拿着兵器的右手一阵阵的发麻。 这就是丛林巨猿恐怖的实力。 看到这一幕的人无不心中亥然。 但亥然归亥然,该攻击还是要攻击,一群人的攻击几乎不分先后的骑骑落在了丛林巨猿的身上。 丛林巨猿的体型太大,站起来有六七丈高,这么大的体型,攻击很难落空。 但可惜的是,八个人的攻击,只有两个奏效。 一个兵器刺进巨猿腹部半尺多身,另一个一刀砍在巨猿的腿上,砍开一道足有一尺长的口子,鲜血直流。 光是这一轮攻击,就让王胜看出来,这两个攻击奏效的一个阿四一个阿七恐怕都是六重镜的修为,其他人也不全是号称的四重镜,足有五重镜。 王胜也没有闲着,手中的钢猪几乎是不停的出现,然后不停的弹出,目标一致对着丛林巨猿的双眼,如同两把突击步枪在对着丛林巨猿扫射。 扑扑扑,钢猪在巨猿的眼珠子上连中树枚,可惜的是全都是镶嵌在脚膜上,根本打不穿。 但这并非没有效果,因为所有人都已经看到,巨猿已经开始频频的眨眼。 见此情形,众人心中都是一阵的鼓舞。 巨猿的嗅觉并不是很灵敏,和人类差不多,可能比人类好一点,所以王胜他们只要躲在大树后面不被看到基本上不发出大动静就不会引起巨猿的察觉。 如果王胜能成功的废掉巨猿的双眼,那么看不到的巨猿,恐怕威胁就会极度的降低。 可丛林巨猿真的不是那么好惹的,就这么一会的功夫,巨猿的拳头已经再次砸了下来。 哪怕每个人身边都有一棵大树可以掩护,这一拳依旧还是撼动了粗壮的树干,同时将力量传递到了树后面紧贴着树干躲避的阿九身上。 嗖,阿九整个的飞了起来,喷一声撞在不远处的一棵同样粗大的树干上,重重的摔落了下来,一口鲜血喷了一地。 别停,继续攻击,他这种狂暴状态持续不了多久。 王胜看到众人的攻击缓了一下,急忙大声地提醒道。 幼崽被伤害的暴怒加上自己被伤害的痛苦,才是丛林巨猿如此恐怖的力量源头,王胜敏锐地看出了这一点。 西崇敬的修为,还不足以让五崇敬的高手全力一击无功而退的地步,只能是用狂暴来解释。 战斗经验众人有的是,并不是只有王胜看出了这一点。 所有人都是绕着自己藏身的大树,又不像刚刚阿九那样整个贴上去, 这样丛林巨猿一时半会之间就攻击不到自己身上。 这样一来的话,情况马上就好了许多。 虽然还是面对一直狂暴的丛林巨猿,可是巨猿的体型太大,不如众人灵活,只要躲得及时,躲得聪明。 而且同伴还能及时的攻击以吸引巨猿的注意力,靠着这个地形撑到巨猿狂暴状况消退完全没有问题。 只要巨猿解除了狂暴状态,那么众人就能伤到他。 到时候,光靠流血就能让巨猿虚弱,进而任人宰割。 都是聪明人,加上这段时间朝夕相处也算是有了一些小小的默契,以那两个六重镜的高手为主导,众人开始围着巨猿四处出击。 巨猿的怒吼声惊天动地,可是这些烦人的小蝼蚁偏偏偏要躲在大树后面,让他手脚都施展不开。 好容易抓住机会能够攻击一个了,后面突然给自己一记狠的,痛彻心扉,不得不放弃眼前的目标,转而攻击那个身后的虫子。 可这些家伙配合太默契了,以至于巨猿根本无法集中在一个目标上。 更讨厌的是,随着巨猿的大动作,这篇丛林中的所有小型猎食者,有毒的没毒的,隐蔽的快速的,能飞的会钻的,全都被巨猿的动静惊了起来,一窝蜂的攻击起巨猿来。 王胜等人几乎是毛骨悚然的看着一片蛇虫鼠蚁被巨猿惊起,然后被巨猿的鲜血吸引,蜂拥扑上巨猿的几处伤口的情形。 七虫镜妖兽的鲜血,对于那些小虫子来说简直就是致命的吸引力,虽然巨猿还在不停的怒吼着,攻击着,但众人都有经验,已经看出来这些动作的力量越来越小,频率也越来越慢,注意力也越来越不在众人身上。 到了后来,随着伤口的增加,攻击的主力已经不是人类,而是那些虫子了。 一直到了巨猿开始疯狂的巴拉身上的那些虫子,王胜才算是尝出了一口气。 带上受伤的,走。 低沉的声音传到了所有人的耳中,众人谁也没有怠慢,马上看了看身边有没有需要帮助的同伴,起身就走。 第270章逃脱,下。 没有人奢望他们能在短时间内杀死一只丛林巨猿,更没有人奢望能从这只巨猿身上得到什么好处,只要能活下来就行。 一听说可以走,众人马上离开,退得干净利落毫不拖沓。 阿九吐血,但还可以行动,在一旁老八的搀扶下,飞快的绕着树撤退着。 其他人也都是如此的行动,可以尽可能的挡住丛林巨猿的视线。 让所有人震惊的是,阿二竟然没有死。 被巨猿一拳砸进了地里,但那片的相对松软,阿二的修为不错,只是断了十几根骨头,可性命还是没有问题。 也就是阿三经过时候发现了这一点,一把将他从地里拔了出来,背着就跑。 转眼间就逃出去百米有余。 巨猿的怒吼声还在继续,可众人却是连回头看看巨猿最后结果的勇气都没有了,大家只想着能逃得越远越好,只要不再看到他。 找丛林巨猿的身影。 至于阿二给大家带来的灾难,等到了安全的地方再和他慢慢的算账,现在这个距离还不够安全,还要继续跑。 往右走。 王胜的声音从众人的身后传来。 这一次,再没有人从里到外有什么阳凤阴违的心思,齐刷刷往右转弯,训练有素的堪比最严格的军队。 一路拼命逃,逃出去几里之外,众人才算是稍稍的松了口气。 受伤的阿七已经吃过伤药,但阿二的骨折之前没办法处理,现在总算是可以帮他一把了。 多谢。 多谢各位的救命之恩。 冯某必有后报。 阿二也算是神经足够强韧了。 这么重的伤势,硬是咬着牙撑到现在一声没坑,十几根骨头骨折被背着颠来颠去都没叫一声痛,从这点上来说,撑得上是个硬汉。 出去再和你算账。 阿三和阿五一边给阿二挣鼓,一边毫不客气的回应着阿二。 这次是我的不对,出去之后,冯家绝不会小气。 阿二也光棍,直接代表家族许诺,同时也拿出了自己从那棵树上拿到的刀子给众人看了一圈,这是我冯家长辈的兵器,刚刚看到的时候一时失态,各位千万包涵。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这把刀子,众人看了一圈,也没觉得有多珍贵。 这不像是那幅地图,一把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被锈时的刀子而已,还有冯家的记号,最多也只能说明冯家某个先祖出现过,没人会谋夺。 这次算是一个天大的教训,以后再不能干那种王胜坚决不让大家做的事情。 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以至于想不记住都难。 逃。 王胜的声音呼得从众人背后响起,众人还在纳闷怎么没看见王胜的身影,呼得听到远处原来他们攻击巨猿的方向上传来了十几声狂怒的声音。 那不是一只丛林巨猿,而是一群至少十几只,估计是听到了刚刚那只母猿的声音赶过去的。 一想到丛林巨猿那恐怖的破坏力,众人都是一阵寒进,想都不想的架起还没有完全正骨完毕的阿二撒鸭子就逃。 总算是在王胜不停的指点下有惊无险的逃出去几十里外。 众人才算是找到了一个安全的所在,继续帮阿二挣骨。 收拾完这一切,阿二的断骨也都固定了起来,并吃下了最好的商药。 众人正在奇怪一路上都没看到王胜的身影只听到声音的时候,王胜从后面追了上来。 都以为王胜是在断后,看到王胜的第一眼,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 阿二挣全身绑着树枝不好移动,背对着王胜看不到什么情形,着急的乱动不已。 好在阿三够意思,帮他挪动了一下方向,让他能够看到王胜现在的情形。 王胜的全身上下干干净净,没有一处受伤的地方。 这很正常,攻击巨猿的时候王胜也是远程攻击,从来没有扑上去逞英雄,不受伤才正常。 可他背后背着的那毛茸茸的异团是什么? 那难道不是这次危机的始作俑者,那只调皮的伸爪子抓阿二刀锋的小猴子吗? 和刚刚古灵精怪的调皮相相比,这时候小猴子安静了许多。 不知道什么缘故,正趴在王胜的背上安静的睡觉,睡得十分的安详,众人甚至能看到从小猴子口中流出的那一根咸水,显然是睡得香甜。 活得! 小猴子! 这时候的众人呼得有一种更强烈的冲动,想要逼问一下王胜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那真不是一般的小猴子啊! 那是一只七星级的丛林巨猿的幼崽呀! 刚出生没几天,只要有人愿意训养,长大之后那就是一只七重镜的妖宠啊! 何况这是一只出自千绝地的七重镜妖宠,天然就比普通七重镜的妖兽要强悍几分啊! 这要是别的地方别的场合,在场的众人有一个算一个,遇上这种情形,一个三重镜的小猴子抓到一只七星级的丛林巨猿幼崽,他们绝对会直接动手抢,不给就杀。 这其中的价值,就不是用金币能衡量的。 刚出生几天的幼崽,还没有被母猿带回种群的幼崽,给做金山也不换啊! 可惜,这里是千绝地,面对的人还是王胜。 就算所有人最差的也比王胜高两个大境界,可面对这种情形却愣是没有一个人敢动手。 甚至于所有人都没想过要冲王胜出手。 要不是王胜,他们早死在这里不知道多少次了,动了手,或者有了这个心思,还能出得去。 看来我们差不多也待回去了。 王胜很自然,没有一点防备的样子,说的话是商量的内容,可口吻绝对只是通知,阿二受了重伤,拖下去的话会费。 阿九也得好好疗伤,休息好就动身。 没人反对,更没人违抗,王胜说什么就是什么。 大家静静地休息,休息好之后还是以前的模式,轮流开路,从另一个方向上回去。 没用几天的时间,众人就远远地看到了无忧城的高大城墙。 城墙外现在每天都有不少人在适应性训练,很快就有人发现了王胜一行。 城外的人每家都有,看到自家人在队伍中当然是马上保护。 好在这次人都回来了,即便有受伤的,可还是全都出来了,各方都松了一口气。 这只猴子,有想要的,就去无忧城的拍卖场。 王胜背上的猴子一直在沉睡,众人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现在听到王胜的话,从阿大一直到阿石,全都露出了惊喜万分的表情。 到时那些接应的人莫名其妙,一只小猴子而已,值得这么大惊小怪。 第271章 轮番请教 上 王胜不是不想要一只七虫镜的妖宠,问题是,小猴子才刚刚出生没几天,论实力的话,也就是相当于元魂为启蒙的孩童。 只有在成长过程中,小猴子才能一步一步的长大提升实力,最终成为傲笑丛林的丛林巨猿。 而这个过程,且不说要耗费的资源,光是时间,就需要差不多数十年。 当年那些千患独然的蛇卵,王胜为什么卖掉,就是因为成长需要的时间长达百年。 现在也一样,王胜就算是再喜欢,也等不起这个时间让他成长。 所以,卖掉换成一些感兴趣的东西就是唯一的选择。 何况,王胜在捕获小猴子的过程中,也是领悟了一些东西的。 九字真言中的阵字,代表一些心电感应心灵沟通的能力,王胜冲着那个小猴子用出来的时候,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 刚出生的小猴子,天然的亲近自己的母亲。 但是,前提是母亲是正常状态下,而那个时候,母元已经被小猴子受伤和痛苦折磨的直接狂暴了。 那种状态下,小猴子不被吓坏就已经不错了。 王胜也是敏感的发现了这一点,这才心中一动试了一试。 心灵沟通的能力王胜肯定不具备,但是只要让小猴子感觉亲近没有敌意就行。 这个要是对一个正常有判断能力的人或者成年的妖兽肯定十分困难,但对一只才出生两三天的小猴子,手到擒来。 这也是为什么阿大阿尔他们看着王胜一路上背着的小猴子都十分安稳的缘故。 王胜会时不时的给他使用九字真言,喂东西什么的,小猴子都是把王胜当成是最贴心的亲人一般,平常会乖乖的趴在王胜背上睡觉。 没人知道王胜的秘密,所以一路上阿大他们几个是把王胜当作神一般看待的。 听到王胜会公开拍卖丛林巨猿幼崽,众人都是一阵欣喜,恨不能马上回归家族把消息传回去。 不过暂时来说这个倒是他们自己着急了,王胜要拍卖,肯定想卖个好价钱,一定会大力宣扬的。 王胜背着小猴子直接回家了,留下的阿大阿尔他们也马上被各自家族的人带了回去,特别是阿尔,这次是被抬回去的。 具体发生了什么,肯定要听听他们的汇报。 有关千决地的消息,现在各家都是最高优先级,上午人回来,下午还没到晚饭的时候,连最远的家族都知道了他们这次进千决地的遭遇。 不能不说,这次的配合的确是比上一次要默契了不知道多少倍,王胜可以说是另行禁止,走得十分顺利。 美中不足的就是冯家那个阿尔一时师太的举动。 阿尔不会说自己当时心里其实是不耐烦的,只能说是看到了自家先辈使用的兵器心神巨阵有些师太。 另外,当时貌似事实也的确如此。 后来的战斗过程只能说明,王胜也好,这次一起出去的其他人也好,那是相当的仗义的。 即便是因为阿尔引发的灾难,他们在撤离的时候也没忘记带上重伤的阿尔,这份人情,简直可以说是如山一般了。 不管怎么样,冯家的人差点让大家全军覆没,最后众人还不计前嫌救了阿尔,这个人情大了去了。 冯家如果没什么表示的话,以后估计再没有人会对冯家的任何事伸一把援手。 大家族做事,特别是还牵扯到其他几个大实力,一旦真的决定要做漂亮的时候,那是十分敞亮的。 王胜回到家这才刚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冯家的礼物就已经大张旗鼓的送上门来。 一万金币,十套玉宝斋的蛇毒系列产品,外加一套比宝庆于堂出品的顶级防护套装还要强悍的套装。 王胜之前自己定制的套装不过是六重镜的夜星狼皮做的军服外加五重镜獠牙制的皮做的靴子而已,送给王胜的这套顶级防护套装却是冯家动用了自家的丝裤,使用了八重镜妖兽的皮子,请动了玲珑阁的大宗师出手,为自家和新长老打造的精品。 可以说,这份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贵重的已经超出阿尔的性命。 可平家毫不犹豫的送了过来,不能不说,冯家对待这件事情上,认真到了极点。 给王胜这边是重礼,给其他家族的王胜不知道,但想来平家也承诺了不少,光是这次,冯家就得大出血。 冯家的礼物,王胜全盘收下,并向冯家送礼物过来的那位管家表示了感谢。 对方也说了不少感谢的话语,反正哗哗叫自人抬人,大家开心就好。 送走了冯家人,强威姐很快上门。 这次王胜直接就把小猴子拍卖的事情交给强威姐来操办,她打算做个甩手掌柜。 强威姐所属的凯旋宫这次没有派人加入队伍,所以并不知道发生的事情,更不知道小猴子是什么。 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是从千绝帝带出来的,绝对不简单。 你说这是丛林巨园的幼崽? 刚出生十几天的幼崽? 听到小猴子的来历之后,强威姐的第一反应就是不信。 开什么玩笑,丛林巨园的幼崽? 从群居的至少十几只丛林巨园的小群落中抢出来一只刚出生十几天的幼崽。 别说王胜带了十个人心不齐的高手,就算是王胜全都是带着自己人,每个人的修为都有七重镜,也未必有机会抢到一只活生生的丛林巨园的幼崽。 很不幸,是的。 王胜回答得也很幽默,让强威姐以为不是,可突然又肯定,让她有点哭笑不得,这是当时在场所有人都看到的。 可强威姐再怎么哭笑不得,也比不上这只幼崽是丛林巨园幼崽的震撼。 王胜这么说了,肯定是真的,她不可能说动那十个人一起帮她撒谎的。 况且,只要是御兽高手,也能轻而易举地认出来小猴子的种类,不可能有假。 可是,这是一只七星级的丛林巨园的幼崽呀。 还是一只刚刚出生十几天的幼崽,那些御兽高手一定会疯狂的。 光是这只看起来有点小调皮可爱的猴子,卖出一个大价钱绝对不意外。 第272章 轮番请教 下 拍卖小猴子也好,接收冯家的礼物也好,这都是小事情,王胜很快就放在一边。 拍卖有强威姐负责,冯家的金币和药品都好办,那套顶级套装有点麻烦。 王胜短时间内肯定不敢轻易使用。 谁知道冯家会不会在上面的阵法中做点什么手脚。 王胜可不会随随便便这么容易相信冯家,还是等找机会去趟京城,和那些大宗师朋友们聊聊天,顺便请他们帮忙检查一下再说。 现在王胜的注意力,肯定是对九字真言的第三个字的理解上。 从他捕获小猴子开始,王胜就发现元魂空间的巨碑上,阵字开始闪烁起微微的光芒。 虽然没有冰者两个字的光芒量,可毕竟是有了光芒。 而且王胜一开始发现九字真言的那两个字临和钱,也都有别于那些毫无光亮的字,但这两个字的光芒比镇字还要弱。 一回来在家里吃了顿饭,王胜就品尝到了熟悉的毒药的味道。 那个暗中隐藏的家伙还不死心,还在等着毒性发作。 这样也好,王胜正愁不好修行冰者两个字,这不是有现成的条件了吗? 想起不知道哪家的长辈在这次出发之前问的问题,一颗狄心丹十个问题。 王胜更不用担心了,就算是冰者两字不能完全的驱除毒性,加上那颗狄心丹,想必也能驱除干净。 不知道那个隐藏在暗中的下毒的家伙知道不知道这些事情,每家想知道答案,肯定都会拿出一颗类似的丹药。 这么多丹药,他这么隐藏在暗中下毒,管用吗? 王胜这边正琢磨着这个,那边就有人上门了。 却是阿四和他家族的两位长辈,他们是来向王胜请教一些问题答案的。 一颗狄心丹十个问题,这是说好的条件,双方都不拖沓,就在王胜的外院客厅里,两个老人中的其中一个,不知道布置了个什么东西,点了点头,双方开始问答。 提问是由阿四进行的,他是亲身经历过的,对于各种情形的经历也认识最深。 从昨天回到家族住地开始,就趁着记忆犹新把一路上不解的问题一一的记下来,结果记录完之后一统计,居然有数百条。 家族派了十几个人和他整理这些问题,有些自己猜测是为什么,有些则追问当时的具体情形,总之一遍一遍的捋下来,总算是排除掉了一大半的他们自己觉得不怎么重要的问题,可就这一统计,需要了解的问题还有一百数十条接近两百条。 还好,王胜这次说了,不算问题的总数,一颗狄心丹十个问题。 为什么途中没有遇到过几次妖兽? 因为我们频繁的变化路线,避开了。 这问题大家心里有数,可真的王胜说出来证实了大家的猜测之后,还是让阿四他们心动不已。 你在密林中如何辨别方向? 通过太阳,星辰,树叶茂盛程度,年轮,等等,有很多种方法。 好吧,这个问题算两个。 能看到太阳的时候,不能看到太阳的时候,树叶,年轮,什么是年轮? 这也算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第一次经过那条河的时候不能下水,可往上游走了几里地之后就可以下水了? 但过河之后为什么还要脱光检查? 这对那两个女同伴来说是不是不够尊重? 因为一开始水下有凶猛的大鱼。 那条河源头是一个寒泉,冷,上游几里地水就变冷很多,凶猛的鱼类几乎都集中在下游生活。 脱光检查是怕水里的马黄和类似的吸血虫,相信我,你是绝不愿意被马黄吸干一身鲜血的。 脱光虽然尴尬一点,但能活命。 既然有凶猛的马黄,为什么还要下水? 两拳其害取其轻。 我们有防护套装,马黄未必能够攻击成功。 就算是有一两条漏网之鱼,也不会瞬间致命,上岸检查就可以清楚。 当然,在安全起见可以沿着河道一直走到源头寒泉那边,但源头有更凶猛妖兽,除非不过河。 为什么你强烈禁止我们靠近那片花丛? 是花丛里有什么毒虫吗? 那种花的花粉本身就含有剧烈的毒性,香气中同样有着强烈的置换和麻痹毒性,如果你们当时有任何一个人靠近三尺以内,基本上那个人就废了,就不回来了。 为什么? 这次本来的目标是哪里? 想要找到什么东西才返回吗? 本来打算深入这个方向四百里左右,碰到什么算什么,碰不上也无所谓,没有具体目标,只是满足你们想要进出千绝地的愿望。 一连串的问题问下来,阿四很多时候都是一副原来如此,恍然大悟别的面孔,看来是真的明白了当时为什么那么做了。 最后这个问题是家族很想知道的,和路上具体的行程无关,本来没觉得王胜会回答,可王胜居然认真回答了,给了他们一个小惊喜。 结果到了最后一统计,王胜居然回答了他们一百八十多个问题,甚至比他们自己归纳出来的还要多。 因为其中有些问题是引申出来的,王胜把一个问题算成两个或者三个,阿四和两个家族长辈都没有意见,一路听下来,获益匪浅。 多谢指点,多谢指点。 两个老者一路听着也是不停的点着头,到后面更是不停的道谢,毛色顿开,毛色顿开呀。 没想到这其中还有这么多学问,受教了。 王胜这边回答的痛快,对方也很爽快,直接给王胜算了个整数,二十颗敌心丹一次给足不说,临走的时候一个劲的道谢,热情的让人受不了。 刚送走阿四家,门外已经排上队了,这次是阿七家,来了三个长辈加上阿七,又是至少一个多小时接近两小时的请教,心满意足的离去。 接下来自然是一家接着一家,王胜整整用了两天时间,才算是应付完了这次十个势力的排队咨询。 总算是有时间休养一番,顺便琢磨一下自己刚领悟到的九字真言的阵字了。 第273章定制路线,上。 有些不明白的人,一直不理解王胜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 明明是自己一个人掌握的东西,非要交给别人。 可王胜不在乎,他要的又不是这些秘密,而是要找到自己魂牵梦绕的梦中女孩,问她为什么要让自己杀了她。 相对这个目标,其他的东西不值一审,只要对实现这个目标有利,任何东西王胜都可以随时随地的拿出来和别人分享,当然,前提是不对王胜的安全造成威胁。 事实上,王胜有限度的和这些势力合作,才正是王胜能够安全的一个大前提。 否则的话,王胜一旦完全投入到哪个势力,别的势力都将会寝食难安。 那个时候,王胜才是最危险的。 这也是王胜为什么一直不回应自己是宋家女婿的原因之一。 当然,另外的一个原因则是王胜并没有彻底的接受宋烟,大家只是有几分交情在,还没有好到可以谈婚论嫁的地步。 应付完了各方的好奇心,王胜开始研究镇子的使用方式。 正如王胜所预料,镇子能够给小猴子一种安全亲密的感觉,降低敌意,增加亲密度。 这些天小猴子一直在王胜身边,几乎把他当成是自己的母亲了。 每使用一次镇字真言,具杯上的镇字就会多增加一点点亮度,就如同兵者两个字一样。 王胜也就趁着这段时间,不停的使用并熟练着这几个字。 这是一种全新的修行方式,估计连灵虚老道士都没有想到过,有人可以没事念几个字就能达到修行的效果。 和兵者镇三个字相比,临前两个字王胜只成功使用过一次,可后来不管他怎么练习,都没有那次情急之下达到的效果。 倒是有毒药刺激,有小猴子在身边,兵者镇三个字的熟练度突飞猛进。 两个小丫鬟和厨子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倒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觉得,自家这个主人越来越和蔼了,没那么多规矩,日子过得随心,待在他身边总让人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很舒服。 平静的日子随着强威姐的到来而结束。 强威姐不愧是吴忧城杀手大厅的老道办事员,做这种工作简直是在顺手不过了。 短短的几天时间,拍卖场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开始向外宣传这次拍卖了。 第二批和王胜一起进入千绝地的那些人的势力早就知道了这些,有兴趣的已经提前了好几天准备。 不过这注定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吴忧城要拍卖,又怎么可能不给其他势力留出足够的准备时间。 拍卖小猴子是一个月之后的事情,起拍价格是一种至少五重镜修行地功法,可以折算金币,具体折价多少由吴忧城负责,后面净价部分由金币来补齐。 算是一个勉强公平的方式。 除了告诉王胜这个消息,强威姐还带来了凯旋宫这边的意思,他们愿意付出一种至少七重镜六十个俏学才能修行地功法,另外加一颗拓宽俏学增加灵气储备并能帮助扶药人压缩灵气的宁记单作为代价,请王胜单独带凯旋子进一趟千绝地。 不过,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个额外的要求。大致的目标区域由凯旋宫方面指定,王胜要安全地带人到达那片区域并安全撤出。 如果只是进出一趟的话,这个代价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可后面的这个额外要求,却让王胜皱起了眉头。 说实话,千绝地王胜号称可以自由进出,不过也是有限度的。 比如,王胜就知道,真正的千绝地核心那几百里的区域,王胜还不能碰。 里面的任何一只妖兽,都能轻而易举地截过王胜的性命,哪怕王胜有战斗意识小人预警都没用。 实力相差到了一定地步,当王胜感觉到了妖兽存在的时候,妖兽也同时甚至比王胜更早地察觉了他的存在。 这可不是玩笑,被妖兽提前察觉,只有死路一条。 凯旋宫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难道只想在外围转一圈? 王胜要真信了,那才是天真。 强威姐看着王胜,心中有些忐忑。 宗门的这次任务,她知道后也觉得有些冒险,如果王胜不答应的话,恐怕接下来她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了。 王胜琢磨了好一会之后,让丫鬟准备了纸笔。 在强威姐的大祸不解中,王胜随随便便地用几笔绘制出了千绝地的大概轮廓,然后在千绝地中心区域画了个圈子。 从随便哪个地方进去,四百里为界限。 这外面的,可以去,这个圈子里面的,王胜抬头看了一眼强威姐,我还不想死。 你把这些话带给你们宗门,同意的话就可以,不同意的话就不用谈了。 强威姐大喜,急忙拿起那张王胜匆匆绘制的建议地图,小心地吹干上面的墨字,然后小心地收好,兴高采烈地离开了。 对强威姐来说,自己这边已经算是做到极致了,如果宗门还不满意的话,那就只能换人来了。 仿佛是约好一般,这边强威姐刚走,那边影子老太监就来。 老太监的意思和强威姐表达得差不多,皇家愿意付出一种强悍功法和一个老怪物在吴忧城单独指点王胜修行的代价,换取王胜带皇家的人进迁绝地一行。 当然,额外的条件和凯旋宫这边一模一样,具体的目标由皇家来指定。 对老太监,王胜也没有后子薄笔,同样纳笔一圈,告诉老太监,去可以,这个圈子里不能进去,进去就死。 和强威姐还要回去请示不同,影子老太监的权限比强威姐大得多了,看了王胜画的圈子,听了王胜说的理由之后,二话不说,直接点头同意。 而且老太监这边还很上道,先付款,王胜可以后兑现。 功法和老怪物,已经在路上,如果计算拍卖会时间的话,王胜完全可以在拍卖会完成之前的这段时间就接受高手的指点,提升修为。 老太监痛快,王胜更痛快。 直接点头,可以,人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开始。 第274章定制路线,下 影子老太监没有再出面,当天下午,就有一位皇城来的大内总管亲自上门,陪同的还有一个老得几乎已经快要走不动的颤颤巍巍的老太监和一个搀扶着老太监的小太监。 可从这个颤颤巍巍的老太监进了无忧城之后,那些修为低的年轻的可能不怎么在意,但是各大家族在这里的负责人甚至一些成名的几乎不怎么出面的高手各个全都是如林大敌一般。 有几个在路上见到了避不开,直接就是以晚辈的礼节大礼拜见,让看到的人们一个个都吓得不轻。 你见过一个无忧城传说中的红牌杀手,刚要出门突然看到老太监走过,面色大变的冲老太监磕头的情景吗? 可至少有十四个无忧城的人看到了这一幕。 当时那一刻,那十四个人差点觉得自己下一刻就会被那个红牌杀手干掉了。 这种丢人场面也是能给外人看到的。 但是,下一刻他们非但没有死,却看到他们害怕得要死的那位传说中的红牌杀手在听到老太监漫不惊心的夸了他一句脸上露出的那种欣喜若狂的表情,顿时间这十几个人都有点不明白了,是他们眼花了,还是这世界变得太快。 被一个快走不动的遭老头子夸几句都这样,那这遭老头子是什么身份? 明白人立刻意识到了这事情的不平凡,也不敢多呆,赶紧离开。 有心人的关注下,皇家一行三人就这么走进了王胜的宅院。 这一下,整个吴忧城都轰动了。 无数人盯着王胜家的院门,无数人只愣着耳朵,想要听听王胜院子里说话的声音。 可惜,他们不得不失望了,王胜的院子里没有一丝动静,也没有人影出入。 不知道有多少高手心中暗暗的鄙视那些异想天开的家伙,有那个老太监在,你们还想听到动静? 真的是想多了,回家洗洗睡吧。 三个人进了王胜的宅院,足足呆了有一个多时辰,然后众人才看到那位大内总管满脸笑隐隐满面红光的离开了。 可大家都觉得奇怪的老太监和伺候老太监的小太监却没有出来。 显然,那两位是住在王胜家里了。 但是,王胜家里要这两位客人住下是什么意思? 最让大家惊讶的是,那位大内总管离开了王胜家,就直奔城主府,显然又是商量什么重要的事情了。 没多久,城主府的管家和强威姐一起急匆匆的赶到了王胜的宅院,然后又急匆匆的离开。 正当大家处心积虑的想要打听点什么的时候,王胜在无忧城杀手大厅专门负责给王胜服务的强威姐发了话,王胜已经答应了皇家的请求,将在拍卖会之后,带着皇家的一行人进一趟迁绝地,据说是皇家指定的区域。 哄,这一下如同在无忧城扔了一颗炸弹,直接把整个无忧城炸得人仰马翻。 原来如此,原来还能这么玩。 这一下,之前派了一个人跟着队伍进出千绝地的各方势力忽然间垂胸盾足起来。 早知道王胜可以包下来,何苦要和那些家伙苦哈哈的争啊。 你看人家皇家,不声不响的直接用大礼包砸,然后大家还在为了一个名额抢的焦头烂额的时候,这边已经包下了整个队伍,端的是大手笔。 强威姐这边是相当的开心。 王胜的要求回报之后,宗门派来的那个家伙只高气扬的说什么不识台句,连带还把强威姐骂了一通。 现在呢? 原先凯旋宫那边还有些别的要求,还想要杀杀王胜的威风什么的,结果皇家的人一来,凯旋宫直接靠边站吧。 同意了王胜的要求,也只能排第二,如果不同意,自己个喝风去吧。 就这还得是行动要快,没看到那么多人已经冲进城主府协商去了吗? 如果不赶紧定下来,连第二都没办法保证,谁知道王胜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排到他们。 至于说为什么大家一窝蜂的冲进城主府商量而不是直接找王胜,这个实在是太容易理解了。 那个老太监不是住进王胜家里了吗? 有那个老怪物在,别说他们只是在无忧城里负责的,就算是家主宗主在,也未必就赶进王胜家去找不自在。 大家感兴趣的不是皇家想要王胜去哪里,而是想从城主府了解一下,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让王胜单独走一趟。 无忧城主那是多精明的人,等人来得差不多,自己也没出面,让管家大人拿出了一张地图,正是千绝地的大概轮廓图。 和王胜一样,管家大人在那个轮廓图的最中间画了一个圈,这个圈里不能去。 从任何一个方向进去,最多四百里。 再往里不去。 为什么? 有人马上心急口快地问了出来。 其实这是所有人都想问的一个问题,但既然有人替他们问了,那自然是再好不过,大家等着听就行了。 管家大人看着那个发问的人,几乎是看傻子一样,沉默了两久才摇着头回答道,因为会死。 这个理由实在是太强大,强大到让所有人都想不出什么能打破这个要求的办法。 不过,独狼也说了,如果你们非要想进去的话,去的人最好每一个都和他他家里那位老人家差不多,或许,记住,是或许还能有活着出来的希望。 管家大人也不怕打击人,直接把他刚刚从王胜那边听到的原话说了出来,但是,独狼自己就不奉陪了,他没那个本事。 每一个和王胜家里那个老人家差不多。 不知道那个老太监身份的人自然觉得没什么,可知道老太监身份的,直接就在心里大骂起来,这是要求吗? 这是赤裸裸的拒绝吧? 那种集数的人还要找一对? 想啥好事呢? 另外,奉劝大家一句,最近这些日子,就不要在独狼那边转来转去,也不要随意探听独狼院子里的事情了。 管家大人一游未尽地警告道,独狼自己倒是没什么关系,可他家里不是住了两个客人吗? 那位老人家不喜欢人多乱糟糟的,所以,大家还是安分一些时日吧。 第275章 皇家老怪物 上 那个老人家 多少人心中都在暗暗地骂着管家大人,你能不能再说得轻描淡写一点,把那个老人家说得快死了是不是更容易让人上钩呢? 皇家供奉的老怪物在管家大人口中就轻轻一个那个老人家过去了。 谁要是真信了,谁也不可能活着坐在这里。 那么天真的人,早就在无忧成死的骨头都找不到了。 此时的王胜,也在无比惊惧地看着这个仿佛喘一口气都要歇三下的老怪物。 他的身上甚至已经穿上了冯家送他的那套顶级的防护套装,也不怕穿上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了。 老太监就坐在王胜内院的石桌边上,桌上只有一个茶壶和一个茶杯,小太监站在旁边伺候着。 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可王胜几乎已经是全副武装了,除了他的现代化兵器没有拿出来,连只半名刀都拿在手上。 小心地挪着脚步,试图寻找到老太监的破绽。 就在老太监悠闲自在地伸手端起茶杯送到口边,脖子也跟着杨起露出来的时候,王胜动了,一颗钢珠如同子弹一般飞向了老太监的茶碗,紧接着就是第二颗,直奔老太监的脖子,而王胜的身形,也已经飞速地冲了上去。 换成是正常的高手,哪怕到了寒冰里影子老太监这个地步,面对王胜这样的攻击,不敢说如林大敌,但也总要流露出一点警戒的神色。 无他,他们两个对王胜的力量实在是太熟悉了,知道王胜全力发出的钢珠有多恐怖。 可是老太监却是连眼珠子都没有飘一下,依旧不紧不慢地喝着茶,这连着的几下甚至都不能让他停下动作。 直到第一颗钢珠快要打中茶杯了,老太监扶着茶杯的小手指微微地一波,咻,钢珠就被弹到了另一个方向上,东,轻轻地落进地上的一个小坑里。 而那个小坑里,此刻已经有十几枚钢珠静静躺在那边了。 紧接着第二颗钢珠也马上就要集体,老太监已经放下茶杯,可是这次连手都没抬,只是冲着飞来的钢珠哼了一声。 极飞如子弹的钢珠,就在老太监这一哼之下,猛地停在空中片刻,然后开始自由落体。 至于冲过来的王胜,老太监只是冲着王胜吁吁的一弹指,王胜人在空中,就好像被锯锤击中一般,身形急速后退,仿佛被一指弹飞。 王胜往后飞的同时,那一颗钢珠还没落地,被老太监随手一扶一脚带了一下,就轻飘飘带起一个弧线,准确地掉进了那个充满钢珠的小坑。 别看院子里这么剑拔弩张,但不管是王胜也好,还是老太监小太监也好,都没有一点面对敌人时的杀气,很平静。 这不是战场,更不是敌人,这只是老太监指点王胜修行的方式。 皇家答应了王胜的要求,颤颤巍巍的老太监就是亲自来指点王胜修行的。 老太监的指点方式很特别,他不对王胜说该如何如何,只是让王胜相反设法地攻击他,他会用反击的方式让王胜从中学习。 王胜果然是学习道了。 且不说安静修行时怎么说,光是王胜短短一个小时内用了不下几十种手法,都被老太监轻描淡写的破回原地,就已经让他获益匪浅。 老太监可不只是反击,而且还是根据王胜的防护力量进行反击。 王胜一开始穿着夜星狼的防护服,他用的是一种力道,而刚刚穿着八重镜腰兽皮的防护服,那用的又是另一种力道,总之,落到王胜自己身体上的时候,恰好是一种能疼的让王胜铭记于心却又不至于受伤的痛苦。 这种痛苦绝对能让王胜牢牢地记住自己犯的错误,并且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 每次攻击的位置,都是王胜相对来说身上防守最薄弱的地点。 王胜的确是聪明,他知道自己的战斗方式。 说实话,王胜来到这个世界已经快两年的时间,可是他从来没有学过那些套路,什么落花神剑了,什么风行快刀了,从来没有。 经过地球上现代化的格斗训练,王胜很清楚,战斗并非一定要遵循套路,死打套路的人肯定死得也快。 格斗讲究的是随机应变,是各种临机处理的决断,这世上没有一个敌人是愿意摆出一副架子来陪你用套路玩的。 所谓的套路,其实也就是一些基本动作的集合体而已,只是使用套路把一些连贯的动作练习得熟练,仅此而已。 真要说套路的招式有多厉害,王胜并不这样认为。 这可能和一些宗门的教授习惯有很大的区别,但幸运的是,老太监也同样是这样认为的。 他本人的实力甚至和王胜猜测得一模一样,速度快得比鬼魅还要恐怖。 如果只以为老太监只是速度快的话,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他的灵气修行深不可测,别看他一副瘦骨临寻摇摇欲坠的样子,王胜这样的壮汉和他对撞,被撞飞的绝对是王胜,不会有别人。 王胜停下动作,开始琢磨刚刚的攻击出了什么问题。 有时候想不明白,他还会向老太监请教,一点都不觉得爹奋没面子。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聪明人。 老太监指点完王胜,笑咪咪的夸赞道,有些笨人,忠心是忠心,可以脑袋江湖,根本不知道怎么动脑子。 不懂还不问,问了也问不到点子上,你很好,我喜欢你这样的。 虽然内容是夸奖,可老太监一开口,自然而然的就带着一股阴侧的味道,让人一听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这一点上那只小猴子表现得最明显,只看他从王胜开始试着攻击老太监到现在一直乖乖的躲在角落里就能看出来,他怕死这个老太监了。 短短的一个多时辰,王胜就已经满身大汗。 这可是他之前从未有过的,要知道,以王胜现在的力量,让他扛着机敦重的哑铃跑几个来回都不会出一滴汗,可老太监只是用指风,就让王胜汗流加倍。 但一切都是值得的。不知道多少人想求老太监指点一下还不得呢?王胜这下赚大了。 第276章 皇家老怪物 下 皇家这次抢了各先机,为了这个,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且不说付给吴忧城这边的好处,光是王胜这边,就有一种高级功法汉天诀,外加这个恐怖的老怪物指点王胜一个月。 老太监的修为连影子都不清楚,可能是八重镜巅峰,也可能九重镜。 可表现出来的,却是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 王胜见过高手 灵虚老道士恐怕是他见过的最强悍的高手,但至少灵虚老道士并没有表现得那么玄,相对看起来还是很让人能理解的。 当然,可能和王胜当时和老道士并不是太熟悉有关。 不过老太监表现出来的东西,实在是太玄了。 至少王胜看到的,弹指神通,吹口气就能把飞来的钢珠停顿,一切的一切,都表现得极其不现实。 或许这就是老道士和老太监的区别。 老太监想要出手就镇住包括王胜在内的所有人,所以出手的表现玄之又玄。 灵虚老道不用这样,所以表现得脚踏实地。 不管怎么说,老怪物的指点对王胜来说还是很管用的。 至少王胜在短短的半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已经能够碰到一点老太监的衣襟,不再是之前连碰都碰不到了。 除了战斗,安静修行的时候老太监也会有所指点。 谁也不知道王胜的可升级元魂如何修行,所以老太监也只是猜测,把自己的猜测结果说出来。 不能不说,老太监有时候猜测的简直让王胜叹为观止,有理有据,真说不出半点反驳的话来。 要不是王胜自己的情况有些特殊,估计老太监都能把王胜的修行猜个八九步离十。 但即便如此,老太监说出来的这些东西,也足以让王胜信服。 甚至王胜怀疑,代价的那个代孝收取的那个九星元魂,很可能升级方式就是如同老太监说的这般,一路提升。 你这些年不计代价的要提升修为是对的。 和王胜相处了这么长时间,吃的喝的都是王胜精心指点过的,比皇上吃的还要舒心,老太监自然也是心里开心的,所以少不了指点尽力的同时,也告诉王胜一些真心话。 看在你孝敬的份上,指点你一句。 老太监说完问道。 代价的那个九星元魂,虽然能升级,可是有一个致命的缺陷,你知道是什么吗? 之前说王胜提升修为没错的时候,王胜就在揪心,难道是自己要找梦中女孩的事情败露了? 听到老太监说起代价的九星元魂,这才稍稍的放心。 莫非是中途换的元魂,不易操纵。 王胜想了想回答道。 其实这本来应该是优势的,但王胜自己体验过元魂修行之后,才发现更换元魂并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带来的后遗症也绝不会小。 那个不是什么大事? 老太监摇摇头,也不卖关子,冲着王胜说道,最大的缺陷,是少了你这一条,明白吗? 这个王胜早就想过了,不然王胜不会第二重变化就选择了饕铁变,就是害怕到时候代价会找王胜来吸收自己的元魂。 但王胜一直没有觉得这是多大的缺陷,毕竟自己一条残魂都能提升到现在这个境地,难道九十九条融合的古元魂还会差? 可老太监既然这么说了,那说明不止他一个人看出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王胜必要的时候得小心代价的反噬了。 老太监说过这番话之后,就再没提过这个茶,王胜也记在心里什么也没说。 第二天,老太监告诉了王胜他们要出发的方向。 京城有一小片区域也是靠近千绝地的,皇家的人出发,肯定是从那个方向进去。 不能时时刻刻被无忧城的人羁绊住。 至于目标,也符合王胜之前的要求,不进入核心区域。 但指出来的方向,王胜已经能猜测到,基本上就是神英玉的遗址。 赤熊堂也好,神英玉也好,都是当年邻家的外围,可能会有一些让人感兴趣的东西,但绝不会有王胜想要的东西。 从老太监身上,王胜得到的其实不是自己实力迅速提高,王胜现在要升级只能是九字真言掌握,而不是别的。 只能说是战斗方式战斗意志有了提升,更重要的是,从老太监身上看到了真正的高手能做到什么地步。 灵虚老道士藏桌藏得很多,王胜看不到有多惊天动地的威力,可老太监这边就完全没有这回事,直接将最强悍最犀利的部分展示了出来,让王胜大开眼界。 在老太监身上学得入迷,王胜甚至连小猴子的拍卖会都没有参加。 还是强威姐来这里带走了小猴子,拍卖完之后才告诉了王胜结果。 一门六重镜才能修行的蛮牛进,需要五十个俏学才能修行。 外加三十万金币。 金币和功法直接给王胜送到了家里。 之前王胜百万金币放在杀手大厅是无奈之举,但现在,绝不会有人因为金币而找王胜的麻烦。 除此之外,强威姐还带来了凯旋宫的最新消息。 他们生怕下次轮不到他们,所以完全答应了王胜的要求,甚至害怕王胜反悔,直接送来了答应的七重镜功法和凝气伞。 王胜不知道凝气伞的真假,战斗意识小人也没有反应,但这众好货色,皇家的老太监见多识广,肯定认识。 老太监就在王胜的家里,王胜相信,皇家绝不愿意看到自己在还没领着他们进迁绝地之前出事,所以,直接当着老太监的面拿出了凝气伞,让老太监看过之后,吞服了下去。 凝气伞能够拓宽俏学,增加俏学吸纳灵气的上限,相当于间接的提升了修为。 另外,凝气伞还能压缩体内的灵气,又是在原基础上的一个提升。 虽然不是境界的提升,但修为却是接接实实的提高。 老太监也希望王胜进迁绝地之前修为更高一点,他指点修行的速度提升并不快,可凝气伞不同,服下就有效果。 所以,看到王胜扶下凝气伞,老太监亲自帮王胜护法,绝不让他受到半点干扰。 守护的时候,抬头看着天空,老太监双眼中射出一股期待,仿佛已经看到了神鹰玉原先的地盘上布满了皇家的高手。 第277章 人和人 上 眼看着王胜吞下了凝气伞好一会,老太监都坐着没有举动,等到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候,老太监似乎琢磨了些什么东西,才慢慢地开了口。 小子,你服下凝气散脱卖凝气,能听到算你的造化,听不到也怨不得我老人家没给你指点。 一开口,老太监的声音这次少了许多的音气,多了不少的真诚。 王胜保持着半躺着舒服的姿势,一动不动,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听到老太监这话。 小太监和强威姐以及丫鬟厨子,早就被赶出外院,老太监不想让别人听到的东西,没人能听到。 看得出来,你杀人无算,据说戴无忌也是死在你的手上。 老太监坐在石桌上,也不看看王胜那边,就好像对着石桌对面一个不存在的人说话一般,杀气适足了,可是你还缺一种事。 你现在身上的气息很乱。 有一股无坚不摧的杀气,有一股忠正平和的文气,还有一种像是玄之又玄的稻气,还有几种咱家也看不出来。 老太监已经自顾自的打开了一坛自美酒,自珍自饮起来,不过,修行这东西,最忌讳的就是贪多嚼不烂。 样样都沾,样样都不精纯,修行大计。 不是说你不应该学那么多东西,而是你现在还没有确定你以哪种为主。 老太监慢慢的喝着酒,冲着不存在的人缓缓的说道,只有确立了你的主事,其他为辅,才能君臣左使,慢慢平衡,修行也才能更上层楼。 光是想着练那点战斗技巧,练到死也就是个过河足自的命。 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就该有聪明人的想法做法,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了。 老太监依旧还是低声的说着,仿佛说话左酒一般,你要咱家指点,咱家当着你的面说了,咱家也没有屏蔽声音,可你能不能听到,能不能领会,那就不光咱家的事了。 答应你的事情,咱家都已经办到了。 你答应皇家的事情,可千万别出一丝差错。 老太监端着酒杯停在口边,眼神终于往王胜那边瞥了一眼,否则,咱家亲自出手杀了你。 说完这些,老太监将手中的酒一饮而尽。 然后又开始慢慢的自真自饮,却是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王胜在那边半躺着,依旧还是一动不动的在炼化宁气伞的要力,这番话,连老太监都不知道王胜是不是听到了。 元魂空间中,王胜正在感受宁气伞的要力。 不愧是宁气伞,能拓宽窍学,药气一入腹,就化作一股精纯的灵气,直奔王胜的元魂空间。 在元魂空间中一转,这股灵气就开始往各个窍学分散而去。 十六个窍学中,每一个都分到了一股强悍的灵气。 这些灵气一接触到窍学,就仿佛变成了一股强劲的水流,猛力的要挤进窍学之中,想要将窍学生生的撑大。 窍学如同一个出水口,而药气如同喷涌的泉水,泉水的压力够大,流速够快,就会冲刷这出水口的周边,慢慢的扩大。 宁气伞就是这个原理,用庞大精纯的灵气将窍学边缘硬生生的冲开,达到拓宽窍学的目的。 王胜只用了不到十分钟就明白了宁气伞的原理,然后开始摇头。 当然,是意识在圆魂空间中摇头,不是现实。 这样的法子,虽然最后也还是能够达到拓宽窍学的目的,可是何其的低效? 真的要拓宽窍学,把这股强劲的水流变成强劲的窝流冲刷,不是效率更高吗? 现在王胜的窍学中就有阴阳气旋,只要稍微的一改变要力冲进窍学的方式即可。 不过,要力很强,很凶猛,王胜即便有心,也只能慢慢的引导。 好在窍学中的灵气一直在缓慢旋转,所以王胜也只是控制着灵气保持继续旋转就行。 眼看着冲进窍学的要力也被灵气引导慢慢的产生了漩涡,王胜就知道,这离迅速扩大窍学已经不远了。 漩涡状的窝流远比直接冲刷更有效的拓宽窍学,使用的药气更少,但效果更好。 眼看着窍学一点比一点大,一点点被冲开,王胜心中说不出的欢喜。 至于窍学被冲开带来的那一点小小的痛苦,王胜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这可比训练的时候摸爬滚打要轻多了,根本没必要在意。 汹涌的要力还在不断的传进来,凝气嗓可不光光是拓宽窍学,还能压缩灵气,使得自身灵气更加的精纯。 原理则是庞大的要气化为精纯的灵气,一段时间内带动全身所有的灵气完全融合这些精纯灵气,使得全身充满这种程度的精纯灵气,不够精纯的外界灵气自然无法进入身体。 外界灵气想要融入,自然就只能通过撬学强行的将外界灵气凝炼到和内部差不多相同程度精纯度才行。 王胜在地球上学过物理,在有半透膜隔离的情形之下,高浓度溶液往低浓度溶液伸手十分简单,但反过来,低浓度的溶液想往高浓度溶液渗透,那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要有能量参与。 用在灵气压缩精纯上,其实就是相同的道理。 在修行的时候耗费能量将灵气压缩提纯,使之变得精纯,低浓度往高浓度。 使用的时候则是反过来,高浓度往低浓度。 想明白这个道理,这个灵气压缩精纯也就简单了许多,不过也比平常的正常修行要费力了不少。 事实上也是直到这个时刻,王胜才算是真正领悟了修行的奥秘。 接下来的事情就可以用水稻渠成来形容,笑学一个个的在漩涡冲刷下越来越大,而灵气也在这种强迫提纯中越来越精纯,等道王胜在原魂空间中感知着这一切,已经是三个小时之后的事情。 不过,这才是药效刚过,药力完全用完的时候。 这个时候还不能停止,按照之前强违姐和老太监的指点,在药力完全耗尽之后,还得要自己控制着体内刚刚提纯的灵气,按照之前的过程再坚持几个小时,将这种变化变成修行的本能,才算是完成。 第278章 人和人 下 服药过程很重要,一定要全神贯注的开始领悟学习,后面自己控制。 这段时间肯定是心无旁骛的,不能分心。 这也是为什么老太监要在王胜进入状况半个小时之后才如同自言自语一般说那些话的原因。 正如老太监所言,能听到,算王胜的造化,听不到也不算老太监食言。 说到底,老太监不是站在王胜这边的,没有必要上赶着去跪舔王胜。 不过,老太监在王胜身边,王胜可以放心这一点,王胜并没有猜错。 老太监哪怕出于让王胜带路的目的,也不会允许他在这个时候在老太监面前出事。 他甚至主动帮助王胜鉴定了宁气散。 老太监没有料到的是,王胜从始至终,一直就在心中防着老太监一手。 所以,从一开始接受老太监的指点,王胜除了暴露出自己力大无穷,以及各种攻击手法之外,关于九字真言的东西,丝毫都没有显现出一丝。 战斗小人的存在,老太监更是一无所知。 即便是在修行中,在服药过程中,王胜也让战斗一时小人的一个分身时时刻刻的盯着老太监的举动。 要知道,王胜的宅院是在无忧城的内城,这部分是处在千绝地之内的。 只要在千绝地之内,战斗一时小人的分身能够探查到王胜周围任何一个强者的活动。 当王胜控制着自己体内的俏学几乎习惯了提纯灵气的动作之后,已经是第二天上午的事情。 王胜在服药和习惯的时间上,比起普通人多用了至少一倍的时间。 要力也被王胜带动着成了漩涡,充沛的要力将王胜现有的十六个教学,每一个都扩大了一倍有余。 当然,教学不是生理上的构造,而是修行中的一种灵气集结的点。 光是这一个,就让王胜吸收灵气的速度提升了至少四倍,而容纳灵气的量同样也提升了四倍。 半径增加一倍,面积增加四倍。 这还没算因为灵气被提纯而间接导致灵气质量提升的影响。 总之,王胜这一份灵气散,绝对是吃得值。 从修行状态中刚一清醒,意识还没有从原魂空间中回到现实,负责监视老太监的那个战斗意识小人就开始模拟老太监的动作,把王胜从开始服药到醒来的过程如同路向快进一般的重演了一遍。 看起来整体过程就是老太监坐在石桌边慢慢的喝酒,一直等到王胜醒过来。 可王胜这个自身狙击手不是蒙混来的,敏锐的观察力迅速发现在某段时间老太监嘴巴一张一张的说过不少话。 这段过程被王胜单独的拿出来,按照正常的速度重演了一遍。 顿时间,老太监自言自语的话语,清晰的传进了王胜的耳中。 如果老太监知道王胜圆魂空间中还有这么一个逆天的存在,绝不会在王胜身边说出那些话语中的任何一个字。 可惜,这个世上和地球上一样,同样没有如果。 原来如此。 王胜听明白之后,不敢说瞬间理解,但是马上判断出老太监说的是对的。 原来自己修行的误区是在这里,而不是什么境界,不是什么修为。 短时间内王胜不可能参透这些,更不可能仓促间定下自己的主攻方向,所以王胜直接停止了修行,意识回到了现实之中。 多谢李老。 感受着自己身体中和往日完全不同的气息,王胜冲着那边石桌上端坐的李姓老太监深深一一,诚恳的道谢。 这一声谢,里面包含了李老太监为自己护法的情意,也包含了李老太监指出自己修行误区的指点,不过,恐怕后面的这一众深意,李老太监是没有意识到的。 果然请高手指点没错,皇家的老怪物,这些日子下来,敏锐的发现了自己的不足。 要不是有李老太监,王胜还不知道要等什么会后才能明白自己缺什么。 灵须老道士或许也知道,但他未必会主动来找王胜,也未必会主动告诉王胜这些。 说不定等下次见到灵须老道士的时候,再弥补这些东西已经越来越困难了。 修行肯定是要在最开始的时候打基础,李老太监指出的这些,王胜不知道那些有传承的家族宗门什么的是什么时候才会灌输这些内容,但想来不会太迟。 等到定型之后,再改变恐怕就晚了,王胜现在能知道,也是运气。 王胜服要完毕,修行完成,无忧城的拍卖会也已经完成,拍卖所得都已经送到了王胜府上,可以说,王胜在无忧城的事情都已经告一段落。 皇家估计已经等得不耐烦,是时候出发了。 把那些高级的修行功法和丹药什么的都装到了自己随身的那界中,金币装了一些,剩下的王胜就存放在无忧城的宅院中。 反正这里只要城主不打压王胜,就没人敢动王胜的宅子,安全得很。 收拾好一切,王胜就和李老太监以及伺候老太监的小太监一起,踏上了去京城的路途。 皇家的人已经在那边准备好了一切,只等王胜赶到,就立刻出发。 三个人弄了辆车子,王胜和小太监轮流赶车,老太监一直坐在车子里。 这边路途还算是平坦,速度倒也不慢。 小子,离了无忧城,也不怕告诉你一桩尸体,也算救你一命。 等到离开了无忧城好远,李老太监才在车上冲着王胜说道。 还请李老指点。 王胜心中一动,恭敬的请李老太监指点。 你府上的饭食很是可口,可就是有一桩不美。 李老太监也不卖关子,爽快的说道,你喜欢吃的那道鱼,被人下了毒,想要活命,以后就要少吃。 其实从李老太监在王胜家没住几天王胜就意识到,李老太监可能发现了鱼中有毒,因为后来老太监推说自己挑刺麻烦,不怎么吃鱼。 现在李老亲口说了出来,正是验证了王胜的猜测。 心里这么想着,可王胜的脸上却摆出了一副受惊的表情,仿佛真的被吓住了一般。 老太监心中一笑,就凭这个恩情,王胜也得再给皇家出力的事情上下死力了吧。 第279章 皇家的目标 上 你也不用担心,敌心丹吃上一两颗,轻挤便肠胃,你这些日子累积下来的毒性就能轻得一干二净。 老太监既然要做人情,自然要做够,那些暗中下毒的家伙,真是蠢笨,明知道你十个问题换一颗狄心丹,还用这种不成器的毒性暗算你,量他也不是什么大手笔,减净毛贼而已,不用放在心上。 指出王胜被暗算,又告诉他解决办法,可时机却选在离开了吴忧城。 一边说着是剪净毛贼不用放在心上,可行动上的这番举动却处处将怀疑指向了吴忧城。 要不是王胜早就知道,说不定会对老太监这番举动感激涕零,少不得也会依着老太监那种无形的暗示,把怀疑目标定在吴忧城主的头上。 果然不愧是皇宫出来的老怪物,勾心斗脚上面简直是大宗师级的水准。 轻飘飘一句话,就能让你失去方寸之下着了道,高明。 王胜在心中暗暗竖着大拇指,脸上却保持着刚刚的神色,然后慢慢的缓和下来。 依照老太监的指点,扶下了一颗狄心丹。 没多久肚子里就一阵的翻腾,王胜急忙停下车来,到路旁的树林里解决一番,然后才能继续上路。 不能不说,这狄心丹的确是解毒良药,比起王胜当年使用的屁毒丹不知道高明了多少倍。 就是有一点不好,吃下去以后肯定会腹泻,清肠胃,削余毒,是必须的过程。 王胜体内没有半点余毒,这狄心丹吃下去,一个也是给老太监看,另一个,则是借机感受一下药性和排毒的过程。 必要的时候,这解毒药的药力,似乎也能用在九字真言者字上。 一路上王胜就这么解决了四五次,总算是彻底消化了两颗狄心丹的药力。 按照老太监的说法,王胜体内肯定已经没有了余毒。 不信的话,都可以到京城之后再找个高明的御医检查一番。 老太监的话王胜当然相信,感谢一番之后,也不提什么进京找御医检查的事情,一路直奔京城区域靠近千绝地的地方。 那边皇家已经准备好队伍,就等王胜到来带路了。 王胜的举动老太监很受用,没用几天时间,三人就赶到了地头。 一路上有老太监在,知情的人根本不敢随随便便不怀好意的靠近,不知情的人根本不知道三人的身份,路上完全没有什么事端。 皇家做的也不过分,这次需要王胜带进去的也是十个高手,因为王胜之前就说过,能力有限,只能兼顾十个。 不过,让王胜惊讶的是,十个高手之中是包含老太监在内的,他一个人,估计就比王胜先后带进去的两队人加起来都恐怖。 相应的,能让老太监亲自出马,这趟恐怕也未必如前两次那么轻松。 规矩大家都清楚,需要我再说一遍吗? 赶到之后没多久,王胜就集合所有人,再次强调了一遍规矩。 所有人都摇头,不用再说了。 两次进出千绝地的人们带出来的经验告诉所有人,在千绝地里面,千万千万要按照王胜的要求做,否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次是去指定区域,但先说好,到了地头,该怎么搜索找东西那是你们的事情,和我无关。 王胜喜欢出发之前把有些话说在前面,免得到时候翻脸,我只负责带路,以及路上一些无法避免的战斗,但到了地方,你们就当我不存在,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要期待我会出手帮忙,我会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等你们。 皇家派出的高手中,有一个一看就是统领级的人物,听到王胜的这句话,眉头一皱,正要说话,却被旁边的李老太监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制止。 只能强忍着不爽安静下来。 为此,我可以多带一个你们的人进去,他负责做你们需要我到时候做的事情。 王胜也不是完全不给面子,马上就给了一个解决办法,这是看在李老的面子上。 相信多一个自己人,你们不会不乐意吧? 多带一个人进去,皇家这边当然乐意了。 李老太监更是满意,果然路上告诉王胜中毒这是明智之拳,这不,回报马上就来了。 到了地方,如果还出现路上的险情,该怎么办? 统领毕竟更考虑的事情多。 王胜这样的安排虽然不错,但总还是有意外的。 所以他马上问了出来。 这次算我回报李老,路上你们有什么问题,到了每天晚上尽管提问,我可以回答。 王胜同样也是一次把面子给足,一次把回报做足,到了地头,相信你们也觉得差不多。 如果到时候再出现什么危险,我修为低,有我没我其实已经没什么区别。 所有人都心里有数,论修为的话,队伍里的任何一个人都能秒杀王胜。 一个区区三重镜的小子,在他们这一队最差六重镜的队伍当中,的确是最弱的那个,只要愿意随时能干掉。 当然,这是其他人的想法,不是王胜的。 这么说起来的话,其实王胜说的也有道理。 王胜擅长的,不过是在千诀地里面的生存技能。 如果大家在路上把这些技能学到了,那到了里面,有没有王胜真没多少区别? 况且,多一个自己人,比多一个王胜更让人放心。 李老太监则是对王胜这种自己主动避嫌的处理方式赞不绝口。 这个小子果然是个聪明人,真要在里面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如果皇家不想让外人知道,那王胜一定会被灭口。 还不如一开始就提出到了地头就不管,完全不参与更让人来得放心。 因为王胜的突然变动,使得出发的时间推后了一天。 统领快马加鞭赶回京城禀告皇上,又多派了一位大内高手连夜赶到这才动身。 皇家这次准备的充分,每个人都按照王胜第一次要求的穿着防护套装。 带足了吉养。 光是那戒,李老太监这个最强的高手身上就带了差不多十几个,直接串了个项链带在脖子上。 总之,空间足够带进去十二个人一年使用的吉养,也足够带出来许多。 第280章 皇家的目标 下 临近千决地之前,王胜还再次向李老太监和那个统领确认了一下,是要按照正常的躲避一切有威胁的妖兽拐来拐去的行进,还是为了节省时间,直线前进,遇上妖兽就击杀。 也就是知道李老太监的修为深不可测,王胜才会这么问,否则的话王胜宁可保险一点,带着大家多耗费点时间绕路。 因为对王胜来说,这是最保险的。 这个问题让老太监更满意了,很明显这是从皇家的角度来考虑的。 之前的两次进出千决地,王胜可从来没有这么好商量过,特别是王胜一开始就指明,这是看在李老的面子上,这让老太监前所未有的有面子。 以李老在队伍中在大内的身份,他完全不用做任何事就能享有无上的殊荣。 可王胜还这么给他做脸,李老太监都有点觉得自己当时趁着王胜服药的时候给他说那番话有点对不住王胜了。 不过这感觉也就是一瞬间,身为在皇宫这个最虚伪最黑暗的地方拼杀出来的人,没有点黑心肠很心肠还能活到现在。 能有这么一瞬间的反省已经是十分给面子的事情了。 反正之前说好的是王胜带皇家的人进去一个月,如果路上能节省时间的话,在神英域那边的时间就会涨一点。 老太监和统领商量了一下,还是觉得直线行进简单,大不了遇上什么凶猛的妖兽就出手干掉。 王胜对这种选择不置可否,这样的确是能够节省一点时间,但也仅此而已。 并不意味着皇家的人进入千决帝就不需要王胜的帮助,别的不敢说,除了妖兽,千决帝里面大把大把的虫子能要许多人的命,植物当中也有许多是十分致命的,真以为靠着强横实力就能走到地头的,几百年来已经不知道死了多少个了。 节省时间,路上杀妖兽,有这个前提,王胜也就放开了,带着众人直奔神英域的区域。 整个队伍中,老太监修为不算,从统领到大内高手,最差的六重镜,最高的七重镜,这已经是一支十分强悍的队伍,可以说强悍到了极点。 事实也正是如此,遇到一些一般的妖兽,五重镜六重镜的,当年王胜还得躲来躲去甚至想方设法的干掉那些对自己有威胁的,可遇上这支队伍,这种级数的妖兽根本就不够看,连老太监和统领都不用动手,自有几个随行的高手上前,轻松的将外围的一些妖兽干掉。 对此王胜也不意外,倒是皇家带队统领很会做人,一路上只要王胜提前警告遇到妖兽,杀死之后总会分给王胜一些战利品。 总的说来,一路上整个队伍还是很融洽的。 说实话,出发之前队伍中的所有人都听说过,王胜在千诀地里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直觉,能够提前就知道妖兽的存在。 以前他们还不怎么相信,现在总算是亲眼看到了好几次,不信也得信了。 独狼,你是怎么办到的? 晚间休息的时候,到了例行问答的时间,众人问了一番路上王胜带领大家的一些奇怪举动,王胜一一回答之后,老太监略有点亲密的坐到了王胜身边,塞给王胜一小壶美酒,随口问道,哦,不方便回答就算了。 这个没什么不方便的。 王胜似乎并不打算在这上面隐瞒,随口回答了一句,众人的耳朵瞬间全都竖了起来,只等王胜回答。 您老知道我二重镜灵气脆体的时候强化了什么吗? 王胜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喝了一口酒之后反问道。 那个过程是影子老太监亲眼看着的,李老这边一定知道。 味觉? 李老太监果然知道,想都不想的说了出来,你家的饭菜好吃,就是因为这个。 我一重镜的时候,灵气脆体就给了我这种独特的感知能力。 王胜笑着说道,要不是这个,我当年进谦觉得就死在里面了。 进击过程中什么情形都可能发生,强化身体哪个部位都有可能,王胜就有一次是强化的味觉,这个大家都已经暗中知道,所以王胜手这是进击时灵气脆体带给他的感知能力,也是十分有可能的。 如果结合当年的情形看的话,这应该就是真的,否则如何解释一个当时最多只有一重镜的小家伙能在那么多高手追杀之下安然穿过整个千绝地。 这么一来的话,众人对王胜的兴趣就低了很多。 这种元魂带来的能力,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获得的,只能是看运气。 另外,王胜的元魂很独特,不是谁都能有机会得到这种元魂,倒是代加那个代孝,说不定会有机会。 一路直行,速度当然快了不少,但也有弊端,那就是能接触到千绝地里面的凶险更少,认识不足。 按照正常的行进方式,从京城那边出发,赶到神鹰狱这片区域至少也得十三四天的时间,可现在,只用了不到七天的时间就到了地头,足足省了一半。 不过,显然大内高手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眼看着王胜走着走着忽然停了下来,李老太监皱起了眉头,还以为又有什么妖兽了。 统领也叫大家做好了准备,打算和下一头妖兽战斗。 可王胜却摆了摆手,要大家不要紧张,转过身来冲着统领笑道,我想,我们应该是到地方了。 这里 众人大吃一惊,这一片丛林密布的地方是他们的目的地。 从距离上看,肯定是到了。 王胜知道他们没见过被密林包裹了几百年的城市会变成什么模样,笑了笑解释道,另外,用脚踩了踩脚下的地面,王胜接着说道,这里显然是以前有人生活过的。 众人大吃一惊,这里有人生活过,怎么看出来的? 你们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 王胜知道他们看不出来,很细心的给他们指点道,这是墙,塌了很多年了。 这是口井,不过已经被填死了。 这里,这个很明显了,这是一个污脊,你们看,瓦片都还完整。 随着王胜把一个个的痕迹给大家清理出来,众人就算是不信也得信了,这里的确是以前有人生活过,这应该是一片防射。 如果王胜没有带错路的话,这里就是他们的目的地,神英玉的地盘。 第281章远离是非,上。 一群大内高手们今天大开眼界,完全没有想到,一个曾经繁华的宗门,在被丛林侵蚀了几百年之后,会变成这幅模样。 别说连原本的建筑都未必存在,就算是存在,如果没有王胜这样的眼力,他们看都看不出来。 这让一群大内高手傻了眼,接下来怎么办? 虽然大内有一幅珍藏的地图,里面详细的记载了神英玉当年的分布,只要按图所记,就能找到目标,找到他们想要找的东西。 可是,如果现在连自己在什么地方都无法判断的话,那又该如何寻找? 何况这么多年下来,有些建筑已经变成了黄土,有些也被藤蔓灌木遮蔽的严严实实,更严重的是当年的地图也没有什么比例尺,谁知道走多久才是建筑,而不是荒草的。 这次大内出来的高手们,的确是高手,但都是战斗上的好手,修行上的好手,但要说找东西,他们还差得远。 统领看着王胜给大家指出来的那一堆东西犯了难。 神英玉都要是这种状况,那可就麻烦大了,怎么办? 和老太监对望一眼之后,统领把目光放到了王胜的身上。 但当他想要和老太监商量一下的时候,老太监直接摇了摇头,笑了起来。 他肯定不会去的,你还是死心吧。 老太监对统领没什么好隐瞒的,苦笑着说道,那小子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小家伙,这种事情打死他都不会参与到其中的。 如果我们出高架呢? 统领琢磨了一下,带着点侥幸问道。 你会不会为了什么高架马就不要命? 老太监还是摇头。 参与到皇家的秘密事物中,只是带路,其他一概不知道的话,可以说没什么大碍,可一旦加入到核心事物之中,不成为皇家的人,那就只能是变成死人。 王胜肯定不愿意变成死人,那么他一定不会参与更深。 如果我们用性命逼迫呢? 统领琢磨了一下,发狠问道。 只要你有把握让他死心塌地,或者你有能力在千绝地里来去自如。 老太监这时候也不发表什么意见了,只是提了两个前提条件,就不再多说什么,剩下的还是让统领自己做主。 不参与到一起逼迫王胜,已经算是老太监对王胜的照顾了,算是还王胜一路上说的看在李老面子上的人情。 统领在权衡一番之后,还是果断找上了王胜。 帮忙进去找东西。 王胜一听,直接把头摇得如同波浪鼓一般,不不不,这和我们说好的不一样。 我们之前说好的,我带你们到这里,你们自己做你们的事情,为此我还特意多带了一个人进来。 王胜这些话的确是放在明处的,可统领出身大内,这种出尔反尔的桥段还不是信手拈来。 怎么可能容忍王胜在这个时候置身事外? 只是,王胜多聪明的人,没等统领再开口,他就知道统领要说什么,所以直接抢在了统领前面提醒道,如果我是你,我就不会动一些歪脑筋,特别是在千绝地里面。 王胜着重的强调了一下这里是千绝地,并且不怕明着告诉统领大人,有我带领,我们才能一路平安到这里。 相信我,如果我要走,这里没有一个人能拦住我。 说句不客气的话,包括李老在内。 统领大怒,正要发火,王胜呼得轻描淡写的来了一句,别动。 一路上王胜带路的规矩大家都记得十分的牢靠,王胜一说别动,所有听到的人全都不敢轻易乱动。 王胜拿着自己的齿半明刀,慢慢的伸到了皇家统领的肩膀边上。 统领大怒,正要发作,却看到几个同伴全都在给他使眼色。 好像是生怕他乱动一般,顿时间也意识到不妙,赶忙压下了发作的火气,站在原地动也不动。 双眼随着王胜的刀刃,慢慢的移动到自己的肩膀部位,陡然间,王胜的手腕一翻,一团黑影被王胜的齿半明刀挑飞。 黑影还在空中,就被另一个大内高手眼疾手快的一剑射中,远远的带飞,钉到了远处的一棵大树的树干上。 等箭矢停下来的时候,统领才看到,一剑盯住的,是一只核桃大小的黑色蜘蛛,上面还有些白色的条纹,白的发亮。 被一剑射穿,八只戏腿还在不停的乱动着。 一看到那只黑蜘蛛,统领的脸色就十分的难看。 刚刚那只蜘蛛应该就是在他毫无所觉的情况下爬上了他的肩头。 如果不是王胜,统领恐怕会有很大的麻烦。 特别是当他刚刚想要威胁王胜,可王胜就能在他自己十分不情愿的情形之下把刀子放在他肩头。 说真的,如果王胜当时不挑那只蜘蛛,直接抹统领的脖子,统领恐怕也未必躲得过。 就算躲得过,动作那么大,那只蜘蛛还不直接在他身上来一口。 那情景,估计一定会很美妙。 经过这一遭,统领算是明白了,在千诀地里面,还真没人能玩得过王胜。 仔细权衡了一番之后,最终还是打消了要强迫王胜的念头。 即便有,也只能放在以后,最好是等出了千诀地的时候,绝不会在千诀地里面办蠢事了。 没说出的话,终究还是没有说出来,统领兴兴兴的回到了老太监这边。 老太监看着统领那张不痛快的脸,倒是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笑了笑。 王胜却知道,自己必须要站在漩涡之外了。 等统领退回原地,王胜马上做出了决断。 右手有座小山,这算是这里最高的地方。 王胜指着右手边上那个最高点,冲着众人说道,我已经把大家带到了地头,这里没我的事了。 我会在那个山顶上等着大家。 半个月。 王胜按照大家约好的时间计算了一下,给出了一个期限,我在那个山顶等半个月的时间,时间一到,不管人有没有回来齐,我都会带赶到的人离开。 你们要做什么,我不管,我也不想知道,所以千万别告诉我。 王胜又冲着所有人说道,我只是个带路的,杀人放火也好,就死扶伤也好,和我无关。 第282章远离是非,下。 虽然不怎么乐意,可没人去阻挡王胜。 王胜湿湿然的离开了众人,很快的来到了那个小山山顶。 山顶的视野还不错,特别是山顶的一棵大树,在这片区域中,是最理想的狙击阵地。 也就是说,王胜在树上,其实是可以看到很远的。 不过,可惜的是,千绝地里面密林太过于茂密,皇家的大内高手们都在地面活动,王胜根本看不到。 如果红外线望远镜还有电的话,或许能近距离的看到他们的行动,但很显然,大内高手们还要往近突进。 在周围做好了警报装置,王胜安全地在树上搭了一个一人居住的小营地。 反正所有的吉养都是纳戒带进来的,一个月时间根本不用担心用完,王胜可以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仔细地考虑一下自己修行要主攻的方向。 这个方向,并不是说偏向于力量还是速度,而是偏向于主观上的一种事,或者说给人的一种气息,是一种知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也是李老太监在王胜服药的时候说出的王胜的误区。 他以为王胜没有听到,其实王胜听得清清楚楚。 不光是战斗一时小人在千绝地范围内当场重复了他的举动,连王胜的单兵作战终端也在那个时候录下了老太监的话语。 没有了卫星,单兵作战终端就只能成为最简单的单机,录音,照相,以及存储一些资料,但王胜在老太监住进家里之后,可没少防备,单兵作战终端的触发式录音功能早就开启并放在隐秘的地方,谁也不知道。 现在只有王胜一个人,王胜拿出单兵作战终端,戴上耳机,开始播放录下的声音。 战斗意识小人当时只能重复一遍,单兵作战终端却可以多次重复,听一听其中的语气什么的,有助于更进一步的分析。 王胜仔仔细细的听过老太监当时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后,收起了终端,然后自己开始思考,自己应该主攻哪个方向。 千绝帝真的是和王胜有缘,那次吃稳元魂分裂也是在千绝帝完成的,巨大压力之下,王胜修行的速度会快许多。 现在还是一个人,王胜可以在保持着这种压力之下更高效的思考。 自己到底擅长什么? 老太监说自己有一股中正平和的文气,那估计是自己这些年练习书法带来的气息变化。 书法王胜在练习过程中很喜欢,但并不会把自己变成那种只知道君子大义的读书人。 身为一个资深狙击手,要是还讲究以德服人以礼服人的话,那还是别干了。 玄之又玄的道气,这应该是和灵须老道士接触,以及雕刻老君像和那些道门宁连有关,九字真言也有直接的关系。 不过,王胜可以学习道教文化,也可以帮忙传播,但让自己变成一个初识高人,那还是算了。 还有些老太监暂时没看出来的,王胜自己也琢磨了一番。 估计有对雕工深入理解的匠气,也有名师气度,甚至还有厨师的俗气,或者说是发明各种炒菜方法的大宗师气度。 可这些并不是王胜想要的。 从本质上说,王胜是什么? 王胜是个资深狙击手,特种兵王牌,天生富有进攻性的战士。 王胜最擅长的是什么? 如果除掉后面学习的这些元魂方面的东西,王胜最擅长的就是利用现代化的装备虐这些古代人,以及用地球上现代化的思想和知识缅压这个世界的这些落后的一切。 那么,王胜应该走哪条路才最合适? 想来想去,想了好长时间,足足有一天多的时间,王胜忽然笑了。 自己从来都是一个战士,那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可想的? 要做,就做一名战士,一往无前,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战士。 地球上所有学习过的一切,其实都是在为这一个目标服务。 不管是各种战斗技能,还是各种的暗杀手法,各种伪装技巧,各种现代化的知识,最后的最后,无疑不是为了让自己成为最强的战士。 在地球上是这样,在这个世界又何必变化? 老太监说自己学的博杂不纯,那又如何? 不纯便不纯,战士从来就不是只精通一种作战技巧的,而是手边有什么,拿起什么都能战斗的。 训练的时候,王胜还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学的东西太多了,会导致自己成为一个不纯粹的战士。 恰恰相反,恨不能学的越多越好。 老太监提醒的及时,但结果并不是让王胜专精某一种,比如杀人手法,比如盗门气息等等,却是让王胜更加坚定自己的战士道路。 想通了这些,王胜呼的心中再也没有什么挂碍。 脑海中自然而然的涌起九字真言的第一个字,口中也跟着念了出来, 林。 林字,意为身心稳定,表示林是不动容,保持不动不惑的意志。 在这个时候,才是真正让王胜明白。 脑海中一片清明,说不出的舒畅,进而王胜轻松的联想到,林字既然能让自己林是不动容,保持不动不惑的意志,那用在对手身上,自然是震撼对方的神志,动摇对方的意志。 第一次带对进千决地的时候,一句临死之前因死那个想对王胜出手的家伙,自然也就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了。 圆魂空间中,巨碑之上的林字,开始放出了和兵者同样的光芒,比阵字还要亮。 想通了就不再困惑,王胜轻松自在的每天在树上念着九字真言,心无挂碍,也不管皇家大内的高手们此刻如何,自己悠哉悠哉,慢慢的等着约定好时间的到来。 时光匆匆而过,半个月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王胜沉浸在修行中也不觉得长。 当一阵熟悉的警报从战斗意识小人那边传来的时候,王胜看着那边的方向走出的人影,立刻意识到,大内高手们出来了。 还有不到两个时辰的时间,看来他们的确是很守时。 王胜下了数,就在树下静静的等着。 当他数着出现的人影的时候,不由的一正。 十一个人进去,可出来的身影只有七条,少了四个。 第283章老太监的态度,上。 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大内高手,中间隐隐背护着的是李老太监,在最后断后的,反而是那个叫不上名字的统领。 这个队形,王胜一眼就能判断出,肯定是他们找到了什么东西,而且东西就在李老太监身上。 否则以李老太监的修为,还用他们这些喳喳掩护。 走到王胜面前,王胜只是冲着众人点了点头,什么也没多说。 倒是统领双眼雀红,飞速地冲到了王胜的面前,冲着王胜大吼了起来。 都是因为你,要不是因为你不进去,我们怎么会损失那两个兄弟。 统领怒吼着。 不光是统领,还有几个大内高手也一样看着王胜目光不善。 王胜听出来了,队伍里少了四个人,可是统领追究王胜不在的原因却只有两个,也就是说,因为地形或者无法及时发现危险而导致牺牲的,只有两个人。 这已经比王胜判断的要少了一个,王胜以为他们至少要付出三个人的代价才能进到核心区域。 我们出发之前没有说好吗? 王胜才不会管皇家的人死了几个,这都和王胜无关,王胜是不会参与到他们的任何秘密中去的。 一来这和王胜的终极目标不符,不值得王胜去冒这个险。 二来,参与太深容易被胁迫被灭口,王胜没那么傻。 为此我还特意多带了一个高手进来。 王胜平静地看着暴怒的统领,平静地叙述着已经发生的事实,那时候我还是看在李老的面子上。 李老,我做错了什么吗? 后面这句王胜是问那边坐着休息的李老的,这老家伙领受王胜面子的时候爽得不要不要的,这会却一言不发,哪里有这种好事? 李老太监颤颤巍巍地抬起头来,看了看统领,又看了看王胜,本想着马上低下头去说话的,可突然之间他好像发现了什么一般,又盯着王胜看了一眼,轻轻一了一声,盯着王胜几乎目不转睛了。 似乎在确认什么,盯着王胜好一会,期间还狠狠地眨了几次眼睛,最终确认自己没看错。 你没做错什么? 老太监终于开了口,说得很慢,统领是因为死了几个弟兄所以心情有点糟糕,没别的意思。 好吧。 王胜点了点头,看了看统领,也不管他暴怒的眼神,很不给面子的说道,既然如此,看在李老的面子上,我就不追究了。 统领大怒,这会是你这个小子追究不追究的问题吗? 正想要做些什么,那边老太监呼得轻轻地咳嗽了几声,统领顿时间硬生生压下了自己的火气,脑恨恨地坐到了一边休息。 即便大家在休息,老太监也是被重点保护的对象。 王胜甚至连走近一点都会被几双不善的目光围攻。 很明显,这次大内高手们找到了不得了的东西,否则不会如此。 王胜也不挑衅大内高手们的忍耐极限,自己主动地远离了一些,然后静静地等着。 还有两个时辰才是约定的时间,还没到离开的时候。 不过,众人休息了一刻钟之后,老太监就发了话,不用再等了,我们走吧。 老太监现在是最高领导,他说不等那就不等,王胜早就准备好随时能撤离,二话不说带着人就走。 一路上王胜都没话,众人也都没有来的时候问王胜问题的兴致,走得十分的安静。 闷头走了六七天,算算距离,再有十几里估计就能离开千绝地了。 众人开始在千绝地内最后一次休息。 每次休息,都是同样的情景,老太监被护在中间,其他人在周围警戒,这次也不例外。 不光是王胜在计算距离,每个人其实都已经有了一定的丛林生活经验,也都估算得八九不离十。 知道前方不远就是出发的地方,统领也不由得动了异样的心思。 我要是你,就老老实实地走完这段,大家好聚好散,没必要弄得剑拔弩张。 一个让统领没意料到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甚至不仅统领,连其他大内高手们也都愕然地看着说话的人。 说话的不是王胜,而是李老太监。 正因为这话是从他口中说出来的,所以众人才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老太监说话,并没有背着人,更没有背着王胜,王胜同样也听到了这段话。 说实话,王胜自己也有些意外,原以为他们会动手的。 人无信不利。 老太监的话语忽然变得冠冕堂皇起来,说好了的条件,就不要反悔,也不要追究什么。 人家没有窥探我们的秘密,我们也没必要赶尽杀绝,大家互相结各善缘,我看挺好。 你说呢? 独狼? 我觉得也不错。 王胜笑了起来,平静地回答道。 从见到他们开始一直到七八天之后的现在,王胜和李老太监说话也好,和统领说话也好,都是这种平静的语气,仿佛一点都不担心什么。 而且,我敢保证,如果你真想做点什么的话,独狼绝对有办法让我们从此再也离不开千绝地,是不是,独狼? 老太监一开始的话是冲着统领说的,后面的问题却直接转向了王胜这边。 您老说是,那就是吧。 王胜还是笑了笑,平静地说道。 统领大惊,他完全不知道王胜有什么底牌,能在距离千绝地不到二十里的地方留下他们。 难道是有超强的妖兽? 不可能。 要是有妖兽的话,李老也不会一点示警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我上次和你说那些到底是对还是错。 李老太监呼得冲着王胜说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语,不过看起来,你已经意识到并做到了,恭喜你。 多谢李老成全。 王胜的回答同样让统领和几个大内高手莫名其妙,他们在说什么。 他们迁怒于你是他们不应该,我替他们向你道歉。 老太监的话语十分的诚恳,甚至放弃了他一直以来的咱家的自称,态度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 好说好说。 王胜打了个哈哈,如果人人都是您老的话,那这天下可能会太平许多。 第284章老太监的态度,下。 这番话说的,除了王胜和李老太监之外,其他人听得一头雾水,都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王胜却是心中暗暗的赞叹,老太监的眼力真的是太肥了。 自己没多长时间前才确定了自己的方向,老太监会合后第一眼恐怕就看出来了。 老太监其实心中也是同样的在惊讶。 王胜带给他的惊讶真的是越来越多。 自己趁着王胜服药的时候说的那些话,想来王胜是已经彻底听到,并且理解领悟,而且就在短短的这么半个月之内,就已经想好了解决的办法。 看王胜那种坚定自信的目光,老太监就知道,王胜已经不会再因为类似的原因而导致修行上的困惑,也就是说,王胜修行的道路前方已经是一片坦途。 最让老太监动容的是,王胜一个小小的三重镜面对六个六重镜七重镜,外加一个深不可测的李老太监自己,居然没有一点害怕心虚的表现。 使外强中干强自镇定。 以李老太监和王胜相处这么长时间的了解,加上对之前王胜办过的各种事情的调查,很明显不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王胜一个小辈,或许在千诀地里面,真的有能把包括老太监在内的所有人都留下的底气。 当年王胜还是不入流境界的时候,就已经葬送了十几个五重镜高手外加数百比王胜修为高许多的高手性命。 现在王胜已经是三重镜巅峰,经过了各方高人指点,甚至还有老太监本人在内,那这个时候的王胜能在千诀地里面解决多少人。 一路上老太监其实已经在暗中试探过多次,却没有从王胜身上看到一点破绽和心虚,甚至有几次老太监暗中偷偷地动过一点手脚,连身边的统领和几个大内高手都没有察觉,可王胜都是有惊无险地避了开去。 一次两次老太监还当时运气,可是连着下来七八次,那就不是运气可以解释了。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王胜在有些方面真的是比身边这几个六重镜七重镜的大内高手要高明,甚至王胜有两次躲过试探之后还冲着老太监若无其事地笑了笑。 从那个时候开始,老太监就再也不试探。 统领只是个统领而已,可老太监却是皇上的心腹,队伍的领导权,其实一直都在从来不怎么发号施令的老太监手中。 老太监不让大家动手,自然是谁也不敢动手的。 独狼,皇家从未想过和你为敌。 李老太监的话一出口,就让统领和几个大内高手心中一颤,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他们自作主张了? 可统领自问,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皇家,难道这其中还有什么他不知道的隐形? 刹那间统领的冷汗就出了一身。 如果有人问起皇家这次的出行,你如实相告就可以。 李老太监紧接着说道,却是完全和统领不一样的口径,让统领更是不知道所以,一头的雾水。 王胜站在不远处,直勾勾的盯着老太监的双眼。 老太监也是毫不心虚的直视王胜,终于,王胜微微的点了点头。 老太监看到王胜点头,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好像放下了什么,却什么话也不说,仿佛经历了一场艰苦的战争一般。 皇家现在的地位很尴尬,难道你们就从未想过改变吗? 王胜看着老太监那勾搂的身影,呼得心中一动,脱口而出道。 怎么改变? 老太监一愣,似乎没想过王胜会和他说这个,抬头皱眉问道。 同时挥手,让统领和大内高手们都退到自己身后,务必不让王胜感觉到有威胁。 天子分封诸侯如何? 王胜随口回答道。 和解? 老太监从未听过有这种说法,急忙问道。 王胜也不隐瞒,本来话题就是他挑起来的。 春秋战国时期的那种天子分封诸侯的制度简单的讲了一遍。 说实话,王胜讲的并不怎么详细,但是老太监却听得异常的用心,越听越是觉得激动,整个身体都颤抖了起来。 地球上中国古代周天子灭伤之后,通过分封诸侯国,几乎霸占了整个天下。 这段历史王胜知道的不是很详细,但至少知道一些。 而且王胜也不是主要讲述历史,而是这种分封制的政治制度。 反正到了战国的时候天子的地位也比现在的皇室好不到哪里去,可是毕竟顶着一个天子的名分,那就是大义所在呀。 后来三国时期曹操最厉害的不就是邪天子以令诸侯吗? 如果皇家能把自己争取到天子这个地位上,那很多事情就好办了许多。 至少皇家不至于这么不干不干的被困在小小的京城一语。 虽然本质上也改变不了多少,但好听多了呀。 王胜想的并不是如何帮助皇家扩大势力,而是想要让皇家约束一下其他的世家大族,这样对王胜日后的行动有利。 所以王胜看老太监还算是投缘,趁机说了出来。 只要皇家带头闹起来,至少也会有一段时间各方的角力,方便王胜行事。 可这些话听在老太监的耳中,那却是如同惊雷一般。 皇家一直地位尴尬,但一旦成了天下诸侯都公认的天子,地位可就完全不同。 这里面可操作的东西太多,以至于老太监一时间都无法想完全,不得不求助王胜。 京城那么多读书人,闲着干什么? 王胜才不会自己动脑子把自己陷进去,直接把问题推到了那些同样在争取存在感的文人柿子头上,让他们弄一整套理智出来。 慢慢琢磨呗。 老太监一琢磨,也对,要说弄规矩,那些读书的家伙一个比一个擅长,肯定能弄出来一套有理有据有节的大礼仪出来,而且个个都会干尽十足,不用他们白不用。 今日受教了,这里也拿不出什么大礼道谢,只能先欠着,你多担待。 老太监站起身来,冲着王胜就行了一个大礼,虽然不是跪拜,但能让老太监行这个礼,也着实把大内众人都吓了一大跳。 这还不算完,这边一躬身,那边老太监出手如电,闪烁间,刚刚动了歪心思的统领身形一将,下一刻,脑袋就直接飞了起来,不偏不倚的飞到了王胜的身前不远。 他对你有过杀心,大逆不道,我替你斩了。日后你但凡来京城,天子必扫踏相迎。 老太监动作快,直接就把天子的称呼搬到了皇上的头上。 第285章 皇家的机会 上 在剩下几个大内高手惊恐莫名的目光中,老太监带着他们几个,飞快地离开了休息的地方,直奔千绝地外。 王胜就站在原地没动,目送他们离去。 说实话,他真的不想和皇家这些玩政治玩阴谋的牵扯上一点关系。 剩下的十几里路,几乎是一片坦途,再没有遇到过一点麻烦,六个皇家高手没用多长时间就彻底离开了千绝地,然后回到了京城的地界。 直到踏上了京城的地界,再也感受不到千绝地的那种凶险气息,老太监才长出了一口气,头上身上的汗水刷的一声全都出现。 刚刚的一路上他都是在绷着,一直到现在才算是放松。 李老,统领这是,回去该怎么说,怎么交代? 您老吩咐一声,我们绝无二话。 一个大内高手怯生生地凑到了李老边上,摆出一副完全听李老招呼的架势请示着。 李老这里一声汗,他们几个大内高手何尝不是。 刚刚王胜说了些什么天子诸侯的,他们都没怎么听明白,就看到自家统领被李老瞬间摘了脑袋送到了王胜面前,那一刻的恐怖,差点让他们都支撑不住。 回去实话实说,不用隐瞒。 李老总算是几口气下来喘得云时了,轻声叮嘱了一句,然后下令道,马上走,回宫。 众人不敢怠慢,急忙护着李老直奔京城。 路上只要能碰到皇家禁卫军就行,就不用担心安全了。 你们别以为独狼在那个时候就是任人宰割的。 路上李老为了让众人明白之前的凶险,少不得也解释了一番,那个笨蛋刘杰,真以为自己是皇家统领,就能为所欲为吗? 当时你们只要敢轻举妄动,一个都活不了。 几个大内高手对李老的话不怀疑,可是任他们怎么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那个情形之下,王胜周围也没有什么凶猛的妖兽,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剧毒的植物,怎么就凶险了? 王胜一个三重镜的小辈,怎么拿下他们六重镜七重镜高手外加李老的性命? 千诀地里待了一个月,你们难道还没弄明白? 李老真的是有些愈怒了,这几个家伙全都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家伙,中心毫无问题,但脑子实在是差了点,在千诀地里面,最危险的不是那些妖兽,而是虫子。 虫子? 你们不明白。 五个高手一连串的点头。 千诀地的虫子可怕他们当然知道,进了神鹰狱死掉的四个人,至少有两个是死在虫子口中的。 可是这和王胜有什么关系? 我们坐在那边休息的时候,每一个人的身边身上,至少都有不下几十只剧毒的小虫子。 李老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和一些盲汉计较什么。 直接给他们说就是了,刘洁当时要是敢有异动,当场就会死的不能再死。 那个时候众人身上都有虫子。 几个大内高手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可李老不会说谎,一想到当时自己身边身上居然有数十只剧毒的虫子大家竟然还一无所知,哪怕是最心大的那个也都吓出了一身冷汗。 另外,回去之后,你们全都尽足,毒狼后面说的所有话,全都给我忘掉。 李老忽然之间语气冷立了起来,最好忘记得干干净净,一个字都不要记得。 是,李老。 五个高手心中一柄,急忙齐齐地答应一声。 身为皇家大内侍卫,就算是脑子有时候不明白,可也知道有些不该知道的事情绝不能知道。 就算是知道了也要装着不知道,多嘴多舌的比皮肤的命还短。 李老让他们忘记,已经算是网开一面放他们一码了,真要是不知好歹乱说,估计都活不过开口之后的第二天。 很快一行人就遇上了一对皇家敬畏,一个大内侍卫上前亮明身份,那一对皇家敬畏赶忙保护着众人一路飞奔回到皇宫。 一进宫,李老就急匆匆地直接递牌子求见皇上。 自有皇上身边管事太监将牌子送了进去。 皇上此刻正在和几个大臣议事,管事太监小心地走到皇上身边,在皇上耳边轻轻地说了几句,刚刚还满脸愁容的皇上猛地站了起来,面露喜色,赶紧宣他进来。 这边直接停下了议事,把几位大臣赶了出来。 在几个大臣疑惑的目光中,一个老太龙中风烛残年看着马上就能挂的老太监,一身的狼狈,脏兮兮的服饰,就那么急匆匆的走了进去。 让大家看得面面相去,这是发生什么大事了? 从快中午的时候李老太监面见皇上,一直到晚间快要大半夜的时候李老太监才算是把这次千绝地之行和路上发生的事情向皇上禀报了一遍。 特别是他听王胜讲述的那个天子分封诸侯的制度,更是把自己听到的原原本本的讲了出来,连之后斩杀大内统领刘杰给王胜道歉的事情也没隐瞒。 杀得好。 皇上听完老太监的话,二话不说先称赞了一句老太监办事得力。 他刚刚听到那个天子分封诸侯,已经激动得快要全身发抖了。 王胜这样的人,不尽全力的拉拢已经是大错特错了,居然还想着要杀掉,这个刘杰,往自己以前还觉得他办事可靠。 幸亏老太监当机立断哪。 王胜随随便便说出的事情,简直就是上天赐予皇家的大礼啊。 他脑子里还有多少东西没有说。 真要是被刘杰那个蠢货愚蠢到人家根本不想知道你做了什么还非要灭口,皇家都不知道去哪里哭啊。 杀得好啊。 这已经是皇上第二次夸赞李老说杀得好了。 脑子里闪动着天子诸侯的概念,皇上再也忍不住,站起来在地上来来回回的走了基石圈,猛的下令,马上召集几位众臣,就说有要事相伤。 好容易听到一个能让皇家的地位提升的概念,皇上实在也不想多等片刻了。 哪怕现在是大半夜,他也忍不住要叫几位众臣来商量,甚至李老他们从千诀地里面带出来的东西,都已经顾不上清点查看,脑子里只有这一件事。 皇宫里今夜变得热闹非凡,皇上和几位众臣,一直在御书房里待到了天亮,还是意犹未尽,连上朝都被推了好几次。 京城不知道有多上人都惊诧莫名了。 第286章 皇家的机会 下 一连几天,皇上和几位众臣都和打了鸡血一般的亢奋,每天都在不停地研究着什么,连带着朝会也都推了好几天。 这还不算,商量了几天之后,几位众臣牵头,直接先把京城内的宝学之士一网打尽,尽数带到一个大书院之中圈了起来,开始神神秘秘地研究起什么大礼仪来。 书院是指许进不许出的,周围有进军把守,但进入书院之后的那些文人世子一个个显得极为亢奋,偶尔从外面门缝里看到里面经过的身影,一个个都是小跑带着疯的,从没见他们这么精神过。 大礼仪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几个人研究几天就能弄出来的。 王胜那个时候在树林里讲的不多,但却讲了几个关键的地方,礼仪就不说了,至少得有一个或者几个学派死心塌地的支持,有圣人之言威严大义什么的,所以,一本到几本的经典是必不可少的。 用王胜的话说,得有理论支持啊?得有读书人传播呀?得有掌握话语权啊?等等一系列,至于说具体是什么,那不是王胜的专长,皇家自己搞定。 又过了几天之后,全国各地的各种学派的大学问家都收到了邀请。 大家集中在一起,先争论出个先后,反正宗旨就是哪个捧皇家,哪个捧天子,天子就会采纳哪一派的学问。 哪一派的典籍也就能成为经典,哪一派的先祖就能成为圣人。 光是这个就不知道要吵多少天,反正皇家今年一整年都有的忙了。 王胜还特意提醒了李老太监一句,不要没守成规,单独的捧一家,让他们自己从各的学派中取长补短,融合成一家,免得又和地球一样,出现元魂世界里霸出百家独尊如数的学术灾难。 皇家的神秘举动当然逃不过各世家的眼睛,但发现皇家只是纠集了一批读书人不知道在鼓刀什么之后,就再也不怎么关注。 一群书呆子,每天就知道掉书袋,就算他们连起手来,也不过如此。 不是各世家看不起他们,这些读书人当中,最厉害的几个,号称是大学问家,平日里修行的也不过是那种养身修心的鹿子,最强最强也就是七重镜八重镜的修为,但只是修为,真要战斗的话,随便哪个家族派一个八重镜的高手,就能把他们整个的横扫,一个不留。 这样的一群书呆子,值得防备吗? 他们商量来商量去,也不过就是些学问上的东西而已,根本不值得关注。 皇家这边憋着搞大动作的时候,王胜已经返回了无忧城。 正如老太监的猜测,在千绝帝和大内侍卫们对峙,王胜是有恃无恐的,依仗的,就是李老太监口中的虫子。 相对于那些大型的妖兽来说,体型更小脑子更小的虫子,更容易对王胜产生亲近感。 王胜在小山顶上使用九字真言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一点。 震自能让王胜产生一种让动物感觉亲近的气息,上次拐带丛林巨猿的小猴子就是因为这个。 用了很多次,越发的熟练。 练习的时候,王胜发现,自己的身上有时候会落下来一些虫子,但都是静静的待着,也不打算攻击王胜,这才让王胜意识到,这也是自己的一个千绝帝里的秘密武器。 现在的阵自觉,控制大型妖兽还不够,最多只是能拐带刚出生没几天的小妖兽,可是控制起更简单的小虫子来,却是足够了。 王胜要求也不高,只要能跟着自己隐蔽的行动就行。 至于发动攻击,王胜只要冲着目标说一声震字就行。 震字觉用在自己身上是增加亲近感,用在别人身上,就是降低甚至是提升仇恨了。 只要王胜冲着大内侍卫们说一个字,那些虫子们会马上拼死攻击。 老太监人聪明,眼光也毒,总算是在大内统领刘杰要发作之前意识到了不妥,发现了王胜的布置,急忙喊停,才算是免了一场杀身之祸。 不过,后面杀刘杰,纯粹是给王胜卖好,因为他比任何一个人都知道那个天子分封制会给皇家带来的好处。 各大世家绝不会反对的。 皇家看起来没什么变化,想想以前也是皇命出不了京城,变成天子还是一样的状况,但是,对于各大世家却是完全不同了。 以前他们控制的地盘,只能叫各家的地盘,可是,如果真的分封诸侯,那以后唐家的地盘就是唐国,宋家的地盘就是宋国,史家的地盘是史国,等等等等,这名字叫出来,可是比谁谁家的地盘好听多了。 最重要的是,之前各家的家主,以后就是一国之君。 哪怕以前各世家的家主,完全可以过国君一般的生活,但再怎么嚣张,也不敢喊出一国之君的名号来,哪里有唐侯宋侯之类的威风。 天子这么一封封,地盘还是原来的地盘,但身份上却有了天差地别的变化,哪个家主能受得了这样的诱惑? 况且,有了国君的名义,自己控制地盘的那些官员,完全就可以由自己来指派,根本不用像如今这般,还需要和皇家做一些交易妥协什么的。 只要自己定下来,然后把名单上缴一份给天子报备就行。 这绝对有助于各家加强自己家族对于地盘的控制,没人会反对。 皇家也正是看清楚了这一点,才发现王胜出的主意简直就是神来之彼,绝妙至极。 只要抓住分封这个权利,日后说不定能插手到各世家继承人之间的争斗中,扶持那个偏向皇家的,用不了几代,皇家绝对比现在要滋润许多。 当然,皇胜并没有告诉李老太监当年周天子是怎么看诸侯国的脸色形势,怎么个凄惨法的,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皇家的胃口也被吊了起来。 只要皇家一开始推行分封制,估计各大世家就会被牵扯经历,王胜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借用他们的力量,来探一探千绝地核心的秘密。 不过现在,王胜还需要先把承诺的事情做完。 已经收了凯旋公的报酬,宁气散也吃了,现在就得带着人家的队伍进一趟千绝地。 第287章 故人上门 上 凯旋公的人很神秘,到目前为止,要不是强威姐和王胜说过凯旋公的名字,王胜一直都不知道和自己打交道的宗门是什么来头。 连王胜都不知道,无忧城至少99%的人更加不知道,也就是无忧城主和几个大家族的主事人可能清楚,凯旋公的保密工作绝对出色。 怪不得人家是隐世宗门,看看这隐的,连名字外人都不知道。 来到无忧城的凯旋公队伍,直接装备着王胜发明的套装,连脸面都隐藏在防护面罩之后,别人根本就看不清楚。 王胜这次没有休息一个月,回到无忧城只在家里休养了七天。 七天期间,王胜再没有感受到自己的食物中有毒,估计是上次回答问题换敌心丹的消息传了出去,对方知道没什么意义所以才罢手。 出发的地点这次凯旋公没有特别指定,还是走无忧城城主府。 不过,光凭这一点,王胜就猜测,无忧城城主肯定和这些隐世宗门有一些联系。 加上上次带来造化丹的王老和风少,王胜甚至怀疑无忧城是不是就是代表着这些隐世宗门的利益,否则皇家和各大宗门怎么会允许无忧城的存在。 老规矩,重申一遍。 王胜在出发之前,不厌其烦的再次宣布,顺便打算当着诸多人的面,把和皇家的这次合作规矩也说出来,第一,不许做我不让做的事情。 第二,不解释。 有没有人不明白或者不打算遵守的,现在就可以站出来。 当然没有人站出来,凯旋宫花费了高昂的代价才请动了王胜,怎么可能会有人在这里退出? 我对你们要去哪里,去干什么,完全不感兴趣。 还是训话的口吻,王胜站在众人面前大声的说道,所以,只要告诉我一个大致区域,我只负责带路,到了地方,随便你们干什么,我不参与,我只在外围等着,时间一到,就离开。 这位大先生,同意吗? 大先生是这次凯旋宫派来领队的,也不透露自己的名号,只让王胜称呼大先生。 这个时候,大先生能不同意王胜的话吗? 况且,王胜主动避嫌,他高兴还来不及,怎么可能不同意? 你们也不用计划着到时候逼迫我带路帮忙什么的,先小人后君子,先说好,不管你们做什么,我。 不。 参。 于,王胜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 这不是王胜啰嗦,上次那个皇家统领就是犯的同样的毛病,走的时候答应的好好的,到了里面就想变卦。 要不是老太监眼力好,王胜不介意把他们全部都葬送在里面。 为了让你们不至于埋怨,所以,我愿意多带一个人。 王胜还是使出了对待皇家同样的手段,多带的这个人,负责干到了低头我不愿意干的事情。 当然,和皇家也是这么合作的,你们尽管放心。 但是…… 凯旋公的人还来不及开心,王胜就已经说出了但是两个字,如果你们想在里面逼迫我干什么不愿意干的事情,我不介意把你们全都留在里面。 有些话还是说在前面比较好,否则到时候一大堆的麻烦,动手不也是麻烦之一吗? 可王胜的这些话,对某些人来说,肯定是不好听的。 虽然暂时看不到大家的面孔,可是王胜能感觉得到那几双不善的目光。 相信我,在千诀地里,我有一万种法则让你们死得无声无息,消失得无影无踪的。 王胜不介意让对方知道自己的厉害,有些人就是不见黄和心不死的性子,直接断了他们的念想还是比较好。 这次要出发的所有人,都在无忧城外的千诀地里面训练过,千诀地的恐怖,他们是都清楚的。 王胜这么说,一点都不夸张。 可以。 大先生直接点头,因为他想不出来他有什么不同意的理由。 犹豫了一下,大先生有点不确定的开口问道,皇家也是这样合作的。 对。 王胜点头回答道,不过,你们别问我细节,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带路到了一个区域,仅此而已。 哪个区域,方便说吗? 大先生怀着一丝期望,小心地问道。 这个皇家倒是没说不行,可以。 王胜的回答不光让大先生喜出望外,连不远处旁听的城主府的管家老哥都被吊起了胃口。 城主府就有简单的千诀地的地图,王胜在上面直接画了个圈,就是这附近。 凯旋宫的人和城主府的人都看到了这个圈,大家在心里琢磨着那是什么区域,但谁也没多说什么。 这边凯旋宫也没有多浪费时间,飞快的又找来一个同伴装备好之后,一行人跟王胜,再次进了千诀地之中。 直到进了千诀地,大先生才告诉了王胜真正的目的地。 王胜从他画的那个圈看,和皇家的人倒是没重合,这次去的是赤熊堂。 不过,不是王胜他们上次进入的那个方向,而是另一个方向,距离那个门楼大概有百十里。 只是带路,对王胜来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可能是因为大先生在出发之前的保证,加上王胜的确是带着皇家的人出来了,所以一路上都没有人找麻烦。 和皇家的选择很类似,大先生也是选择了直线行进,路上遇上的凶猛妖兽,由凯旋宫的人负责。 赶路没有耗费多长时间,只用了六天,就赶到了地方。 如同上次一样,王胜找了个显眼的地方修行等待,凯旋宫的人自己进去搜索。 不过可能是因为王胜已经和皇家有过一次成功的合作经历,这次凯旋宫的人没有在犯皇家那个统领的错误,任由王胜在那边等着,他们自己辛苦。 半个月之后,凯旋宫只损失了一个人,回到了王胜等着的地方。 见到人,王胜一句多余的话也没问,到了时间就带着人往回返。 回来的时候多用了一天的时间,然后一群人湿湿然的回到了无忧城。 交易完成。 两个成功的先例,这下所有的世家都坐不住了,再不抢先,千绝地里面和心还不敢想,可神英玉和赤熊堂的肥肉就要飞了。 第288章 故人上门 下 前面两家去了哪里,得到了什么,不知道多少人想要知道。 可惜,王胜这里根本就不参与,想知道他们得到了什么都没办法。 不过,两家去的目的地王胜却都没有隐瞒,直接告诉了管家大人。 管家大人更爽快,杀手大厅挂了个牌子,想知道的,一百金币就能买到。 只是这一个牌子,居然瞬间就卖出去上百个,凭空一万多金币入账。 皇家在搞大礼仪,凯旋宫的人拿到了东西马上有大批高手接应,飞快的消失,让人想追踪都没办法追踪。 所以,大部分的目光还都是集中到了吴忧城,集中到了王胜身上。 就算从王胜这里弄不到那两家的秘密,可约一下让王胜带着进去一趟,应该不是问题吧。 王胜可懒得和那些世家的人打交道,直接交给了城主府去打理。 管家大人现在应付前来合作的人应付到手忙脚乱,可那种能卡住各大家族脖子的感觉让他爽得欲罢不能。 就在王胜准备这次好好休养一番的时候,两个王胜意想不到的人出现在了王胜家门口。 早在回来的时候,王胜就交代过,没事不要来烦他,和城主府管家大人商谈便是。 各方的人也拾去,从没有人来私自打扰他,可今天却破了力。 以往有人要过来求见王胜,不用等王胜出面,吴忧城就会派人好言相劝。 可这次,连吴忧城的人也都没出面。 等到王胜见到来人之后,脸上才露出了惊喜娇家的表情,原来是你,难怪。 来到王胜家门口的是两个熟人,而且还是颇有渊源的熟人。 一个是宋家大小姐宋烟,另一个则是宋烟的管家宋老虞。 和宋烟分别到现在,已经快三年的时间。 三年的时间,足以让一个青色的小丫头变成一个英气勃勃的女高手。 现在的宋烟,比起三年前来,多了一丝鹦鹉,多了一丝成熟,也多了一丝睿智,云衬的身材没什么变化,脸蛋却越发的明艳照人。 穿着还是三年前的那个样式,可见面就给王胜一种地球上霸道女总裁的气质印象。 老虞书倒是没多大变化,不过,王胜能看出来,他的修为已经不是刚见面时的三重镜。 连王胜这些年都提升了四级,老虞书就算再不堪,也不会停留在原地。 宋烟曾经和王胜说过,他要闭关修行到六重镜才会出关,可王胜看着他,似乎并没有那种境界的感觉。 难道宋烟也和王胜一样,有一种独特的掩盖修为的方法? 是宋烟的话,无忧城的人不拦着也就正常了。 从名义上说,宋烟一直是王胜的未婚妻,宋家一直在大力的宣扬这个,而王胜也从来没有在公众场合否认过。 那人家未婚妻来找自己的未婚夫,夫妻见面,哪怕是无忧城的人也没有理由阻拦。 其他各家的人极度的要死,他们每一个都想要和王胜马上见一面,恨不能立刻让王胜带着他们也进出一趟千绝地而没机会。 可宋烟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进了王胜的家门,别人看着还没脾气,谁让他们家族里没出一个王胜看上的美女呢? 不请我进去坐坐。 宋烟给了王胜一个俏丽的微笑,俏皮的问道。 本来鹦鹉的气质,因为这一笑,越发的吸引人,王胜差点都看呆了。 进了王胜的院子,老虞书一点都不拿自己当外人,特别是自家小姐也过来的时候,直接就把自己定位在小姐和姑爷的管家位置上。 面对着看着突然出现的两人不明所以的两个丫鬟,直接自我介绍了一下,就开始吆喝着两个小丫鬟忙碌起来。 两个小丫鬟莫名地看着王胜,等着王胜的吩咐。 王胜看着这一幕,不由得笑了起来,冲着两个小丫鬟微微一点头,两个丫鬟这才放心,冲送老于失礼之后,开始按照他的吩咐,泡小姐喜欢的茶,准备茶点等等。 你出关了。 坐下之后,王胜才好像是没话找话一般的问了一句。 宋烟美好气地白了王胜一眼,都懒得回答王胜。 自己都到他眼前了,还问这种白痴的问题。 那你修行到六重镜了。 王胜记得上次和宋烟约定是宋烟要修行到六重镜,然后王胜告诉他元魂提升的秘密,现在当然要问一句。 没有。 这次宋烟回答了王胜,结果和王胜的猜测一样。 没有到六重镜你带着老于书来摆什么女主人架子。 王胜也没好气地反问了一句。 宋烟的表现,还真没把自己当外人。 你想要使乱中气吗? 宋烟的脸色一变,眼圈瞬间变得红了,突然就从一个英气勃勃的女总裁变成了被人使乱中气的弱小三,转换速度之快,让人瞠目结舌。 眼! 眼! 王胜被宋烟这表情给逗乐了,直接笑喷,看起来还真像那么一回事。 要是在地球上,宋烟这演技,绝对是个影后级别的。 这么多年没见,你就不能迁就我一下。 宋烟见王胜根本不理会他装柔弱,也瞬间恢复了正常,皱着眉头反问道,难道你就只喜欢大长腿? 王胜一拍脑门,真的是无语了。 这喜欢大长腿的名声还传到了闭关的宋烟这里,真是彻底无语了,只能无可奈何地回应道,不止,我还喜欢大胸细腰的。 还好还好。 宋烟总算是露出了一点笑容,庆幸一般的取笑道,我还能站着一个细腰,总算没被你嫌弃。 互相开玩笑间,两个小丫鬟也送上来茶水茶点。 怎么,你家长老们这么迫不及待,连等你修行到六重镜都等不到就迫切的让你出关了。 之前是开玩笑,现在喝了点茶水,王胜开始说起了正事。 谁让你动作这么大? 宋烟也露出了苦笑。 宋家的长老们也真的是有些着急了,这才迫不得已的将宋烟唤醒出关。 谁能想到,当年他们随随便便就可以捏死的小虾米,现在变得这么可怕这么重要。 没办法,为了活命吗? 王胜淡淡的笑了笑,回应了一句。 宋烟沉默了下来,好一会之后,才冲着王胜说道,对不起。 第289章帮我杀了他们,上。 没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 王胜笑了笑,似乎没把以前的事情放在心上,站在你家族的立场上来说,有些事情也无可厚非。 只不过站在我这边的话就有点觉得不爽而已。 宋烟说对不起,肯定不是因为他自己。 他本人在家族的位置也十分的尴尬,名义上是族长的嫡女,可是族长失踪,家族里大长老把持一切,他连说话的分量都没有。 别说劝阻家族长老们不要对付王胜,能让那些长老们不对付他自己就已经不错了。 王胜可是亲自陪着他一起熬过了那个所谓的家族试炼的,要不是王胜,宋烟早死的渣都不剩,成为蛇分了。 现在宋烟过来说对不起,王胜自己都知道,怪不到宋烟头上的。 吃点东西吧。 王胜不想说这些不愉快的话题,打了个茶,我这里的饭菜不敢说天下第一,但排在前十名还是绝没有问题的。 好啊。 宋烟也知道刚刚的话题有些压抑,杨起脸微笑着回答道,早听说你弄出来的炒菜味道一绝,正好尝尝。 厨子已经得到了两个小丫鬟的通报,一想到这可能是给未来的主母做饭菜,那还不拿出十二分的精力来。 平常给王胜做菜也没这么殷勤过,一番手艺亮出来,端得是行云流水,飘逸万分,菜一出锅,更是精美绝伦,色香味一行俱全。 宋烟一直在闭关,平常吃的也是自己丫鬟做的饭菜,几位长老安排的好处,除了东西留下来,人肯定是都赶回去的,哪里有机会吃到如此美味的饭菜。 一顿饭吃的,差点把舌头都吞下去。 都怪你,害我吃这么多。 一油味尽的喝完最后一口汤,宋烟才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娇撑着给了王胜一个白眼,再吃连你喜欢的细腰都没有了。 一向鹦鹉的宋烟突然摆出这么一个妩媚的表情,让王胜看得直接双眼发直。 本来就是个极其优秀的美女,加上修行带来的那种气质,又加上这样的表情,简直就是要杀人啊。 放在地球上的古代,这绝对是个陈鱼洛艳碧月修花级的霍国殃民的美女。 不愉快的话题也说过了,饭也吃过了,自然到了要说正事的时候。 王胜让丫鬟准备了茶水,然后让他们到外院候着。 宋家也打算在千绝地插一脚。 宋烟看起来是不好意思主动提的,那只有王胜自己提了。 反正宋烟已经上门,这个话题肯定是避不开的。 不过,说话的时候,王胜不忘记暗示宋烟,说话小心点,并指了指两边。 两边一边是影子老太监,一边是寒冰里,这两个可是有随随便便隔着院墙听到院子里声音的本事,宋烟来的时候可没掩饰身份隐瞒行踪,想必他们一定在听着。 宋烟多聪明的人,马上知道王胜的暗示是什么。 点头示意明白之后,也开口回答道,长老们动心了,所以特意让我来看看。 虽然有人监听,可是宋家想要打千绝地主义简直就是摆在明面上的事情,根本就不用隐瞒什么。 来这里就是为了请王胜带着宋家人进一趟千绝地,这事情就算是不说,所有人也都心知肚明。 也就是宋家有这个渊源,宋大小姐和王胜有这么一众关系,其他家要是也有类似的关系,早就上门了,还用等到现在。 我走一趟代价不菲。 王胜也知道如此,也不和宋烟客气,直接开口要条件。 反正带谁家的人进去不是带,带宋家进去也无妨,但该给的东西可不能少。 别家给什么,我们宋家自然也能给得起。 宋烟淡淡的说道,这会的语气,倒是有那么一点大家族子弟的样子了。 不过,王胜其实很不喜欢和宋烟现在说话的感觉。 感觉两个人就像是在谈生意一样,完全没有一点往日的情分。 或许两人之间还有,可是谈的事情却偏偏不让他们有更亲密的感觉,十分之不舒服。 另外,之前宋家对你做过的那一切,都可以做出补偿。 宋烟又加了一句。 可说完这句之后,宋烟的嘴却没有停,而是冲着王胜说了两个无声的字,凤凰。 凤凰这两个字宋烟只是摆出了说话的架势,却没有发出声来,但王胜却通过宋烟夸张的唇语瞬间解读了出来。 这一下,王胜不淡定了。 现在王胜最急迫要办的,就是找到梦中女孩。 而梦中女孩的元魂就是凤凰,宋烟之道,而且还叮嘱过王胜,要她不要声张,凤凰是禁忌。 禁忌的理由王胜已经知道了,甚至也可能知道了千绝帝的核心就是当年林家的所在,这些都是在老军官的典籍中记载过的。 可是,老军官虽然流传千年以上,但毕竟不是当时的当世家族,只能靠道听途说,不可能知道真正的内容。 反倒是五大家族皇家这些当时直接参与的势力,肯定知道很多。 宋烟现在说出这两个字,显然是知道了些什么。 既然如此,那王胜还等什么,直接答应,好,既然是你亲自来,我可以答应。 什么时候动身? 哪里出发? 答应的利索,让两边院子里听着的韩冰里和影子老太监都是一阵叹息。 哎,果然是年轻人,英雄难过美人观,只要美女一出马,王胜马上就扛不住了。 这个情况本就在两人的意料之中。 事实上,老太监不在乎,皇家已经淡了头汤。 韩冰里只要把这个状况报告成主大人就行。 别说这两人不意外,连其他家族的人也都不意外。 如果他们家族有一个和王胜关系这么亲近的人,他们也会不择手段使用的。 现在说到底,宋家不过就是抢了个先手而已,但千决地那么大,先进去几天又能如何? 先进去的,不管是皇家也好,还是凯旋宫也好,不过都是给后面的人探路而已。 半个月的时间,又能在丛林密布的区域找到什么。 况且,真正的大秘密都在核心区域,就算在神鹰狱和赤熊堂什么都得不到,可只要能在进出之间锻炼出一只精干的队伍,那以后再进出千决地就再没有什么麻烦。 第二百九十章帮我杀了他们,下。 和宋烟在这种情形之下再会,气氛从头到尾都有一点压抑。 宋烟放不开,王胜也觉得别扭。 好在王胜已经答应了宋烟,宋烟也算是完成了家族的嘱托。 不过,他还是暗示了王胜,这次进千决地,他也要跟着进去。 这是应有之意,就算是宋烟不进去,王胜也会强迫他进去。 宋家一直秘密珍藏的凤凰的记载,王胜一定要知道。 为此,王胜还特意到城主府和管家老哥打了声招呼,把宋家排在第一个。 很显然,管家老哥早就预计到了这种情形,王胜还没开口之前,就已经办妥了这桩事。 王胜直接和宋烟宋老鱼一起离开了吴忧城,直奔宋家的老窝。 想想人生真是充满了戏剧性,几年前王胜才在宋家的追杀下逃离,现在又大摇大摆的被宋家大小姐亲自请了回来。 这还是在宋家至少有一个五重镜高手和几十个其他级别的高手被王胜杀掉的情形之下。 王胜算是充分的体会到了,只要有足够的利益,什么敌人,什么朋友,随时可以变化。 正如那句话所言,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 宋家的那个大长老亲自接见了王胜,一脸的和颜悦色,丝毫看不出来当年追杀王胜尽千决地的命令就是他下的。 其他几个长老也都在场,几个长老特意在王胜面前把王胜和宋烟的婚约着重的提了出来,摆出一副长辈的姿态,说着笑话,仿佛在取笑两个小夫妻一般。 如果从这幅姿态看的话,谁也看不出来这些长老中还有人曾经迫不及待的想要杀死宋烟。 大家族内部的举语,简直就是一幕活生生的豪门恩怨,在王胜面前上演着,精彩又真实,比地球上的那些电视剧可好看多了。 宋烟也表现得极为到位,一副羞红的面孔,想看又不敢放肆地看,只能找机会偷偷瞄一眼王胜,然后马上就像中间的兔子一样逃开视线的羞涩和亲密,让人毫不怀疑他和王胜就是正在热恋中又被长辈们发现的一对。 对于宋烟的表演,王胜是相当的配合。 把一个被宋烟迷得晕头转向的中了美人际的愣头青表演的入目三分。 哪怕是这些见多识广的老狐狸,也无法分辨真假。 面对宋烟这样一个连带家的欢少爷都念念不忘的绝色美女,王胜还能想到要报仇就已经是一致十分坚定了。 现在被宋烟拉着言听计从的表现,更是让长老们乐得合不拢嘴,恨不能马上就能给两人完婚,彻底把王胜绑上宋家的战车。 眼看着王胜在宋烟面前这么的不坚定,宋家的几位长老动了心思,把宋烟交过去一番交代之后,宋烟再次明艳无比的出现在王胜的面前。 王胜是被安排在最高级的客房中,还专门有几个美貌的丫鬟伺候。 在宋烟小小的吃醋表演之后,换成了几个男性的奴仆。 宋烟进王胜房间谈试的时候,没人敢靠近过来偷听。 长老们想问问你,能不能多带几个人进去? 宋烟和王胜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就又恢复了那种霸道女总裁的气质,我已经替你答应了,并替你要了一份好处。 宋家的底蕴深厚,宋烟也毫不客气,直接帮王胜争取到了三本修行秘籍。 从四重镜到五重镜到六重镜的都有,还都是宋家的珍藏秘本。 这也是宋烟结合王胜现在的修行境界特意挑选的,也算是动了许多的心思。 你说行就行。 王胜不知可否,带几个人还不是他自己说了算。 如果说是以前,王胜还不敢保证人多的安全,可自从王胜修行九字真言阵字诀小有所成的时候,王胜能确保千绝地里的虫子不会主动的攻击自己队伍中的同伴,剩下的只是妖兽的话,那就没多大问题,反倒是人越多越是安全。 我和老虞书也要一起进去。 宋烟又告诉了王胜一个决定,看着王胜,等他的反应。 早就说好宋烟要去,这次多了一个老虞书。 当然,你要是不去,怎么显得我们如交似漆呢? 王胜开着玩笑答应了宋烟。 宋烟面孔微微的一红,对王胜这个玩笑似乎也有一点点的羞涩。 不过也仅仅只是一下,很快宋烟就调整好了情绪,再次开了口。 如果可能的话,进了千绝地之后,能不能听我指挥? 宋烟一开口就把王胜吓了一跳。 你指挥? 你确定? 王胜不可思议的看着宋烟问道,你确定你知道怎么在千绝地里面生存? 这些还是你说了算。 宋烟脸上有点不好意思,可还是坚持道,我的意思是,去哪里做什么,由我来指挥,可以吗? 想决定目的地,王胜抬起头,认真的看着宋烟,宋烟被王胜的目光看得有些心虚,可是又努力的抬起头来和王胜对视,一点都不想落下风。 你什么修为境界? 王胜忽然问了一句。 五重镜。 宋烟脱口而出回答道,想了想似乎觉得还不够,又增加了一个补充,巅峰。 听到宋烟的回答,王胜直接瞪大了双眼。 这个聪慧的女子果然是天才,这才几年时间,就从三重镜修行到了五重镜巅峰。 真要是再给她一段时间闭关,说不定冲进六重镜都不奇怪。 虽然王胜也在同样的时间内从一重镜提升到了四重镜,但这和三重镜提升到五重镜巅峰完全不同,那是两个难度。 要是几年前宋烟有这个修为,代欢加赏代四爷两个都不敢对宋烟有任何的冒犯。 你确定你这个修为能震得住长老们安排的高手? 王胜问宋烟修为的目的不是为了知道具体是多少,而是为了这个问题,皇家和第二次进迁绝地的那个宗门派出的可都是六重镜和七重镜的高手,皇家甚至还有个老怪物跟着一起进去了,你能震得住他们让他们听话? 宋烟咬了咬嘴唇,似乎心中也在下着决心,抬起头看了王胜一眼,也许是王胜那种自始至终的瓶颈让他获得了足够的力量,一咬牙,把自己的终极要求说了出来。 你能进了千绝地之后帮我杀了他们吗? 第291章宋烟的理由 上 杀了自家族人 王胜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离奇的要求。 不过想到宋烟在家族受到的排挤和不断遇上的危险,王胜也就释然了。 这些高手虽然是家族的栋梁,但是他们却是长老们的人。 正因为有他们在,所以才会有长老们现在的权势,所以长老们才敢对家族组长的嫡女动手脚,不但毁了她的修行希望,甚至还想要她的命。 从宋家长老们的角度来说,宋烟一开始是个累赘,要除之而后快,后来发现宋烟和王胜的关系,宋烟就又成了有利用价值的棋子。 于是各种资源偏向,宋烟能几年内从三重镜修行到五重镜巅峰,这种支持是占有很大比重的。 从宋烟的角度来说,自己本来是天之娇女,宋家族长的嫡女,本该是温室中的花朵,却因为父亲失踪而被家族长老们算计,可以说,这已经是生死仇敌了。 长老们没觉得宋烟是个仇敌,那是因为宋烟在他们眼中不值一审,想杀就杀,想放就放,想利用就利用,想送人就送人。 也许,正是因为他们的这种态度,再次激怒了宋烟,才会有宋烟对王胜提出这样的要求。 你确定你杀了他们你能不被追究? 王胜可不想被人利用,成为杀人的刀子,哪怕是宋烟也不行。 杀人是小,在别的地方或许比较难,但在千绝地里,王胜真的有一万种办法让那些人死得毫无破绽。 可是,王胜和宋烟并不是不出来了,出来之后怎么对宋家交代? 所有的高手都在里面出世故死了,只有宋烟和宋老虞活着出来了。 宋烟抿起嘴巴,不停抽搐的嘴角显示出他现在内心的挣扎。 王胜的问题他何尝没有想过,但是他心中的那股火就是无法熄灭,就想着要杀掉这些欺负暗算自己的帮凶们一泻火气。 可是,杀人之后呢? 这个问题很现实,无法逃避。 王胜不怕,王胜只要往无忧城一钻,且不说宋家不能动手,别的世家大族也绝对乐意周全地保护王胜。 但宋烟怎么办? 难道堂堂宋家大小姐,族长嫡女,就要沦落为杀了家族高手的叛徒被追杀吗? 我发现了一个十几年前我父亲留下来的罐子。 宋烟想了想,还是决定告诉王胜真相,里面有一些留给我的话,也许我能根据这个找到我父亲的下落。 宋烟的父亲当年失踪得十分的离奇,不光是他一个人失踪,而是带着家族一批年轻的高手一起失踪。 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各个方向上宋家都派人找过,都没有见过这么一队人马。 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当时都进了千决地。 可身为族长,宋烟的父亲为什么要带着家族里面的未来根基一起去闯千决地呢? 这里面还有什么不可知的秘密吗? 现在事情已经过了十几年,早已经成了谜。 留给宋烟的罐子,可能是唯一的线索。 宋烟还是自己在闭关的时候偶然发现的,不过,知道这个的只有他一个,对谁也没有泄露过,现在为了让王胜下决心,把这个秘密也说了出来。 可以说,宋烟能信任王胜到这个地步上,已经算是彻底的把王胜当作是自己人了。 能让王胜杀家族的高手,分明王胜比家族的那些人还要亲近。 你是说,你的父亲和他带出去的那批高手,可能就在千决地里面,而且现在还活着。 王胜有点不敢置信,这戏码实在是有点匪夷所思,让王胜都捉摸不透了。 宋烟很认真的点了点头。 王胜看着宋烟认真的神色,实在是不想说一些扫兴的话,他怕自己说出可能的残酷事实会再次的伤害到这个看起来坚强的女子。 可是,有些事情并不是以王胜或者宋烟的意志为转移的。 千决地的凶险王胜比任何人都清楚,那就不是靠人多就能征服的。 宋家的组长带着一批年轻的高手进了千决地,十几年的时间没有出来,这其实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可是,宋家迄今为止都还只是大长老在做主,从来没有想过另立组长,你不觉得奇怪吗? 宋烟马上给了王胜一个反驳的理由。 这个理由还真的是没办法解释,似乎也只能说明,长老会中的大长老他们,要么是全部,要么是部分,很可能他们是知道一部分内情的,甚至有极大的可能,宋家的组长还有存活的希望。 否则他们不会如此的忌惮组长的位子,一直没敢篡夺。 可是他们又敢对组长唯一的女儿下毒手,这就让人无法解释了。 或许是想要用这些手段来逼迫组长现身。 有这个可能,否则的话,宋家不是没有修为高的高手,随便派一个四重镜的死士就能让当时的宋烟和宋老虞死的不明不白干干净净。 那你打算更改目标,也是想要去你怀疑的地方去看看。 王胜算是明白宋烟为什么要指定区域目标了,分明是早有预谋。 宋烟没有否认,直接点头承认了下来。 既然对王胜已经说了这么多,那就没必要再在一些小细节上隐瞒。 可以稍微稳妥一点。 王胜琢磨了一下,决定还是帮宋烟这一把,但宋烟太激进了,上来就要杀光那么多人,没必要,先绕路去你说的地方去看看,要是找到了什么线索,再动手不迟。 找不到,也不会被追杀。 宋烟也知道王胜说的才是稳妥的做法,挣扎一番之后,点了点头,算是同意了王胜的办法。 不过,他也不忘记给王胜一些诱饵,你帮我找到那个地方,确认了一切之后,我就告诉你凤凰的一切。 不能不说,宋烟这一招抓住了王胜的命门。 哪怕只是为了知道凤凰的记载,王胜也会千方百计的帮助宋烟查明一切。 好。 王胜二话不说立刻同意。 努力了这么长时间,总算是又离梦中女孩进了一步。 不过王胜也十分的好奇,宋烟的父亲可是带了数百个家族里的青壮年高手离开,千决地里面,还有能让数百人安然生活十几年的地方。 第292章 宋烟的理由 下 多带几个人,完全没有问题。 不过,王胜还是装模作样的为难了半天才答应。 不是为难宋烟,而是为难那些要跟着一起进千决地的人。 驱虫要太少,完全不够。 把要进千决地的人集中起来之后,王胜开始一个一个的检查他们的装备和带的挤养,这么多人,我无法兼顾到,就只能是你们自己带足这些东西,否则寸步难行。 解读单要比平常的队伍多带一倍,原因不用我说了吧。 挨个检查着,王胜挨个点评着,自然有一个人在后面用心的记着,等王胜检查完之后马上就去准备。 这次宋家打算进去二十多人,包括宋烟和宋老鱼在内,全都是清一色的防护服,把自己的装备晾出来等王胜检查。 二十多人,排开来至少要五十米左右,王胜一个人不可能兼顾到这么多,所以这也是他为难宋家人的一个理由。 进了千绝地,千万不要有任何的好奇心。 不能兼顾,王胜就只能提前的警告,做任何事情之前,一定要先想想,要不要这么做,以及为此送了命值得不值得。 千万不要好奇。 王胜再次重申了一遍,如果非要好奇到手剑,那么在动手之前也仔细的观察一下,可以的话用手里的刀子什么的试探一下。 相信我,你们手上戴着的手套,绝对挡不住千绝地里面超过七成的毒蛇毒虫的毒牙。 几个长老们也在一旁听着,从王胜的一遍又一遍的训话中,他们听得出来,王胜并没有敷衍,而是真的在为这个队伍中所有成员的安全考虑。 另外,只要不是乱跑乱动,完全按照吩咐形式,路上出事的可能会降低到最低。 王胜站在所有人面前,表达着自己的意思,但是,即便出事,除非我距离很近,否则的话,要么看你身边的同伴们研究是不是及时,要么就看老天的安排,看你是不是足够幸运。 相信我,一旦出事,我绝对会在第一时间保护宋大小姐的安危。 至于你们,王胜给了大家一个你懂得的表情,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宋烟的偏爱,所以你们最好祈祷你们千万不要出事。 当王胜说到一定会保护宋烟的时候,众人看王胜的目光中都带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连带的队伍中的宋烟也闹了个大红脸。 几个长老也是玩儿,在他们心中,王胜这时一刻都不想和宋烟分开,连在千绝地之内都不忘记轻轻我我。 这是好事,有宋烟在,他们就能牢牢的把王胜往宋家的方向拉,这是其他家族哪个都没有的超级优势。 就如同这次,其他哪家进千绝地,最多也就是十一个人,可宋家只要宋烟一出面,人数立刻翻倍不说,出发之前还这么认真的检查,之处不足之处,还特以三令五身的警告,这么上心,别的势力看到绝对会眼红。 虽然王胜口中有些话语很不客气,但大家都知道,王胜说的都是金玉良言。 人一多,靠王胜一个人盯着,肯定是照顾不过来的,所以千叮咛万嘱咐要众人不要好奇,不要守剑,这里面听不出来任何的问题。 把所有人的装备都检查了一遍,甚至王胜还问了一遍众人的修为以及擅长的东西,临时按照境界和特长把二十多人分成了五个小组,这个小组内的人要互相照顾到。 真要出了危险,先照顾小组内的成员,等大家都安全了,再照顾其他小组。 每个小组还有一个组长,自然是成员中修为境界最高最能镇的铸场子的那个人担任。 至于王胜,当仁不让的把宋燕和宋老虞都分到了自己的组里,同时不忘记给自己组里拉上两个修为最强的高手。 本组的组长,王胜更是不客气,直接抢了过来。 看到这个安排,长老们是彻底放心了。 要是王胜当和宋燕宋老虞一组,可能大家还会有顾虑,现在直接抓了两个修为最强的拉到一组。 分明是想着出示好保护的架势。 不过,这也正宗大家下怀,两个高手除了保护,还可以监视,根本不用担心王胜和宋燕会耍花样。 一群人手忙脚乱的按照王胜刚刚的要求重新准备集养,分组的也聚到一起简单的培养一下默契。 第二天才出发,还有一天的时间让他们把一个四五人的小组打磨成简单的战斗小队。 目标是什么地方,可以说了吗? 安排完队伍,王胜走到了几位长老这边。 简单的行了个晚辈的礼,算是跟着宋燕当小辈,不过称呼上可没变化,甚至有时候王胜是刻意的不称呼,以显示自己心中其实还有被追杀的气。 总之,这就是个度,掌握好了,既可以让眼前这几个长老不设防,又能有效的保护自己,就看王胜自己的控制了。 恩,一起商量一下吧,小烟也过来。 大长老这次没有再推托,明天就要出发,今天告诉王胜目的地也正常,反正一夜的时间,掀不起什么风浪来。 宋燕和王胜一起跟着长老们来到了庄园的书房中,那边已经有一张千绝地的简略地图放在桌上。 地图十分简略,也就是个大致轮廓和其中的一些河流走向,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比王胜在千绝地捡到的那张兽皮地图还简略。 王胜摇了摇头,长叹着主动取下笔在上面添了一些东西,才算是勉强看出个千绝地的样子。 看到王胜这样的举动,大长老和其他几个长老都是微笑着没有多说什么。 不过,他们已经看出来了,王胜添加的这些,分明就是他在千绝地里那个兽皮地图上的东西。 灭亡老风少他们的宗门,宋家也有份参与的,只是十分隐秘而已。 地图上的内容他们当然也知道,这个地图根本就是用来试探的,现在看王胜毫不迟疑的把地图补全,他们几个对把王胜拉过来越发的有了信心。 这次去的地方,大概是在这个区域。 大长老接过王胜手中的笔,在地图上画了个圈子。 看着这个圈子,宋烟的目光盾时间亮了一下,然后又恢复了正常。 第293章不一样的地方,上。 大长老画的那个圈子,和宋烟说过的区域竟然有重合的地方。 就连王胜也是心中有些惊讶,还好脸上没有表现出来。 等到晚上王胜和宋烟在一起的时候,王胜才把自己的疑惑提了出来。 我怀疑,大长老他们真的知道一些我父亲的事情。 宋烟再次把这个怀疑抛了出来。 王胜也点头,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没办法解释宋家这次的目标怎么会和宋烟知道的区域重合一部分。 另外,千决帝里面赤熊堂和神英玉宋家都没有去,也没有去核心区域,而是在靠近宋家的这边圈了一个地狱,这显得十分不正常。 要是王胜是对千决帝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或许不会怀疑。 可王胜很清楚,千决帝里面真正有价值的也就是三处地方,赤熊堂神英玉和林家,除去这三个地方,宋家圈的这个区域根本不值得重视。 正好,省得我们还要想办法改道。 王胜想了想其中的好处,安慰了宋烟一句,不过,进了千决帝你和老虞书小心点,随机应变吧。 宋烟点了点头,虽然他对王胜把他和老虞书以及两个宋家高手分在一组不是特别满意,但也知道,那个情形之下,这种分配方法才是最让长老们放心的。 宋宋烟回去休息,一夜很快过去,第二天一早,所有人再次集合,按照王胜昨天的要求重新准备了装备和给养,大家直接出发。 因为是从宋家庄园出发,而不是靠近千决帝的边缘,所以光是在宋家地盘里就走了两天多的时间。 王胜一路还想着,如果皇家大礼仪弄出个结果来,这里可就是宋国了。 三长老和五长老两个长老一直跟着队伍到了千决帝边缘,才停下了脚步,目送众人进了千决帝。 队伍进入千决帝之后,宋家人才意识到,人数太多有时候其实并不是优势。 人少的时候,王胜一个人的确可以前后照顾到。 可人数一多,队伍拉开的长度就越长,王胜的修为有限,关注的范围也有限,那么必不可少的会出现一些疏漏。 说白了其实还是王胜反复强调过的,小心小心再小心,以及不要好奇,不要守剑,做到这几点,基本上在千决帝问题不大。 凶猛的妖兽王胜能够提前发现,只要不让那些蛰伏的虫子或者是小型的妖兽伤到就完全没有问题。 进去没有一百里,就伤了四个。 还好,都是小伤,中毒的只有一个,幸亏在王胜的强烈要求下解毒单什么的都是带着双倍分量的,周围也有同伴,就治及时,才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经历了这几次之后,再没有人敢不把王胜的话当回事了。 说到底,这些人受伤的原因完全就是王胜说的,粗心和手剑。 特别是中毒的那个,修卫在他们小组算是顶尖,也是组长,年轻比王胜大了那么几岁,可看着王胜发号施令,他是十分不服的。 本来他是家族的天才高手,一切光环都是在他身上的,结果现在却被一个三重镜的王胜抢得一干二净。 特别是宋烟一路上和王胜轻轻我我的姿态更是让他度火中烧,恨不能直接冲上去杀掉王胜把宋烟夺过来。 气氛难平之下,就有心想要挑战一下王胜的权威。 在经过一段区域,王胜特意叮嘱了不要碰某种花朵的时候,他在后面经过的时候,装作不小心被绊了一下,身体撞到了王胜禁止触碰的那朵花上面。 悲剧就在这个时候顺理成章的发生了。 那朵花本身没什么,但里面的花粉却是一种剧毒小飞虫最喜欢的。 花朵一倍壮,飞虫飞了起来,翅膀上的一些毛茸茸的细鳞就散播在了高手的上方。 防护面罩只是一个斗笠外加一些细纱,能挡住飞虫钻进去,但却挡不住这些细粉。 特别是王胜当时还留了一手,硬质口罩和活性碳过滤层并没有共享出来,遇上瘴气什么的就是用解毒单辟毒单硬抗的。 这些剧毒的细粉被吸入,马上高手一张脸就变成了青色。 下一刻,本来假装被绊倒的青年高手,一头扎进了脚下的腐烂树叶中,动也不动。 要不是周围有几个同伴见识不妙,马上喂下解毒药,他根本连清醒的机会都没有。 饶是如此,也耗费了至少四颗玉宝斋的最新解毒单,以及两颗狄心丹,才算是把高手兄的性命抢了回来。 不过,王胜自己吃过狄心丹,自然知道狄心丹的效果。 解毒是有起效,可还有一种副作用,那就是强效拉肚子。 偏偏高手兄中了剧毒还全身发软,要么自己躺在地上解决, 要么就得有人扶着解决。 总之,高手兄颜面尽失。 面对王胜和宋燕的时候,更是头都抬不起来。 可这一下,也让众人再也不敢轻视王胜的警告。 反正大家也看出来了,王胜是除了大小姐之外谁也没放在眼里,该有的提醒都会做,但别人是不是遵守,他根本不理会,爱听不听。 就算是有人受伤,只要不是宋燕,估计换成是宋老于王胜也不会主动伸一下手指头帮忙。 队伍不得不因此而停了一天。 在场的虽然都是高手,可不可能有人背着一个行军,更不可能有一个队伍留下来,没有王胜,那个队伍除非掉头就出去,否则不可能活下来。 那几个受伤的也得已休养一天,然后继续上路。 再次上路就再没有人敢挑战王胜的权威,一路上所有人不管高手低手都乖得如同孙子一般,王胜说什么就是什么。 也没人敢催王胜走快点什么的,任由王胜带着大家赶往目的地。 为了不那么明显,王胜一开始带着大家去的并不是宋烟指定的那片区域,而是另外的方向,然后从那个方向远远的绕了个大圈子,绕到了宋烟想要来的目的地。 路上并不出乎王胜的意料,除了发现几个小村子的遗址之外,再没有其他。 王胜做的也很到位,好像是很不耐烦带路,很不耐烦搜索,还是要宋烟好言相劝的情形之下,才慢慢的转到了宋烟说的区域。 来到这边没多久,王胜就发现了一些异常。 第294章不一样的地方,下。 哪里不一样呢? 王胜一时之间还说不上来。 可感觉是如此的不同,就好像这个地方,比别的地方多了一种东西。 什么东西呢? 王胜一边敷衍着队伍前进,一边仔细的观察着周围。 宋烟已经被王胜暗示过,此刻也在小心的盯着周围,试图发现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 呼的,王胜似乎意识到这里有什么不同了。 这里的各种植物格外的茂盛,这里的各种活物也比其他地方格外的鲜活,简单的说,就是这里的生气比其他的地方还要更多。 先绝地本来就是一个格外活跃的世界,里面的各种生物都比外面的地方要更活跃,可能是因为封闭的缘故,也可能因为几百个阵法的缘故。 不过,阵法这东西,不太可能在没有灵气支持的情形下坚持数百年。 但不管如何,能有几十年不受干扰的疯狂生长,也一定会比外面的要更活跃的。 灵气没什么变化,如果灵气有变化,那么这么多宋家的高手,应该比王胜更先一步发现。 除了王胜,别人都是第一次进迁绝地,无法发现这里的生物更活跃也正常。 谁能在密林中区分出这一片密林比那一片密林长得更茂密? 本来就不是一个地方,就算是发现了区别,也不可能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也不会关注。 王胜不一样,王胜进迁绝地已经很多次了,所以很快就发现了不同。 另外,更关键的一点是,王胜发现了虫子的表现不同。 九字真言中阵字,能增加王胜和各种动物的亲近能力,用在敌人身上,就是增加仇恨,会引的那些被影响的虫子疯狂攻击。 不过,王胜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阶字,可以展现出一种危机感应,强横的时候是表现出知人心操纵人心的能力。 王胜不可能达到操控人心的地步,可用在几乎没有智慧的虫子身上,却慢慢地有了一些效果。 能让那些虫子隐蔽地跟着王胜行动,就是阶字和阵字联合的威力。 现在王胜的圆魂空间中,阶字也开始释放出点点光滑。 能操控虫子,自然也能感受到虫子的不一样。 现在虫子们传递给王胜的感觉,就是活跃得有些过分。 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现在王胜还不知道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变化,可是这已经很充分地表明,这个区域和别的地方不一样。 那么,也许宋燕怀疑的那些事情就很有可能是真的。 很明显宋家的高手们进入千决地是有特殊目的的,事实上他们从一开始王胜说已经到了边缘的时候就已经在不停的四处搜索,路上更是十分明显的在找什么东西,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王胜不问,也不理会,只管和宋燕聊天谈笑,甚至在和这个看起来柔弱实则坚强的美女交流的过程中,王胜已经得到允许可以偶尔拉着宋燕的小手。 当然是在某些特殊的时候,比如需要王胜帮一把翻过某个坑或者跳过某个崖的时候。 反正在宋家那些高手们的眼中,王胜已经彻底的沦陷在宋燕的十六群下了,对宋燕几乎是言听计从。 这不,王胜一贯表现的到了地头指管等着时间到了返回的原则,在宋燕这里也失笑了。 他们是亲眼看着宋燕指示前笑着冲王胜撒了个娇,王胜就乐颠颠地跟着宋燕一路走过来。 这里还是宋燕说的边缘区域,越往深处,王胜发现的异常越多。 宋燕也明显的急躁了起来,连着几天的表现都好像焦急的样子,虽然强行压下,但是在王胜看起来,还是很明显的。 事关宋燕的父亲,宋家失踪的组长,宋燕连着找了几天没有发现,毕竟还是个年轻人,不够沉稳,在和王胜暗中交流的时候露出了马脚。 你们发现了什么? 终于,宋燕的表现被同组的那两个高手发现,对方二话不说,马上质问了起来,丝毫不把王胜这个临时的组长放在眼里,更没把宋燕这个宋家大小姐放在眼中。 你们想干什么? 想要对大小姐不利? 宋老渔在第一时间站到了宋燕的身前,替她挡住了两人,同时口中大声的呵斥道。 通过这些天的观察,王胜已经发现,宋老渔其实并不知道多少内情,宋燕很谨慎,连宋老渔都没有告诉。 当然,不是她不信任宋老渔,而是宋老渔经常外出,宋燕怕告诉她之后不小心露出马脚导致被宋家长老门知晓。 宋老渔呵斥的声音很大,立刻把周围几个小组的人都惊动了,大家纷纷的围了过来。 不过,可惜的是,当他们看到冲突双方是宋燕宋老渔还有那两位高手的时候,所有人都默不作声的站到了两位高手的那边。 哎,你还真是失败呀。 王胜看着没有一个人选择宋燕,忍不住摇起了头,这么大的宋家,你堂堂宋家大小姐,居然只有一个老渔叔帮你。 一边摇头叹息着,王胜一边慢慢的走到了宋燕的身边,看来也只有我要你了。 患难见真情,感动吧。 出去以后,也别做什么大小姐了,找个时间嫁我得了。 宋燕脸色有些苍白,懊恼不已。 要不是他急躁,怎么也不会被那两个高手发现什么,可这会说什么也来不及了。 王胜的吊笑话语听在他耳中,宋燕想笑,可是只是嘴角扯了一下就再也笑不出来。 虽然宋燕很想答应王胜,可这个场合说这些,真的不是时候。 两个高手至少是七重镜的,宋家这次并没有如皇家那般,弄出一个老怪物级别的高手进来,不过,其他几个小组同样还有四个七重镜的,六个七重镜高手,加上其他全部都是五重镜九重镜的高手,已经稳稳的吃死了王胜宋燕和宋老渔。 你们到底发现了什么? 这时候主宰整个队伍的,已经换成了这个叫做宋志专的高手,冷冷的看着宋燕毫不客气的问道,大小姐,我还尊称你一声大小姐,你也知道事关重大,千万不可自悟。 否则,别怪我们冒犯。 第295章 先合作 上 事实上,我们的确是发现了一些东西。 说话的是王胜。 王胜一开口,宋燕和宋老渔两个人诧异的目光直接盯到了王胜的身上。 宋燕双眼中射出的那种仿佛被最亲的人背叛无法置信又肝肠寸断的目光,让王胜都有一阵的心直荡漾。 这个鹦鹉的女子双眼简直就是会说话,不开口都能交谈,王胜有时候就是受不了她这种灵性的诱惑。 不过,王胜并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背叛,微微靠近了宋燕一点,正要解释,宋燕却厌恶的退开一步。 相信我,二十个人肯定比两个人找起来要效率高。 王胜笑着摇摇头,给了宋燕一句解释。 这解释让宋燕的脸色稍稍的好看了那么一点,但也仅仅是一点点,可宋燕还是咬着嘴唇冷哼了一声,那种咬唇娇称的风情,王胜简直看得都要呆了。 可可,姑爷说的没错,二十个人肯定比两个人找得要快。 眼见王胜这边松了口,宋志明顿时间瞬赶爬了上来,笑着开口道,都是一家人,何必分什么彼此? 恩,大明,一起到那边商量下。 王胜点头招呼了一声宋志明,同时冲着宋志明身后的那群宋家人呵斥道,站那边干什么? 想死吗? 还不散开。 王胜一吆喝,那群刚刚还坚定的站在宋志明身后的宋家人,顿时间飞速散开。 他们可是牢牢的记着王胜的第一条铁律,千绝地理念,王胜不让做的事情千万别做。 宋燕并不想过去,可是王胜不由分说直接拉着他的下手就往那边走,宋燕摆脱了两下没办法摆脱,也只能冷着脸跟着过来。 他知道事情失控了,可并不代表他就不想参与到决策中。 说是到边上,其实就是找了个相对宽阔的地方,能让大家坐下围着商坛而已。 事实上,这两天我们发现了一些异常。 王胜把宋燕拉到自己身边坐下,还不忘记在他手上重重的捏两下给他暗示,做好之后也不啰嗦,马上开口介绍了起来。 你们发现没有,这片区域的丛林,比起我们刚进来的时候要茂密许多。 王胜一把说出了这里的异常之处,我们路过的所有地方,都没有这边茂盛。 宋志明和另一个七重镜高手顿时间皱起了眉头,互相看了看,两人的眼中都有一股震惊的神色。 说实话,他们一路上这么走过来,还真没发现这些。 可这居然被王胜和宋燕发现了,真是让他们有点羞愧的感觉。 你们没发现不奇怪,因为你们都是第一次进迁绝地。 王胜看出了他们的心思,开口宽慰道,不过我不一样。 所有人都明白王胜的意思。 王胜都不用说大家就知道,王胜早已经不是第一次进迁绝地了,所以这些异常也绝不是宋大小姐发现的,而是王胜。 你们是几天前发现的。 宋志明的关注点不在王胜能不能发现异常,而是在什么时候发现的。 对。 王胜毫不犹豫地点头。 那你怎么不早说? 宋志明听到王胜如此的漫不经心,忍不住低声的咆哮质问了起来。 早说。 有什么好处? 王胜看白痴一般的看了宋志明一眼,早告诉你,你是让我摸摸小手呢? 还是陪我说点情话聊天? 一点好处没有的事情,凭什么告诉你? 我。 宋志明灯时间语色。 明显的王胜告诉宋烟是打算泡妞的,宋志明又不是妞,难道王胜还能拉着他满是老简的粗糙大手说情话? 那情景,想起来就觉得恶心。 别告诉我你能给我好多金币。 王胜直接丢给宋志明哥一个鄙视的目光,不是我吹,你能给我多少,说个数,我给你两倍,不要打扰我和小烟行不行。 王胜说这话的时候,宋志明还真想着要给王胜金币来拉拢他。 但王胜的话说完,宋志明才想起来,王胜在无忧城的身家,恐怕比他在宋家能调动的还要多得多。 这么一来,王胜发现了异常不告诉他们简直就是顺理成章,告诉了他们才是天理不容。 当着家人的面要敢说金币比家人重要,那绝对是一辈子打光棍的节奏。 宋志明面对王胜这番说辞,闹了个大红脸却说不出一句话来,还好旁边那个同伴见状开口解围,独狼那句话说得挺好,二十个人肯定比两个人找得快,不是吗? 好好商量,这不就结了。 王胜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架势,动不动拿出以下饭上的架势,怎么,你们宋家没事就喜欢玩这一套? 是不是你们这些大家族就喜欢这么办事? 总要死上一批人才知道有些事情其实是可以商量的。 后面这话完全就是说大家族办事霸道,当然也讽刺了许多。 包括王胜被追杀尽千决的到了无忧城,各方才发现,原来王胜这边是可以商量的。 被王胜指着鼻子教训,宋志明和那个七重镜的同伴还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们何尝有过如此憋屈的时刻,可这时候冷静下来才发现,当时和王胜站在对立面有多危险。 如果王胜一旦翻脸,不管王胜是被杀还是逃掉,他们这批人算是被坑在千决地里面了。 怎么出去? 他们可没自大到靠他们第一次进千决地的雏鸟就能入王胜一般的横穿千决地,哪怕掉头也是极其危险的事情。 把宋志明两人教训了一番,宋燕那边开心了,看王胜的眼色也算是温和了一些,只是还是一致不开口。 好了好了,说正事。 王胜叫沈仁一番之后,开始把话题再次引到了正题上,除了丛林茂密之外,这里的妖兽重制什么的,也比别的地方活跃。 这很不正常。 宋志明等人想了想,似乎可能还真有这个迹象,不过,这里面有什么说到吗? 当下问了出来。 我不知道。 王胜直接摇头,但肯定有问题。 说完,王胜上上下下的看了宋志明和另一个高手一番,忍不住也遇到,别告诉我你们什么也不知道,那你们在这个圈子里要找什么。 第296章先合作,下。 宋燕的目光在这一刻陡然的亮了起来,他刹那间意识到王胜的这个问题有多精彩,忽然之间就反客为主了。 长老们安排的任务,肯定是没有把实情告诉宋燕的,所以宋燕并不知道详情,只知道是在千绝地中搜索有价值的目标,仅此而已。 可宋志明他们肯定不一样,他们肯定得到了长老们的详细叮嘱,一定知道要搜寻什么。 王胜的这个反问,把宋志明和另一个高手给逼到了角落里。 告诉王胜和宋燕吧,不合适。 可不告诉吧,又明摆着是不想合作,这下两人可有点做了难。 其实就是找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具体目标,和皇家他们一样。 另一个高手很快地从尴尬中反应过来,若无其事地回答道。 皇家并不是漫无目的地寻找。 王胜直接摇头,凯旋公也不是,他们的目标很具体,搜索范围都限制在几十里之内,不像是你们,我们已经找了三四百里。 王胜一口咬破了对方的托词,很认真的说道,如果你们只是这样的态度,那我保证,你们什么都找不到。 宋志明两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去。 王胜的话并不是敷衍,而是威胁。 他们要找的东西如此的隐秘,如果没有王胜的帮忙,根本就连蛛丝马迹都探查不出来。 比如之前丛林变得茂密,生物变得活跃,他们根本就没有感觉。 也只有王胜这种丛林中的老油条才能发现异常,这种情况下,说,还是不说。 两人又互相看了一眼,宋志明终于咬了咬牙,冲着王胜和宋燕说道,其实,我们要找一块能够安置几百人的栖息地,最好能建立一个前哨,这样下次进来的时候就可以探测更大的范围。 这其中,找一个几百人的安置地是真,后面的理由,则是半真半假。 王胜和宋燕顿时间心中有了数,长老们恐怕真的是怀疑失踪的族长就在千诀地里面好好的活着。 这样啊。 王胜摸了摸光秃秃的下巴,斟酌着说道,如果只是找个地方的话,那倒是简单了。 不过,找到了,我有什么好处? 听到前面王胜说简单,宋志明和那个高手顿时间大喜过望,但后面王胜一问好处,顿时间为难了起来。 金币,王胜是真心不缺,他要的要么就是提升修为的丹药,要么就是高级地功法。 这些东西,别说宋志明,把在场所有的宋家人加起来都没有决定的权限。 一抬头,宋志明看到了王胜身边不说话的宋燕,顿时间心中一动,呼的开口道,如果找到了,我们几个一起联名向长老们提议,让你去小燕,如何? 需要的时候,宋志明也知道把不客气的大小姐叫成显得亲密的小燕。 宋燕正要反对,王胜却是哈哈一笑,成交。 就这么办。 顿时间宋燕大修,想骂几句王胜,却不知道该骂什么,只能红着脸扭到一边,再也不看王胜。 一场差点引起双方火并的风波就在王胜的点头中消弭于无形,不过双方却都暗中长了个心眼,再也不敢露出破绽。 谁精通阵法? 达成了协议,王胜马上又恢复了领导地位,吆喝起来。 马上有一个宋家子弟站了出来。 五重镜修为,算是进来的人当中修为略低的,可能进来正是因为他精通阵法。 一路上都要注意各种地形,看看是不是适合布置大型阵法。 王胜指点起来,特别是防御阵法和隐藏阵法,攻击阵法先不用考虑。 阵法高手点了点头,退回了行列中。 二十多人同时仔细的关注,效果和王胜颂样两人当然不同。 而且颂烟和王胜再也不用偷偷摸摸,效率直接提升了好几倍。 不敢说马上找到,但至少王胜能排除一些区域。 众人也商量过,想要安置这么多人,最适合的地方就是一个一守难攻的位置。 这个位置最好隐秘,不能太高,否则会被飞行的妖兽攻击。 不能太低,千绝地里面气候多变,经常会有洪涝,太低会被烟。 总之,两个原则,就是要衣衫傍水,方便补给。 不可能所有的石水都要从外面带进来。 第二,要有强悍的防御地形,加上强悍的防御阵法,才能在千绝地里面立足。 这样的地方不用王胜琢磨,宋家人自然会琢磨出来。 路过的几个小山,颇有几处符合,可是宋志明却是直摇头,总是能从中挑出来一些不合适的地方否决掉。 围着这片区域连着转了十几天,前后加起来已经快要一个月了,宋家人还没有要回转的意思。 王胜也不催,反正没事就和宋燕溺在一起,让宋家人看到一个被宋燕迷得不知道东南西北的群下之臣。 宋燕又着急起来,不过在王胜的提醒和掩护之下,宋燕还是聪明的将自己的情绪隐藏,没让众人发现。 这天众人正朝着一座小山前进,小山的高度,倒是适合在山壁一侧建造营地,自然要过去看看。 距离小山还有墓室三四里的时候,王胜呼的心中一动,战斗意识小人凭空报警。 不光是报警,而且还是极其危险的那种。 只是,突然之间才出现,等到王胜感觉到的时候,似乎已经有点晚,各个方向上都有了警示,而且正往中间慢慢的围逼过来。 这是什么妖兽?居然还会打埋伏?会隐藏,找准时机突然之间从各个方向跳出来,看这种捕猎的架势,应该是强悍的狼群才是。 问题是,什么品级的狼群,才能让战斗意识小人用这种几乎是最高等级的警报预警? 刚想提醒一句,宋家的那个阵法高手忽然之间低喝了一声,别动。 所有人都停了下来,看着那个阵法高手。 眼看着他在前后左右几个方向上试探了几次,还拿出了一个阵时不知道怎么鼓道了一番,然后面对着刚刚的行进方向,满脸欣喜的说道,那个方向上,有十分轻微的阵法波动。 一听这话,众人顿时间振奋起来。 有阵法波动,这意味着什么? 第297章 想娶我女儿,上 阵法高手中的那个阵时,并不是普通的东西。 而是宋家付出了大代价,从几位阵法大宗师手中采买到不久的一个特殊阵法。 这个阵法说起来其实很鸡肋,攻击,防御,隐藏,束缚,各种功能全都没有,对于需要阵法辅助战斗的人来说完全没有用处。 唯一的一个功能,就是将周围的阵法波动放大。 虽然这种功能根本无法帮助修饰战斗,但是,对于阵法师来说却是十分难得的好东西。 阵法研究的时候,如果能把阵法波动放大几倍十几倍,阵法师直接就可能感受到清晰无比的阵法波动来判断阵法的功用,强弱,对错等等。 这样的阵法在五年前还没有,最初现实还是在三年前,一个阵法大宗师的杰作。 没想到宋家竟然知道这种最新的阵法,而且还花费大价钱买了一块大宗师亲自出手制作的阵石。 就是这块阵石让宋家的这位阵法高手发现了端倪。 平常一般阵法高手根本无法发现的阵法波动,被放大十几倍之后,终于被人察觉。 越往小山的方向移动,阵法波动越是强烈。 随着阵法高手每隔几步就要说一声的通报,众人的心顿时间激动了起来。 有阵法,也就意味着可能有人在主持。 就算没人,最差也是一个在千绝地内部还在运转的阵法。 这其中如果王胜没有来过这里启动过阵法的话,那这阵法是什么人启动的? 妖兽吗? 不是没有妖兽启动阵法的先例,宋燕当时经历家族试炼的时候,那两条千幻独然就曾经启动过过束缚阵法。 不过,那是有人将阵法镶嵌到了千幻独然的灵片下的血肉中,只要动用灵气就能启动。 即便是这种情况,那是什么人给妖兽弄得证实? 这其中说到底,还是有人类出现过的痕迹。 宋家其他人在兴奋,宋燕自己也在兴奋。 有阵法波动,那就表明这里一定有人,还在这个区域内,岂不是意味着,自己的父亲他们。 众人都在激动,可偏偏有个煞风景的,正是王胜。 王胜及时的叫停了所有人,你们在干什么? 不管那边是什么,一旦有敌意,我们岂不是死定了? 这可是千绝地理念。 未知的凶险。 宋志明白了王胜一眼,想都没想的鄙视道,你要是害怕,就往后站。 好。 王胜爽快的一点头,拉着宋燕就往后面躲。 宋老虞当然也跟着,一直到了队伍的最后。 你干什么? 宋燕根本甩不开王胜的手,一直到了队伍最后才甩脱,十分不悦地盯着王胜,眼中仿佛要喷出火来。 好容易发现了线索,眼看着马上就可能见到自己的父亲了,王胜却在这个时候拖后腿,怎能不让宋燕愤怒。 我怕死。 王胜直接说出了这个别的修士就算是心里再怎么想也不会说出来的理由,丝毫不觉得丢脸,我更怕你死。 前面宋家的队伍中传来了一阵哄笑声,似乎在讥讽王胜的所作所为。 真没看出来,王胜竟然是个贪生怕死的人。 宋燕冒火的目光紧紧盯着王胜,王胜也毫不退缩地盯着宋燕,终于,宋燕的火气慢慢地消了下去,目光也柔和起来。 一个敢得罪五大家族,被数百人追杀进了千绝地的人说他自己怕死。 这是多大的笑话。 可偏偏王胜就这么不怕丢脸的说出来了,还说得无比认真无比大声,这算什么? 这其中要是没有什么问题,鬼才信? 是不是前面有什么凶猛的妖兽? 宋燕把自己的声音放柔和,略带着些歉意问道。 没有。 王胜直接摇头。 危险的预警有,但绝不是凶猛的妖兽,再厉害的妖兽也不可能有那么默契的合作。 或者是各种危险的虫子。 宋燕又问了一句。 事实上, 不光是宋燕想知道,宋老鱼,宋志明他们哪个是傻子。 王胜一路上表现出来的对危险的预知简直可以说是百事百灵,现在王胜反常的后退,就算是宋志明他们心里也是打鼓的。 没有。 王胜还是摇头,不是这方面的危险。 听到不是妖兽不是千绝地里危险的虫子什么的,众人顿时心中一松。 可是,还有什么危险能让王胜都裹足不前? 那你在害怕什么? 宋燕不解的问道。 不知道。 王胜做出一副思索的模样,不敢肯定地回答道,一些无法捉摸的东西。 不知道是不是有危险? 你都不知道你害怕什么? 宋燕都要被王胜气乐了,这回答也实在是太奇葩了。 正因为不知道,所以才害怕。 王胜理直气壮地说道,真要是知道是什么,其实也就不怕了。 前面偷偷听着的众人又是一正。 忽然之间开始有些明白王胜了。 还真是这样,未知的才恐惧,真的知道谜底了,也就没那么可怕了。 因为知道,所以知道对手的弱点,知道对手的致命处,也就有办法对付。 这天下就没有什么妖兽是不能对付的。 可怜是什么都不知道,那就什么都不能确认,心中有担心在所难免。 如果是这个理由的话,众人倒是能理解了。 特别是宋志明,王胜说无法判断前面有什么,这简直就是帮他在做判断啊。 王胜不知道他们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可宋志明能不知道。 前方或许真的就是已经失踪十几年的宋家家住和带着的那批人。 人,也只有是人,王胜才无法预知,无法判断。 一想到自己或许马上就可以完成大长老他们安排下来的任务,宋志明就是一阵的激动,甚至心神激荡之下,差点将隐藏的修为暴露出来。 宋燕终究还是被王胜拉在了最后,哪怕他心里在焦急,也只是走在最后,王胜在他耳边的一句话提醒了他,真的要是自己的父亲,第一个见面和最后一个见面有什么区别? 可如果不是的话,那第一个撞上去的,和队伍最后一个,那就可能是生和死的区别。 第二百九十八章想娶我女儿,下。 继续往前,一路上都没有什么阻碍。 前面的宋志明等人也开始觉得有些奇怪,如果是人的话,这么近的距离还发现不了他们。 要知道,宋志明一行可没有遮遮掩掩,就这么大摇大摆上门的。 动静很大,隔着老远就能听到。 那边居然没有反应,这就有些不对劲了。 一直走到山脚,还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影出现。 但宋家那个阵法高手已经激动得快要跳起来了。 这里的阵法波动,几乎已经不用那个阵石帮忙他就能隐约感受到了,目的地就在附近。 转过一个山坳,眼前呼得一片开朗。 宋志明等人直接看着那边的景象站住了脚步,呆呆地看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王胜和宋燕宋老虞三人跟在最后,慢慢地转过来,当看到眼前一幕的时候,宋燕宋老虞也不由地张大了嘴巴。 眼前是一片山谷,山谷不大,封闭性看起来不错。 在距离地面十几丈高的地方,被人工开凿出来一片从下面就可以看到的连接在一起的洞窟群。 很明显,这里是一片有人居住的地方。 或者准确地说,是曾经有人居住的地方。 不过现在,似乎已经废弃了好多年,青苔什么的长满许多,有些植物的藤蔓也都生长得垂了下来。 可是,相对周围的密林,这片区域又显得是如此之心。 这些植物的长势也好,还是山壁上留下的痕迹也好,都无一步表明,或许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有人居住。 十几丈高的半空中,足以让许多强悍的魔兽望而兴叹,那些洞窟看起来只是通风,体型较大的妖兽想要进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洞窟往里一点,从下面就能看到沙网的存在,不用问,这一定是抵挡重置的。 阵法高手最先反应过来,在周围检查了一圈之后,得出了结论。 这里曾经有两个防御阵法和一个隐藏阵法,不过几年没有输入灵气,阵法已经接近失效了。 不久之前检测到的放大的阵法波动,就是来自这几个阵法。 到目前为止,大家已经可以断定,这里就是一个曾经的有人居住的营地,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放弃,才变成了现在这样的荒芜模样。 众人发呆也只是一会的功夫,就全都清醒过来。 在宋志明的指挥下,各处寻找。 没一会的功夫,就有人找到了旁边山壁上隐藏的进出通道。 进出通道很隐蔽,而且很结实,足有数尺厚的石门,从侧面看根本就不是门,而是一个大石头塞子。 塞在洞口,从里面固定住,再厉害的高手也打不开。 隐藏阵法就在石门上布置,现在也几乎快要失效。 进去后,可以很明显看到人类生活的工具什么的,不过都是乱糟糟的,很容易看出来那些人是仓促离开的。 不知道是什么灾难迫使那些人离开,连阵法都来不及关闭,一直持续到现在,才被人发现了微弱的阵法波动。 总之,从目前的情形看,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营地,放下几百人,足够了。 一群人上下检查了几遍,没有发现一个人影,也没有发现什么其他的危险,妖兽重置什么的全没有,空荡荡的一个营地。 宋志明没有参与搜索,而是和其他几个七重镜高手看着山谷中央的位置。 那里很明显的是一片平地,从周围的痕迹看,分明就是一个炼武修行的场地。 不过,现在这个场地也是被各种荒草苔显不满,看起来荒芜不堪。 貌似这个地方不错呀。 王胜站在后面开了口。 从一开始,王胜就拉着宋燕没有洞,既没有参加洞窟里面的搜索,也没有跟着宋志明他们在山谷内查看,就站着看他们动手辛苦。 确实是不错。 宋志明那边点着头赞同着。 说实话,这个地方真是一个合适的营地,一手南宫,还有一片开阔地,下方还有一条小河,而且营地内还有一条暗局,几百人在这里生活,如果带足了食物,顺带打猎的话,生活个几年甚至一直生活下去都没有问题。 那么,是不是表示我们可以返回了? 王胜有点不合群的提出了让人很鄙视的建议。 提出来之后王胜也意识到了什么,又补充了一句,当然,你们可以留一部分人在这里守着,等着下一批人进来。 说话的时候,王胜一直拉着宋燕的手,背靠着身后一片结实的岩壁,斜对着那个山谷。 战斗意识小人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他,这里的所有人都已经被包围了。 这个位置,可以让王胜和宋燕不用担心背后,只要照顾前面就行。 很危险的感觉,以宋志明他们的修为竟然丝毫没有发现被包围,这些包围大家的敌人得要如何的恐怖。 也许就是宋燕的父亲和宋家那批精锐高手,但谁知道他们会不会因为被撞破刑藏而发狂。 所以,时刻和宋燕待在一起才是最安全的方式。 姑爷,如果你愿意投到我宋家的话,这次出去,我们就禀明大长老,给你做主,迎娶大小姐。 宋志明浑然不觉危险的到来,还在试图拉拢王胜。 在这里,多一个王胜绝对相当于战斗力提升一倍,没有王胜的话,至少有大半人到不了这里。 就算是知道有这么个地方,可出去之后,没有王胜,能再次进来找到目的地的可能性不足一程。 声音传到了隐秘的丛林中,一个隐藏在丛林中的高手盾时间勃然大怒,心中冷哼了一声,想娶我的女儿,做梦。 没人察觉到这边的动静,大家的注意力都在王胜的身上。 我们说好的,找到合适的地方,我们就返回,然后你们会答应把小烟嫁给我。 王胜直接竖起了手指摇了摇,这才没几天就变卦,变得也太快了吧。 你不会真的这么天真吧? 宋志明笑了起来,你一个在无忧成理魂的人还会相信这种话。 这么说来,你们其实就是把小烟当成个工具,想送谁就送谁,是吗? 王胜不怀好意的问道,以前想把小烟送给戴欢没办成,所以现在又用小烟来引诱我,事情办完了又不认账。 那你们下次想把小烟送谁? 第299章你们都得死,上。 大小姐是宋家的大小姐,自然要为宋家做事情。 宋志明根本不知道王胜的话语中隐含了怎样的死亡陷阱,一脸理所应当的冷笑道。 到了这个地步,如果还不能把王胜牢牢抓在手里,那之前所做的一切就没有了意义,后面的计划也不能照常进行,所以无论如何,也要在挑明之后把王胜控制。 控制的方法很简单,只要制住王胜,然后一颗特制的有毒丹药就能办到。 如果这话告诉王胜的话,王胜一定会反问他,你用的是三师脑神丹还是生死符?效果好不好? 哎,人要是找死,拦都拦不住。 王胜看着宋志明明确无误的表现出来的争容面目,一个劲的摇头叹息,你们难道忘记了进迁绝地的第一条铁律? 第一条铁律,也唯有这条被王胜称之为铁律,就是王胜不让做的事情,绝不能做。 这已经不只是宋家人,而是之前的许多不信邪的人用性命或者用重伤重毒什么的凄惨经历给大家留下的铁打的印象。 大家站在这里,如果王胜说一句不许动,还真不知道有多少人敢随便动。 哪怕上次已经出现过一次所有人都站到宋烟对面的事情,可王胜出面站到宋烟这边的时候,还是有不少人心中打鼓的。 宋志明的脸色极不好看。 他最害怕的事情就是王胜无法控制,而现在,恐怕事情已经到了他最不希望看到的那一步。 王胜就站在大家的最后面,和宋烟宋老鱼一起,真要是逃跑,在场所有人加起来,估计都没有追上的自信。 这里可是千绝地,不是外面。 追不上,那就只能毁掉王胜。 别看王胜现在距离大家几丈远,宋志明真要是动手的话,身体追不上王胜,可暗器兵器什么的是绝没有问题的。 区区三重镜修为,别说宋志明亲自出手,随便让队伍里的一个七重镜出手,王胜都是死的份。 不过看起来王胜现在还没有逃的打算,因为王胜一直背靠着山壁,宋烟和宋老鱼一左一右,王胜想跑也不可能一下子做到,正好借机逼迫他一下。 只要能在王胜有逃跑动作的时候动手杀死他,有这个威胁就足够了。 如果能顺利控制住王胜,这趟千绝地之行可以说是大获全胜。 至于出去之后吴忧城以及其他家族怎么想,那是他们的事情。 反正王胜是宋烟的未婚夫,这次过来顺便成婚,明正言顺地成为宋家人,谁能说出半个不自来。 别抱侥幸了。 宋志明笑了起来,冲着王胜带着点规券地说道,之前你说的没错,你的第一条铁律我们都得守着。 可是,到了这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安全的藏身之处,路上还从你那里学了那么多,只要我们不出去,在这里安全的生活上半年到一年完全没有问题。 忘了和你说了,这次我们出发前就带了足够我们每个人生活的食物,这里水也不缺,相信我,即便没有你,我们也可以活得很好。 宋志明的语气很是有一种语重心长的口吻。 那一年之后呢?王胜不会被他的支言片语迷惑,笑着反问道。 一年我们已经足够学到很多。 宋志明十分自信地说道,另外,等我们安顿好发出信号,外面大长老他们就会再次派人打通宋家到这里的路。 我路上一直在关注,这里离宋家其实只有两百多里路,并不远。 那你算过这条路上要死多少人吗? 王胜不懈地冷笑反问道。 是要死不少人,不过这都拜你所赐。 宋志明根本不在乎死人,直接将帽子扣在了王胜的头上,你也知道,宋家像这条臭鱼一样对组长忠心耿耿的人还不少,明着动手杀的话,传出去不好听。 可他们要是自愿打通尽千绝地的路线。 后面的话宋志明还没说完,旁边的宋烟已经过安纳不住,笑脸煞白,破口大骂,无耻。 怎么会? 宋志明看着宋烟和宋老鱼脸色越来越差,连王胜都明显地露出一股声色内嫩的表情,忍不住得意起来,家族会铭记他们的功劳,追思堂会永远有他们的灵位,年年岁岁拜祭,他们的后人将会因为他们的功劳而得到足够的地位和荣耀。 每个家族都有为家族牺牲的人,不是吗? 宋烟经历过打压,经历过被人暗算,经历过被人算计和算计别人,甚至差点被家族的人暗算到死,可即便如此,他也只是觉得,针对谁就是针对谁,可从没想过,针对一些不相干的人也能用这样残酷的手段。 亲眼见识了这一切的宋大小姐,此刻郊区都在微微的发抖,不得已之下,王胜只能得寸进尺一下,伸手揽住了宋烟的小蛮腰,微微用力,才让他不至于刚刚那样颤抖个不停。 此刻宋烟的眼中,已经过流露出一种完全和以前不一样的立芒。 从未有一刻,宋烟是这般的想将这些自称是宋家人却在想方设法的残害宋家人的家伙们杀个干净。 王胜是想服了。 宋烟的小蛮腰,真的是如同宋烟说的有个好细腰,纤细不说,还十分的有弹性,修行的女子力道十足,揽上去说不出的舒服。 怎么样?宋志明等人站在王胜对面不远的地方,很明显的看到了王胜的动作,宋志明甚至脸上露出了笑容,考虑考虑,是现在答应,然后和大小姐一起双宿双飞,还是打算死在这里。 我忽然之间不想死了。 王胜拥美在怀,说不出的美妙滋味,想都不想的开口说道,不过,这并不代表我就赞同你们的做法。 实时误者为俊杰。 宋志明几个人脸上都露出了笑容。 对付一个被美色迷住的小年轻,实在是太简单了。 宋烟呼的挣扎起来,被王胜大手揽着腰支,挣扎了几下,感受到了王胜连着几下捏他给他的信号之后,又自觉的安静下来,王胜的大手,总能给他安全感。 不过,恐怕有人会阻止你们想做的事情。 王胜看着以为稳操胜券的宋志明说道。 谁? 宋志明冷笑着问道。 我! 一个声音从密林的黑暗中传了出来,传到了所有人的耳中。 第三百章你们都得死,吓! 谁? 宋志明大惊! 宋家人也全都是一副如林大敌般的模样,所有人都瞬间拿出了兵器,指向发出声音的地方。 宋志明真的是被吓到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 这里可是千绝地里面,除了王胜之外,他就从没听说过还有什么人能够在千绝地里面自由的生存,更不用说跟踪他们了。 一路上宋志明可以说是小心小心再小心,前前后后左右右的都检查过,根本没有人跟踪。 能瞒过他的耳目,瞒过他们这么多人的耳目,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宋志明并没有因为觉得不可能就以为刚刚是幻听,目光盯着密林黑暗的地方,双手下垂,如果事情不对,随时能够从那界中拿出自己独特的三叶飞刀甩出去。 随着一阵十分轻柔的树枝树叶被拨开的声音,一个人从刚刚发生的方向慢慢地走了出来。 一个中年人,看起来似乎只有四十岁左右,不过王胜岗肯定,他绝对超过了五十。 他的年龄,只是因为超强的修为而显得面嫩。 中年人走得不紧不慢,可是却一直从容不迫,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是从密林中出来的。 走路的时候,中年人的身上自然而然地散发着一种雍容华贵的气度,那是长期的上位者才能够培养起来的领导气质。 别看宋志明一路的发号施令,可是他身上却没有哪怕一丁点的这种气度。 反倒是宋家那几个长老,看起来修为未必比宋志明高,可却每个人都有类似的气质。 中年人走出来的时候,满脸的寒霜,全身的不爽几乎都显示在他脸上了。 可从他走出来的那一刻,王胜听到的只是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感受到的则是身边美女再次颤抖起来的娇躯。 足,组长大人 宋志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可口中已经不自觉的称呼起来,浑然没有发现自己竟然已经开始结巴。 至于其他人,全都是一副见了鬼一般的模样,盯着走出来的组长大人,满脸的无法置信。 谁能想到他们以为已经失踪了很多年,应该已经过死的不能再死的组长大人,竟然就在他们眼前活生生出现了。 宋燕已经完全无法自己控制自己身体颤抖了,突然的激动让他再也无法支撑自己的身体,软软的靠在王胜的身上,被王胜吃足了豆腐。 但此刻宋燕已经再也顾不上身边人,双眼直勾勾的看着那个走出来的熟悉的身影,眼中泛起了泪花。 对宋志明的称呼,宋家的组长宋洪德仍没有听到一般,理都没理,双眼只盯着自己正靠在王胜身上的女儿。 放开他,小子。 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宋洪德就十分的不客气,冲着王胜命令道。 他早就看这个一直占自家闺女便宜的小子不顺眼了,这个时候竟然还敢趁机开油,不喝翅他喝翅水。 我放开,小燕就站不住了。 王胜的手一点都没有要放开的架势,嘴里却是一点都不紧张的回应道。 别人见了组长大人当然是心惊胆战,可王胜又不是宋家人,没有那种从小到大被灌输的等级观念,表现得十分自然。 当然,王胜打从心眼里也没有要拜见泰山大人的想法,更加不必低人一头。 父亲 宋燕终于叫出了声,身体也恢复了力气,挺直了身躯,正正的看着走过来的声音。 从叫出一声父亲之后,宋燕一直强忍着的泪水,终于再没有了阻碍,瞬间冲破了眼皮,沿着美丽的脸庞流了下来。 这一刻,从父亲失踪之后所受到的那些委屈,算计,打压,暗算,仿佛立刻有了一个宣泄的通道,所有的苦楚全都随着宋燕的泪水,涌了出来。 然后,宋燕就直接冲到了宋洪德的怀里,紧紧的抱着自己的父亲,仿佛生怕自己刚刚看到的听到的一切都是假的,生怕宋洪德下一刻就会飞走,紧紧的抱着,一点都不想放松。 宋洪德满脸歉旧的神色,慈祥的目光看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宋燕,伸手摸着他即便在千诀地里面也被王胜护着打理的柔顺的长发,心中同样欢喜的要炸裂开来。 苦了你了。 宋洪德第一眼看到宋燕的时候,就已经快要压抑不住自己要马上出来的冲动。 他离开的时候,宋燕才几岁,现在已经是二十岁的大姑娘,眉宇间依稀还有小时候稚嫩的影子,可是已经变成一个俏丽鹦鹉的大姑娘了。 我离开的时候,曾经吩咐他们一定要照顾好你。 宋洪德的声音柔和的让人害怕,一边抚摸着宋燕的柔顺长发,一边轻声的问道,我给你留下的九星元魂,你现在修行到什么境界了? 九星元魂? 宋燕一愣,身体僵在了原地。 他很小的时候父亲离开,可后面那些长老们还从没说过父亲还给自己留下一个九星元魂。 发生了什么? 宋洪德感觉宋燕的身体一僵硬就意识到出了问题。 轻柔的把宋燕扶到自己面前,将宋燕额头的一缕头发抹到了耳后,出声问道。 大小姐使用了长老们给带过来的元魂牌,融合了一个六星寒冰龟。 回答的不是宋燕,而是宋老虞,冲着组长规规矩矩的禀告道,东西的确是组长您留下的东西,但是里面的元魂已经被换过了。 好。 好,宋洪德听到这个回答,那一瞬间的愤怒几乎要冲出自己的头盖骨。 所有人都听出了他说的这两个好字当中蕴含的滔天怒火。 从宋洪德出来之后,宋志明他们就再没有一个人敢随意的开口。 那么多年组长带来的威严,加上每个人都被至少二十几股强悍到无以复加的杀意锁定,想开口也得要宋洪德点头才行。 哈哈哈哈。 当强烈的愤怒达到顶点的时候,宋洪德开口发出来的只有笑声了。 可宋志明他们听到宋洪德笑声的时候,一个个全都是脸弱死灰。 我只不过离开几年,连我的女儿都敢这么欺负。 看来我以前做的的确是有些仁慈了。 宋洪德狂笑一番之后,莫得停了下来,连孔慢慢的转向了宋志明他们那边,一字一句的说道,你们,全都得死。 第301章一个机会,上。 宋志明攥了攥自己的双手,此刻反倒是没有刚刚那么害怕了。 眼看着宋洪德出现的时候,宋志明的确是心虚。 宋志明年纪看起来不大,二十六七,但真实岁数已经过快接近四十。 也就是说,当年宋洪德带着一批家族精锐离开的时候,宋志明不过是一个二十多的年轻小伙子。 而且按照宋洪德的标准,显然宋志明连他心目中的精锐都算不上。 不过,宋志明能在宋洪德离开之后,十几年间从三重镜修为一直修行到现在的八重镜,自己也是相当自信的。 恐怕当年落选就不是修为的问题,哪怕自己这身修为是靠着某种独特的阵法和大量的连宋志明自己都不知道的药物提升起来的。 最大的可能是忠诚度或者投靠的人的问题,这些都不是宋志明关心的。 但是,当时宋洪德在宋家上下的淫威,一直到现在宋志明还记得。 一想到他配合着长老们架空了宋洪德留下来的大管家,更换了宋烟的元魂,甚至后来清洗宋洪德的势力,还对宋烟下厮守,这些东西在面对宋洪德的时候,宋志明自己都觉得干颤。 心虚,恐惧,也许还留存着一丝侥幸心理,或许宋洪德看在自己这身修为的份上,也许还能留下自己的性命。 毕竟一个八重镜的高手还是值得拉拢的。 可亲耳听到了宋洪德咬着牙说出来的所有人都要死的话语之后,宋志明最后的一点侥幸也消失了。 既然一定要死,这时候也没多少害怕,反倒是坦然了。 大不了就是与死网破,自己一个堂堂八重镜高手,面对一个过气的组长和十几个高手,难道就没有一拼之力了? 且不说自己还有机会逃生,就算是死,宋志明也有把握自己不赔本。 宋洪德带出去的几百人,在千绝地终能活下来几个。 死一个少一个,就看他们敢不敢和自己拼命了。 直到现在,宋志明都觉得宋洪德身边最多也就二十个高手左右。 毕竟除了十几个高手要顶住自己之外,其他人也需要有人盯着。 可是,正当他准备出手的时候,眼前的一幕让宋志明忽然之间就心胆剧烈。 从林中,消无声息的出现了数十个人。 真的是消无声息的出现,这些人甚至没有劈砍开挡路的藤蔓什么的,全都是借助那些藤蔓直接越过障碍。 一个个身轻如燕,动作矫健,完全就是一副在从林中不知道生活了多久的娴熟模样。 王胜在旁边差点就要喊出来人员泰山了,幸亏这些家伙个个都穿着衣服,不是全身上下只有一个小裤衩。 王胜能猜到,这些人肯定是当年和宋洪德一起离开的那批精锐,但里面他真的是一个都不认识。 不过,这并不妨碍王胜能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判断出这些人的实力。 从林中出现的只有几十个,可是两边的山头上,崖壁上,密密麻麻的冒出来的人头,加起来足有数百个了。 如果只是人数的话,或许宋志明并不会担心,可这些出现的家伙,每一个都是至少七重镜的时候,这就让人绝望了。 想动手? 宋洪德只是瞄了一眼似乎就已经完全看穿了宋志明的实力,别说你一个靠着歪门邪道的手法提升的八重镜高手,就算是真正的八重镜,进了千绝地,最多最多也就只能发挥出七重镜的实力。 这个王胜知道,千绝地里面的压制作用,这可是皇家的那个老怪物说的。 眼看着数百个放在外面各顶各的爵士高手出现,王胜忽然之间就明白宋洪德当年为什么会带着大批宋家精锐离开宋家进了千绝地了。 他当年一定是发现了一个可以提升宋家子弟修为的办法和稳妥的地点,才会做出这种决定。 哪怕为此抽调了宋家精锐导致宋家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会雷若不堪会被其他家族欺压,可当他回归的时候,全天下估计都会臣服。 宋志明真的是绝望了,不光宋志明,这次跟着王胜进了千绝地的,除去宋烟和宋老虞之外,所有的宋家子弟都绝望了。 早知道会是如此,当时和宋烟对峙的时候就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到大小姐的那边呢。 可惜,这时候说什么也晚了,唯一的一个幸运儿,居然是并不是宋家人的王胜。 奇怪的是,宋洪德虽然说了要让他们死,可现场没有一个人动手,连宋洪德都没有催促的打算。 此刻宋洪德除了愤怒宋家对于自己女儿的欺压之外,还愤怒另一个人,那就是王胜。 一路上宋洪德他们都在暗中的盯着整支队伍,王胜一开始察觉到的警报就是他们。 王胜在路上,几乎是不停地在占宋烟的便宜,开宋烟的油,不是趁机拉拉小手就是借机搂住欠腰,甚至当宋洪德出现的时候,王胜还把宋烟搂在了怀里。 当着一个父亲如此轻薄人家的女儿,宋洪德要是能忍才怪了。 特别是当他听到王胜要求宋志明他们履行承诺让宋烟嫁给他的时候,王胜这个人立刻就被宋洪德认定成了寄予自家女儿美色借机霸占的小人。 一个最多三重镜的小辈,也敢寄予自己国色天香的女儿。 开什么玩笑。 宋洪德回归,宋烟的地位哪怕比当朝的公主都要高贵,岂是一个小人能望其降辈的。 说句不好听的,癞蛤蟆也敢想吃天鹅肉。 你配吗? 我配。 不过,气归气,可王胜当时是毫不犹豫的站在宋烟这一边的,甚至有些话都是因为王胜,宋志明才说出来的,宋洪德不能不考虑这一点。 看在你一路护持小烟的份上,给你一个机会。 宋洪德看都不看宋志明他们了,直接转过来面对王胜,加入宋家,以你的修为,我给你一个小庄园让你掌管,衣食无忧,以后给我离小烟远远的,别让他再看见你。 不要。 王胜直接摇头,干净利落的拒绝了宋洪德的好意。 宋烟和宋老鱼已经看出了不对,可这时候,明显他们的话是没多大分量的。 给脸不要。 宋洪德冷笑一声,你是自寻死路。 第302章一个机会,下。 不要。 宋烟猛的惊叫出声,拦住了宋洪德,父亲,你误会了。 宋烟靠的宋洪德最近,敏锐的发现了宋洪德的杀机。 这一下宋烟大惊,杀了王胜,这可不是他愿意看到的结果。 我相信我的双眼。 宋洪德现在已经彻底沉浸在愤怒中,哪怕是自己的女儿宋烟亲自阻止也不行。 况且,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他可是亲眼看到王胜占宋烟便宜,开宋烟油,甚至还想要落井下石借机逼迫自己的宝贝女儿嫁给他,这种人绝不可能是好人,杀了也就杀了。 宋老虞在那边刚想插嘴,可还没等他张开嘴,宋洪德的目光已经扫了过来,老虞,你闭嘴。 王胜看着这架势,心中苦笑。 得,看来这误会是被坐实了,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 正在王胜这么想的时候,宋洪德却开了口,看在你一路上也照顾过我女儿的份上,给你一次机会。 宋烟心中一动,脸上顿时间露出了欣喜的表情。 给一次机会,岂不是变相的饶了王胜性命? 只要王胜虚以为蛇的点头答应,大不了之后随便离开,反正王胜只要一进千绝地,宋洪德碍于规矩,也不能拿王胜如何的。 想到这里,宋烟赶忙给王胜使了个眼色,示意让他服个软,先过了眼前这关再说。 王胜看到了宋烟的眼色,不光王胜,宋老虞以及十几个偏向这边的宋洪德带着的宋家高手也看到了。 不过他们却只是面无表情,一动不动的站着。 自寻死路 宋烟的期待并没有丝线,王胜好像一点都不害怕一般,几乎是针锋相对的冲着宋洪德说道,说的还真是。 你要是真敢让我加入宋家,出了千绝地你宋家就是天下公敌。 宋洪德大怒,他一直带着精锐在千绝地当中修行训练,根本并不知道外面什么情形,更不知道王胜现在对各大势力意味着什么,只当王胜是个寄于宋烟美色的小鳖三。 既然是小鳖三,当然是生杀语夺,难道还能让他翻了天? 什么时候一个三重镜的小子也敢大言不惭的说自己就身系天下安危了。 这要让王胜给唬住了,那他堂堂宋家家主以后还能不能抬起头来? 哈哈哈哈。 宋洪德再次哈哈大笑起来,笑完之后才冷笑一声,无知小辈,大言不惭。 真没意思。 王胜直接摆了摆手,已经懒得和宋洪德多说什么了。 当着宋烟的面不好冷嘲热讽,王胜也只能在心里嘀咕了一句,胸无诚服,自以为是。 这种性格的人能当上家主,也真是够奇葩的,比戴欢还狂妄还刚愎自用,居然还能活到现在,怪不得宋家没了家主却还能出在五大家族的行列之中,那些长老们的确是起了极大的作用。 宋洪德不清楚,宋烟和宋老虞却心里明镜一般,王胜的话一点都没错,真要强制将王胜并入宋家,宋家绝对是天下公敌。 父亲,王胜是,只是,刚说了这几句话,宋烟就感觉到一股暖流冲到了自己的体内,那股暖流是如此的强大,瞬间游变了宋烟的全身,吃这股暖流一冲,宋烟后面想说的话,竟是一句也说不出来。 宋烟大吉,正想要挣扎,那股暖流却好似有生命一般,直接禁锢了宋烟的行动能力。 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现在还拉着宋烟的宋洪德。 宋烟心中惊讶之余,却只能是无可奈何,动也不能动,话也不能说,急得他差点要哭出来。 宋洪德的确是被王胜这几句话给气坏了不假,可宋洪德绝对不是王胜想象的那种蠢人,这边狂笑的时候,那边的目光已经扫过了宋志明他们那边。 知道必死的宋志明他们站着没有动,宋志明的脸上却隐隐地浮现出一丝幸灾乐祸的神色。 只是这一缕神色,就让宋洪德意识到,恐怕眼前这个小子说的,未必就是大话狂话,否则宋志明不会这样恶意看着自己日后倒霉。 宋洪德是何等的人物,从来都是他发号施令,从来都是他决定旁人的生死,哪里会任由别人威胁。 比说是一个区区三重镜的王胜,就是八重镜的宋志明,还不是说杀就要杀。 你真以为我说给你一个机会就是让你服软过关。 宋洪德冷笑了起来,萧雄的心思要是别人能轻易猜到,那还是萧雄吗? 收了王胜会成为公敌,那就杀了王胜,难道也会成为公敌? 一个机会,一个活命的机会。 宋洪德丝毫不改变自己说话的口吻,你们几个也一样有一个机会,不过你们这么多人也只能有一个,就看你们哪个比较幸运了。 谁面对面杀了这个小子,谁就可以活命。 宋洪德冲着宋志明他们说出了自己的意思,然后转向了王胜这边,别说我没给你机会,这里所有人,你随便挑一个,只要你能在他手上不死,你就可以活着离开。 我选宋大小姐。 宋洪德话音一落,王胜就飞速地爆出了自己选的对手。 宋烟既然肯为王胜求情,那就一定会愿意放王胜一马。 刚刚宋烟话说了一半就不再说,傻子都看出来是被宋洪德控制了。 现在王胜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说实话,和宋家家主当场翻脸,其实并不是一个好主意。 可以。 宋洪德听到王胜选择的目标,鼻孔中吃了一声,毫不掩饰他的鄙视。 小人就是小人,这种卑鄙的选择也能做出来,与其如此,还不如直接下跪磕头饶命来的爽快。 不过,小烟和我今日才重逢,大喜之日,小烟不宜染血。 宋洪德冲着王胜露出了一个看起来貌似很和蔼的笑容,我心疼我女儿,所以决定代替他答应你的选择,代替他出战。 一个十几年没有见女儿的愧疚的父亲,做出这种决定,不意外吧。 宋烟那边已经急得已经快要哭出来了,可他偏偏却是无计可施,只能用焦急的目光盯着王胜,目光中甚至带着一缕哀求,期待王胜服个软。 一点都不意外。 王胜笑着摇了摇头,笑过之后也发了狠,妈的,老虎不发威,你们个个当我是病猫了。 敢在千诀地里面和我耍狠,不能不说,你们真的有种。 第303章 说话算不算,上 王胜一发狠,首先就是身边不远的宋老虞和远处的宋志明他们,不约而同的往后退了一大步。 最让人无语的是,他们退后这一步的时候,竟然是一种下意识的行为,丝毫没有什么刻意为之的控制,仿佛这是已经刻印在身体内的本能一般。 直到退了一步之后,众人似乎才意识到不妥,急忙控制着停住脚步。 宋老虞心里已经苦笑起来了,王胜在千诀地里的绝对优势,居然已经让大家产生这种无法对抗的直觉,以至于王胜不过才放了一句狠话,众人就如此的表现。 宋洪德和他带着的属下当然没机会见识王胜在千诀地的厉害,但是宋洪德能以这个年纪当上组长,并且力压诸多长老,即便失踪十几年那些长老们都没敢废掉组长另选一个,岂是简单的。 一看到王胜只是一句话就让宋家带进来的子弟们如此的恐惧,宋洪德也是心中一柄。 王胜绝对是有真材实料的,否则宋志明他们绝不会如此的表现。 宋洪德身边的一个贴身保镖模样的高手随手冲着一个手下使了个眼色,包围宋志明那群人的那边马上有一个高手身形一晃,然后有一个人立刻手舞足蹈的飞了起来,向着王胜这边飞了过来。 千金之子,坐步锤堂,宋洪德就算是自己愿意出手,他身边的这些人也绝不会让他老人家动手。 就凭着王胜刚刚那一句话的威风,这些人绝对会把王胜和宋洪德隔开至少三个高手以上。 王胜就站在原地,看着那个手舞足蹈的家伙飞过来。 他看得很清楚,这个家伙是个五重镜的高手,不过,五重镜的高手在整个队伍中,不过是最差的一个而已。 宋洪德的手下,也许是他们本身还有着身为高手的骄傲,并不想真的以大欺小,所以特意选了一个修为最低的给王胜。 可即便如此,王胜一个看起来只不过是三重镜巅峰的小辈,对上一个五重镜的高手,结果可想而知。 那个飞出来的高手显然也意识到自己成了那个被选中的幸运儿。 刚刚宋洪德说过了,谁杀了王胜,谁就可以活,这是机会。 人还在空中,高手就已经摆脱了刚刚被扔出来的那种不由自主,腰一挺,就已经控制住了平衡。 借着那个高手被扔出来的势头,居高临下,冲着王胜就是一拳。 王胜脸上闪过一丝鄙视的笑容,动也不动,右手钻拳,迎着这个宋家子弟的拳头轰了上去。 脚下没有根底的家伙,竟然想要靠着这一拳来攻击伤害自己,也实在是太想当然了吧。 灵气修为再强,也不可能在这短短的瞬间得逞,况且,王胜的修为境界,远不是大家看到的三重镜巅峰。 轰,双拳结实,喀啦,所有人都听到了一声清晰无比的骨头折断的声音。 当然,所有人都下意识的以为,这是王胜的手骨直骨被打断的声音,下一刻,应该就是王胜发出惨叫,然后重伤吐血的情景。 五重镜对上三重镜,这是唯一的可能。 这是常识。 这是理所应当。 这是没人能改变的事实。 可事实偏偏不是这样。 发出惨叫声的,偏偏是那个他们以为已经占据了绝对上风的五重镜的宋家子弟,直骨折断的,同样也是他。 惨叫声随着比飞过来的速度更夸张的后退速度,在空中飘荡着越来越远。 飞行中的人影重重的撞上了十几丈外的山壁,砰,整个人如同贴话一般的贴在了山壁上,然后弹回来,平平的拍在了地上。 人在撞上山壁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知觉,即便拍在了地上,也是动也不动一下,只看到因为鼻子直接拍在地上,那一片地面上的植物飞速的被流出来的鲜血染红。 宋家人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幕,完全无法理解这是为什么。 一个三重镜的小背,就算是三重镜巅峰啊,可和一个五重镜的高手相比,那绝对是碾压式的差距啊。 可为什么偏偏就是五重镜的那个被打飞,而三重镜的王胜居然一点事情没有。 王胜微微的摇了摇头,自己的功夫比起灵虚老道士还是差了不少。 刚刚的那一拳,看起来至刚至阳,可实际上却包含了太极的泄力反击,可以说是最正统的太极力道。 可是,老道士一巴掌把人拍到墙上能拍扁,王胜却只能做到这一步,修为的差距,不是光靠力量就能弥补的。 不自量力。 王胜口中低声的吐出了四个字。 尽管一个三重镜的小辈在一群高手的面前说这四个字显得是如此的狂妄和滑稽可笑,可是却没人有能反驳,五重镜的高手连他一拳都没接下。 也许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能做到这一点,可是,他们的修为境界,哪个不得是七重镜? 让他们在三重镜的时候做到这一点,比登天还难。 在宋志明那批人惊愕无比的脸上看了一圈,王胜冷笑了起来。 宋志明,我忍你们很久了。 一出生王胜挑衅的就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除掉王胜本人以及宋烟宋老虞和刚刚晕厥的那个之外的其他跟着王胜一起进了千绝地的所有人,至少有二十个,要不是因为宋大小姐,你们早就全死在路上了。 宋志明闻言大怒。 如果不是现在局面是被宋洪德掌控着,宋志明早就出手了。 堂堂宋家八重镜高手,伪装成一个七重镜已经很让他觉得郁闷了,王胜居然还在这个时候挑衅,是可忍,孰不可忍。 这么说来,你是打算选宋志明了。 王胜刚挑衅完,宋洪德那边就冷笑着开了口。 宋洪德承认,自己刚刚是看走眼了。 这个不怎么起眼的三重镜小辈,还真的有一股汗不畏死的凶狠,同样也真有自保的本事。 不过,这并不能成为他放过王胜的理由。 王胜表现得越厉害越妖孽,对宋洪德来说,那就越需要除去。 别的不说,光是王胜现在对于宋烟的影响力,就让宋洪德不得不考虑快刀斩乱麻的将王胜的影响完全切断。 否则,自己刚刚见到女儿,恐怕就要失去她了。 第304章说话算不算,下 王胜转向了宋洪德这边,脸上露出了一丝玩味的笑容,目光中充满了一种叫做不懈的东西。 刚刚明明说自己要替代宋烟出战的,可先是手下号称自作主张的给扔过来一个,看没有达到目的,马上借着自己挑衅宋志明的话语又把目标转到了宋志明的头上,宋洪德自己却一点出战的意思都没有。 当着他手下这么多人,还有宋志明他们,宋洪德就能如此明目张胆的不要脸,果然是枭雄一个。 话说,其实你没必要控制着宋烟。 王胜这会也不刺激宋洪德,把称呼从小烟改成了宋烟,放开他吧。 别让他看不起你。 这句话的分量极重,宋洪德脸色也微微变了变,终于还是没有多说什么,松手放开了宋烟。 宋洪德的手一离开宋烟的胳膊,宋烟马上就发现自己体内控制自己的那股热流消失了,自己可以随意的行动,也可以随意说话了。 不过没等宋烟说些什么,王胜已经问了出来,宋烟,之前你答应的事情,还算数不算数。 放肆。 宋洪德脸色一变,旁边的两个宋家高手立刻喝斥了出来。 从宋洪德以下到宋志明他们一伙,全都以为王胜是在逼迫宋烟实现自己的承诺,嫁给王胜。 宋洪德更是气得满脸通红,就要忍不住动手了。 放心,当然算数。 宋烟及时的插口让众人心中都是一扑,宋大小姐亲口答应,别人想拒绝都不行,除非这时候杀死王胜,否则让大小姐背上一个背信弃义的名声,可就再也抬不起头来了。 好在这里没外人。 小烟。 宋洪德也吓了一大跳,如果自己的女儿被迫嫁给这么一个无赖的话,那她拼着在所有手下面前再次不要脸,也要杀了王胜,断了宋烟的愚蠢念想。 我答应告诉你的东西,一定会告诉你。 宋烟却不理会众人的情绪,静字的把话说完整。 这时候宋烟其实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调和王胜和宋洪德的关系,只能针对这一个问题做具体的回答。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宋洪德脸上也有点发烧,他还真的是误会了王胜。 原以为王胜是逼迫宋烟嫁给他,却没想到宋烟只是答应要告诉王胜一些东西而已,自己却网做了小人。 其实宋洪德也是十几年之后第一次见到女儿第一次和女儿说话导致的心神动荡,加上王胜和宋志明他们之前的谈话分明是在逼迫宋烟嫁给王胜,所以他才会做出那种判断和举动。 现在既然王胜并没有那种打算,宋洪德忽然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了点什么,有些东西没有抓住,恐怕是他今天现身以来最大的错误。 但是已至此,他身为宋家家主,让他低头道歉是做不到的,一个区区王胜,还没有这么大的面子。 什么时候? 王胜知道宋烟的为人,所以这个问题虽然号称是问宋烟,目光却是看着宋洪德,眼神中的那一丝嘲讽,让宋洪德感觉异常的不舒服。 可他现在又发作不起来,只能强压着恼羞成怒,冲着王胜回答道,等你能在他们的手中活下来,小烟会履行他的承诺。 我要带走宋烟,单独询问。王胜盯着宋洪德的双眼,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不可能。宋洪德几乎是毫不犹豫地否决。带走宋烟?那岂不是把宋烟的性命交到王胜的手里?刚刚见到女儿,宋洪德怎么可能让宋烟再次置于危险之中? 我跟你走。 就在宋洪德说不可能的同时,宋烟说出了他的选择。 别逼我。 宋洪德的怒气再次满直,这次是冲着宋烟的。自己一番维护之心,怎么宋烟就看不出来呢?难道非要逼迫自己控制住宋烟才行? 好吧。我可以退一步。 王胜才不会理会宋洪德心中如何考虑,王胜的目的是知道凤凰的详细消息,既然宋洪德有顾虑,那就找一个能让宋洪德答应的方法,族长大人你可以一起,这总行了吧。 反正宋烟要说的东西肯定是宋家的秘密传承,宋洪德身为组长,肯定有翻阅的权限,也肯定知道的更多,有他再没坏处,还可以打消宋洪德的顾虑,何乐而不为呢。 这次宋洪德的脸色好了很多,王胜肯退步,这让他有了台阶下。 不过,一想到自己的女儿竟然不听自己的话却偏向王胜这个外人,宋洪德就是气不打一处来,维持着刚刚的神色不变,冷笑一声道:"好。不过,你先在他们手里活下来再说。 君子一言。 王胜用一种怀疑的口吻说出了这几个字。 由不得王胜不怀疑,宋洪德明明答应好的事情,却当面变卦,不能不防这一点。 司马难追。 宋洪德毫不迟疑的接上了这一句。 但愿如此。 王胜带着鄙视的口吻说了一句,然后笑了起来,其实无所谓,如果你到时候反悔,我也有办法逼迫你答应。 大话谁都会说。 宋洪德也笑了起来,不过这次却在没有丝毫的愤怒,我等着你逼迫我答应的那一刻。 两人说得轻松,那边却急坏了宋烟。 他知道王胜在千诀地里面很厉害,可是他更知道宋志明他们这些人的厉害。 哪怕他才刚刚知道宋志明是隐瞒了修为,八重镜装作七重镜,但再怎么说,那边也有六个七重镜高手,最差的也是五重镜,王胜能打败一个五重镜,可是能打败八重镜的宋志明吗? 数百个七重镜甚至更高的高手,围成了一个大圈子,或远或近的看着王胜和宋洪德达成了协议。 可从头到尾,除了刚刚扔出去五重镜高手的时候有两个人的动作,其他人一直保持着警戒的姿势,从未变化过。 哪怕他们的组长刚刚才说话不算了一次,他们都无动于衷。 选了一个,说不定你又说待会要选另一个。 王胜确实一点都不怕自己得罪人,一边念叨着让宋家人愤怒的话语,一边贴着山壁往前走了几步,面对着宋志明,索性一次解决,看你还有什么借口。 对了,你们在这里生活多年,老巢其实就在这里面吧。 王胜说完那些,呼得伸手拍了拍自己身边的山壁,笑着问了一句。 第305章我们可以谈谈,上。 山壁会正对着山谷的那片山壁,看起来就是一片完整的山壁,什么都没有,对面却是适合居住的一个山谷小营地。 宋志明等人听到王胜这莫名其妙的话语,忍不住都是一阵的无语。 可宋洪德等人,包括之前那些一直保持面无表情的高手属下们,却好像见了鬼一般的看着王胜。 然后宋志明等人就看到了宋洪德他们的表情,全都被吓了一跳。 难道王胜说的是真的? 可任凭他们怎么看,都看不出来那片山壁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明明就是山壁,怎么住? 况且,那片山壁的厚度,也就是几丈左右,能住得下几百人? 不可能吧。 可宋洪德他们的表情绝不是座位,那就是说,他们是真的在这里面居住的。 宋志明看了好多次,都没看出来那个小小的地方怎么住下那么多人的。 看不出来就不用硬看,没意义的。 王胜瞥了一眼宋志明他们,送了他们一句嘲讽。 宋志明的怒火也冒了起来。 宋洪德把他扁得一钱不值,宋志明不敢有任何意见,因为宋洪德的身份地位和现在的修为,都把宋志明压制得死死的。 可王胜凭什么? 就凭他力量大,一拳打飞了自己队伍中最弱的那个吗? 少废话。 宋志明冲着王胜怒吼一声,然后双手中瞬间出现了两把三叶飞刀,咻,飞刀带着风声,向着王胜的咽喉和胸口飞来。 宋志明动手快,王胜这边的反应几乎是同时,两颗钢珠飞出,仿佛已经算好了角度和方位,嗖嗖两声飞出,直接在空中和两把飞刀相撞。 刚刚两声,飞刀和钢珠撞在一起。 宋志明扒重镜的修为,飞刀上携带的力量有多恐怖,王胜的钢珠直接被撞飞。 只是,吃这么一撞,两把飞刀的飞行方向也发生了改变。 王胜站在原地双脚动都没有动一下,两把飞刀就擦着王胜的身体钉到了他背后的山壁上。 力道之大,两把飞刀直接消失在山壁中。 接我一招。 王胜舌战春雷,冲着宋志明和他身后的那群宋家子弟就是一句。 特别是那个接字,咬字清晰,听得人心中一震。 谁都觉得这是王胜要发狠了,都等着看他的这一招是何等的惊天动地。 可是,让人诧异的是,王胜只是喊了一声,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好像刚刚那句话不是他喊的一般,让人异常的纳闷。 宋志明等人,也仿佛如林大敌一般摆出了警戒防御的姿势。 宋洪德他们不清楚,宋志明他们可是完全了解王胜对千绝帝有多熟悉,在这里会有多神秘的攻击,所以全都是全神贯注的盯着,生怕错过一点。 可是,王胜一直站着,动都不动,只是静静地看着。所有观战的高手们全都是仗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招数? 不了解归不了解,可他们也都是带着警惕观察着,说不定这是王胜和宋志明他们之前就约定好的动手暗号,一旦反戈一击伤到谁或者逃跑掉几个,那这些宋家高手们可就颜面扫地了。 五秒,十秒,十五秒,王胜还是站着一动不动。反常的是,宋志明他们也一样的一动不动,好像有什么无形的压力逼迫他们一样,这就让人不得不更加提高警惕了。 有形的敌人或许让人害怕,可无形的敌人更让人恐惧。一时之间,包括宋洪德在内,所有人都是屏息凝气,生怕发出一点大动静干扰到战斗中的双方。 宋烟和宋老虞直接就呆了,这是什么情况?他们当时被宋志明发现的时候,曾经想过要和宋志明他们拼一场,可加上王胜三个人,三对二十几,结果都不用问,肯定是他们全军覆没的下场。 可是现在看起来,恐怕完全不是那回事。如果当时宋志明他们非要不依不饶的话,说不定王胜一个人就能把他们拿下。 这不是无凭无据的意测,而是看着眼前情形得出的推论,王胜这个人,在千诀地里面简直是太可怕了。 宋洪德他们终于发现不对了。 宋志明这些人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不动,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话,那还可以理解为偶然碰上了,可所有人都是的话,恐怕就不是什么碰巧,而是中招了。 联想起王胜刚刚说过的话语,宋洪德刹那间出了一身冷汗。 原来王胜真的是可以随时对付宋志明他们一群人的。 这样说起来的话,那自己和自己带着的人手起步。 宋洪德的手下当然有人看出了不对劲,有几个已经开始迈步上前,打算看个究竟了。 不想死的话,就别伸手。 王胜的声音带着警告的意味在众人耳边响起。 那几个高手一愣,往王胜这边看了一眼,然后毫不理会的继续伸手。 住手。 宋烟的声音比平常大了好几倍,几乎是叫嚷了出来。 别人可以不把王胜的话放在眼里,可他和宋老虞却绝不会。 跟着王胜进迁绝地的第一条铁律,王胜要求做的事情可以不做,但王胜不让做的事情,绝不能做。 否则,最差也是剧毒或者重伤,休养时间绝不可能少于半年。 王胜的警告这些宋家的子弟可以不管,但是宋大小姐的话却不能不听。 哪怕宋大小姐才刚刚和宋洪德见面,才刚刚知道他们的存在,可大小姐就是大小姐,是组长大人的嫡女,而且组长就在她身边。 所以,听到了宋烟的话,伸手的那几个高手总算是把手缩了回来,然后不解的目光全部都看着宋烟那边,似乎在等着她的解释。 宋洪德也是大惑不解,不过她没盯着身边的女儿,而是目光看向了宋老虞,挑了条眉毛,仿佛在问为什么。 没人看王胜,大家都知道,眼下的情形,看了王胜也不会解释的。 宋烟也好,宋老虞也罢,哪里能解释得清楚。 宋老虞这边苦笑了一下,然后直摇头,一脸的无奈。 就在大家全都是面面相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时候,那群呆立的高手们忽然之间有一个洞了。 只是,她的洞绝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行动,而是身子一歪,扑通一声结结实实的摔倒在地,然后再次一动不动。 第306章我们可以谈谈吗? 下 距离近的那些正在如林大敌一般观察着的宋家高手们全都是一副被蒙在鼓里的表情,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人的倒下,仿佛开启了连锁反应,紧接着就是第二个,第三个,一群号称在千诀地里面修行了十几年的高手们,眼睁睁的看着那些他们家主已经说过必死无疑的家伙们挨个的倒下,心中充满了疑惑,却又紧张无比。 正如王胜所说,未知的才是最恐惧的,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看到人一个一个的倒下来,可偏偏王胜在之前几乎什么动作也没有做,这是为什么? 难道是妖法? 可大家在千诀地里面生活了这么久,从来没见过有如此诡异的场景。 都是高手,距离也说不上远,大家当然能看到那些倒地的人是死是活。 所有人胸膛都在起伏,有些还能听到呼吸的声音,可就是一动也不能动,站不住了就倒下,倒下也没有别的动作,就如同当场睡过去一样。 眼看着二十多人轮流的摔倒,最后只剩下宋志明一个。 即便宋志明还站着,可是也没有别的动作,僵立在原地,和一个木偶一般。 修为不错。 王胜在那边赞道。 宋志明果然是领队,是队伍中最强悍的那个,即便到了这个地步,还能维持着平衡站着,的确是不容易。 不过,也仅此而已,宋志明此刻能做的到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站着,可是他连一根小指头都动不了。 王胜慢条斯理的往前走了两步,这个动作和之前倒下的那些人动作完全不同,以至于一群高手紧张的恨不能把所有的远程攻击武器都对准王胜。 现场没有别的声音,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只有王胜脚步踩在松软的落叶中的闭波声,不紧不慢,却仿佛踩进了所有人的心中。 走到了宋志明的面前,距离非常近,近到宋志明只要一伸手,就能将王胜击杀。 可是,就连伸手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对此刻的宋志明来说,也是难如登天一般。 你们组长说的没错,你这身修为,真不是辛苦练上来的,旁门左道就是不行啊。 面对着宋志明,王胜很是凯叹的摇了摇头,然后伸出手,一根手指点在了宋志明的额头上,轻轻的一推。 宋志明僵硬的身体保持着刚刚要发射飞刀的动作,往后缓缓的倒了下去。 看着宋志明倒下,王胜才转回身来,拍了拍手。 冲着刚刚那几个本来打算伸手但被宋燕阻止的家伙微笑着解释了一句,不好意思,我伸手可以,你们不行。 这话简直比直接在众人脸上善耳光还要恶劣,什么叫我可以,你们不行? 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在鄙视众人吗? 宋洪德的脸色此刻十分的精彩。 原以为还能看到王胜吃苦头的模样,可现在,从头看到尾,王胜哪里吃苦头了? 如果往前走几步就是吃苦头的话,那这世上所有人估计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组长的脸色不善,身边人自然要为组长找回这个场子。 宋洪德身后斜后方的那个看起来像是个总管模样的高手冲着一边使了个眼色。 不能不说,宋洪德带走的这批人真的是宋家的精锐,特别是在千诀地里生活了十几年,早已经默契的不用说话只一个眼色大家就知道什么意思。 这边一个眼色,那边刚刚因为宋洪阻止而停手的一个高手,就心领神会的往前走了几步,像一个倒在地上的家伙伸出了手。 不管怎么样,总要检查一下他们是遭了什么暗算。 否则一直被王胜这么神神秘秘的牵着鼻子走,绝不是什么开心的事情。 不要! 宋洪当然看到了那个人的动作,再次冲着他尖叫了一声。 不光是宋洪,连宋老虞在旁边也是叫出了一模一样的两个字,不要! 上次宋烟开口,那几个高手没有得到宋洪德的指示,所以给大小姐面子停了下来。 可这次分明是总管的命令,那宋大小姐的叫声就没什么用处了。 连宋大小姐都不行,宋老虞的声音更是被忽略不计。 倒在地上的人被翻了过来,那个宋家子弟正打算仔细检查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呼得身体一僵。 本来就是俯身的姿势,突然一下肌肉失去了控制,顿时间再也无法维持平衡,砰一声。 不声不响的趴在了他要检查的那个人身上,动也不动了。 说实话还就是没人信。 王胜嘖嘖了几声,连着摇头。 说完等王胜转身的时候,宋家的一群高手全都是一个机灵,刷刷刷身影连着闪,宋洪德宋烟和王胜之间,至少多了十几个高手。 刚刚只是两三个高手隔开,现在众人才意识到,只是那两三个高手根本不够。 从宋洪德以下,估计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这一群最低七重镜的高手们,会在一个三重镜的后生面前这般的如林大敌,哪怕他们在千绝地里面生存了十几年,也没有遇到如此可怕的情形。 宋洪德甚至开始琢磨,该如何缓和双方之间的关系了。 毕竟是一开始他自己表现得太过于强势,武断地将王胜归入了那种可以生杀与夺的弱者行列。 可现在,王胜一句话就把宋志明他们二十多人弄得动弹不得,连带自己人都不能碰一下。 本来王胜和宋烟算是朋友的,这么大的本事,如果成为敌人,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问题是,宋洪德现在能拉下这个面子来吗? 几个宋洪德身边的高手甚至开始考虑要不要瞬间击杀王胜了。 这种神不知鬼不觉的手段实在是让人忌惮无比,天知道什么时候让王胜暗算一下他们可就全栽在里面了。 也只有杀了王胜,才能让他们高枕无忧。 王胜此刻倒也十分的佩服,这些家伙别的不敢说,但光是纪律严明这一点,真的是可以和王胜在地球上的部队有一拼了。 自己的一个同伴就倒在哪里,他们居然能够强忍住不破坏战斗队形,宋洪德这批人训练得真不错。 想到这里,王胜冲着宋洪德开了口,我们现在可以谈谈了吗? 第307章逼迫我吧,上。 之前宋洪德说过,王胜要从在场所有人当中挑选一个战胜了之后才能离开,后来王胜选择宋烟之后,直接被宋洪德自己接下,可他自己又不出手,让宋志明等人出手。 现在王胜把以宋志明为首的这批人全部都放翻在地,反过来问能不能谈谈的时候,宋洪德的脸皮都在发烫。 除了王胜自己,没人知道宋志明那批人是怎么倒下的。 大家猜测最多的也就是那批人中了毒,失去了行动能力,可是怎么中的毒,怎么同时中毒,为什么只有那些人中毒而其他人却安然无恙,这都是未解之谜。 只有王胜心里清楚,这还是九字真言的功劳。 接我一招中,接自发的是接音,皆能让王胜简单的控制一些特别简单的动物,比如,千绝帝当中的某些细小的毒虫。 这些毒虫因为体型实在是太细小,以至于某些时候遇上大动静的时候它们只会迅速的逃离。 大多数在千绝帝的人基本上都不会遇上这些小虫,因为还没等你靠近,那些动静就已经把它们吓跑了。 可王胜不一样,对自己使用了镇字诀之后,王胜本身对于千绝帝的那些体型不大的动物来说,基本上就可以认为是同类了,有一种奇特的亲密感,即便是动静再大,那些毒虫也不会逃离。 然后,这些毒虫就会在王胜的接自觉的指挥下,悄无声息地隐藏在宋志明这批人的身上。 毒虫实在是太小了,最大的也就是上次王胜沙袋无忌的时候那种黑豆丁的大小,隐藏在某个衣服的褶皱中根本就无法发现。 当然,这也是王胜说宋志明修行境界高但是旁门左道的原因,身边有个活物藏着都无法察觉,修行修到狗肚子里去了。 只要王胜随口一句,这些毒虫随时随地都能发动攻击。 至于后来伸手的那个家伙,也是同样的道理。 现在王胜已经能够精准地控制目标,发动攻击的对象完全可以控制,不过,需要这些攻击目标处在一定距离之内,如果太远,恐怕还是要无差别攻击。 元魂空间中,阶子和阵子已经变得和兵者两次同样的发亮,林子还稍微欠缺一些,前子只是刚刚有一丝光亮,而斗猎行三个字至今还没有发亮。 这边王胜问能不能谈谈,那边宋洪德却在心中衡量利弊。 至于之前答应过王胜,他在场的时候由宋烟告诉王胜某些东西,宋洪德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对他这种枭雄来说,周围除了王胜之外全是自己人的情况下,他完全可以选择让王胜消失,绝不会有外人知道自己曾经食言过,不是吗? 唯一要权衡的,就是值不值,有没有足够的利益和好处。 至于别的东西,那重要吗? 我的那个手下会不会有危险? 宋洪德没有回答王胜的问题,而是带着一丝关心,询问起那个倒地的手下的状况。 只是不能动而已。 王胜也不想和宋洪德就这么翻脸,他还想从宋烟口中得到凤凰元魂的详细记载呢。 所以王胜选择了回答后一个问题,如果他的修为真的是他看起来的那个境界,那就没事。 你是怎么做到的? 宋洪德脸色已然恢复了正常,冲着王胜好奇的问道。 这个问题不光是宋洪德想知道,连宋燕宋老虞以及宋洪德手下那批人都想知道。 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王胜同样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反问了一句宋洪德,在千诀地里修行这么长时间。 两边互相看着,然后谁都没有说话。 宋洪德问王胜的秘密,王胜同样也在问宋家的秘密。 很明显,如果宋洪德回答了,王胜也不介意告诉他们自己可以控制毒虫,可如果宋洪德不回答,那就不要怪王胜也三间齐口了。 我很好奇,如果我反悔了,你会怎么做? 宋洪德看着王胜,完全看不穿这个三重镜小辈的底细,这让他有种说不出的挫败感。 父亲 听到宋洪德这话,宋燕顿时间察觉到不妙,急忙叫了一声,想要提醒宋洪德。 宋燕太了解王胜了。 在他和王胜认识相处的过程中,所有王胜说过的话,王胜都实现了,没有一句虚言。 而就在不久之前,王胜还说过,如果宋洪德不履行承诺,他会逼迫他们履行。 王胜的话,绝不会是开玩笑的。 真到了那一步,恐怕宋家上下和王胜翻脸就成了必然。 如此一来,宋燕该如何自处? 我这个人,最不喜欢的就是被人胁迫。 宋洪德却直接堵死了宋燕接下来的话语,这次他没有动用刚刚直接控制宋燕不能说话的手段,但语气中却是毫无转环余地,从来没有人敢在我面前放肆,你还是第一个。 所以我万分的期待,你能用什么法子来逼我。 随着宋洪德的话语,宋家的那些高手们已经准备动手。 对待王胜这种神秘的随时随地放倒几十人的对手,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 我带着我宋家的精锐在千诀地里面待了十几年,什么样的凶险没有遇上过。 宋洪德语气坚定的看着王胜说道,同时也好像是在对宋燕和宋老瑜解释一般,付出了多少代价,总算是让我宋家精锐实力大幅度提升。 可如果一个小辈随随便便就能威胁我说逼迫我做什么,那我宋家精锐这些年的牺牲,这些年的修行,岂不是说一钱不值。 面对宋志明那样的高手,宋洪德都能生杀与夺,宋志明等人甚至都不敢主动反击。 可偏偏王胜这么一个三重镜的小辈,却屡屡做出让所有人都无法预料的事情,这对宋洪德和他带着的精锐高手们来说,简直就是莫大的讽刺。 哪怕只是为了维持他们的信心,宋洪德也得将王胜的气焰彻底打压下去。 这话一出,宋烟和宋老瑜再怎么不情愿,也开不了规劝的口了。 你们在千诀地里生活了这么多年? 就在宋烟为难的时候,王胜笑着开了口,听过这种声音吗? 第308章逼迫我吧,下。 宋洪德的心态王胜能理解。 隐忍折服,忍辱负重在千诀地里面训练了一批精锐, 本该到了要面试大展风采的时候,正好拿宋志明等这些长老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叛徒们记齐,激励士气,可偏偏出了个王胜。 要是王胜没什么反抗能力,那不用说,肯定是直接动手干掉,一起记齐了。 可偏偏王胜在千诀地里面还有些手段,并没有任由宋洪德宰哥,还和宋烟有些关联,没能直接下手,分歧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 这种分歧几乎是不可调和的。 这并不是说王胜不懂的妥协,而是宋洪德的这种枭雄性格使然。 说白了,这天下各大家族的办事方式都是一个妙性,看着你弱小,就上来把你啃得一干二净,等发现是块硬骨头的时候才意识到不对,可之前已经做了很多无法回头的事情,成为敌人也就是必然的事情。 王胜最不爽的就是这一点。 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商量? 非得要按照你那一套,非得所有人都把你当大爷跪舔着才行。 不好意思,也不伺候。 听到王胜的问题,所有人都是一愣。 什么声音? 周围除了风吹树叶的声音之外,连重重叫唤都因为这么多人而眼齐息鼓了,哪有什么声音? 故弄玄虚。 宋洪德冷哼了一声,给出了一句评价。 刚说完这句,忽然之间耳中就传来了一阵隐约的流水声。 声音很轻,很淡,貌似隔着很远,可是却绝不能说没有声音。 这下让宋洪德有些下不来台。 他能听到,他的下属高手们自然也能听到。 可宋洪德才刚说了一句故弄玄虚就被打脸,这也实在是有点不给宋洪德面子。 有声音又如何? 宋洪德当然不会承认自己说错了话,硬着头皮反问了一声,不就是一些流水声吗? 有什么了不起? 一听宋洪德这话,王胜就知道,宋洪德和他的手下们肯定没听过这种声音。 换句话说,他们肯定没有遇到过这些妖兽。 当然,更加不可能知道这些隐约的流水声意味着多么恐怖的东西。 微微的摇了摇头,王胜心中凯叹着,真的是无知者无畏啊。 多少七星八星的妖兽遇上十人蚁都要退避三射,宋洪德居然就敢这么大大啦啦的带着数百人傻站在这里。 看来你们其实对千绝帝并不怎么熟悉啊。 王胜顺着宋洪德的话笑了起来,让我猜猜看,你们因为这里有个安全的营地,所以活动范围绝不会超过周围十里。 哪怕在千绝帝里面生活了十几年,但大多数时间只是借着千绝帝里面的气息修行,而不是彻底的了解千绝帝。 我说的对吗? 王胜的话一出,宋洪德顿时间心中一颤。 眼前这家伙到底是什么脑子? 凭着一个他们以前没听过的声音,就能判断出这么多东西,还真不是一般的聪明,要么就是对千绝的熟悉到了极点。 心中一动,宋洪德忽然有些后悔了。 监视宋志明他们的一路上其实就应该能看出来,王胜不是宋家人,但和宋家一起行动,所以王胜一定是带路的向导。 也就是说,王胜是真的对千绝帝异常熟悉的那种人。 而且千绝帝的某种气息可以刺激修行,这个秘密还是宋家的一个先祖用性命才得到的,一直是被宋家当成最高机密,组长之间口口相传,连大长老他们都不知道的。 可王胜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莫非他还知道更多千绝帝的秘密? 这样的人如果能拉拢好的话,恐怕带给宋家的绝对是无法想象的财富,自己怎么就当时看到他占宋烟便宜一怒之下就想要干掉。 不过,貌似自己一开始还是给王胜机会让他加入宋家的,可这家伙不识好歹,怪不得宋洪德。 是又怎样? 不是又怎样? 宋洪德冷着脸问道。 宋烟在宋洪德的身边,都不知道该怎么插话了。 这么多年没见,宋烟几乎连宋洪德的性格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劝说了。 反正现在最难受的就是他和宋老虞,两边都想维系,可现状却是让他们必须选一边。 一个是父亲和家主,一个是朋友,怎么选? 宋烟只能咬着牙和宋洪德站在一起,可是他越想越觉得不对,王胜表现得实在是太平静了。 哪怕王胜修为再高,一对几百还能这么笃定的,绝对有很可怕的原因。 不用否认。 王胜微微摇了摇头,没有用的。 你根本不知道这声音是什么? 无非就是一些流水而已。 宋洪德再次冷哼道,这种突发的丛林中的小溪流,连脚脖子都淹不了,知道不知道,难道还有什么区别? 水流声已经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分明就是流水的声音,不可能是其他。 不过,宋洪德看着脸上露出讥讽笑容的王胜,心中呼得有一种不妙的感觉。 为什么会不妙,宋洪德不知道。 可宋洪德却偏偏有种危险的紧迫感,这种感觉越来越烈,甚至让宋洪德都皱起了眉头。 我说过,如果你反悔,我也有办法逼迫你答应。 王胜依旧还是站在原地,都不带挪地方的,冲着宋洪德淡淡的说道,现在,我就打算逼迫你答应了。 我好怕呀。 宋洪德口中说出来一句害怕的话语,可脸上的表情和开玩笑的口吻却清楚的表明,他表达的意思正好相反。 说完这句之后,宋洪德才正式回应王胜,我准备好了,等着你来逼迫。 来呀。 逼迫我吧。 宋洪德已经打定了主意,先看看王胜的底牌。 如果王胜底牌亮出来不堪一击的话,宋洪德绝对不会再留着王胜的性命给自己添堵了。 哪怕因此可能会引给自己的女儿不快乐也顾不得了。 反正这次出现之后,宋洪德就打算要重返宋家争霸天下了,宋烟自然会重新成为宋家那个万人关爱的大小姐。 到了那个时候,她还会在乎一个小小的不是宋家人的王胜。 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王胜冲着宋洪德平静的介绍道,这个流水声,并不是真的流水,而是一种妖兽行走发出的声音。 放心,妖兽的品级并不高,最多只有一重镜而已。 就是数量上有点多,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第309章宋烟我带走了,上。 宋洪德其实刚刚就有些忐忑。 呃,他都没有听到的声音,王胜却提前听到了,而且还是王胜说过之后,过了好一会他才听到的。 不光是他自己没听到,他的手下们其实也都没听到,几乎是和他同一时间听到的。 一个三重镜的小家伙,耳力竟然比一群七重镜八重镜的高手还要强。 如果在修为上不能解释的话,那么要么是王胜在某次晋级的时候强化了听力,要么就是有特殊的手段知道有妖兽靠近。 可听到王胜说这是妖兽,而且妖兽的境界最多只是一重镜的时候,宋洪德就彻底的放下了心。 一重镜的妖兽,就算是数量有点多,又能如何? 一千只一万只,难道能奈何得了一个七重镜高手? 数量多? 能有多少? 宋洪德已经打算彻底看到王胜的底牌之后就动手了,松了一口气之后,他的声音中都带上了一种轻松,一千只? 还是一万只? 如果你想靠这个逼迫我的话,恐怕你要失望了。 来多少,死多少? 无知者无畏! 无知者无畏呀! 这话真的是治理名言! 大概有那么几亿只吧。 王胜淡淡的笑了笑,我就站在这里,看你们怎么杀光这么多的石人蚁。 哗啦啦的流水声已经很清晰了。 自从听到王胜提醒这声音是妖兽行走的声音后,众人就知道妖兽已经越来越近。 所有人也都拿出了武器,等着斩杀妖兽。 可听到王胜说出石人蚁的名字之后,宋洪德脑子里就轰然一声,差点整个的炸开来。 几亿只石人蚁? 别说宋洪德,所有的宋家人此刻寒毛全都竖了起来。 几亿只石人蚁,那意味着什么? 没见过石人蚁,但并不意味着宋洪德他们就不知道石人蚁的厉害。 这种著名的小东西已所过之处鸡犬不留而闻名于世,据说见过的都已经死得差不多了,所以全天下见过这种小东西还活着的也没有几个。 现在宋洪德可以肯定,王胜绝对是熟悉千绝帝的专家,甚至很可能是见过石人蚁之后还活着的人之一,否则他根本不应该知道那些声音是什么。 打开营地,退回去。 这个时候宋洪德也顾不得对付王胜了,还是先把所有人都弄到安全的地方再说,否则的话,在场的所有子弟都要全军覆没。 组长一声令下,那些高手们的动作相当的迅速,马上飞快的行动起来。 十几个靠近的高手飞奔到了山壁前,各自找了各方向,同时伸手,抓住了山壁上几处藤蔓,开始用力拉出。 这个时候宋烟和宋老虞才发现,那些被抓着的藤蔓,根本就是假的,只不过伪装的唯妙唯小,就和真的一般。 只是王胜却好像早就知道了一般,对此根本没有一点的惊讶。 吃稳便强化过的木栗,能让王胜轻易地看出来那几条藤蔓和周围的不同。 尽管只是颜色上面差了那么少许,可对上连颜色像素质只差一两点都能分辨出来的王胜,简直就是黑暗中的萤火虫一般的鲜明。 王胜也正是因为这个,才发现了山壁上的秘密,才会判断出宋洪德他们的营地应该就在山壁之中。 看着一群宋家高手手忙脚乱的样子,王胜忍不住笑着摇头道,这时候才动,晚了。 仿佛是在验证王胜的话语一般,当厚厚的山壁被拉开,露出一个能容的两个人并排行走的洞口的时候,里面哗啦啦的涌出来一堆黑色的石人蚁。 几百人生活在山壁中,自然少不了有通风透气的洞口,有排屋的洞口,几乎无孔不入的石人蚁,已经从那些洞口钻进了山壁,占据了大半的空间。 那些拉开洞口的宋家高手一看到这一幕情景,顿时间大叫一声,飞速的退到了后面。 哗啦啦的水声从四面八方传来,一群宋家人竟然在不知不觉中,就已经被这些石人蚁包围。 众人现在都已经能够看到周围石人蚁庞大的种群,无数黑压压的石人蚁正以他们占据的这片空间为中心,正从周围聚拢过来。 上树 有人马上聪明的想到了一个办法,这里是在丛林之中,有不少高大的树木,足以让众人先占据一批树木的制高点。 嗖嗖嗖,几乎是在那个人喊出来的同时,几百条身影用各种漂亮快速的动作跳上了自己身边最近的大树,然后拼命往高处爬去。 连宋洪德也不例外,一拉宋烟,奋力一跃就跳起来两丈高,抓住一根旁枝,将宋烟再次往上一扔,自己又冲着宋老虞招呼一声,这才双手用力,几根手指插进了树干中,带动身体往上一拔,然后又抓住了高处的树干。 靠着这种方法,飞快的往上爬去。 王胜看着宋家高手的动作,频频点头。 不愧是高手,果然个个身形矫健,速度惊人。 宋洪德也不错,没忘记女儿是正常的,还记得招呼宋老虞一声,说明这个人还算是念旧。 可惜,大家族霸道组长的办事方式让王胜很不喜欢,说不得这次要给宋洪德一个毕生难忘的教训了。 众人的动作很快,识人以行动的速度也不慢。 这边众人才刚刚在各自占据的大树上找好落脚之处,那边识人已就已经布满了整个地面。 什么落叶什么小草的,全都看不到了,大家低头只能看到一片黑压压的海洋。 所有人其实都明白,上树也只是权宜之计,可是被石人蚁包围了,不上树又能如何? 至少爬上树之后,可以暂时脱离大量石人蚁的威胁,只要专心对付沿着树干爬上来的那批石人蚁就行,说不定还能有机会逃脱。 在地上的话,只有死路一条。 这不,那些之前被王胜放倒的宋志明他们,就瞬间被石人以群包裹,形成了二十几个黑色的大团子,没用意两分钟的时间,黑色的大团子就散开来,留下二十几个洁白干净的完整骨架子。 虽然一滴血都没有看到,可树上众人却全都是一阵毛骨悚然。 如同停留在自己耳中的那一阵啃噬人体的声音,仿佛恶魔的声音一般,让人从灵魂深处生起一股挥之不去的恐惧。 第310章 送烟我带走了,下 送洪德和几百个手下在千诀地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在他们感觉中,千诀地里面一般的妖兽都已经见识得差不多,可唯独没有见过这种恐怖的小东西。 这片区域的大型妖兽早已经被送洪德他们清理得差不多,可总有一些小妖兽存在。 可是此刻,地面上所有的能见到的活物,就只有那一片黑压压的食人蚁,再没有其他。 不管是蛇虫鼠蚁还是豺狼虎豹,只要有一点被黑色的洪流沾染,就马上会陷入灭顶之灾。 幸运的能留下一堆洁白的骨架,不幸的则是尸骨无存,连点渣都没有。 几百人亲眼看着这一切的发生,心中的恐惧可想而知。 值得庆庆的是,现在这些食人蚁还没有沿着树干爬上树来,如果真的爬上来,许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只是,所有人好像都觉得自己漏掉了什么。 生死当前,大家只关注自己和自己人的安危了,哪里顾得上其他? 宋洪德却马上想起来了,王胜呢? 王胜这个一开始就提醒他们有声音,说要逼迫他们的始作俑者,哪里去了? 原先王胜站着的地方,同样有一个巨大的人形黑色骨包,上面同样也是密密麻麻的食人蚁爬来爬去。 唯一有些异常的,就是王胜位置的那个骨包始终是站着的,而不像是宋志明他们本来就是倒在地上。 一想到宋志明他们,宋洪德就想起来,自己还有一个手下也因为莫名其妙的原因倒在地上,刚刚上树的时候,可没有人敢轻易的到那边把那个手下拉到树上。 看向刚刚那个角落的时候,果不其然,那边横竖躺着两具骨架,不时的被食人蚁爬过,其中一个,不用问就是自己的那个手下。 虽然死了一个手下,但至少王胜这个可恶的家伙也没讨了好,同样葬身以赴。 可是,宋洪德一想到这个还是心疼,凭什么? 自己一个七重镜的手下,难道就只能换来王胜一个三重镜小辈的一条命? 还把所有人都坑在这片区域中? 宋洪德越想越悔恨,早知道是这个结果,当时自己答应王胜不就行了,非得要玩什么幺蛾子。 王胜早早的就发现了食人蚁,那个时候完全有机会带着众人离开或者找到更安全的所在,可偏偏因为自己的一种不知道什么思维作祟。 硬生生的毁掉了逃走的机会。 树上宋烟同样在看着王胜所在的地方那个站立着的人形黑色大骨包,心中忽然之间涌起一种无法形容的悲哀,好像自己生命中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已经彻底失去一般。 他无法形容这种感觉,只觉得心好痛,痛彻心扉,痛到让他连呼吸都无法持续。 可是,心里如此的痛,可是宋烟脸上却好像没有任何的表情变化,只是目光中,多了一股无以名状的光芒。 他想找你问什么事情? 宋洪德终于想起来问宋烟,王胜到底想知道什么了? 你不觉得这个时候想知道已经迟了点吗? 父亲! 宋烟声音有些冷冰冰的回答道。 宋洪德听到这样的声音,心中又是一阵后悔。 明知道宋烟不排斥王胜和他的那点小亲密,可自己偏偏要这样为难,的确是有些过分了。 宋洪德可以指天发誓,自己当时只不过是出于一个父亲的角度来考虑,宋烟五重镜的修为,让他和一个三重镜的小年轻在一起,总是有些不舒服,觉得王胜接近宋烟是有企图的,他真的是为了宋烟着想啊。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 宋洪德现在恨不能马上回到一刻钟之前,明明就是几句话就能解决的事情,非要弄到现在所有人都命悬一线。 恨哪! 想不到这个小子这么狠,自己不要命,还要把我们都拉下水。 宋洪德只能从别的方面来缓和自己妇女之间的隔阂了。 他特意点出了王胜把所有人都葬送的恶毒用心,就是想让宋烟多理解他一些。 在此之前,五大家族派了数百人追杀他,被他在千绝地把所有人都杀了。 宋烟脸上挤出了一丝勉强的笑容,怎么看怎么是讥讽,可后来人们才发现,原来只要和他好好交流,一切都可以商量,包括带人进千绝地这种事情在内。 他不是狠,他只是要活命而已。 宋洪德顿时间语色,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是真的办错事了。 早知道王胜很多事情可以好好商量,何必非要弄到现在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呢? 可现在后悔也晚了,王胜死了,他们也会很快死在这几亿只识人一口中。 什么雄徒霸业,什么隐忍了十几年的艰辛,到头来就因为一个人变成了一场空。 宋洪德忽然之间想哭。 他的一切雄心壮志,就因为自己完全没看在眼里的一个小小的蝼蚁一般的家伙,彻底成了泡影,上哪说里去? 你们刚刚是在说我吗? 一个熟悉的声音忽然传进了所有人的耳中。 所有人听到这个声音,第一反应就是见了鬼。 一个被识人蚁爬遍了全身,包裹的什么都看不见的人,怎么可能还会说话? 宋烟更是瞬间身体一颤,惊喜的盯着王胜站立的方向,盯着那边的那个人形鼓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所有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那个黑色的爬满了十人蚁的人形鼓包,忽然之间脑袋位置的十人蚁全都分散开来,露出了王胜那张依旧还保持着刚刚那种微笑的面孔。 乖,去把地上那些人身上的东西都给我捡回来,别浪费了。 王胜微微的低头,仿佛冲着空气在说话一般。 可当王胜说完这句话的时候,王胜身上的那些十人蚁刹那间全都离开了王胜的身体,消失在那一片黑色的海洋中。 王胜全身上下,刚刚什么模样,现在还是什么模样,完全没有半点的变化。 看了一眼宋烟宋洪德所在大树的方向,王胜抬脚就往过走。 一抬脚,原先脚的位置,马上被十人蚁填满,而落脚的位置,十人蚁却飞速的空出来一小片空地,正好能让王胜放下脚。 宋组长,如果你没意见的话,宋烟我带走了。 王胜走到了树下,冲着宋洪德微笑着说道,至于组长你本人,就不必要跟着过来了。 第311章凤凰的记载 听着王胜这种毫不客气的话,宋洪德差点就要吐血。 可他偏偏还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因为宋洪德知道,如果他非要接口争取的话,一定会引来王胜的一句反击的话语,给脸不要。 宋洪德绝对相信王胜会说这四个字,因为这四个字就是一开始宋洪德想要拉拢王胜被拒绝之后他亲口说的。 那个时候宋洪德是真的觉得王胜给脸不要,可是现在,局面掌控在王胜的手中,别的不说,光是他那一套出神入化的控制十人蚁的技能,就让人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这种场面下,宋洪德还想在争取之前王胜主动让步给他的条件,呵呵,别说宋洪德脸皮还真没到那么厚,就算是真的有脸皮说出来,王胜也绝对会用他自己的话来回敬他。 想想也真是,宋洪德自己才叫真正的给脸不要。 好伤好量的不行,非得要王胜逼迫他他才肯低头。 可这会王胜逼迫到头上了,宋洪德却发现,被迫低头的滋味真的不爽,非常的不爽。 问题是,再怎么不爽,所有人都死在十人蚁口中,然后所有的事情一了百了,所有的雄心壮志变成一场空,这些和微微被扫些面皮,稍稍低个头扶个软来说,还真不是多大个事。 成大事者不拘小杰吗? 这不,还没等宋洪德下定决心,王胜已经先把宽慰他的话说出来了,想想宋烟这么多年吃了多少苦,你这个做父亲的,感同身受一下不行吗? 宋洪德还有些犹豫,被人说破心思,更让他觉得尴尬。 还有一点宋洪德不敢肯定的是,王胜如何保证,宋烟跟王胜走了,王胜不会对付他们。 就算王胜没有这个心思,那些十人蚁要是控制不住,岂不是糟糕? 正这么想的时候,宋洪德忽然看到了让人无法置信的一幕。 不光是宋洪德看到了,只要没有被树木遮住的所有人都看到了。 从王胜的脚上开始,一连串的爬上来一群十人蚁,排着整齐的队伍,沿着王胜的裤腿,衣襟,然后爬上王胜的肩膀,又沿着胳膊爬到了王胜的手上。 如果只是十人蚁的话,似乎也没什么稀奇。 十人蚁不咬王胜大家已经都接受了,可是,那些十人蚁口中咬着的是什么东西? 爬上来的那些看起来个头稍微大了一点的十人蚁,每一只的口中,都咬着一枚戒指模样的东西。 大家仔细的确认了一番,的确是戒指,因为很多人都在宋志明他们的手上看到过这些东西。 最开始的那只十人蚁,爬到了王胜的手上,然后将那只戒指放到了王胜手中,又从另一个方向绕了下去。 接着就是第二只,第三只,不一会,王胜的手上就多了一堆的戒指,看数量,似乎已经超过了四十个,堆起来一个小山一样的形状。 你们宋家真是财大气粗啊。 王胜看着手上的这一堆戒指,忍不住感慨起来,进一次千绝地,每个人都要配两个纳戒,厉害呀。 众人已经呆了。 谁能想到王胜刚刚说的那些话真的就有这样的效果,人们以为王胜只是开玩笑的,谁知道十人蚁竟然这么听话不说,居然还有这样的智慧。 宋洪德更是瞪大了自己的双眼,瞪得如同同龄一般看着这一幕。 十人蚁当然不可能有这么高的智慧,身为家主,他想得最快,这些当然是王胜控制的结果。 他才刚刚心中泛起那点不相信的念头,王胜这边就让他看到了这种出神入化的控制手段。 甚至于他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王胜就已经开始控制十人蚁做这件事情。 往深入想的话,这就意味着王胜就在这么一会短短的接触过程中,已经摸透了他的脾性,连他可能做出的选择都想到了。 一想到自己的所思所想所作作为就如同赤裸裸的呈现在王胜眼前一般,宋洪德就越发觉得王胜的可怕。 小烟,下来我带你参观参观你们宋家的营地。 王胜却已经不再理会宋洪德,而是冲着宋烟招呼了一句。 称呼又改了过来,变成了显得亲密的小烟。 宋烟脸上从刚才开始就绽放出一阵饱寒喜悦的娇艳,听到王胜的话,看到王胜伸出的手,他心中欢喜的差点要炸开来。 父亲,我去了。 王胜还活着,这让宋烟对宋洪德的怨恨也烟消云散,和自己的父亲打了个招呼,然后宋烟就不管不顾的从树丈高的树干冲着王胜跳了下去,完全没有理会自己身在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会有什么后果。 小心。 宋洪德心里其实已经认输了,宋烟主动跳下去免掉了他很多尴尬。 可是这么高的地方,哪怕宋烟已经有五重镜修为,跳下去也许不会受伤,但一定会跳进十人蚁群众。 就算王胜能控制十人蚁,可被这么一砸,一旦有几只十人蚁失控,宋烟岂不是凶多吉少。 从上面跳下来,也不过就是一两秒的事情。 王胜看着宋烟满脸笑意的跳下来,就知道这丫头已经开心的不知道东南西北。 微微叹了口气,飞速的将一堆戒指掀放到口袋里,然后双手迎着宋烟横抱过来。 碰到宋烟身体的刹那,王胜手臂轻轻的一弯,太极的泻力手法往下一带一泻,膝盖微微的弯曲下沉,树掌高落下的冲劲就被王胜轻柔的卸掉,宋烟甚至没感觉到一点震动,就被王胜一个公主抱抱在了怀中。 宋烟此刻也不管宋洪德是不是看着吹胡子瞪眼,也不管宋老虞是不是哀声叹气,更不管那些父亲的手下们是不是看得目瞪口呆,跳到王胜怀中,双手自然而然的就搂住了王胜的脖子,把脑袋埋在了王胜的肩膀和脖子之间。 任由王胜横抱着往刚刚才拉开入口的山壁中走去。 地下都是石人蚁,小烟踩在地上不够安全。 王胜笑眯眯的冲着树上一脸奇怪表情的宋洪德解释了一句,也不管他怎么想,自顾自的稳稳的抱着宋烟进了那个营地之中。 众人只看到王胜所到之处,一片石人蚁会自动的分开一片空地,让王胜顺顿当当的走进去,无比的神奇。 第312章 凤凰的记载 下 其实这个时候,如果有人豁出命不要,除了宋老鱼之外,以这里任何一个人的修为,敢拼命,就一定能够置王胜于死地。 不过,后果就是所有人都死。 王胜一死,那些石人蚁马上会失去管束,然后就会疯狂地围杀众人。 或者是王胜临死之前下一个命令,石人蚁会更疯狂地攻击。 也许有没有王胜石人蚁就会散去的可能,但这个可能性实在是太小了,小到宋洪德根本就不敢读。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刚刚团聚还没到半个时辰的女儿,就这么被王胜抱进了他们以前一直隐匿的营地中。 这事情的可恶就在于,王胜挑选的地方,居然就是他们以为防护重重,伪装出色的真营地,而他们所有人却都被困在营地之外的大树上,王胜却在里面可以对自己的女儿为所欲为。 一想到这一点,宋洪德就恨不得把王胜错骨扬灰。 当然,同时也有对自己的一点点的小痛恨。 宋洪德是个枭雄,不是那种输不起的人,输不可怕,怕的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输,以及输了以后就失去了扳回的信心。 很显然,宋洪德也善于总结。 这次的确是自己低估了王胜的厉害,最大的错误可能就是自己以为控制了局面,没有马上动手杀掉所有人。 如果一开始动手的话,恐怕不会有后面的这些事情。 第二个错误,就是自己不了解王胜,却想当然的以为他是某种人,可以生杀与夺。 以后一定要改掉这种刚愎自用的性格。 王胜不管宋洪德在树上如何的总结这次的错误,竟直抱着宋烟走进了那个营地之中。 通常状况下,老巢肯定是有人把守的。 不过,当时人已从各个通风透气的小孔中钻进营地之后,里面有没有人把守已经没意义了,最多就只能留下一堆白骨。 山壁不厚,但这并不是真正的营地,只是一段通道而已。 从这条通道一直走,走了差不多几百米之后,王胜和宋烟才从一个同样隐蔽的洞口钻出来,进入到了另一个更加隐蔽的山谷之中。 这个山谷的上方,已经被各种藤条什么的遮蔽了大半,只露出一些细碎的天光,应该还有阵法的遮掩,所以即便走在了上方,也不会看到下面的山谷。 飞行妖兽的势力也会被蒙蔽。 山谷足够数百人生活,够大,结构和外面那个看起来废弃的营地差不多,都是离得十丈左右才有人居住的洞窟,避免了地面的大小妖兽重置什么的骚扰。 山谷的地面,则是一部分边缘和角落里种植了一些药材和水果,有一部分泽空出来,看起来像是练武场。 一进入这个山谷,王胜就能感觉到一股与外面完全不同的灵气,就好像这里的灵气本身就被淬炼过一般,比外面的精纯了许多。 光是在这种环境中修行,效率就比普通的地方要好很多,更不用说,这里还能时时刻刻的感受到各种各样妖兽的气息,还要加上千绝的核心部分散发出的某种皇家的李老怪物说的强者气息,从里到外,简直就是理想的修行之所。 营地里面很干净,即便不干净被食人倚过一遍也足够干净了。 沿着隐蔽的洞窟一直走上十丈高处,找了个看起来像是意识所在的大厅,王胜才把宋烟轻轻的放下来。 宋烟从当着自己父亲和几百名手下的面跳到王胜的怀中搂着王胜的脖子之后,就一直羞红着脸说不出话来。 王胜抱着宋烟,感受着宋烟身上弹性的同时,也能察觉到宋烟呼出来喷到自己脖子上的气好像越来越热。 好了,不用担心,我不会把你父亲他们怎么样的。 当着宋烟,王胜巧声的说了一句,让他宽心。 不是王胜真的要如何的讨好宋烟,虽然肯定有一定的成分,但大部分的原因,还是王胜想看到宋洪德带着一堆高手强势出现之后,会对外面的世家大族造成怎样的冲击,以及会对打开千绝地和心部位带来怎样的好处。 说到底,王胜的根本目标是找到梦中女孩。 王胜承认他对宋烟这个女孩有好感,可也仅仅只是有好感,还没有到梦中女孩那种相思许久的地步,更谈不上什么爱情。 宋烟也缓过神来。 王胜的话让他松了一口气。 如果王胜非要下杀手,宋烟都不知道该如何自处,是该帮助自己的父亲,还是帮助自己的朋友,总之最为难的就是他了。 说说吧。 你们家族关于凤凰的记载。 王胜坐到了宋烟的对面,问出了自己最关心的事情。 宋烟虽然觉得有些可惜,这么好的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梁晨美景却要说这些煞风景的东西,可他也明白,自己的父亲他们现在还在外面的大树上担惊受怕,实在不是享受二人世界的好时机。 静了静心神,宋烟开始讲述起来。 开始的东西,都是王胜从老军冠那边了解到的。 赤雄堂,神英玉,林家,天下第一高手,犯了重怒,群起而攻之,等等,这些和灵须老道说的没什么两样。 不同的是,当年的老军冠只是旁观者,而宋家却是当事人之一。 当年宋家三重镜以上的高手清朝而出,其他那些家族宗门也差不多,在林家这边掀起一场灭门血战。 林家那位拥有凤凰元魂的天下第一高手一开始并没有出手,打算讲道理来着,结果林家那些仗势欺人的家伙忍不住先动了手,于是仇恨不可调和。 双方都是伤亡惨重,林家最后整个被灭,只剩下第一高手一个,而各方伤亡更是林家的数倍。 最后,六十多个超级高手围困住了林家的那个高手,僵持不下。 关键时刻,各大家族的数百个阵法师,发动了一个秘密准备了多年的封印阵法,将林家第一高手彻底的封印在阵法之中。 因为被杀怕了,所以除了那个阵法之外,各方大大小小布置了数百个阵法,同时那六十多个超级高手也一直在封印阵法之外守护,一边补充阵法的灵气,一边镇压高手的反抗。 既然有那么多高手在,那迁绝地后来是怎么形成的? 王胜从中听出了不一样的地方,好奇的问道。 第313章组长知道的东西,上。 宋烟犹豫了一下,似乎在琢磨该不该和王胜说。 但也只是一下,就开了口,一开始各方谁也没有注意到,但后来那些留在那里驻守的绝顶高手们,发现了一处奇怪的地方。 奇怪的地方? 王胜抓住了宋烟口中的重点,问了出来。 家族记载就是这样,只说奇怪,没说其他。 宋烟点了点头,重复道,但家族秘录里面又说,那几十个绝顶高手从此就再没有离开。 那个地方很危险。 王胜问道。 应该不是。 宋烟摇了摇头,危险的话,不会有记载流传出来。 据说这些东西都是留在那里的几个宋家先祖说出来的,只说了这么点,就急匆匆的返回了那边。 王胜脑海中忽然闪过了皇家老怪物李老太监的话语,这个奇怪的地方,是不是就是林家那个所谓有五道意志凝结的地方。 林家那个天下第一高手,在宋家的记载中,就是拥有凤凰元魂。 但宋家和老军官一样,只知道凤凰元魂,并不知道凤凰是什么。 因为被封印的那个林家高手还在不停的反抗,所以那些高手们一直在持续的镇压。 宋烟紧接着说道,后来那片区域就因为双方的攻守,导致普通修为的人根本无法接近。 但奇怪的是,妖兽可以,完全不受影响。 这个圈子变得越来越大,慢慢的延续到了现在千绝地的范围。 宋烟算是把千绝地形成的内幕说了出来,老军官那边的要详细许多,前后大概十多年的时间,整个千绝地就没人能进去了。 那现在你们各方非要进千绝地,为的是什么? 王胜问道,如果是钱财的话,林家经过一场灭门战乱,能留下多少? 修行秘籍? 还是其他? 我也不知道。 宋烟摇了摇头,我在家族的地位你也知道,能看到有关凤凰的记载就已经算是运气了。 或许,你应该问问我父亲,他会知道的多点。 王胜琢磨了一下,意识到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虽然之前没有带上宋洪德算是回应他那种傲慢,但既然宋洪德明显知道的更多,王胜不介意请教一下,当然也顺便算是给他一个台阶下。 这次王胜没有再抱着宋烟出去刺激宋洪德,而是拉着他的手带着他走了出去。 说实话,对于能穿行在密密麻麻的石人蚁中间,宋烟还是又兴奋又刺激的,那是从来没有过的一种体验。 战战兢兢中带着一种期待,特别是有两只识人已好奇的爬上了他的裤腿,要不是王胜就在身边,宋烟差点会吓得动手。 宋组长,刚刚我好像忘记了曾经答应过问问题的时候要组长你一起的。 王胜拉着宋烟走到了宋洪德所在的树下,冲着宋洪德毫无诚意的喊道,想了想觉得不妥当,人还是要言而有信才对,所以特意回来邀请你一起。 宋洪德看着王胜拉着宋烟的小手回来奚落自己。 差点气的从树上掉下来。 他是绝顶聪明的高手,哪里不知道这肯定是有些问题宋烟回答不了,所以才会来找他。 可王胜一直拉着宋烟的手这算什么? 是威吗? 别误会,我不拉着小烟,这些识人已马上就会撕了小烟。 王胜仿佛看穿了宋洪德的想法,抬头仰望着宋洪德,笑着给出了这句依旧还是毫无诚意的解释。 别说宋洪德,就连宋老虞都恨不能催王胜一脸。 以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出神入化的控制食人已的能力,怎么可能出现不拉着宋烟的手食人已就会动手的情形? 还不是借机占便宜。 宋洪德毕竟是个枭雄,看王胜虽然可恶,但王胜毕竟给了他一个冠冕堂皇的下台阶的理由。 况且,宋洪德也看出来了,自己的女儿其实是对王胜有好感的,否则也不会表现得这么亲密。 自己十几年没有照顾到女儿,似乎也不应该和女儿一见面就要剥夺他喜欢某人的权利。 这边一琢磨明白,宋洪德二话不说,直接就往下跳。 众人大惊,正要跟着,宋洪德却在跳出去之后就下了命令,你们在这里等着。 宋洪德想得明白,自己一个人跳下来,王胜肯定有问题请教。 要是所有人都跳下来,恐怕王胜能做的就是马上发动食人已攻击了。 同样是从树丈高的地方跳下来,王胜就伸手接住了宋烟并用太极手法泄力,可面对宋洪德,就是不管不顾。 好在宋洪德也不在乎这个,修位也足够高,他这边一跳,他所在树下的食人已就让开来一片区域,然后宋洪德稳稳地落地。 这营地还是组长大人您熟悉,请带路。 王胜冲着宋洪德伸手做了个请的动作,宋洪德冷哼了一声,当人不让地走在了前面。 宋烟哭笑不得地捏了一把王胜的手,这才和王胜一起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说什么必须拉住宋烟的手食人已才会不攻击,还不是瞎话。 宋洪德走在前面,和王胜隔着至少六指远,不也没有一只食人已攻击吗? 这个营地里,宋洪德是主人,熟门熟路地带着两人穿过一片食人已的海洋,进入到了一个相对豪奢的洞窟。 不用问,这一定是营地中属于宋洪德自己的那个洞窟。 身为组长,自然比别人要条件好一些。 说吧,有什么想知道的? 宋洪德恼恨恨的做好,从旁边的手工木头架子上拿了两个木头杯子,充好他在千绝地里面自制的茶,一杯给了宋烟,一杯拿在自己的手里,开始问王胜。 根本没有给王胜倒茶的打算。 还是宋烟哭笑不得的主动从旁边架子上又拿了一个茶杯,自己给王胜冲好茶,这才坐在了两个男人中间。 想想也是左右为难,一边是父亲,一边是自己的未婚夫,真的是很烦恼啊。 其实我的目标就是请教一些问题。 王胜想要知道答案,所以态度好了点,冲着宋洪德请教道,我就想知道,各家都想尽千绝地,可是,大家都想得到些什么呢?是那个凝聚了邻家第一高手武道意志的东西吗? 第314章 组长知道的东西 下 宋洪德刚听到武道意志这四个字,顿时间如同中了箭的兔子一般跳了起来,经问道,你,你怎么知道的? 一边追问王胜,宋洪德的目光一边瞄向了宋烟。 可此刻宋烟也同样是一副惊讶的面孔,王胜说的什么武道意志,那是什么? 他根本就不知道。 看到宋烟的这幅表情,宋洪德顿时明白,宋烟根本就不知道。 想想也对,这种完全是历代族长口口相传的东西,宋烟从哪里能知道? 族里的记载可没有这些内容。 问题是,连宋烟都不知道的东西,王胜是从哪里知道的? 皇家有个老怪物,跟着我进了一趟千绝地,不小心透露的。 王胜也没有说的完全,只是稍稍的点明了是从皇家这边知道的。 宋洪德稍稍的松了口气,只要不是从自己家族这边泄露的消息就行。 以王胜这个小子那种察言观色的厉害近,一句话说错估计就能被他猜到很多东西。 皇家不知道哪个老怪物运气这么差,居然被王胜占了大便宜。 皇家也进了千绝地。 相对消息的来源,宋洪德更在意的是有别家势力进了千绝地,是哪个老怪物? 还有哪家对千绝地感兴趣? 姓李的一个老太监,据说是在某个皇庄里训练大内侍卫的。 王胜不隐瞒这些,最好让各家都矛盾重重才好,所以回答的也利索,他们进去了一个月,应该是在神鹰狱附近转了半个月,不知道拿了什么东西。 凯旋宫的人也进去了一个月,在赤熊堂周围转了半个月,具体得到了什么东西我不知道。 他们的行踪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宋洪德完全不敢相信王胜,皇家和凯旋宫这么隐秘的事情,王胜怎么可能知道? 因为他们进出千绝地,都是我带路。 王胜很势不懈的回答了这个问题,包括你们宋家,能进来找到你们,也是因为我。 宋洪德的目光转向了宋燕,宋燕很无奈的点了点头。 宋洪德顿时间傻了眼,怪不得王胜说加入宋家宋家马上就会成为天下公敌,原来如此。 这么说起来的话,王胜不但能在千绝的来去自如,而且还能控制食人以这么恐怖的东西,那岂不是说,谁家要是真得到了王胜的帮助,谁家在千绝地这块大蛋糕上就能挖下最大的一块。 有那么一刻,宋洪德真想马上逼迫王胜就此取了宋燕。 因为王胜已经和宋燕拉拉扯扯,还抱过了,用这个理由,绝对能把王胜吃得死死的。 不过看到王胜那种揶揄的目光之后,宋洪德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 现在生死都在王胜手里,还是不要说这种让双方可能都为难的事情。 没错,林家那边有一处山谷,据说里面的山壁上飙刻了无法想象的修行秘籍,同时还有爵士高手留下的强悍之极的武道意志。 既然王胜都已经猜到了这么多,宋洪德也不用遮遮掩掩,直接把实话说了出来,我们之所以能在十几年之内修行到这个地步,全靠着传到了这边的武道意志的气息。 一个山谷,雕刻了秘籍。 王胜的面色呼得古怪起来,好像有点不敢确认一般,再次问了一遍。 没错。 宋洪德既然开了口,就不再隐瞒,灭了林家之后,我们祖上的那些爵士高手们,就都留在那个山谷,参言琢磨。 林家能短短几年内成就一个天下第一高手,相信就是雾透了那些秘籍。 那凤凰元魂呢?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王胜又很别扭的问了一个关于凤凰的问题,那个武道意志什么的,王胜忽然之间不想问了。 不是王胜不关心,而是王胜忽然知道那个所谓的山谷,所谓的秘籍,以及所谓的武道意志是怎么回事了。 地球上王胜看过不少武侠小说,梦中女孩在和她梦中聊天的时候请教过她很多问题。 战斗生存方面的东西王胜指点过不少,有时候有些问题实在没办法回答了,就从武侠小说中寻找答案,用来指点梦中女孩。 那个所谓的山谷秘籍和武道意志,完全就是王胜在梦中指点梦中女孩的时候恶作剧新起,和梦中女孩说过的侠客行和破碎虚空小说的情节。 当然,那个时候王胜是明白告诉了梦中女孩,这是玩笑,真正的修行还是靠自己。 没想到,来到这个世界,王胜竟然从宋洪德这个宋家族长的口中听到了几百年前的林家居然真的有一个雕刻了修行秘籍的山谷,居然真的有遗留了武道意志,这是梦中女孩做的什么游戏? 侠客行秘籍和战神屠戮吗? 这哪里是什么武道意志? 分明就是一个陷阱,让所有人都以为林家第一高手的超强修行是来自这些修行秘籍,来自武道意志,误导敌人。 在梦中,王胜是当作故事给梦中女孩讲的。 梦中王胜给梦中女孩讲过许多故事,这只是其中的两个,没想到,他竟然真的在现实中布置出来了。 能成为天下第一高手的秘籍和武道意志,怪不得那些各大家族的超级高手们谁也不愿意出来,更不愿意被别家独占,然后他们就被几个虚假的东西给圈在了山谷中。 虽然各大家族用数百个阵法封印了林家第一高手,可梦中女孩何尝不是用一个山谷封印了各大家族那么多的超级高手呢? 王胜说不出来自己此刻的心情,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距离梦中女孩更近了一步。 凤凰元魂是林家自己承认的。 宋洪德一发现王胜的价值之后,马上对王胜几乎是毫无隐瞒,据说那个山谷中有一部分就是培养各种超级元魂的方法,其中就可能有凤凰的培养方法。 接下来,王胜又问了一些问题,宋洪德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语气中拉拢的意思一语言表。 不过王胜并没有回应,只是正常的应答。 宋洪德也知道之前的误会不那么容易消除,也不觉得意外。 组长这茶是谁给你采的。 说到后来,王胜忽然问了一句不相干的问题,让宋洪德和宋烟一时之间都不明白王胜的问题怎么会这么跳脱。 第315章 你中毒了,上。 什么意思? 宋洪德非常不明白王胜为什么会突兀的问这么一个问题,看了一眼宋烟,结果宋烟也是大惑不解,宋洪德很诧异的问了出来。 没什么,就是想问问。 王胜脸上没有什么异常的神色,平静的说道。 不对。 宋烟还算是相对来说比较了解王胜的。 王胜不可能无缘无故的问起这个问题来,难道他们喝的茶水有问题? 可是,就在问出这个问题之后,王胜又端起茶杯了喝了一口,根本没什么顾忌,更没什么躲闪什么的,难道是宋烟想多了? 宋烟皱着眉头,完全不知道王胜在想什么。 宋洪德也在琢磨,忽然之间不知道是该不该回答这个问题了。 当我没说。 王胜看两人都皱眉,笑了笑,轻描淡写的把这个话题接过。 正要说下一句话题,宋烟呼的阻止了王胜,转向了宋洪德这边,很恳切的说道,父亲,如果方便的话,还是说说吧。 宋洪德一愣,随即释然。 他是绝顶聪明的枭雄,当然明白王胜不可能无缘无故的问这么一个不相干的问题,既然连女儿都想知道,那他说出来也没什么问题。 这是我的一个心腹手下帮我采的。 宋洪德没有把那个手下的名字说出来,只是含糊的说了一句,放心。 他绝对可以信任,随时可以为我而死。 能为家主去死,忠诚度自然不用怀疑。 宋烟也松了一口气。 宋洪德似乎还怕宋烟担心,又补充了一句,这些茶在外面也有,不过现在喝的这些,都是在千绝地里面采的,新鲜。 就在宋烟真的松了口气的时候,王胜又接着问道,你喝这茶有几十年了吧? 当年是谁第一个让你觉得这茶味道不错的? 宋洪德就是再不放在心上,这个问题一出,他也知道不对劲了,脸色严峻了起来。 宋烟更是直接瞪大了眼睛,看看自己的父亲,又看看王胜,说不出的担忧。 是有几十年了。 宋洪德想了想,点头承认了王胜的判断,然后又绞尽脑汁的想了半天,才想起来,当年,应该是宋洪武给我拿了一包,喝着味道不错,才慢慢有了喝茶的习惯。 怎么,有问题?听到宋洪武的名字,宋烟在那边已经直接眼口了。 王胜瞥了一眼,不解的问道,这个人是谁? 我的堂兄! 宋烟没有开口,宋洪德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就是现在掌管宋家的宋家大长老。 哦! 王胜嗷了一声,恍然大悟。 如果是大长老的话,这就解释通了。 这茶,宋家内部是不是只有你在喝? 王胜没有直接下结论,又接着问道。 喝的人不多,产这种茶的地方有限,别的地方也是过种植,可出来以后不是这个味道。 宋洪德解释得很清楚,他现在也越想越怕,一定要弄开这里面的一团,否则肯定疑神疑鬼的睡不着,这里的茶也是侥幸发现的,有一个地方恰好有那么一片茶树,味道比外面的还要好,所以即便在千绝地里,我也没断过。 味道是不错。 王胜端起来,又喝了一口。 不过这次确实在嘴里砸罢了半天,好像再仔细地品尝一般。 产地有限,所以我可以肯定,大部分这种茶都进了你的肚子。 王胜把口中的这口茶咽下去之后,才肯定地说道,这里也一样,肯定都是你的,别人都没资格享受。 宋洪德点了点头,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宋家的家主组长,难道不能比别人享受更多吗? 看在小烟的面子上,不卖关子了。 王胜看着宋烟焦急的面孔,直接说道,你中毒了,有机会出去找个高手质疑治吧。 这话一出,宋烟和宋洪德全都是一脸的震惊。 宋烟更是多了许多的担忧,看着自己的父亲,差点就要哭出来。 这才刚刚见面不到一个时辰呢,怎么父亲就中毒了呢? 宋洪德更是惊骇,怎么可能? 这茶自己喝了这么多年,从没觉得有什么不妥,王胜上来就莫名其妙的说中毒,是不是在搞笑? 要有毒的话,王胜自己还能喝得那么痛快。 这茶喝一两口一两杯完全没问题,甚至喝上个几个月也没事。 王胜这时候说出了自己的判断,但是,几十年这么年深日久的喝下来,中毒是必然的。 饕餐便给王胜带来了一个绝世好舌头,什么好东西一进了嘴里,王胜就能品尝出滋味。 刚刚茶水一入口,王胜就尝出来不对了。 坦白说,这茶水如果单论味道的话,的确不错。 至少王胜喝着不错,但里面肯定重金属超标。 别的地方种不出来那种滋味,就是某种重金属的味道,王胜可以肯定。 饕餐舌头可不是吃素的。 甚至于九字真言王胜都用了一遍,冰者两字联合,一杯茶水中的这点几乎让人毫不察觉的重金属毒素马上驱除干净。 王胜可以这样做,可宋洪德就不行了。 他喜欢这种茶水的味道,足足喝了几十年。 王胜完全可以肯定,宋洪德体内一定重金属超标。 现在修为高能顶住,但以后再多喝上几年可就未必了。 都不用废脑子思考,肯定大长老宋洪武已经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早早的给宋洪德推荐这种茶,让他上瘾。 大家族,少不了这种豪门恩怨的戏码,地球上的影视作品中都演烂了。 大长老能在几十年前就布下这样的局,城府之身,耐心之好,手法之巧妙,让人瞠目结舌,不服不行。 宋洪德毕竟是个枭雄,过了一开始的震惊之后,很快的平静了下来。 多谢你提醒。 冲着王胜很有诚意的道谢之后,宋洪德安慰旁边担心不已的女儿,放心,我们这就回去,回去就找高手聊赌。 宋烟也给了王胜一个感激的目光,却没多说什么。 之前是我的错,我道歉。 到了这个时候,宋洪德认输得十分光棍,反正现场只有自己和女儿一个,王胜说不定还能争取成女婿,到时候再找回场子,你看,眼下这局面,怎么办,你说了算。 第316章 你中毒了,下 看在小燕的面子上,你之前的那些所作所为我可以不计较。 王胜丝毫不给宋洪德面子,直截了当的说了出来,等我告诉小燕一些东西,然后我们就一拍两伞,你们自己想办法出去。 宋洪德也有些脸红,可他还不得不硬着头皮答应王胜的安排。 毕竟所有人的生死都操在王胜的手上,他不答应也得答应。 况且王胜的安排也不能算是过分,大家分道扬镳,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谁也不爱谁的事情,免得有人想得多,找后长什么的又得麻烦。 听到王胜和宋烟还有话说,宋洪德也光棍,他也不怕王胜把宋烟怎么样,直截了当的自己掀出了营地,把空间留给了王胜和宋烟两人。 王胜知道,宋洪德肯定出去马上就会找自己手下当中的用毒高手来检验的,宋洪德带了数百名精锐进了千绝地,这里占毒重重,宋洪德不可能不带几个用毒高手。 不过王胜也知道,宋洪德一时半会之间可能还检查不出什么来。 重金属中毒,积累到一定的地步才会出现明显的征兆,而很多时候,会被当作上火的症状处理。 宋洪德身系宋家这么多人的安危,每天担惊竭虑,上火是自然的,不然他也不会这么多年没发现。 我父亲真的中了毒。 宋烟一直等到宋洪德离开之后,才担忧地问道。 我敢肯定。 王胜的舌头就是最好的检验手段,绝不会出错的。 有时候王胜还不得不担心,重金属是在茶中还是在水中,说不定这里的所有高手都中了毒,只是这些话王胜不会再说而已。 如果宋洪德足够聪明的话,给自己检查之后,肯定会检查那些手下的。 他得找几个医术足够好的医师,经验足够丰富的才能发现。 王胜对这个世界那些用毒高手们的检验手法并不抱很大希望,这可不是有剧毒的猛毒,是年长日久才会影响人身体的累积性的毒性,一般的用毒高手可查不出来。 我会的。 宋烟很认真的点头。 自己的父亲回归宋家,宋烟就可以再也不用过以前那种忍辱负重担惊受怕的日子,宋洪德以后就是宋烟可以完全信任完全依靠的晴天之助,无论如何宋烟也不会愿意宋洪德出事的。 说完这些,宋烟不知道该和王胜说什么。 这次宋洪德逼迫王胜,宋烟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坚决的站在王胜这边,有心道歉,可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欲言又止的犹豫。 我曾经说过,当你修行到你现在元魂级别的极限之后,我会告诉你元魂升级的方法。 王胜的话让宋烟猛的抬起了头,不敢置信的看着王胜,听着王胜如同梦幻一般的话语,我言出必见,虽然你现在只是五重镜巅峰。 但等你们出去,在你父亲的帮助下,肯定能很快晋升到六重镜,勉强算是达到条件了。 六星的寒冰龟真的还可以升级。 宋烟简直震撼了,满脸的不可思议。 你相信我吗? 王胜只是微笑着看着宋烟问。 当然相信。 宋烟把头点的波浪鼓一般,恨不能现在就把心掏出来抛开让王胜看看。 那不就行了。 王胜笑着回答道。 可是,宋烟还想说点什么,可是始终说不出来。 六星的元魂,修行到了六重镜真的还能升级。 自己的寒冰龟元魂可不像是王胜的元魂,本来就是可升级元魂,难道这样也可以? 莫非升级的方法就是王胜说过的靠着坚定的信心? 只靠信心要是可以的话,那古往今来怎么就没有几个能突破的修士? 难道所有的修士没有一个有过超强的信心? 这话说不出来,说出来的就表示对王胜的不信任,可宋烟这个时候却始终不能让自己彻底的信任王胜。 宋烟信任的是王胜的人品,以及王胜不会有害他的举动,但对王胜的能力,还是不敢完全的放心。 说到底,王胜现在自己不过才三重镜,很难让人毫无保留的信任。 其实你还是心里忐忑,不敢相信,是吧? 王胜多聪明的人,一眼就看出来宋烟的为难。 我只是,宋烟有心分辨些什么,可是话到了嘴边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他从来没有这般的为难,是不对,否也不对,纠结到发愁。 猛然间,宋烟忽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以后的日子那么长,为什么王胜非得要在自己还没有达到六重镜修位的时候告诉自己这些? 言出必见,这是王胜刚刚说过的,对比自己父亲宋洪德的做法,宋烟都能修得无地自容。 刹那间,宋烟忽然明白了王胜为什么会这样做。 自己跟着父亲回到宋家,以后自己就是高高在上的宋大小姐,而王胜是无忧城的清牌杀手。 宋洪德肯定不会承认自己当时把王胜当作未婚夫的权宜之计,以后两人的关系只会越走越远,甚至能不能再见面都是未知。 王胜这是要彻底了断和自己的关系,所以他要把之前承诺的事情都办完,可以心安理得的不再和自己有瓜葛。 一想到这点,宋烟忽得有一种心痛。 从他见到父亲以来,短短的不到一个时辰的时间,宋烟已经心痛过几次了,全都是因为王胜。 不,宋烟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想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 对不起。 宋烟的脸色忽然间认真了起来,冲着王胜无比认真地说了一句对不起,然后咬着牙说道,我知道你言出必见,等我和父亲安顿好家族之后,等我真正修行到了六重镜的时候,再去找你。 到那个时候,我会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你,包括我的性命在内。 说完,宋烟红了眼圈,你休想撇开我。 王胜看着宋烟无比坚决的美丽面孔,知道这个聪明的姑娘已经看穿了自己的打算。 想了想,王胜点了点头,宋烟愿意给自己这样的保证,王胜也不会把这个自己也有好感的女孩往外推。 好。 王胜凑到了宋烟的耳边,用只有她能听到的声音说道,相信我,也相信你自己到时候一定可以。 想当年,凤凰最开始的时候,也不过只是一只麻雀而已。